精选此次入京,头戴长蛇帽,缠绕棉为薄,只露出眼睛,脸上也可以跨过妆,哪怕是熟悉的人乍看之下也认不出来是谁。 不过熊伟业已经从熊才那里了解到狄成此行的主要目的,自然也能猜出这个刻意伪装的男人是谁。 华夏特公祖总教官,军队金氏特训法创始人,当年大陆军舰名头最为响亮的男子,鬼眼金玄。 金学良面容稍缓,轻声道,金教官,这里都是自己人,如果你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很荣幸能再次和你把酒言欢。 熊伟业做了个请的姿势,副手向前轻声笑道,可还记得这条小路,当年你拜回老爷子,便是我引领你进的熊家,走的也正是这条路。 金学良和男工商同时向金玄做出个请的姿势,虽然他们年长金玄十岁, 可遥想当年,对方的名头、身份以及地位却都在他们之上,彼此也曾与朋友相待过。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他们却还念着当年的情分,也愿意对这个悲情男子以礼相待。 金玄深吸了口气,缓缓输出,拉下微博和帽子,冷硬的脸上微微解冻。 谢谢。 男工商和金学良露出笑容,请。 请。 金玄也伸出手,看着前面老友般行走交谈的几个人,迪诚书心一笑,也拉起易玄和美颜的手,跟了上去。 没过多久,满脸淤青,甚至还带着几个纯印的雄才,狼狈地逃了上来。 圆滚滚的身子,也不知道哪篮的体力,一流烟地消失在树林里,后面叽叽喳喳地追上了一群女孩。 迪诚悄悄稀奇,赶紧拉起美颜和一拳逃了出去,她可不想落入那群母兽的铁蹄之下,遭受柔孽。 雄伟叶准备的午饭很清淡,没有什么大鱼大肉,没有山珍海味,全是家里后院暖房里种的青菜,再加上是她妻子亲自敞勺,无形中消除了彼此的生疏感,从感觉上生出几分亲切。 她本人也非常热情,不仅对金学良,南工商,两位勉强算得上朋友的朋友,还是对金玄这位曾经的总教官,亦或是对迪诚这个她儿子的上司,未来儿媳的哥哥都尽到礼数。 话语交谈并非多么热烈,说得却非常舒心,令人忍不住会心发笑,就连迪诚也不得不佩服对方的人格魅力和交际能力。 午饭期间几人完全是回忆当初的去世去闻,在刻意避开金玄伤心往事的前提下,彼此交谈得还算开心,没有出现冷场和尴尬的局面。 迪诚没有打扰他们,随了几杯酒后,带着金益玄和美颜离开房间,陪着他们漫步在鸟语花香,春色宜人的碎石路上,欣赏着美丽的景色,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暂时抛下心中事物,也没有刻意地追求浪漫,三人手完手在林间漫步,静静体味着萦绕在心田的幸福。 在迪诚的刻意躲避下,他们整整一下午都没受到打扰,累了就相互依偎着坐在藤椅上说说情话,悄声调笑,休息过后继续欣赏仿佛突然间百看不厌的林木花草。 受到环境和气氛的影响,美颜也不再那么冷漠,虽不至于热情,但也没有再针对一旋。 金学良本来是打算找迪诚商讨一些事情,可几番寻找无果,心里大概明白了缘由,也就不再去搜寻。 进入京城的第一天,就在这种相对美好和安静的环境中度过,每个人的脸上都因为各自的原因带着欢喜,给这个沉浸太久的村子带来几分轻快。 第二天早上,迪诚搂住怀中香软郊区水的整香,被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吵醒。 金义轩懒懒地扭动下郊区,往迪诚身上贴了贴,含糊不清地迷蒙道, 有人敲门吗? 别搭理他,肯定是换上那个丫头。 迪诚没好气地说了句,伸手扯过被子把两人盖到里面,紧了紧怀中八爪鱼般抱住自己的义轩。 气息呼呼大睡。 昨天晚上,两人可是一直折腾到凌晨一点多,足足三个多小时, 不知道是长久没有得到安慰的原因,还是浓重相思情感所致。 一旋起初还娇羞无限,欲惧还迎。 在接连两次激情后,完全沉浸在情与爱河中的他, 展现出从未有过的妩媚和风情,偶尔还会表现出主动的挑逗, 衬上他绝美的容颜,修长完美的体型,白臂无瑕的嫩白肌肤, 那种诱惑力直接让迪诚陷入疯狂,完全抛弃爱抚和温柔, 只顾最原始的感觉的追求。 而面对迪诚如此狂野的冲撞,一旋竟然尽数成熟, 没有细语求饶,没有疲惫昏厥, 只是一直用他水汪汪的大眼睛, 含情默默地看着压在身上的情郎。 迪诚的心中不断感叹冷艳美女冰雪消融后的可怕, 但一旋的娇柔却让他恨不得一口吞下去。 将近四个小时的疯狂, 金义璇最终还是摆下阵来, 迪诚也疲惫无力, 在最后一声压抑有高昂的尖叫后, 两人同时贪婉缴械, 谁也没有力气再去清理身子, 紧紧拥抱着睡死过去。 疯狂过后是疲惫和亲密, 两人谁也不想离开谁的身体, 谁也不想早早醒来, 哪怕睡到下午或者晚上也无所谓。 可是外面那些人仿佛很不会体谅人, 不轻不重的敲门声一直响个不停, 哒哒哒, 甚至连频率都相同, 这绝对不是正常敲门叫人起床的声音, 纯粹就是恶作剧般的搞怪。 迪诚帮一旋捂住耳朵, 懒得去搭理, 昨天一晚上折腾差点把他给榨干了, 这会儿浑身酸软, 只想睡觉, 何况怀中育人的娇躯那么柔软温暖, 是个男人都不会轻易地松开。 哒哒哒, 外面那人仿佛叫上劲了, 敲门声响个不停, 而且频率一点没有变化, 听上去有种让人心烦意乱的感觉。 谁呀? 一旋渐渐渐渐渐地从昏睡中醒来, 不满地嘟了嘟嘴, 别理他, 继续睡。 敌城揉了揉, 一旋光滑相间, 根本不于搭理, 那种敲门声引起的频率变化, 可以影响他人, 但绝对干扰不了他, 该怎么睡还怎么睡, 毫无作用。 谁? 金一旋从被窝里弹出头来, 慵懒地叫了声, 结果还是千篇一律地敲门声, 却没有半点其他的声音。 谁呀? 金一旋的声音不由地高了几分, 他脾气是不错, 可是大早晨的被人这么恶作剧, 任谁也不会愉快到哪儿去。 你继续睡, 我去看看。 敌城呼地从被窝里坐起来, 披上水衣, 边寄条袋边向外面走去。 在他还昏昏沉沉的意识里, 外面要么是男公患儿那个丫头在合作剧, 要么是美颜吃醋于他和易璇的缠绵, 过来耍性子。 边走心里边盘算, 要是男公患儿直接敲两个暴力轰走, 要是美颜就直接拉扯进来, 抱着继续睡。 房门被敌城用力拉开, 准备好的词语也已经升到喉咙, 可眼前的情景却让他微微愣了下, 下一秒彻底抓狂, 当场抱了几粗口。 你闲得淡疼啊? 臭小子, 你再给我重复便听听。 那人活气也蹭了上来。 再重复便怎么了? 你闲得淡疼啊? 有你这么当岳父的吗? 你女儿和女婿在里面温存, 你压得发什么人家? 岳父? 老子什么时候承认是你岳父了? 里面的金义璇一阵头疼, 不用抬眼去看, 光听着声音和阵势, 肯定是自己那老爹。 不承认? 我还不相认呢。 迪城不耐烦地丢下来去, 重重地甩上房门。 金学良抬脚别住, 怒道, 要不是有急事, 你以为我愿意过来敲你这破门? 什么急事? 你尿急, 外面有厕所, 我这里不对外开放。 放屁! 爹, 大清早的, 你老人家干嘛呢这是? 金学良怒急之下, 刚要冲进去和迪城来场搏斗, 女儿的声音好歹把她拉回现实, 抬起的脚也赶紧缩回来。 一旋已经是大姑娘了, 这房间何不是说进就能进的? 你到底什么事? 赶紧说, 说完, 我还要睡觉呢。 迪城揉了揉额头, 不耐烦地说道, 他对自己这个老丈人要多无语又多无语, 大清早的来女儿女婿面前恶作剧, 普天之下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除了他之外, 可能找不出第二个了。 熊老爷子回来了, 叫你过去吃早饭, 你爱去不去, 老子懒得理你这破事。 气恼的金学良, 丢下一句话,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熊老爷子, 熊傲羊, 迪城皱着眉头, 缓缓梳开。 熊义回来了, 背这么一脚合, 一旋也没穿多少睡衣, 拿过床檐上的文兄, 护住胸前的春光。 这还不到七点, 熊老爷子怎么回来这么早? 迪城看了看时钟, 刚好六点半了, 外面的天色还没有完全放亮。 熊爷爷, 叫你去吃饭,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你快过去吧。 熊傲羊是熊家的老族长, 庞大家族的真正掌舵人, 五年前成功当选军委副主席, 获守上将军衔, 同时也成了毕制军区半个当家人, 为明之大定人敬畏, 从本质上来说, 他才是整个华夏政权的 几个实际掌控者之一, 本身拥有的威慑和权力, 绝非明面上 普通民众所知的那些高层 所能比拟。 迪城能够接受他的邀行, 而且是共进早餐, 可谓是无上的荣耀, 尽管他知道 自己的情郎不在乎这些东西, 本身所拥有的能力和实力 或许超乎自己想象, 但还是不希望 他给熊傲羊这等巨头级人物 留下坏印象。 迪城无奈地输出口气, 这老东西可真会挑时候, 可是既然人家点名了, 自己不去也不礼貌, 只得退下睡衣, 开始穿戴衣服。 金玉璇赤着脚丫 从床上下来 帮迪城整理衣服, 顺便简单介绍道, 熊叶叶脾气虽然暴点, 但总体来说 还是很和善的。 他喜欢直爽的人, 讨厌拐弯抹角, 故作聪明, 也不喜欢骄傲自大的人, 待会儿你去的时候不用拘谨,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只要稍微注意那几个点就行。 你见我拘谨过, 这个世界上能镇住我的人 还不存在呢? 别唱美了你, 我说的可是实话。 迪城拥抱了下金玉璇, 趴在他耳边笑声道, 你继续休息, 养走体力, 今天晚上咱们继续开战。 金玉璇大修, 白嫩的脸颊蹭得羞红一片, 迪城飞快地在他脸上亲了口, 大笑声中抓起外套冲了出去, 留下羞气的金玉璇, 只躲小脚。 或许是熊老爷子回家的缘故, 外面碎石小路上 多了很多忙碌的身影, 随便找了个人打听下, 提成很容易, 便找到村子中央部位, 那个看似普通的砖瓦房, 一个等候在那里的中年男子, 恭敬地把他引了进去。 房子里面的构造 和外面的砖瓦相同, 都非常普通, 既没有非常豪华的家具, 也没有附庸风雅的 古玩, 甚至连刻意地修饰都没有, 只是些非常简单 却实用的家具 摆放在那里, 带着种很重, 很淳朴的乡土气息。 房子里面摆放着一个 四方形的母桌, 金学梁, 南工商和雄伟叶三人 正坐在小板凳上 围在他旁边, 吃着油条, 就着咸菜, 随意谈笑。 在他们对面, 一个既不高大, 也不壮硕, 反倒有些偏于瘦小的老者 正喝着碗里的稀饭, 吃得不亦乐乎。 老者非常普通, 与四周的环境相称起来,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农家的爷爷。 如果非说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他丝毫不显老态, 也没白头发和皱纹, 精神陡朔, 充满青壮年才有的 那股子活力和气势。 不用多猜, 这位一定就是如今华下真正的主宰者之一的熊家老家主, 熊傲阳。 一个纵横军界数十余载的传奇人物, 一个带领熊家走向辉煌的功臣组长, 一个挥齿方球, 强硬霸道的郡区司令员。 来, 小伙子, 坐, 趁热吃。 发现迪诚的到来, 熊傲阳随意地指了着身边的位子, 没有半点生疏感。 迪诚也不做什么虚伪可笑的推测和客套, 非常自然地坐下来, 拿起碗筷吃了起来。 熊老爷子, 今早上刚回来。 刚倒。 大口喝了口稀饭, 熊傲阳含糊不清地嗡的声, 忽然又道, 陈尊是你打伤的。 迪诚加了块咸菜, 边吃边倒。 当时出了些意外, 让他侥幸逃了。 伤到什么程度? 理论上来说, 半年别想下床活动, 一年之后才能再次出手作战。 嘿嘿, 好, 不错。 熊老爷子, 没有露出什么特别明显的表情, 只是说了三个词, 继续埋头和他的稀饭。 父亲, 金璇在家里, 要不要带他过来见你? 熊伟爷开口道, 金璇? 熊傲阳停下不阿烦的碗筷, 继续咀嚼几口, 去看向迪诚。 你们来了几个人, 连金璇在内四人。 这次进京, 是谁的主意? 金璇, 狄成回答得简单清晰, 没有什么刻意的掩饰, 面前这个老头看起来其貌不扬, 又随意普通, 可身为站在华夏拳里巅峰的巨头, 所了解的事情, 以及本身的精明程度, 不需要任何存疑。 熊傲阳莫名其妙地轻笑了下, 继续埋头扒饭。 他现在, 情绪怎么样了? 有些冲动, 嘿嘿, 你打算怎么做? 帮他。 迪诚断了会儿, 孙老爷子, 巫长知道, 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金璇本为特工组教官, 为何会突然送入赤乡监狱? 是不是与赵家和孙家有关? 此话已出, 金璇良三人的表情微微动了些许, 但谁也没有表示什么。 当初的事情轰动太大, 华夏八大族长的老族长, 首次联合贾达峰口令, 严禁任何人在谈论此事。 所以尽管当初了解事情经过的人, 不在少数, 却没有人敢乱交舌头, 真相最终被时间掩埋。 不过, 熊老爷子地位崇高, 身份特殊, 叔叔倒也无妨, 但前提, 得是他愿意。 你很好奇。 熊傲阳把碗里剩下那口稀饭喝完, 递给熊伟业。 再来一点。 确实, 狄成坦然道, 熊傲阳抬头看了狄成一眼, 并未直接回答那个问题, 而是往他身上凑了凑。 还记得, 当初我委托熊才那小子, 问你的几个问题吗? 狄成没有逃避对方, 忽然锐利地眼神。 记得, 你当初有句话, 我比较欣赏。 你猜, 是哪个? 我有民族归属感, 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我愿意为之付出。 至于国家归属感, 如果不存在恶意和利用, 我也不反感。 嘿嘿嘿嘿。 熊傲阳虚空点了点狄成, 摇头一笑。 小子, 还挺狡猾。 吃食中做防御的本能, 我这个人喜欢掌握主动, 不希望被人利用。 狄成脸带几番微笑, 丝毫没有因为对方的显赫身份, 而刻意地收敛本性。 熊傲阳看着低诚, 什么利用? 难道这个社会的发展, 能离开这个词语? 小到几个人, 几个家庭, 同学之间, 朋友之间, 上司和下属之间, 大到几个势力之间, 几个区域之间, 再大到国家和国家之间,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所有带有目的性的行为举动, 难道不是围绕利用这个词语在运转? 无外乎, 你利用我, 我利用你, 你我之间相互利用, 关键得看谁利用的好, 谁利用的妙。 狄成刚要开口, 熊傲阳抬手拦住, 别扯什么友情爱情大道理, 这东西最不可靠, 还能误导你的判断。 我只是想说, 什么也别说, 我不是在和你探讨问题, 只是给你上一课, 虚心听讲, 不要打岔。 熊傲阳虚空点着狄成, 语气非常强势, 并非可以做作, 而是一种从骨子里流露出的性情, 强势或者霸道。 狄成表面点头, 心里却是苦笑, 从出道至今, 自己还真没被别人当成孩子般训诫。 我说的, 有道理吗? 熊傲阳直直地看着狄成。 有。 狄成并不完全赞同, 但和这老头的争这些东西, 也没多大意义。 回去好好领会。 熊傲阳着重叮嘱了遍, 接过熊伟业递来的碗块, 道了句, 锦选和魏家有仇。 魏家? 狄成微微挑挑眉头, 怎么突然冒出个魏家? 三年以前的魏家是个可以和如今赵家相提并论的庞大家族, 而且与赵家、林家结为极其亲密的联盟, 被称为第九家族, 意思是除去八道家族外最强家族势力。 其实真要详细数算起来, 他们在财力、权力、影响力等各个层面并不比我们差, 说是势均力敌也毫不为过, 所以第九的称号也是处于对八道家族的尊敬。 熊伟业开始介绍, 既然父亲刚才说出了魏家, 意思是已经决定把当年米新告诉地成, 所以这个起始端还是由他来介绍比较好。 南宫商接口加了句, 陈、李、赵三家联盟中, 魏家是领头羊, 是代表家族, 实力位居三者之首。 魏家老族长魏成光, 是国安局的前任局长。 狄成微微动容, 这可是个敏感的职位, 类似古代的东厂头子, 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权力之大也足以令人侧目。 可刚才熊伟业刻意提到过三年前, 难道是金玄曾与那个家族相互拼斗过, 最后两败俱伤? 熊伟业轻笑摇头, 笑容中带着几分苦涩和无奈, 金玄和魏家不和, 可不和的原因, 想想有些幼稚, 嗨, 为了女人。 金玄良也摇头轻叹, 他真的为金玄感到不值, 一个女人而已。 狄成来了兴致, 为女人, 古王今来因为女人而陷入困境的势力, 并不在少数, 只是没想到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身边。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能值得金玄疯狂到与第九家族血拼? 女人, 只是个有发点, 具体原因。 金玄良看了看熊伟业, 意思是由他来解释。 身为熊市家族的组长, 又是在他所管辖的城市下, 各种隐秘的详细情形, 他知道比他人更为清楚。 熊伟业先日看了看父亲, 见他没什么阻拦的意思, 略微沉隐。 魏成光, 是在金玄成民之初, 机掌国安总局的。 由赵黎两家全力协助, 他信心满满, 打算赶出发事业, 把三个家族地位彻底巩固。 他本人能力很强, 这点毋庸置疑, 否则, 那么重要的位置 不会交到他的手里。 赵家林家 也不会处心积虑地 把他推上高峰。 在尚未之初那段时间, 魏成光连续做了几项大改革,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同时着力于培养精英人才。 当时, 他最为看重, 或者是倚重的就是金玄。 打算借助对方的名号, 间接地把自己地位巩固。 可是, 魏成光低估了金玄, 或者是所有人都低估了金玄。 无论是在前期的特工行动, 担任三组组长以来任务, 还是后来成为部门总教官之后的特训。 他所取得的成绩越来越耀眼, 也越来越引起国内乃至国际高层的关注。 直到五年前, 金氏特训法则的问世, 以及随后华夏特工组的辉煌长久, 最终将金玄的名号推上巅峰。 其次眼光芒稳稳压过魏成光, 甚至在国安局内部, 金玄的地位也完全超过他。 有时候, 传达内部决策, 如果金玄摇头, 百分百无法得到推广, 毕竟, 整个特工组的精英特工, 全部是由金玄一手调教出来。 使情如佛, 恩重如山, 他们绝对服从教官命令。 俗话说, 一山难融二虎, 这个浅显的道理, 最终有发了金玄和魏成光之间的矛盾。 小的摩擦, 打得碰撞, 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到后来, 甚至演化出两大派别, 彼此争斗不休。 国安局地位特殊, 绝对不允许出现内部不合的现象。 权力高层, 首先想到的是调节, 希望两人能化解矛盾, 起心协力。 可金玄此人太过孤傲, 从不服软。 魏成光能力超凡, 杜良却有所欠缺。 所以, 面对上层的调节, 谁也没有主动后退半步, 暗地里的争斗并未停歇。 在连续九次调节吴国后, 八大家族中的原家最先提出二举其一的策略, 意思是从魏成光和金玄中选择一个丢在国安局, 另一个调离岗位。 按照当时的态势来看, 情理之中的选择是留金取位, 总局可以没有魏成光, 却不能没有金玄, 这是公认的事实。 可政治这东西并不是以意愿来决定的, 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尤其是当初八大家族全部牵扯进来, 他们都有各自人选, 都有各自的顾虑, 所以谁最终能够留下依旧是个悬念。 二举其一策略提出后, 魏成光首先感到压力, 他不允许自己的地位被取代, 这不仅对他自己来说是种羞辱, 更不符合第九家族的利益。 正常情况说来, 魏兆冯三家高层应该聚集到一起商讨对策, 可魏成光这个人过于自负, 他感觉如今这种情势的出现是对他能力的否定, 没脸面和其他家族毁灭, 所以独自寻找破解之法。 左思右想, 他把目标对准了孙凌宇, 是京城孙家的女儿, 也是与金玄热恋中的女孩。 孙凌宇? 孙家? 狄辰一阵恍然, 终于抓住了问题的重点。 熊伟业顿了片刻, 带得狄辰稍稍消化消化后, 继续等。 当时, 金玄已经和孙凌宇确定关系, 也多次到孙家做客, 订婚事宜也提倡日程。 要想拆散他们, 可能性很小, 可关键在于, 魏成光的儿子非常优秀, 当年与孙凌宇也曾有过段情感的纠葛, 只不过, 彼此的爱意刚刚有萌生的迹象, 就被他强行拆散。 为了能够打击金玄, 魏成光重新鼓励儿子追求孙凌宇, 自己也暗自与孙家接触, 表示愿意结成儿女亲家。 孙家的权势虽然不小, 但相比起魏家来说, 却差得太远。 如果自己的女儿能够嫁入进去, 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你或许会说金玄不比魏家差, 但实际上差得太远。 毕竟金玄只是孤家寡人一个, 而魏成光却是三大家族联盟的头领, 关系网络复杂深厚, 影响力远超于他。 或许金玄会有更高的成就, 但就当前局势来看, 魏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 孙家拆散了金玄和崔灵玉。 孙家是想拆散两人, 可孙灵玉深爱着金玄, 金玄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在查清事情经过后, 他曾连续多次警告魏成光, 最夸张的一次是当着不少领导人的面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痛骂了半个多小时。 魏成光度量本来就小, 金玄的一番侮辱让他愤恨不已, 不断催促儿子加快攻势, 争取早日拿下孙灵玉。 自己也接连向孙家施压, 希望能够先把婚事定下来。 后来, 两方为了抢夺孙灵玉, 做了好多次对捧, 最终都是以金玄获胜, 魏家吃瘪结束。 赵家和林家实在看不下去了, 想结束这场可笑的闹剧, 连续多次登门全说, 好歹是把魏成光给拦住, 切断他与孙家的联系。 失去了魏成光的诱惑和许诺, 再有赵峰两家的警告, 孙家最后还是选择认可金玄, 并开始主张订婚仪式。 这场闹剧最终平息下来, 众人渐渐地又把目光对准 二取其一策略, 八大家族重新举手进行毁伤。 可是, 在结果即将出台, 金玄婚期马上临见的关头, 西欧那边突然出现变动, 在那里执行行动的两个特工组 毫无征兆地失去联系, 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少。 同时情报部门也发现 美国特工组在那片区域活动频繁, 由于当时的西欧任务非常重要, 金玄暂时放下个人恩怨和事务, 指本西欧, 手下最精锐的特工人员全部跟随。 四大弟子除了辅少军留下看家外, 其余陈明湖等三人也相继启程。 可是, 谁也没有料到, 这场事故并非意外, 也非任务受挫, 而是由魏成光一手导演。 他自认聪明, 自认天衣无缝, 其结果却引动了史无前例的屠杀惨案。 或许是回想起当时的混乱状况, 雄伟业轻轻叹息一声, 金玄梁和南宫商的神情也都出现几分苦涩。 金玄把弟子辅少军和特工业组留下, 就是担心魏成光暗中捣鬼,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辅少军是金玄四个弟子中最忠于他的一个, 但也是做事最为不计后果的一个。 金玄离开后, 辅少军派人严密守护着孙凌宇, 甚至不惜违背规矩, 动用高科技侦察器具, 执行任务般, 确保他二十四小时安全。 常理上来说, 这种程度的守护应该能万无一失。 可别忘了, 魏成光是总局的局长, 是当家人, 也是特工部名义上的上司, 他如果想要避开这些监控, 并非想象中那么困难。 所以, 雄伟业又一次停了下来, 像是在整理词语, 好一会儿才说道, 后来, 魏成光动用手中力量, 成功避开特工一族, 把孙凌宇帮走了。 再后来, 孙凌宇死了, 富少军疯了。 呃, 迪成被他大跨度的用词, 搞得微微错愕。 死了? 怎么死的? 尸体, 被魏家当天就火化了, 一切证据, 全部销毁。 所以具体的经过, 外人谁也不知道。 他们对外宣称, 孙凌宇是自杀的。 但他为何自杀? 魏家, 又因何, 又急着火化, 毁尸灭迹。 听了这么多, 相比你也有了自己的猜测。 福少军在得知消息后, 情绪失控, 风也似的冲到魏家, 想要个说法, 也曾试图拦截送尸体火化的灵车, 可当时他急疯了, 魏家人也急疯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 尸体还是在福少军眼皮子底下, 推进了火葬炉。 师父交给的任务没完成, 未来的师母被人从手中抢走, 这还不算。 好好的一个人, 转眼成了尸体, 最后, 刺激连个尸体都没保住。 福少军当场跪在火葬炉前面, 再后来, 一只沉默的熊傲羊, 这个时候接口, 再后来, 福少军莫名其妙地疯了, 是真疯。 手无足蹈, 鬼哭狼嚎, 面向西欧方向, 连喊三声对不起, 开枪自杀。 不到半天的时间里, 孙灵月死了, 傅少军死了, 一个是金玄最爱的女人, 一个是最喜欢的弟子, 谁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时, 各个高层和家族, 也没闲心去管魏家的对错, 野蛮心思, 只想怎么把消息堵住。 因为当时西欧任务中的重要性和艰难性, 金玄手里握着特工组最精锐的三支部队, 一旦他也情绪失控做出不理智的举动, 损失的还是国家利益。 所以, 当时是主席亲自下令, 把金玄调回总局, 同时把三支部队分散开来, 安排不同的任务, 试图先行隔离, 分区看管, 等一切尘埃落定, 再和他们解释。 到时候, 即便金玄发疯, 也难有作为。 可是, 千算万算, 我们还是低估了金玄在特工组的影响力, 低估了特工组对他的忠诚度。 在我们出发命令之前, 国内发生的事情早已完完全全地传到金玄耳中。 和预想的相同, 金玄的情绪失去了控制, 抛下西欧事物, 不顾国内调领, 即刻踏上了回国的路。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件事, 特工组, 有人偷偷检查了辅少军的尸体, 从他后背部位发现了真言。 通过技术分析, 那是药枪射击所致, 随后, 又在他体内检查出了迷幻类药物。 简单的推断就是, 福少军在当时被人用药枪击中, 真要促使他产生幻觉, 最终做出自杀的举动。 与此同时, 特工组令有人强行绑架了魏成光的儿子魏不凡, 经过详细检查化验, 得出他在当天上午有过性行为, 身体上也有大量的抓伤和搏斗痕迹, 由此可以推断孙灵欲死前遭遇过侵犯。 对魏不凡的言行、 拷问也证实了这点。 两条消息, 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 传到正在返程路上的金玄手中。 福少军被注射了药物, 他是被人害死的, 特工组绑架过魏不凡, 真实原因竟然审出来了。 雄伟业三人心头微颤, 其中竟然还有这种秘心。 身后金玄进攻了魏家, 狄成推测道, 之前雄伟业提到过屠杀, 而如今的华夏势力中, 显然已经没有了第九家族的存在, 所以很可能是金玄和魏成光狠狠地斗了场。 雄傲仰点头, 秦玄避开了所有拦极的部队, 也夺过了各方搜寻, 带领他手下的特工部队, 直接杀到了魏家府上。 短短五分钟的激战, 魏成光被他活活定死在墙上, 魏不凡以趴皮之行处死, 家里大大小小, 老老少少, 基本都没放过。 超过七成人员被失去理智的他们全体处死, 而且手段残忍。 如果不是救援部队赶到吉时, 成个魏家, 可能一个活口都不会留下。 说到这里, 雄傲仰也是叹了口气, 事情已经过去, 不处在对方的位置上, 外人不好评判谁对谁错, 但当初的结局却是很多人万万不想看到的, 现场的凄惨场景到现在 还印刻在有些人的脑海里。 雄傲仰没有再继续往下讲, 但狄傲完全可以推测事故后期的发展。 金玄在京城之中公然枪杀国家要员, 手段残忍恶劣, 肯定无法再继续担任总教官职位。 魏家势力庞大, 关系网络复杂, 又有赵峰两家协助, 定然也不会轻饶他, 恐怕后来叛国罪的乱处, 便是其他势力联合所为。 金玄良说道, 唉, 事情啊, 演变到当初那种地步, 谁也保不了金玄, 而且必须要进行严惩, 不仅是他, 还有参与屠杀的其他特工组成员。 为了早些把事情掩埋下来, 接下来的审判进行得非常迅速。 金玄已叛国罪乱处, 发配赤乡监狱, 其余三大弟子武龙, 东方浩, 陈明虎, 以及所属奔组成员, 全部撤销职位, 有的送去其他监狱, 众生监警, 有的送到地方军区, 看守仓库, 有的直接贬为平民, 分散全国各个偏远地区, 整个特工部因此元气大伤, 实力锐减七成之多, 造成的后期影响和损失难以估量。 雄伟也又说道, 不过, 在终审判决过程中, 三个弟子中, 有个人选择了叛变, 他在法庭上, 执政了金玄和其他人的罪行, 便对当初那场屠杀行动的原委, 做了细致描述, 最后, 其他人都受到了惩罚, 他和他的组员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继续留在了特工组。 叛变? 谁? 陈明虎, 清雪准备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得力部下, 聪明稳健, 出师冷静, 是个人才, 由于他在关键时刻努力配合和积极指正, 再加上特工部严重缺人, 上层领导经过伤以后, 决定把他留下来。 你或许会感觉这人是个卑鄙小人, 当时也有人这么了解, 甚至在审判庭上对他言辞痛骂。 可是到现在, 审闻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 佩服。 哦, 雄伟业感叹道, 锦璇的老父亲, 其他兄弟的父母妻儿, 现在, 却由陈明虎和他的祖缘们供养照顾。 如果当初他健守忠诚, 选择陪伴兄弟们同时受苦, 势必会落得入狱间禁的结果。 唐内侍, 兄弟们的家人谁来养, 谁来照顾, 会不会遭受赵家, 邻家迫害, 这都很难说。 所以, 必须有个人留下来镇守。 再有一点, 如果他们全部入狱, 以后金玄活着出来的希望, 就真断绝了。 他能抵住压力, 忍辱负重, 选择背叛, 实乃最明智, 最让人钦佩的决定。 何为忠? 那何尝不是忠? 狄成案子呼出口气, 当初的事情, 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和混乱。 金玄啊金玄, 没想到也有如此疯狂的一面, 竟然差点把庞大的魏家给屠杀殆尽。 先不论金玄处理方式是对是错, 光站在男人的角度来看, 是条汉子, 是条有血有肉的真汉子。 至于陈明虎, 也是个人才, 以退为进, 能忍能扛, 值得钦佩。 忽然, 狄成心头微动, 武龙, 东方浩, 特公祖, 金玄那群弟子都被处理了。 如果, 自己能够找到当初发配区域的名单, 暗中一个个搜集起来, 那将是何等庞大的力量。 狄成想起一个问题, 事情都过去三年多了, 精选如玉, 魏家破败, 当初的恩怨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 赵家为什么突然要和孙家联姻? 雄伟叶陈寅道, 这件事, 确实有些古怪, 按理来说, 赵家不会再找孙家的麻烦, 更不会让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儿子赵明辉, 取门不当, 护不对的孙灵芝, 但他们真这么做了, 也没做出什么解释, 所以具体缘由外人无从得知。 南宫商忽然说道,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例如, 赵家知道了金玄逃脱的消息, 准备以此引他现身, 趁机捕杀。 金学良摇头道, 可能想不大, 赵家没必要救世重体, 也不会用赵明辉的婚姻大事来设置圈套, 如果他们真的知道金玄的行动, 又确实是想替魏家报仇, 大可用其他方法。 熊傲阳拿起毛巾, 擦擦嘴角, 起针走向藤椅。 金玄这个名字, 到现在仍旧很敏感, 没人敢再诱发一场当日屠杀, 他赵家绝对没那个胆量。 迪程, 我问你一句, 如果宴会上金玄想报仇, 你帮还是不帮? 如果帮, 怎么帮? 视情况而定, 我本意不希望金玄继续被这些仇恨击败, 也不想让他受到伤害。 如果出现意想不到的意外, 危机金玄的安全, 在婚宴晚会上, 在各大家族面前, 你, 错和选择。 还是那句话, 不希望他受到伤害。 迪程重复道, 他不是来闹事的, 但却不介意闹事, 对于那些所谓的家族, 他从来没什么好感。 如果对方不知好歹, 该怎么处置, 绝不手软。 熊傲扬只是简单地看了看迪程, 没有赞许的表情, 也没有不快的脸色, 指尖在腾椅上敲打下, 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个信封, 往迪程面前一推。 这里有个东西, 把我转交给金玄, 告诉他, 如果需要帮助, 可以来找我。 老爷子, 你不见见他?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熊老爷子从网腾椅上一扣, 该说的说完了, 都走吧, 今晚的宴会我就不参加了。 伟业, 你和熊才过去坐坐就行。 熊伟业知道父亲话里的意思, 点头应试。 放心,父亲, 我会安排好的。 迪程? 既然刚要离开, 熊傲养忽然开口叫住他, 虚空点了几下, 面无表情地输了句, 听清楚了, 我不希望自己的孙子 与黑社会有瓜葛。 迪程脚步微顿, 却没有停留, 也没有过多地表示, 推开房门, 离开房子。 外面的天色已经大亮, 早起的人们漫步在环境清幽的临间小路, 有的慢跑, 有的练剑, 有的只是坐在临间看看早报, 一派和谐融洽的情景。 迪程深深吸了口清凉的空气, 享受下难得的宁静, 受到气氛感染, 走着走着也踮起步子, 边活动着身子, 边一路小跑回到住处。 本想搂着一旋, 再睡个回龙觉, 补充补充精神和体力, 可刚刚靠近卧室门前, 却忽然听到里面传来阵阵吸闹声和尖叫声, 还有哥哥叫小钟的跑步声。 没等迪程拿出钥匙, 房门忽然打开, 尖叫吸闹钟正准备逃出去的南宫花儿 正好和他撞了个满怀, 娇小的身躯毫无悬念地给弹了回去, 一屁股坐在地上。 迪程刚要过去把他拉起来, 却忽然僵在原地, 原来是他和一旋爱潮的我氏, 不知什么时候 站满了风情各异的漂亮女孩子。 可能是刚才闹得太过激烈, 不少女孩子身上的衣服都撕扯下来, 露出大片的雪白肌肤, 有的甚至半截衣衫, 阴线其中火燃胸衣, 有的更是直接钻到了柔软的被褥里, 青色香烟至极, 足以让任何男人的某个部位气情勃发。 至于地上的南宫花儿, 太过疯狂地活动让他上半身破破烂烂, 紫色的纹胸完全暴露, 挺翘又雪白的部位, 清晰地出现在敌尘的眼球下, 白嫩, 饱满, 沟河。 南宫花儿在愣了片刻后, 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 啪地给了迪承野巴掌, 用力地把房门甩伤。 看着紧贴鼻尖的房门, 迪承嘴角微微抽动, 半上发出一声轻微的感叹, 丫头, 长大了, 真的大了。 迪承正在沉吟在方才的美景回味中, 一声爽朗的笑声, 把他拉回现实, 迪承略显尴尬地咳嗽几声, 意外, 纯属意外。 南宫商促下笑道, 可别打我家丫头主意啊, 否则, 你这一家子, 别想再安宁。 金学良走到沙发上, 这次没有再故意针对他。 明白熊老爷子最后那句话吗? 走到两人面前坐下, 迪承说道, 八九成, 熊奥阳最后说的那句话, 看似眼里, 乍听之下, 像是要把熊才留在家族, 可迪承不是纯粹的舞者, 对城府深沉者惯用的画中画, 义中义, 他自然清楚。 熊奥阳刻意地在前面家住了听清楚了, 意思就是让迪承好好领会后面那话的意思。 其一, 他不想让熊家牵扯到黑社会势力中, 但没刻意注明是天门。 其二, 或许是有让熊才回来的意思, 但没有最终下决定, 也没有确切时间。 第三, 言外质疑, 如果天门能够在他下定决心把熊才要回来之前, 从黑社会这个敏感势力中超脱出来, 将允许熊才继续留在天成集团。 金学良说道, 熊老爷子是在鼓励你, 记得当初我曾跟你提过, 任何物质, 任何人, 任何势力, 一旦发展到某种极致, 突破本身之国, 便能成长到新的不同的层次。 你的天门也不例外, 如果整个华夏你们一家独大, 根系遍布地方基层, 如社会这座大厦相互粘连, 在内能稳定治安, 助长经济, 在外能为国除优, 排解隐患。 利益就和之下, 国家就会认可你们, 依靠你们, 帮助你们。 到那个时候, 他人将不再与你们亲密为耻, 反倒为荣。 狄城平静地看着他, 换声道, 你是希望我成为爱国分子, 为国效力? 南宫商摇摇头, 我们过来, 只是想提醒下你, 如今天门越来越壮大, 吸引的目光也越来越多。 接下来的路该往哪个方向去迈, 很可能决定你将来的成就。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说到正事, 狄城认真起来, 对于南宫商和金学良, 他应该说是比较信任, 两年多来的帮助和支持, 足以证明这点。 虽说平时见面后, 总是瞪眼斗嘴, 可是那份真心的关怀, 无形的亲情, 都由不得狄城不去感动。 两人这次进京, 目的不会只是简单地 为赵家耸喝, 为自己商讨问题 应该才是重点。 我来说吧, 有些长, 你慢慢停, 仔细领会。 金学良整理一下思路, 我国特公布 因为金玄走向辉煌, 也是因为他陷入困境, 自从三年前那场惨剧后, 特公布的损失, 比熊老爷子说的还要严重。 国际任务频频出现失误, 造成的损害也是不断加大, 曾经盛极一时的华夏特公, 如今已经成为各国笑柄, 根本不再被重视。 陈明虎能力不错, 很有当年金玄的风范, 但是各大家族心存警惕, 不敢让他靠近管理层面, 机密任务更是不敢让他设计, 所以空有这把宝刀, 却因为种种顾忌而藏于刀巧, 造成如今这种尴尬局面。 你或许会问, 为什么不重新选择优秀成员填充, 或者从各大军区特种搭队选派, 理论上此法确实可行, 也应该如此。 但之前熊老爷子也隐晦提起过, 八大家族并非铁板一块, 彼此明争暗斗从未间断, 其他各个大型家族同样如此。 竞选惨案后, 国安总局局长的职位一直空缺, 谁都想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去, 却又不敢随意接下这个烫手山影。 多凡争斗无果, 最终搁浅下来, 任凭外部风险不断, 却没人敢挺身而出。 至于七大军区和集团军, 虽然都有战斗力强横的特种大队, 但那都是命根子, 谁也不想拿出来, 像我的集团军也毫不例外。 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方法, 八大家族高高在上, 这等时刻应该由他们出面, 每个家族选出二十名优秀成员, 充田特工不空缺。 如果当时计划真的实施, 华夏特工定能重现辉煌, 可是, 金学梁断了断, 声音稍微放低。 熊老爷子的蒙虎集团军位于华夏各大军事集团之首, 其中的虎牙死士营更是威震国际军警, 在黑榜天榜中位列前十, 实力之强令人震撼, 畏惧, 也是最能稳固熊家超人地位的根本存在。 除此之外, 其他军区, 残影部队, 雪茨特种大队等等, 都是国籍赫赫有名的特种部队, 正是他们的存在, 才能威慑国家强敌, 保护国家安宁。 你可以想想, 这些部队中, 如果每个抽调出部分精锐, 好好培养改造, 特工部不说能够超越当初的金玄时代, 至少不会想当下这般被动。 但具体实施起来, 选派哪个士兵, 选派什么实力的士兵, 会不会有人弄虚作假, 在彼此互不信任的前提下, 根本不能实行。 在所有方法策略, 全部胎死腹中之后, 有人提出新的方法, 把目标对准了, 国内最强黑帮势力, 黑龙帮。 通过与之密切的王氏家族与陈尊联系, 以保证黑龙帮合法权益, 和容许他们向外扩张的条件, 换取陈尊及其所属龙奴战队 执行国际任务的要求。 当时还有这种事? 这次, 狄城确实感到了诧异, 陈尊与国家高层竟有过这种秘密协议。 事情确实是有, 陈尊当初也答应了条约, 连续三个月十七场国际行动, 均取得近乎完美的战果, 甚至曾四度重创美国特工成员, 比之当初的精选时代, 由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家高层和和格家族的老头子们, 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到陈尊的可怕。 华夏协主的名号在国际打响, 也在国内高层打响, 金学良的神情有些复杂, 有惋惜, 有感叹, 也有些许隐约的遗憾。 如果当初, 陈尊好好利用这才机会, 哪怕是在坚持一年半载, 不用取得多少更加辉煌震撼的成就, 也足够他在国家高层中拥有不少的话语权, 进而影响他挥下黑龙帮的扩张和地位, 也就不会再有如今的黑道混战和你天门的崛起。 当初还发生了什么? 狄城忽然发现政治方面的风起云涌, 一点也不比黑道来得轻缓, 仅仅是外人的所说, 就能感受到其中的跌宕起伏, 真在当初又该是何种惊叹和感慨? 陈尊, 过于耀眼的光芒和太过孤傲的性情, 终于得罪了权力高层的几个大人物, 再加上他与八大家族中王家过于密切的关系, 也最后促成了他与其他家族的决裂, 显示国际任务中情报系统和后勤保障的携带, 致使他后期连续几次任务差点陷入死局。 到后来, 在某些人的故意布局下, 国际任务成了削减他龙奴实力的坟墓, 其中一次致使龙奴第八分队全体阵亡, 臣尊不是傻子, 再加上王家的暗中透露, 事情原有水落石出, 他虽然没有像当初金玄那般来场疯狂的屠杀, 但毅然决然撕毁协议, 断发力士再也不参合国际事务。 构陷斗桥, 阴谋诡计, 明争暗斗, 难道不感觉累吗? 敌场冷亨, 那些大家族如果能够稍微团结一些, 华夏必然不会像现在这般处处被动。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除非来场大的政治风暴, 将现在八大家族格局制衡的局面打破, 一家独大, 荒习天下, 否则这种情势, 仍旧会持续下去。 狄城慢慢地靠头上发声, 和我说这些事, 南宫商说道, 你与陈尊的长春对战吸引了不少注意力, 尤其是在龙奴溃退, 陈尊重创之后, 八大家族的老头子们都把目光投到了你的身上, 他们再继续观察, 他们再继续观察, 继续等待, 继续考虑, 观察什么, 等待什么, 又考虑什么? 观察你的性情, 能力, 以及进卫队的实力, 等待你的态度, 等待你带来更多的惊喜, 考虑是不是该调用你, 就像当初的陈尊, 熊老爷子这次请你吃早饭, 其实就有那么曾观察的意思, 也是八大家族开始与你接触的开端, 狄成思虑片刻, 说道, 如果他们真的决定让我替代陈尊, 你们的态度呢? 接受, 金学良和南宫商一口同声地说道, 狄成眉头紧锁, 接受, 通过之前的介绍, 华夏高层这盘棋不好走, 一旦涉足其中, 稍有不审, 就会被阴谋风暴绞杀, 金学和陈尊就是最好的先例, 八大家族都不是异于之辈, 其他正商均三界家族同样不好对付, 虽然天门要想均临华夏黑道, 终究还是要和那些老家伙打交道, 但当初的打算并不是把自己推上前台, 南宫商笑了笑, 我们的观点是接受, 但不会是现在, 八大家族还没准备好, 你同样也没有准备好, 而且你放心, 有了金玄和陈尊两个例子, 他们不会再像当初那般胡来, 至少会在很多方面稍稍人性化, 金学良紧接着加了句, 那几个老家伙都知道你与那个神秘组织的关系, 所以他们不会轻易用你, 一旦运用, 必不会让你轻易受伤退出, 说着金学良冷硬严肃的表情稍稍松缓, 看向狄成的眼光也出现几分温和, 你也不别过多的分心, 我和你男公属虽然并非什么大人物, 但在华夏这片土地, 能随意动我们的还真没几个, 就是他们八大家族同样不敢真的撕破脸皮, 如今熊老爷子也对你产生好感, 或明或暗地表示了亲近, 只要你不做出什么过火的举动, 他会站在我们这边, 现阶段, 你还是把主要经理放在黑道混战和天网任务上, 天门越强, 你越强, 收到的重视程度也会越高, 将来我们可以运用的优势也会越多, 其他的我们替你挡住, 狄成轻轻闭上眼睛, 八大家族政治风暴, 为国效力, 老天爷还真是怕自己闲着, 一波为平, 一波又起, 一个比一个难缠, 不过, 在这一刻, 他想的最多的, 不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而是, 跳出滑下拐圈, 所谓角途三窟, 事事难料, 如果哪天, 自己冲动之下, 做出像金玄那种疯狂的行径, 是坐以待毙, 入狱服刑, 还是彻底叛逃, 独立发展, 恐怕, 还是后者最现实, 看来自己, 是该和朋友好好商量商量了, 滴城, 你的意见呢, 南宫商的询问声, 把滴城拉回现实, 滴城无声笑笑, 我会尽快地充实自己的实力, 真到那天来临, 也不至于太过狼狈, 还有, 我是我, 不是金玄, 更不是陈孙, 南宫商也笑了起来, 指着滴城点了点, 我就喜欢, 你这种近乎狂傲的自信, 对, 你是你, 他是他, 不能混为一谈, 你今晚放心, 放手一搏, 我和老金全力支持, 滴城拿起面前的水杯, 举杯相邀, 来, 南宫叔叔, 岳父大人, 咱们以水待酒, 欲祝合作愉快, 少拿岳父套近乎, 我没你这个女婿, 金学良的脸色沉了沉, 但还是举起了面前的水杯, 啪的一声, 清脆的交集声响起, 宣布合作联盟的彻底定型, 时间如沙, 不知不觉从指缝间溜走, 天色逐渐大亮, 太阳升至正午, 城市进入一天中最为繁华和热闹的时段, 赵明辉的婚宴自然如期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 虽然当日第九家族的风光已经不在,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更何况赵林两家这些年的发展也相当的迅猛, 大跨步及紧八大家族, 为了给赵林两家面子, 接到群铁的人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 和八大家族的老族长外, 基本全部开始动身, 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豪华车辆离开家门, 向城市中央部位拾去, 其他人都已经行动, 熊家自然也不例外, 还别说, 你老公我打扮起来, 也是一表人才, 站在镜子前, 狄城看着镜子里精心打扮后的自己, 满意地点了点头, 经过仔细的化妆后, 帅气清秀, 浓眉大眼, 嘴角勾起, 还带着一种完事不公的青条, 根本不再是曾经的自己, 这让他不得不感叹化妆数得奇妙, 硬是把自己变成了另外的人, 这样一来, 哪怕自己站在赵明辉的面前, 他也很难认出自己, 臭美, 金义璇忍不住娇嚣, 选了条红色龙纹领带, 过来给狄城整理, 狄城搂住金义璇的蛮腰, 对着镜子道, 看看, 你让人看看, 我们这才是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好了, 又不是你结婚, 快点准备好, 车在外面等着呢, 金义璇拍开递城, 又开始布老师的手, 给了他个妩媚的白眼, 急什么, 扫着呢, 对了宝贝, 你得换身衣服, 这样却不行, 递城打量下逸璇, 微微粗了粗眉, 哪里不对吗, 金义璇回到镜子前, 转了转身子, 奇怪地问道, 这身打扮还算不错呀, 下身黑色长筒棉袜, 配黑色高底靴, 把修长的双腿, 衬托得近乎完美, 整个人显得更加的高挑戏长, 上身紫黑打底连衣裙, 简约高贵, 时尚大方, 有种优雅, 又隐含妩媚, 有种柔美, 又隐含风情, 看似简单的搭配, 却将它左右的气质, 完全地衬托起来, 些许的淡妆, 和微卷的长发, 更是起到画龙点睛的补衬作用, 它非常注重保养, 和形体的塑造, 对服装穿着也很有研究, 今晚的打扮虽然不怎么适合婚庆场合, 但那又不是朋友和亲人的婚礼, 没必要过于正式, 这样反倒刚刚好。 狄承层后面搂住一玄, 趴在她的长发间, 深深地吸了口气, 你今天太迷人了, 我怕这么出去, 把别人魂给勾走, 那样都不好, 讨厌。 一玄心头微喜, 假装生气地从她怀里蒸出来, 拿起床上的小包催促道, 快点啦, 都等你呢。 狄承简单地伸伸腰, 活动下身子, 边往外走边说道, 走, 今晚我是你的保镖。 万泉酒店, 市中心地带最为豪华的顶级酒店, 无论是内部的结构, 部署, 还是菜品, 服务的质量, 都堪称是京城之首, 华夏之罪。 其本身地位, 同样位居同行业顶尖, 原因不在于他的地理位置, 而在于他本身的拥有者, 中央ZF。 他不对外开放, 专属于权力高层的内部活动, 及外宾接待, 是国家的御膳房。 先不谈能够来这里吃饭的, 都是何等显赫的人物, 就连在里面端茶送水的服务人员, 也都有着类似公务员选品般的严格考核制度, 无论是对学历, 外语口语, 还是本身气质容貌, 都有一定的要求规定。 在赵家多方活动和努力下, 赵明辉的婚宴就选定在了这个皇家酒店, 这本身也是对赵家地位的肯定, 对此次婚宴规格的肯定。 晚上七点半左右, 前来参加婚宴的人们基本到达, 负责接待的适者, 恭恭敬敬地打开每一辆车, 把那些显赫一方的大人物们带入大厅。 不过, 鉴于万全酒店本身的特殊性, 除了请帖持有者和所带的女眷外, 其余诸如保镖和司机一类的, 全部被阻挡在外, 一律不得入内。 什么? 不允许? 谁下的规定? 站在酒店前, 雄伟业眉头微醋, 那股威严气质, 另面前的适者不由地缩了缩脖子, 赶紧陪笑道歉。 我在问你话呢, 谁下的规定? 接待外国来宾也没这种要求, 他赵晨熙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雄伟业眼里的语气, 直接炮轰赵家族长, 引起四周很多关注的目光。 当看到是雄伟业时, 众人理智地赶紧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在试者的引领下进入大厅。 雄市长, 你别生气, 我, 我去问问。 试者额头直冒冷汗, 赶紧跑向大厅, 早就料到会碰到蛮横的人, 可没想到第一个呵斥的, 竟然是素来温和的雄市长。 在京城这一目三分地上, 市长的权势可大过某些权力高层的老家伙, 真要惹击他, 吃亏的还是他们底下这些做事的? 雄市长, 别麻烦了, 你们先进, 我们随后就到。 迪诚看了看四周, 发现这条规定并不是可以针对他们, 大量的保镖室人员都被引领着往其他方向走去。 不用担心, 如果我质疑要求, 他们不敢过分阻拦的。 雄伟业轻声道, 这里虽然只是个酒店, 但鉴于他本身的特殊性, 戒备之森严不比某些军事基地。 迪诚想要偷偷溜进去, 可不那么简单。 这样太过招摇, 你们进去, 我们有办法。 迪诚悄悄地向美颜做个手势, 同时向沙郎金悬事业准备行动。 雄伟业以为迪诚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刚要开口说些什么, 美颜袖中手指, 迅即滑动, 道道荧光, 子弹般暴射而出, 直奔前方正行驶过来的四辆豪华车辆。 碰碰碰, 在刚进力量的裹挟下, 银针全部没入车胎, 震耳的爆胎声突兀乍诈响, 失控的车辆奔着人群直直冲来, 有的甚至直奔酒店前的台机而来。 热闹喜庆的大街当即陷入混乱, 这些达官贵人们先是被毫无征兆的巨像吓得哆嗦, 接着又被横冲直撞而来的车辆给逼得狼狈闪避, 现场惊叫声、 呵斥声以及刹车的刺耳摩擦声几乎响成一片。 众人以为是遇到什么袭击, 负责酒店守护的警卫们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还没散开的保镖们也迅速地向着自己的主子冲去, 这样一来, 现场乱上加乱, 拥挤不堪。 熊伟业等人赶紧向后撤离几步, 避免被混乱的人群波及。 怎么回事? 熊才奇怪地看着突然从喜庆变成混乱的场面, 眉头微微皱起。 赵家这保安措施怎么做的, 竟然发生这种荒唐的事情? 狄乘呢? 金义璇狭意识地要搂住狄乘, 可忽然发现自己身边早已没了人影, 不仅是他, 连沙郎、美颜、金玄都失去了踪迹。 狄乘? 熊伟业他们也赶紧查看四周。 少将, 在, 在那儿? 金学良带来的伪兵神情复杂地指了指远处大厅, 灯光照耀下, 一个轻挑俊朗的男子正微笑着和他们摆手, 正是经过化妆后的狄乘。 他, 他什么时候过去的? 熊伟业微微诧异, 刚才还在自己身边, 这么短短片刻怎么出现在那里了? 这时候, 暗中守护的熊家保镖走了上来, 敲声道了句, 事过原因, 保胎, 不是可以捣乱。 南宫商苦笑摇头, 感叹道, 不是一般人, 都不干一般事, 这小子太不给赵家面子了。 南宫幻儿对着远处的狄城伴了个鬼脸, 冷横道, 就会耍酷, 金姐姐, 晚上不让她上床。 你, 金义璇脸色一红, 羞气得要敲这丫头小脑袋, 走吧, 我们也该进去了。 金学良做了个抢的姿势, 向逐渐恢复秩序的红地毯走去。 雄伟业还在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惊奇, 狄城是怎么把车台报了的, 相距三四十米, 书报就能报, 这么混乱的人群, 他是怎么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穿插进去的? 种种不可思议的情景让他错愕, 好在他见识不凡, 定力不足, 很快地恢复常态, 和南宫商金学良散人并排向前走去, 只是心中对于狄城的评价又稍微地高出几分。 怪不得父亲常说,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群不可思议的可怕非人类, 还真不能以常理来评判。 成功进入大厅后, 狄城他们并没有继续等雄伟业他们, 而是边随着其他人向上层走去, 边观察着里面富丽堂皇的布置 和某些特殊角落的警戒情况。 已经从外面进来了, 便没人再进行阻拦, 再加上四人都是经过刻意地装饰修化, 也不怕被人认出来, 大哥在里面随意活动。 察觉到金玄眼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紧张和焦急, 狄城心中轻叹声, 记住我们的约定, 不要轻举妄斗。 我知道, 金玄淡默地道了句, 可这句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 只有他自己清楚。 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孙灵欲死了, 孙家和你再无瓜葛, 为什么你还这么紧张? 向前行走中, 狄城随口道了句, 你说什么? 金玄脸色一变, 脚步步又停了下来。 你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站在男人的角度来说, 我佩服你, 所以我一定会帮你, 但你最起码得和我说说缘由, 对吗? 狄城看了他一眼, 继续向前走, 神情略微挣扎, 继续流露些许苦涩, 金玄情声道。 我答应过他, 照顾灵智, 永远。 狄城微微诧异, 永远? 什么意思? 一剑双雕, 这家伙还一手拿下他们姐妹两个? 沙郎黑黑一笑, 忍不住拐了金玄一肘子, 看不错呀, 口味很重嘛。 没有理会沙郎的调笑, 金玄轻轻摇头, 领知他, 智商很低, 像个孩子, 离不开任赵国。 那, 我刚才什么也没说啊, 沙郎怂了怂肩, 继续欣赏四周的美女。 我们先去找到孙灵芝。 狄城忽然想到了某种可能, 心中暗叹声, 向前几步, 来到了一个高挑冷艳的女孩前面, 礼貌地询问, 请问, 孙灵芝小姐现在在哪个房间? 我是受人所托, 给她送东西的, 婚礼上急用。 可问是问了, 礼貌也很到位, 真当看清面前女孩的容貌时, 狄城却不由地微微愣了下, 是她。 女孩时尚貌美, 皮肤白皙迷人, 宛若慈欲, 遭行复古的红色长衣, 衬托出几分典雅高贵的气质。 与后面进来的金义璇, 无疑是现在大厅里的两个焦点, 只是女孩身上流露着一股, 巨人于外的冷意和高傲, 令人不敢随意靠近。 提成起初, 只是感觉这个女孩独自一人, 便于询问, 没想到对方一转头, 倒把她给惊了下。 她隐喻还记得女孩的名字, 杨玉。 金义璇的同学, 当年滑下传媒门前, 差点撞到自己, 后来又要跟自己 百事学艺的杨家大小姐。 问别人, 我不知道。 杨玉没有认出狄城, 冷漠地道了句, 继续往前走, 根本没有继续搭理的意思。 狄城稍稍地松了口气, 这样正好省得麻烦。 可是, 她刚刚转过身去。 等等, 你站住。 杨玉无意中瞥见她的背影, 隐约间感到几番熟悉。 小姐, 有什么吩咐? 你转过头来? 或许是家庭原因, 杨玉语气冷漠, 总有一种下命定的意思。 狄城非常自然地转过身来, 奇怪地看着她。 小姐, 有事吗? 杨玉仔细打量叫狄城, 神情闪过一丝失望, 不认识, 印象中没有这个人。 没事, 走吧。 狄城微笑点点头, 正要转身离开, 杨玉忽然又道了句。 新娘子应该在四楼, 具体的你自己去找, 还有, 不要叫人小姐, 很不礼貌。 谢谢。 狄城连连点头, 回到金玄他们的身边。 你这么喜欢和美女搭讪? 美颜冷冰冰地, 看了狄城一眼, 又慢慢地, 转向已经走远的杨玉。 狄城赶紧斜跌一步, 拦住她的视线, 无奈道, 小祖祖, 你想得太多了。 你认识她? 半生不熟。 美颜被她搞笑的词语, 道德一乐, 可是转眼又恢复冷漠。 四楼, 孙灵芝在四楼。 狄城握住美颜的小手, 轻松地比开大厅宝安, 进入电梯, 直升四楼。 婚宴定在了三楼, 四楼则临时变成了后台基地, 有今晚表演节目的演员化妆间, 有赵家人的礼钱, 礼品存放地, 有婚礼总管等服务人员的商量办公室, 自然也有新娘子进行化妆的地方。 走廊里忙忙碌碌, 有人注意到狄城他们的到来, 却没人过来盘问, 毕竟这里是皇家御膳房, 今晚举办婚宴的又是赵家, 赶到这里撒野的还真没有, 即便是有不怀好意的, 恐怕也早已被堵在一楼大厅外了。 原本应该十分困难地潜入, 却没有一个人过来找麻烦, 敌城四人也逐渐地放松下来, 装作赵家亲人般到处观察, 偶尔还对不合适的地方训斥几句, 倒也把服务人员唬得一愣一愣的。 以视察的名义, 走过一个个的房间, 监货不着边际地询问下, 没过多久, 四人站在了边角处, 经过特殊装饰的房门前, 相对于其他房间来说, 这里相对比较安静, 夸张又怪异的是, 房门竟然从外面拴了条锁链。 畜首, 金玄的神情刹那冰冷, 别冲动, 狄成按住他, 翘上提醒, 美颜趁着万人不注意的空囊, 拿出银针伸入锁口, 几番拨弄轻巧地打开铁链上的大号铁锁。 看着点, 狄成对沙郎叮嘱了声, 与金玄和美颜迅速闪到房间里。 沙郎装作无意地咳嗽几声, 悄悄地把锁链崽子挂上, 懒散地靠在墙上, 看着不远处忙碌的人群。 房间里面布置得同样奢华, 大大的喜字和红白点缀的装饰物, 带着浓浓的喜庆, 表明他们确实来得的地方, 这里就是新娘的化妆间。 可在这个洋溢喜庆的房间里, 本该高兴的新娘子却被锁链拴住脚踝, 满脸泪痕地蜷缩在墙角, 呆直地念叨着, 不嫁,不嫁。 女孩长相, 甜美清纯, 戴着种类似阴阴的自然纯针, 洁白的婚纱穿在身上, 更加衬托出她那份秀美, 只是脚上的锁链, 脸上的泪痕, 目光的呆质, 都是那么地恼人心房, 心酸之意悄然浮生。 顶之, 清玄目光晃动, 急步冲了上去, 新娘子惊恐地尖叫起来, 紧紧地抱住身子, 瑟瑟发抖地看着神情激动的金玄。 你化了妆, 她认不出你。 狄成轻声提响了去, 看着眼前的景象, 不用多想, 也明白事情的缘由。 赵家有些过分了。 丁直, 是我, 我是姐夫。 素来坚强的金玄, 忍不住流下泪水, 本想抱住她好好呵护, 对方却惊吓地不断后退, 执阵的锁链哗啦哗啦乱响, 能不能把锁链打开。 金玄急躁地嘶吼, 宛如手上的野兽。 你想干什么, 带她走。 低成平静开口, 难不成, 还让她嫁人。 金玄神情猙獰地怒视低成, 孙灵芝的遭遇, 让她回忆起当初的情景。 爱人惨死, 布下入狱, 所有的辉煌与荣耀倾刻崩塌, 所有的梦想和憧憬化作流伤。 那种苦, 那种痛, 那种绝望与愤怒, 再次一股脑地涌上心头。 我说过, 你得听我的。 狄成迎上金玄的目光, 与其平淡却坚决。 抱歉吧, 我必须带她走。 金玄凝吼一声, 袖口间突然抖落出一把小巧的手牆, 黑洞洞的枪口刹那对准低成。 狄成轻叹一声,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这样只会把事情搞砸。 放下枪, 冷静下, 不要逼我, 我必须带她走。 金玄神情逐渐能力, 她已经近乎失去理智。 孙灵芝和孙灵芋长得太像太像了。 在之前那一刻, 她仿佛看到了曾经的爱人, 她回想起她生命尽头的凄惨遭遇, 生疼的怒火如蚂蚁般在骨髓里攀爬, 吞噬撕咬着她的理智。 冷静下, 狄成轻缓吐声, 下一刻, 身旁的美颜瞬间横跨五步之外, 指尖驱弹, 鸣晃晃的银针流光般地积涉而去。 布满道沟的银针声声洞穿金玄手掌, 沿途锁过, 锋芒死虐, 带出剑舍的鲜血和难言的痛楚, 最后, 呛然没入墙壁。 金玄惨叫一声, 触电般地手枪跑了出去。 美颜闪身腾跃, 甩动的脚尖当控屁下, 狠狠地拍打在金玄脑袋, 巨大的冲击力量将其凶狠地哄在地上, 脑袋与地板剧烈撞击, 蹦见鲜红血迹。 金玄剧烈地咳嗽, 在地上缓冲了好一会儿, 才靠着床体艰难地称作起来, 颜色惨白, 满是汗水, 右手不受控制的哆嗦, 鲜血从针尖伤口中低躺出来。 我帮你当兄弟, 这次来也是为了帮你。 金玄, 冷静下。 狄城向前, 把手伸到金玄的面前, 剧烈的疼痛把他从疯狂中拉扯回来, 看着狄城伸来的手, 慢慢地把自己的手搭上去, 任凭他把自己拉扯起来, 可神情依旧带着几番扭曲。 我, 我不能让他交给赵明慧。 不能。 我会帮你把他带走, 但不是现在。 难不成, 等到他们动房之后。 你放心, 他们动不了房, 难道你不觉得赵明慧抢娶灵芝有些奇怪吗? 他堂堂赵家当少爷, 怎么可能娶个智商有问题的女孩? 你知道些什么? 如果我们猜错, 这已是赵家的无奈之举, 他们想找个智商低的女孩, 而遮掩赵明慧的印记。 心急? 什么意思? 狄城笑得有些诡异, 赵明慧是个太监。 太监? 不可能。 赵明慧是京城有名的花花公子, 十六岁就开始玩弄女孩, 这些年糟蹋的传真女子, 不下三十只树, 意外怀孕的也不少, 这在京城众人皆知, 怎么可能是太监? 以前不是, 自从上次我揍了她, 就是了。 金玄定定地看着地城, 片刻后眉头大皱, 你把她淹了。 金玄和美颜的表情有些怪异, 已经从惊恐中稳定下来的孙灵芝, 竟然也学着他们的样子, 看着自己, 模样十分纯真可爱, 狄城耸了耸肩, 一时冲动。 你一时的冲动, 去毁了灵芝。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狄城倒是很无辜, 谁能料到京城还有孙灵芝这么个女孩, 谁能料到金玄和她有关系, 谁又能料到赵家为了遮掩自己儿子, 不能人道的事情, 强行娶个弱智女孩儿。 太多太多的巧合, 凑成了今晚这场婚姻。 金玄不再纠缠这种无意义的问题, 转身面向孙灵芝, 尽量温和地说道, 丁芝, 还记得我吗? 我是姐夫。 孙灵芝紧紧紧地抱住自己, 往角落里前缩, 大眼睛在他们身上来回转动。 之前的惊恐过后, 现在更多的是好奇, 半上过后多嘴道。 我不嫁给你。 金玄苦涩笑笑, 四周看了看, 快步冲到洗手间, 用力地搓洗脸上的化妆油粉。 狄成仔细地打两女孩, 模样倒是挺清晓迷人, 身材不算太高, 但小巧玲珑, 体态君臣, 那份智声太低而表现出的孩子气, 称不上是吃傻, 更多的感觉是可爱, 讨人喜欢。 狄成忽然想到, 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 又不考虑子孙基因问题的话, 娶这么个瓷娃娃似的可爱女孩回去, 倒也是种福分。 狄成在打量孙灵芝, 孙灵芝也睁着大大的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她。 片刻后, 忽然娇憨地吐出去, 坏蛋, 不许打我注意。 狄成心头抽搐, 哭笑不得, 身旁的美颜一声冷横, 更是让她满脸的无奈, 我招谁热谁了。 这个时候, 把妆全部写干净后的金玄, 快步从洗刷间冲了出来。 由于神情太过激动, 孙灵芝再次受惊, 用力向角落里索去。 林芝, 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我。 金玄指着自己的脸, 紧张有期待。 我不嫁。 孙灵芝还是重复着意识里最强烈的感觉, 不过这一次, 在偷偷打量了金玄片刻后, 大眼睛忽然不再是害怕, 先是疑惑, 再是迷茫, 再然后试探性地叫了声姐夫, 紧接着又吓得缩了回去, 还是那么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她。 金玄的神情一阵激动, 伸出手来。 丁芝, 我是姐夫, 来, 过来。 姐夫死了? 孙灵芝用力摇头, 表情却带着委屈和难过。 姐夫, 这是去做生意了, 现在回来了。 你看, 你仔细看看, 你最喜欢牛耳朵了。 你看这里, 还有你当年抓的痕迹。 金玄急忙把耳朵露出来, 孙灵芝没有去看她的耳朵, 而是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地看着她。 看着看着, 两行泪水无声地滚了下来, 小嘴撅起。 姐夫回来了。 金玄的心头狠狠颤动, 兜兜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这一刻, 坚强的她却忍不住热泪流淌。 用力地抱着孙灵芝颤伤道, 姐夫回来了, 姐夫回来了。 感受着有力的怀抱, 熟悉的味道, 孙灵芝仿佛又回到当年最快乐的时刻, 不再害怕, 不再怀疑, 抱住金玄哭泣道, 姐夫, 我不嫁, 不嫁不嫁, 咱不嫁, 咱谁也不嫁。 金玄手忙脚乱地, 给孙灵芝擦去泪水, 当年孙灵芝非常疼爱自己这个妹妹, 像妈妈般照顾着她, 呵护着她, 就连与金玄约会热恋时, 也总是带着她。 金玄没有嫌弃过, 同样也把她当作妹妹来看待, 并曾向孙灵芝保证过, 两人永远地保护妹妹, 让她快乐, 幸福, 无忧无虑地生活。 如今孙灵芝已经离去, 金玄恪守当日诺言, 甚至把这份诺言, 看成灵芝最后的遗言和嘱咐, 她愿意用生命去渐行渐诺。 不嫁。 孙灵芝嘟着小嘴, 用力点头, 还认真地帮金玄擦去泪水。 姐夫不哭, 要乖哦。 看着眼前的孙灵芝, 感受着她娇憨的关怀, 金玄忍不住笑了, 可眼里的泪水, 却不受控制地滚落下来。 泪眼朦朧中, 记忆中爱人的影像, 仿佛于眼前的女孩重合。 压抑于内心的亏欠, 自责、悔恨和痛苦 再度涌上心头, 泪水鼻涕滚落, 这个坚强的男人 忍不住重重地跪了下来, 对着地面深深叩手, 颤声哭泣。 顶月, 对不起。 姐夫不哭。 孙灵芝疑惑地 看着眼前的姐夫, 赶紧从床上跳下来, 乖巧地拍着她的后背。 不哭, 姐夫不哭。 金玄抬起头来, 胡乱地抹了把泪水和鼻涕, 她想笑, 不想哭。 可是, 灵芝和灵雨实在太响了。 往事苦楚, 往日回忆, 让她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狄成心中感叹, 走上来, 太配她的肩膀。 神剑倒了, 我们也该走了。 今晚动手, 目标太大, 等过几天, 稍稍平静后, 我去照假, 救人。 谢谢。 金玄慢慢地扶平情绪, 轻声道了巨蟹。 走吧, 你叮嘱三林芝, 尽量不要暴露你回来的消息。 狄成说完, 刚要转身离开, 外面忽然传来几声急促的咳嗽声。 有人来了, 三人神情微变, 躲起来。 狄成低声呼和, 拉着美颜, 迅速藏到床底。 金玄按住孙灵芝的肩膀, 急声道, 停止, 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来过这里, 千万记住。 姐夫, 你去哪儿? 想见姐夫, 姐夫一定会救你出来。 我不, 姐夫, 不要离开灵芝。 孙灵芝紧紧地抓住金玄, 委屈地撅着小嘴, 金玄努力地露出笑容, 帮她擦去眼角泪水。 相信姐夫吗? 灵芝用力点头, 在她小时候, 妈妈就去世了, 一直是姐姐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后来又来了金玄, 她虽然智商和儿童一般, 但并不吃傻, 懂得什么叫关怀, 什么叫爱护, 自然也会选择毫无保留的信任。 那现在, 姐夫有些事要做, 先离开几天, 等事情办完, 一定会来接你, 然后带你出去玩, 好吗? 真的? 真的? 来, 我们拉钩。 金玄伸出小拇指, 在她面前晃了晃, 孙灵芝破体微笑, 也伸出小拇指,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你要记住, 我们家灵芝是最棒的, 最坚强的, 还有, 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来过这里, 一定要记住。 外面已经响起了开锁声, 金玄最后叮嘱了下, 迅速地钻到窗底。 没过多久, 锁链打开, 人群喧闹中, 近来二三十口子人, 有男有女, 狄城看不到他们, 但是声音却清晰无误, 大致是在商讨, 怎么让孙灵芝比较自然地完成婚礼, 不至于出现哭闹和拒绝的尴尬情景。 来前已经选择了四个伴娘, 婚礼时要紧跟在她的身边, 负责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这会过来, 着实看看孙灵芝对哪个伴娘好感度最高, 进行最后的选择定型。 几番认真地交谈后, 一个自称是孙灵芝姑姑的女人, 被确定为第一伴娘, 其余伴娘负责协助。 狄城他们起初还担心灵芝哭闹拒绝, 喊出金玄的名字, 三人甚至还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可整个过程中, 小丫头表现得非常到位, 就连外面男男女女也是奇怪加激动。 如果她能在婚礼过程中这么乖巧, 他们可真要谢天谢地了。 最后, 经过一番补妆, 盖上杀金的孙灵芝被众人处拥着离开, 随着房门的闭合, 四周再次陷入平静。 我们也走, 狄城从床底下出来, 略微整理下衣服, 与美颜一道离开。 你们先走, 我化化妆。 金玄看着之前拴住孙灵芝的锁链, 没有急着离开。 狄城看了看她, 提醒道, 按照我们说好的, 不要单独行动, 更不要意气用事。 我知道该怎么做。 捡起地上的锁链, 金玄的神情闪过一道冷力。 这里是京城, 记住你当初冲动的后果, 不仅你的下藏凄惨, 你的所有弟子部下, 也同样因此受累。 狄城不清楚这家伙, 又因为什么受到了刺激, 但不得不郑重地提醒他。 知道, 金玄放下左链, 走进洗漱间, 玻璃门随之闭合。 狄城眉头微粗, 对正好回来的沙郎说道, 替我看住他。 粉线, 我保证他不会在演会上出现。 沙郎低声一笑, 嘴角斜钩。 三楼华美大堂里的婚礼, 按时举行, 所有应邀前来的嘉宾, 都已经列席就座。 雄伟业等八大家族, 如今的当家人都已到齐, 其他政商均三界, 显赫人物, 如今学良, 南宫商等, 也基本到位。 今晚这场婚宴, 说是场华夏高层人物的大型集会, 也不为过。 要不是像熊傲阳等真正的巨头级人物, 没有出场, 国外的特工组织, 甚至都要怀疑这场婚宴, 是不是有着什么其他秘密了。 中午十二点的钟声响起, 婚礼主持人, 高声宣布婚礼开始, 优美的歌声飘荡, 新郎新娘在各自伴娘伴郎的陪伴下, 从雀桥的两端走来。 台下嘉宾相继响起祝贺的掌声和叫号声, 气氛相当地热切。 只是, 这场婚宴本身就是场笑话, 新郎赵明辉虽然打扮得非常帅气, 也极力地堆积着笑容, 可心中的羞愤和耻辱, 却让她的表情要多不自然, 有多不自然。 台下的掌声在她听起来, 更像是鄙夷和嘲讽, 新娘也是清纯亮丽, 可爱迷人, 但从未经历过这种大场合的她, 显得局促不安。 几次三番想要逃跑, 都被伴娘紧紧制服, 与其说她是走过雀桥, 不如说是被架着过去的。 为了不拉赵家的面子, 台下的人们极力控制自己的表情, 让自己保持平静, 保持礼貌, 可现场每个人的心中都或多或少带着疑惑不解, 赵明辉花花公子的名声是不怎么好听, 但本身长相绝对称得上男人中的精品, 丸实不公的清调也很招女孩子喜欢。 再加上, 赵家在军纪的显赫地位, 以及与林家的结盟身份, 都足以让她的身份连续上升好几个等级, 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娶孙家的女儿, 何况还是个弱智, 如果不是眼前正实实在在的发生人, 他们仍旧无法接受这个不合情又不合理的婚姻, 难道是赵明辉疯狂地爱上了孙灵芝? 恐怕再差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是赵家因为利益关系想要吞并孙家, 此些想也没那种可能, 更没必要拿赵家后代的婚姻和基因来开作筹码。 此时此刻, 就连他们亲密的盟友林家也大获不解, 当初赵家提出要和孙家联姻时, 他们甚至以为那只是酒后胡话, 可现在的情景, 现在的婚庆都由不得他们不去接受。 台上长辈席位上的赵陈欣夫妇脸上带笑, 但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笑容中的牵强和神情的那份尴尬, 这就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儿子婚礼, 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种情景。 为了不让赵明辉已经太监这个更大的丑闻传播出去, 他们还是宁可接受娶了个弱智女婿, 而且为了家族的颜面, 长子赵明辉的婚礼还不得不办得豪华隆重, 不得不广要嘉宾。 多种多样的矛盾汇聚了他们此刻尴尬羞愤的情绪。 婚礼进行得非常简单, 只是赵明辉、孙灵芝从雀墙上走到一起, 交换戒指后, 拜拜天地, 拜拜父母, 然后快速离开。 台下的人们都理解赵家的尴尬, 更不愿意继续欣赏这种近乎恼惧的婚礼。 在主持人宣布进入下一个环节时, 众人都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脸上的笑容这才稍微正常些。 赵家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形的出现, 为了能够缓解尴尬, 不至于晚宴办得一无是处, 他们花费重金聘请了几个央视主持人, 还有大量当下最红的歌星, 在国内的也有国际上的, 在第二环节纷纷登台显议, 以此来调动现场的氛围。 主持人最能调动现场气氛, 虽说台下都不是普通观众, 但在费心的努力下, 最终还是带来欢愉喜庆, 或激情或动听的音乐也营造了气氛, 众人纷纷离开作息, 如西式婚礼般手持酒杯, 寻找认识的人们进行交谈。 一旋,你也来了。 金一旋正坐在宴会的角落里, 安静地喝着果汁, 一声夹杂着些许复杂情绪的呼唤, 忽然在身旁响起。 金一旋寻声望去, 李茂的微微一笑。 林少爷,你好。 时隔两年, 再次看到梦中的身影, 本来认为已经放下的林月斌, 却仍旧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 可是李茂却有声疏地称呼, 又心中的期待化作苦涩。 刺激一个人, 还有幻儿? 金一旋柔美的容颜, 带着些许淡淡笑意, 但纯粹是出于礼貌而言。 说实话, 他对林月斌谈不上反感, 或许还有几分欣赏。 曾经年少懵懂时, 在对方的疯狂追求下, 内心深处或许有过几分微妙的松动。 但是现在, 他已有爱人, 自己用生命换取的爱人, 对于林月斌, 也只能止步于些许的好感, 不会也不可能再尽半分半毫。 林月斌显得略微有些局促, 平日里的泰然子弱和能言善变, 在对方面前好像难以维持, 半天的犹豫才好歹说出一句, 我能坐在这里吗? 金义轩很想说不, 可本身素养极佳的他, 实在是不好意思拒绝, 何况当初自己的割腕自杀, 毁婚退婚, 都给林家给他带来极大的羞辱。 现在想想, 还是感觉有些对不起人家, 不着痕迹地向旁边靠了靠后, 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谢谢。 林月斌微笑汗手, 坐在沙发另一边, 不得不承认, 无论是绅士风独, 俊朗面容, 还是本身的气质, 他都有着令人着迷的地方。 附近的气氛热烈喜庆, 这里却变得有些尴尬, 这两位差点皆为夫妻的男女, 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沉默扮上, 还是金义璇最先稳定情绪, 欠然道, 当初对不起, 有些事情并不好强求, 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 都已经过去了, 不提也罢, 只要你幸福, 其他都无所谓。 林月斌轻声笑笑, 只是笑容中的牵强和酸色, 任谁也能看得出来。 谢谢关心, 我很幸福。 金义璇这次的笑容是发自内心, 对于当初的选择, 他也从未后悔。 那就好, 林月斌低了低头, 他现在比我强, 你也很优秀的。 哦, 还没恭喜你成为最年轻的市长。 市长? 相比其他来, 差得太远。 林月斌轻声摇头, 自己年仅二十岁, 便成为县级市的市长, 看起来非常的风光, 可在外人眼中, 却总有着几分依靠家族的意思。 而相比于狄成, 身为林家长子, 指定培养的未来族长, 他对黑道上的事情, 还算有不少了解。 傲然崛起, 四川边陲, 战狼群吞弄潮, 两年熊把四省黑道, 当下, 更是与华夏黑道巨头黑龙帮 打得如火如荼, 隐隐有了双熊并举的态势。 外人对他的评价只有惊叹, 敬畏和佩服, 而无半分不实不真。 虽然彼此所处领域不同, 但详细对比起来, 自己确实落后太多太多了。 他, 对你好吗? 林月斌忍不住问道, 可话一出口, 自己就尴尬地笑了起来。 以自己如今的身份, 问这句话实在是有些不怎么礼貌。 金义璇知道他是无意, 也不生气。 我很爱他, 他也很爱我, 我们很幸福。 你能为他付出这么多, 一定是深爱着的。 林月斌看似平常地微笑着, 只是听着深爱女人, 说着爱他人的话, 浓重的苦楚, 只欲让他窒息。 他很想赶紧离开, 灌上几口烈酒发泄下, 可是好不容易, 见到朝思梦想的人, 怎么也迈不开离去的步子, 哪怕场面会很尴尬, 自己会受到伤害。 那边有几个朋友, 我过去见见。 感觉到四周已经有人, 开始注意到这里, 金义璇放下杯子, 准备起身离开。 他自己当然不会背叛, 但却不想引起敌场的误会, 因此而影响两人的感情。 啊, 哦, 请便。 林月斌心头闪过一丝失望, 起身相怂。 可没等金义璇走出几步, 却忽然发现旁边沙发上正坐着个男子,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 见两人起身, 他也笑眯眯地走了上来。 二位, 聊什么呢? 林月斌奇怪地打量下他。 你是, 我? 男子指了指自己, 又指指金义璇。 她的保镖, 你去哪儿了? 金义璇略显娇憨地白了男子一眼, 但也只是稍微地流露, 没有过于明显的表现。 去了趟洗手间, 解决下生理问题。 男子回给他一个挑逗的眼神, 能够与义璇做如此轻挑的交流, 他也不恼不弃地, 自然便是从楼上下来的敌城。 保镖? 林月斌上下打量下敌城, 眉头微醋。 这里好像不允许保镖进入。 是吗? 没人告诉我呀。 敌城故作无辜道。 不知道? 林月斌的目光, 在敌城和金义璇身上来回转转, 隐隐的感觉哪里好像不对劲。 怎么回事? 发现林月斌和陌生男人对峙, 附近人群里的其他顽固少爷相继围了上来。 你是谁啊? 干什么的? 一个胖乎乎的男孩, 皱着眉头核闻。 他们人多势众, 倒也不怕得罪人。 敌城笑呵呵道, 保镖? 保镖? 与刚才林月斌的反应差不多, 七八个男孩上下打量下敌城, 住眉斗。 保镖怎么跑这儿来了? 门口保安? 干什么吃的? 是我带进来的。 金义璇怕敌城惹事, 赶忙接口。 哎哟, 这不是林嫂子吗? 之前胖乎乎的男孩, 像是忽然发现金义璇般, 满脸惊喜。 嫂子好, 嫂子好。 好久不见, 嫂子, 你好。 嫂子比以前更漂亮, 更有味道了, 嘿嘿嘿。 今天嫂子真漂亮。 其余男孩, 嘿嘿笑着, 赶紧坐一行礼。 虽说金林两家已经解除婚约, 金义璇当初也做出疯狂的割腕行为, 一事拒绝。 但他们明白老大的心, 知道他依旧深爱着对方, 所以今天见了, 还是小和和见礼, 并非是要借此奚落林月斌。 郭强, 胡说什么? 林月斌神情未冷, 衬上低河。 哎, 成乎二爷, 老大别介意嘛。 被称为郭强的胖子, 嘿嘿笑笑, 丝毫不以为意。 林月斌不满地瞪了他们一眼, 赶紧向金义璇道歉。 他们喜欢胡闹, 你不要介意。 不介意? 金义璇没怎么表示, 狄成倒是先笑呵呵地回了句。 你他妈什么东西啊, 这里没你说话的法。 郭强不屑冷哼。 我他妈是你祖宗, 你说, 有没有说话的法。 狄成依旧笑意盈盈, 看似来像是开个玩笑, 可话语内的内容, 却让在场的众人全部变了脸色。 喂, 你干什么呀, 他们不是要业的。 金义璇没想到, 狄成忽然心生恼怒, 赶紧拉住他的胳膊, 想把他拉开。 可他只是个柔弱的大小姐, 怎么可能拉得动狄成? 小子, 你刚才说什么? 郭强冷着脸, 缓步向前, 其余人也不怀好意地凑了上来。 保镖? 保镖就敢嚣张了吗? 郭强虽然肥胖, 可本身却是节权道高手, 也曾在军期特种大队磨练过, 别说寻常人难以靠身, 应付四五个特种兵都不是问题。 在赵明辉突然消沉低迷后, 从军队退归来的郭强, 变成了他们这个少爷团体争的二后人物, 而且比当初赵明辉更加强势, 更加能打。 林月斌本想拒绝, 可刚才金义璇的神情和表现, 他是保镖? 哪有这么放肆的保镖? 你想让我再重复一遍吗? 狄成事宜后面的美颜, 不要过来, 背着手笑呵呵地看着郭胖子。 你可以试试。 郭强在狄成前面两米处站定, 咯蹦咯蹦地掰着手指, 嘴角冷笑着。 小胖端, 听好了。 狄成故意地咳嗽一声, 轻轻喉咙, 嘴唇轻起, 眼看就要真的重复。 心中着急的金义璇, 赶紧捂住他的嘴。 这里是婚宴, 不许闹事。 金义璇不是担心狄成吃亏, 他是担心事情脑大, 自己这个情郎, 见过的鲜血, 比那些二世祖喝过的水都要多。 万一控制不住, 力道, 闹出人命来, 责任谁来担待? 没事, 找点乐子, 要不然多无聊。 狄成轻轻地拉开金义璇的手, 轻声笑道, 看着我不许闹事。 金义璇捧住狄成的脸, 硬是让他的目光从郭强的身上转移过来。 他情急之下的动作, 在自身看来没什么, 可落到有心人的眼里, 却变了味道。 林月斌, 微微凝缩同谋, 目光重新打量底层, 片刻后, 伸手拦住郭强, 说道, 到此为止。 没事, 我知道轻重。 郭强以为林月斌, 是担心自己把人打成重伤, 不好向金家交代。 我说, 到此为止。 林月斌的声音, 忽然出现些许严厉。 怎么了? 郭强奇怪地看着他, 但出于敬畏, 还是松开绷紧的肌肉。 我们走。 林月斌深深地看了眼敌城, 没有再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 哇, 老大。 郭强叫了两声, 见对方补大理, 赶紧带着其他人跟了上去。 哎, 你太让本小姐失望了。 他们刚走, 南宫患儿不知从哪里蹿了出来, 气呼呼地踢了敌城一脚, 叫哼道, 人家等了半天, 你怎么不动手? 幻儿, 金一璇又好气又好笑, 这丫头脑袋里整天想些什么? 本来就是嘛。 南宫患儿嘟了嘟嘴, 好像又恨敌城不争气, 对着他的小腿, 毫不客气的就是三脊飞腿, 嘴里还嘟囊着, 太不给本小姐张脸了。 敌城心中无奈, 转过身来, 数落起幻儿。 你看你这点出血, 欺负几个阿猫阿狗, 有什么意思? 改天, 哥哥我带你去监狱逛逛, 那里面才刺激。 监狱? 南宫患儿, 双眼刹那充满闪闪闪发光的小星星, 紧紧抓住敌城, 激动地问道, 那个监狱呀, 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去呀? 我先物色物色, 选个刺激的, 等找到了, 立马通知你。 敌城坐到沙发上, 拿起果汁杯子, 喝了一口, 你们两个。 金逸璇一阵头疼, 不满地看了敌城一眼, 幻儿胡闹, 你也跟着胡闹。 敌城笑了笑, 逗小孩而已, 不过这句话, 可不敢当着幻儿的面说出来。 刚才林月斌过来干什么, 还不死些。 吃醋了? 金逸璇坐回沙发上, 难得小女儿性情般地嘟起小嘴, 指着她问道, 说实话, 刚才你是不是过来偷听了? 哪能啊, 像我这种绅士, 怎么可能做出那么没品的事? 敌城拉了下领带, 故作潇洒地收到, 七, 三女毫不客气地打击, 旁边的美颜也毫不例外, 太不给面子了。 大花, 你刚才去哪儿了? 老实交代, 是不是看上哪家小姐, 过去勾引了? 南宫花儿, 叮嘱敌城的眼睛, 像是要看透她的内心, 那副娇蛮的样子, 实在是可爱至极。 南宫大小姐, 话可不能乱说, 我是那种人吗? 难道不是吗? 你这小脑袋, 怎么就不会考虑问题? 有你美颜姐姐跟着, 我敢四处勾搭呀。 此话已出, 美颜和金一玄, 异口同声。 如果不跟着, 你就敢了? 敌城表情微僵, 聪明地选择沉默, 闭口不言。 说话呀, 大花花。 南宫花儿, 嬉嬉嬉娇小, 由于沙发面积偏小, 他整个人几乎趴到敌城的身上。 出一身份, 我现在可是保镖。 敌城赶紧从粉笔玉铁的纠缠中挣脱出来, 拉了拉衣服, 故作震惊地站直身子, 驾震惊。 三女被他样子抖得一乐, 严肃点, 不许挑逗保镖。 你真是把镖? 南宫花儿, 促瞎地眨眨眼睛。 当然, 客进职守, 英勇无畏, 果断极致, 英俊潇洒。 我是二十一世纪, 完美保镖。 你有求变应吗? 当然, 为雇主服务, 直到满意。 这年头钱不好赚, 我们可是尽心尽力, 努力做得最好。 南宫花儿, 咯咯一笑, 翘起被粉丝丝瓦缠绕的修长小腿。 来, 给本小姐拧拧腿。 这个, 不太方便。 看了眼那条, 匀称修长的小腿, 狄成犹豫道, 没事, 我不介意。 狄成倒是不介意, 想收下触感, 可是两个管家婆, 在旁边如狼似虎地盯着, 她可不敢, 又丝毫愉悦, 只得不卑不亢地道了局。 小男子, 卖意不卖身的。 三女被他逗得娇笑不已, 花枝乱颤, 连美颜也不由地露出娇憾的表情。 可是, 他们在这种欢快愉悦地玩笑搞怪, 享受亲密与温情, 人群中的林月斌却轻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嘴角的表情酸涩又苦楚。 她, 是她。 除此之外, 下桥途金附近的杨玉, 也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外人或许无所谓, 只当是三个女孩, 在自己玩闹, 可敏感的她, 却敏感地察觉到几分异扬。 仔细观察了敌诚好一会儿, 慢慢地走了过来。 有人来了, 注意点, 谁也不许挑逗我。 敌诚最先察觉到杨玉的到来, 赶紧提醒下三女, 自己调整表情和站姿, 标枪般地肃目而立。 少资做多情, 笨小姐可没挑逗你。 南宫患尔朝他扮了个可爱的鬼脸, 朝前方望去。 呀, 杨玉。 金义璇寻生看向来人, 还真是杨家小姐杨玉, 她来这里干嘛? 虽然同属大家族的小姐, 可彼此间好像没有过亲密的交流, 只能停留在认识这个层面, 尤其是患尔还挺看不惯她的高傲, 每次见面就奚落。 在三女的注视下, 杨玉来到他们面前, 或者是敌诚的身边, 继续仔细打量着。 南宫患尔 没来由地生出一股醋劲, 不满道, 你选白菜呢你, 想找男人去别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不卖。 患尔, 说什么呢? 金义璇有些苦笑不得, 这丫头说话从来不经大闹。 杨玉没搭理南宫患尔, 而是围绕着敌诚转了个圈, 来到她的后面, 仔细地端详起背影。 被这种千金大小姐, 而且还是漂亮时尚的大美女来回欣赏, 应该值得自豪, 可敌诚却暗自开始祈祷, 可千万别引起误会, 要不然自己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杨玉, 你有事吗? 金义璇奇怪地问道, 南宫患尔嘟囔道, 能有什么事, 想男人了呗? 杨玉柳眉微醋, 清冷道, 南宫患尔, 说话注意些, 我不跟你小孩子一般见识, 别太过分。 小孩子? 你说谁小孩子呢? 南宫患尔气恼地站了起来, 他最受不了别人说自己小。 谁是小孩子, 谁自己知道? 杨玉轻轻哼了声, 你…… 好了好了, 别闹了。 金义璇赶紧拉住要发飙的患尔, 再次问道, 杨玉, 你有事吗? 有, 他是谁? 杨玉直指狄诚, 保镖, 狄诚用狄沉沙咬的声音吐出两个字, 我的保镖, 你想干嘛? 南宫患尔挽住狄诚的手, 挑衅般地撅了撅小脑袋。 保镖? 一个保镖值得你这么亲密地往上靠? 还是你南宫患尔思春了? 杨玉撇了撇嘴, 毫无征兆地突然往狄诚脸上抹了吧。 狄诚刚想闪避, 可南宫患尔紧紧抱住了自己, 动作幅度又不能太大, 稍微迟一下, 还是被对方的指甲刮了下。 喂, 不许烂摸, 给钱, 摸一下五百, 太便宜了, 五千。 南宫患尔气呼呼地交合, 狄诚无奈, 这丫头还真把自己当白彩了。 杨玉轻轻地粘动指甲上的油脂, 高凹烟的脸上出现一抹古怪的笑容。 这妆是谁给你画的, 技术不怎么样吗? 神神道道的, 你到底干什么? 南宫患尔气得, 杨玉忽然展颜一笑, 我来找他, 兑现当初的约定。 喂, 道小姐, 话不能乱说, 我们不认识, 你认错人了。 察觉到三女瞬间变化的脸色, 狄诚赶紧纠正。 是吗? 你以为化了妆, 我就不认识了。 小姐, 你赶紧走吧, 真认错人了。 狄诚心中发苦, 这妮子怎么突然找起自己麻烦来了, 没记得什么时候招惹过她。 那好, 你把约定兑现, 我立刻就走。 约定? 哪来的约定? 你忘了, 当初在树林里, 你抱着我的时候, 可是答应得很痛快呀。 杨玉故作伤心地说道, 金义璇和美颜的脸色再次变了下, 南宫患尔则是当场发飙, 彪悍之急地对着狄诚就是一笑, 敲和一声。 狄诚! 狄诚赶紧插手 拦住, 急忙向杨玉道, 我说姑奶奶, 我真的不能乱说, 会出人命的。 狄诚, 那个四郎, 大四郎。 南宫患尔不知道哪里来的气挠, 扑到狄诚身上是又抓又挠, 可是接下来的一句话, 差点把旁边的杨玉气得吐血。 太不争气了, 这种护色捏着。 杨玉素养不错, 深吸口气, 压下胸口的愤怒, 似笑非笑地看着狄诚。 真的是? 狄诚, 好久不见了, 我找你可是找得好辛苦。 狗奶奶, 你饶了我, 我什么时候答应我你约定了? 狄诚赶紧把南宫花儿之福, 紧紧地抱在怀里, 拿着小丫头低头一口咬在她脖子上, 就是不肯松开。 杨玉, 你想干什么? 金义璇神情微微泛冷, 心中也生出气脑, 不过俗指的对象不是狄诚, 而是杨玉。 不想干什么呀, 只是来兑现诺言。 杨玉还真不怕金义璇, 若论姿色, 两者相差不当, 同属高层社会, 最耀眼明星。 若论气质, 一个冷艳, 一个温柔, 各有千秋, 若乱家事, 杨家可是八大家族之一。 什么诺言, 我帮他兑现? 你, 你帮不了的, 我只要他。 你倒是说清楚呀, 要不然真的死人了。 狄诚哭笑不得地, 看着紧紧砍住自己脖子的南宫花儿, 自己尽量松弛肌肉, 不想伤到他的牙齿, 可这丫头倒好, 还上瘾了。 杨玉笑了笑, 你真的忘了, 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 要教我功夫的。 功夫? 南宫花儿微愣, 立马抬起头, 看向杨玉, 红润的嘴角, 还有道晶莹的丝线, 连接着狄长的脖子。 再加上, 那种紧紧拥抱的姿势, 多少还真有几分暧昧。 要不是知道, 这丫头天真的过分, 说不定金义璇都要吃醋了。 是啊, 他答应过我的, 可是后来竟然不声不响地跑了。 你不是说他抱过你吗? 我被劫持扔了出去, 他在半空接住了, 当然是暴露。 你还英雄救过美? 南宫花儿又扭头看向 近在眼前的迪诚。 纯属意外, 局务杂念。 迪诚赶紧保证, 姐姐, 你说可信吗? 南宫花儿还是不肯放过迪诚, 又向金义璇请教。 你先下来。 金义璇没好气地说道, 南宫花儿拍了拍迪诚脑袋, 磁溜溜地从他身上跳了下来。 我们的诺言还兑现吗? 杨宇问向迪诚, 以后有机会再说, 我现在有任务在身。 能得到美女青睐, 其他男人肯定是求之不得, 可迪诚真的不敢, 也不想跟这些大小姐有多少纠缠。 又是保镖? 对, 保镖。 你做保镖按什么收费? 我雇你, 双倍加钱。 南宫花儿拦在两人面前。 打住, 别以为你们杨家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他现在是我的, 我们已经签订协议了, 雇佣一辈子, 你来晚了, 快走。 杨宇继续看向迪诚, 男人, 说话要算话, 答应别人的事情, 最好不要失言, 尤其是个女孩子, 否则后果很严重啊。 南宫花儿气闹于对方无视自己, 狠狠道, 你怎么还不清楚, 你来晚了? 杨宇, 你到底想干什么? 金义璇心中感到奇怪, 对方的高傲在整个华夏高层都是知名的, 还没见哪个男人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对迪诚表示出这么大的兴趣? 很简单呀, 让他教我功夫啊。 杨宇确实对迪诚有几分情趣, 其实, 就像金义璇一般, 都是因为对方神乎其神的能力, 勾起了他们这些大小姐, 内心深处渴望非常精力的幻想。 当天密林偶遇, 他亲眼目睹了迪诚与顾子武的习杀, 之后, 也曾多方打听关于他的消息, 身为八大家族杨家长女, 他要想了解这些东西并不困难, 自然也知道天门的崛起, 知道了他的幕后操控。 再者, 女人之间总有攀比, 尤其是家事高, 条件好, 相貌相同的女人, 攀比性更高, 所以这份些许的兴趣中, 多少还夹杂着几分, 要压下金义璇的意思。 迪诚, 你快告诉他, 不加不加不加, 就不加。 南宫患尔拉着迪诚的胳膊命令道, 可晃动几下后, 却奇怪地发现迪诚没有动静, 而是直直地看着前方。 干什么, 又看见哪家美女了? 妻女也发现迪诚的怪异, 寻着目光看去, 全部钉在了人群边缘, 神情近乎猙獰的男子身上。 赵明辉? 唉, 你们给我惹麻烦了。 迪诚轻声叹息, 这个李处婚宴现场的边角, 不容易引起别人的主意, 可不容易不代表不能, 先是四大美女喜剧, 接着大幅度扑闹, 再就是南宫患尔不断呼唤自己的名字, 想不受瞩目都难。 看着远处赵明辉的表情, 肯定是引起注意到后, 又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那是什么表情? 疯牛肉吃多了? 南宫患尔嘟了嘟嘴, 你们继续聊, 我先出去会儿。 迪诚不想把事项闹大, 选择先行撤退, 不许找借口躲开, 杨玉以为他又想逃, 赶紧拦到他的面前。 改天再联系, 迪诚神区晃动, 轻而易举地从对方面前绕过, 加快步伐向外走去。 那只没走出几步, 人群边上的赵明辉 却忽然歇斯底里地咆哮一声。 地城? 神情争宁如鬼, 薄径轻轻突起, 身躯因为愤怒而不受控制的颤抖, 冲雪的双眼死死盯住地城, 毫无征兆又宛如炸雷的嘶吼, 不仅让身旁那些人吓得也多作, 手中酒水洒出大半, 整个婚庆礼堂的人都清晰听到, 奇怪疑惑地投来目光, 台上正激情演唱的歌手们 也不由停下, 热闹喜庆的场面逐渐平静, 只有失去歌者的半月独自响动。 迪承轻轻地呼出口气, 慢慢地转过身来, 赵先生,有事? 我操你左宗! 赵明辉发疯似地嘶吼, 争宁着表情狂奔过来, 众人被新郎突然的表现搞得不知所措, 尤其是那句粗俗的鹤马, 更是让不少长辈们皱起眉头。 这里是国家的御膳房, 里面全部都是身份显赫之辈, 如此不懂李树的举动和言语实在是有些过分。 拦住他! 不知是谁喊了声, 几个青年男子放下酒杯快步冲过来, 可赵明辉宛如发狂的野兽, 风野色地急步狂奔。 在他们拦截之前, 便已经扑到迪承面前, 挥舞着拳头凶狠轰击。 迪承眉头微粗, 脚步轻移, 轻松灵巧地闪避过来, 与疯狂的赵明辉擦身而过。 赵明辉凶狠地冲击落空, 两枪几步差点扑倒, 可精神严重失控的他再次掉转身子扑杀上来。 神情猙獰疯狂, 扑打野蛮狂子, 他不会什么功夫, 全部都是凭借感觉挥出的野鹿子, 看起来非常吓人。 可对于迪承来说根本没有丝毫的威胁, 如果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轻松制服。 但现在场景特殊, 他不想表露过于暴力, 以免落人口实。 你给我去死! 可他的轻松和无视, 却越发激起了赵明辉的疯狂, 那副如瘦如鬼的模样, 甚至把远处不小胆小的女孩和小孩子 吓得汪汪打哭起来。 赵明辉, 冷静下! 追上来的几个青年终于赶到, 几人联手进行阻拦, 起初接连被发狂的赵明辉撞倒碰伤, 后来郭强等人也冲了上来, 最终将其死死按在地上。 让我杀了他! 让我杀了他! 赵明辉奋力挣扎, 不断地咆哮。 赵明辉, 你他们冷静下! 郭强眉头大皱, 当即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可是, 赵明辉根本不为所动, 继续挣扎, 继续呼喊, 只是到后来, 猙獰的咆哮变成了凄凉的哭嚎, 奋力地挣扎, 也成了吴住下的倚头撞地。 在这种富力堂皇的酒店内, 在众多华侠权贵的注视下, 身为赵家少议的赵明辉, 现实发疯, 接着哭嚎, 这幅景象让他们错愕疑惑。 这小子受什么测诫了? 两人有什么仇恨至于这么夸张吗? 还有人联想到今晚迎娶孙灵芝的缘由, 是不是赵明辉本身就精神病了? 否则以赵家权势, 怎么会取个弱智? 金义璇三女来到狄城身后, 错愕诧异地看着哭嚎的赵明辉。 他怎么了? 南宫患尔搜到狄城的后面, 只露出半个脑袋。 他这个样子好吓人啊。 你就是狄城? 夹杂怒意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寻声看去, 一个长相与赵明辉相差不多的中年男子, 正神情冰冷地盯着自己。 是我。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 狄城也不好继续隐瞒, 只得承认。 是不是你做的? 男子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犹如喷火的双眼, 却清晰显露出他心中的愤怒。 什么? 我说, 是不是你做的? 男子几乎是牙缝中挤出这句话。 赵晨夕, 你们父子, 这是演的哪出戏? 雄伟业从人群中环步走出, 经学良, 男工商, 以及其他与这交好的大家族长辈, 也相继跟随。 男工商和和笑道, 今晚这场婚宴, 可真是让我们开了眼界, 足以载入实测呀。 我教的事, 还轮不到你们来管。 赵晨夕怒然瞪视他们一眼。 别自作多情, 没人愿意管你们这些破事。 只是出于好心提醒下, 今天的环境, 不适合你们爷俩撒破骂街。 男工商倾横一声, 赵晨夕没闲工夫和他瞎扯, 继续叮嘱地成。 小子, 我在问你话呢。 麻烦您再说一遍, 说得清楚些。 你他妈少装糊涂。 说, 是不是你做的? 赵晨夕气得双眼发红, 说清楚。 怎么说清楚, 难不成直接问, 我儿子是不是被你弄成太奸了? 恐怕真要说清楚, 赵家也别想在京城地界抬起头来了。 你让我说什么? 狄成料想他不敢明说, 他也绝对不可能承认。 至于赵明辉, 活该。 这小子仗势欺人, 横行霸道, 凌辱过多少女孩, 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子, 就不是人了吗? 那些清纯无知的女孩, 就应该被欺骗感情了。 狄成没那个闲心管别人的闲事, 但他赵明辉, 千不该万不该, 把目标对准金一玄。 我最后问你一遍, 是不是你? 赵晨夕就像头手上的野兽, 凝声咆哮, 神情激动至极。 婚宴上的人们看着咆哮的赵晨夕, 再看看哭嚎的赵明辉, 傻子也能看出不对劲了, 还有那一生生的是不是你, 引起无限的猜测和遐想。 这个被称为狄成的小子, 到底做了什么? 给赵家父子俩带来如此剧烈的刺激, 竟然不顾身份, 不顾时宜, 不顾场合的如此失态。 很抱歉, 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是指当初大商赵明辉, 那个我承认, 是我做的。 如果你指其他的, 那么你可能认错人了。 我不记得, 还做过什么对不起你们赵家的事。 陈昕, 够了。 清朗又威严的声音响起, 林阅斌之父林国雄适时地走了上来, 向郭强等人说道, 把明辉带下去。 是, 林伯父。 郭强等人连忙点头, 把失魂落魄, 满脸欺燃的赵明辉, 强行架了下去。 不管是不是你, 我赵家都不会放过你。 赵陈昕死死盯住地城,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家族的颜面倒还在其次, 儿子的落魄的现状, 才是最触动他的内心。 狄成冷然横生, 如果你想挑衅, 我倒不介意陪你们玩玩, 只是到时候, 别这么丢人现眼地哭鼻子, 我看着恶心。 你。 赵陈昕神情彻底冰冷, 他堂堂军区总政委, 赵家族长, 何曾受过此等辱骂? 弟成, 不要以为自己, 有人照着就可以嚣张, 我赵陈昕要弄死。 陈昕。 林国雄沉和一声, 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如此张狂无视法律的话, 私下里说说无所谓, 但在大庭广众之下, 绝不允许, 要是被别有用心者录下来, 指不定又要起毒大风浪。 赵陈昕脸色微扁, 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可看向狄成的目光, 依旧冰冷。 你给我小心点。 原话再奉还给你, 狄成淡漠回应, 威胁就凭你, 你也配。 林国雄用力地拉扯下赵陈昕, 用眼神示意他的先退下, 而后微笑地向在场各位鞠躬致歉。 让各位见笑了, 我替赵政委向各位道个歉。 失礼之处还请多担待。 林继客气了, 众人连称客气, 尽管心中对赵家刚才的举动感到不满, 但林国雄亲自行大礼致歉, 他们也不好表示什么。 作为如今残破第九家族的领袖, 京城的市委纪, 他林国雄说话的分量还是相当的足的。 林国雄又向雄伟业等人道歉。 雄市长, 金少将, 南宫先生, 让你们见笑了, 该天我一定和老赵他登门道歉。 嗨, 都是老朋友了, 林继不要这么客气。 不, 该天你一定得去, 我哪有几瓶好酒。 嘿嘿嘿, 真的, 你真舍得拿出来, 那我可一定得去。 说好了, 不罪不归, 一定一定。 雄伟业等人也客套回应, 冠面上的李树, 他们应付得比谁都圆滑, 一场闹剧在林国行周到全面的安抚下, 很快过去。 在场众人也都是些老狐狸, 迅速摆正自己的态度, 全身心投入到现场的热闹氛围中, 继续品酒会友, 听歌闪舞, 喜庆与欢笑, 渐渐恢复之前的状态。 雄伟一三人, 白退其他人, 走过来奇怪道, 你做了什么? 迪程吏位犹豫, 压低声音悄然道, 我把他淹了。 三位大老级人物双眼目然圆瞪, 饶使他们定力非常, 也忍不住目瞪口呆。 淹了? 把赵明辉淹了? 好家伙, 这手够狠的, 直接让赵家绝后了, 怪不得能把赵家父子逼到发疯发狂, 精神失常, 怪不得会去孙灵芝, 看来是想掩饰消息。 雄伟一神情复杂, 或者是纠结地看得看迪程, 所有情绪最终化作一声感慨。 人才啊! 纯属意外, 迪程甘咳咳几声, 他也知道这种事不怎么光彩, 赶紧转移话题。 这里不欢迎我, 我先撤了。 去吧, 路上小心点。 金学良感觉脸颊发烫, 自己可真是找了个好女婿啊。 迪程告罪一声, 也不再停留, 快步往侧门走去。 金义璇也没心情继续留在这里, 和美颜换儿他们一起离开。 迪程, 你去哪儿? 杨玉可不想轻松放过他, 紧不跟了上去。 大小姐, 你和鲜舞麻烦不够多吗? 以后有机会再联系。 说, 什么时候教我功夫? 杨玉在后面喊了声, 下辈子。 胆功化而骄横, 忽然用力地推了他一把, 拉起金义璇跑出去, 随即重重地甩上房门。 突然遭袭之下, 杨玉差点摔倒, 气得翘脸泛红。 高耸的胸脯不停地起伏, 看看闭合的房门, 哼哼道, 跑, 你跑, 我看你能跑到什么时候。 那不是杨老鬼的女儿吗? 远处的熊伟叶好奇又好笑地说道, 没想到, 迪程还挺有女人缘的, 我看他是浅收拾。 金学良不轻不重地哼了声, 每当看到迪程与别的女孩子有亲密举动, 他就担心自己的女儿受委屈, 继而感到气恼。 雄伟叶笑了笑, 忽然看向男工商。 对了, 我看你家那小丫头和迪程也挺亲密, 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迹象? 嘿嘿嘿, 儿孙赐有儿孙福, 这种事情我不牵扯, 顺其自然。 男工商表现得很洒脱, 别, 你可千万别。 金学良心中一己, 赶紧说道, 那小子色着呢, 你千万别顺其自然。 男工商挑了挑眉头, 露出个狡猾的笑容, 我倒是想阻止啊, 可是哪天幻儿要是来场割腕自杀, 我这心呢, 受不了那种刺激呀。 金学良表情为僵, 哭似摇头, 我这是为你好啊, 以前那傻瓜已经栽在他手里了, 忍命了, 别让幻儿栽捕他的后臣。 男工商呵呵笑笑, 向雄伟叶邀请道, 走, 我们去喝几杯。 哇, 你们听我说呀, 狄成他简直, 叠记斑斑。 金学良赶紧跟上去, 仔细数落几狄成的不是, 试图劝说男工商。 狄成进京的消息, 和婚宴现场的闹剧, 在婚礼依旧进行的过程中, 便已经传开, 自然也进入那些高层大人物的耳中, 不知是不是想过度刺激这位, 即将取代臣尊的 安全部门心虫, 还是那些成精的老家伙们 另有打算, 亦或是彼此都在各自盘算各自的打算, 反正任凭下面闹得火热, 甚至产生了仇恨, 他们依然泰然自若, 静而歹之。 毕竟, 在他们这些老家伙的心中, 所有的仇恨, 隔阂, 乃至喜欢, 都是笑谈, 只要拉扯进利益的漩涡, 一切的一切都可化解。 狄友之间, 亲书之别, 都可瞬间转变, 所以在实际未曾成熟的情况下, 他们依旧在看, 在等。 离开酒店后, 众人回到熊家, 接下来自然是敌诚费心费力的, 解释和洋语之间的情感纠葛。 他也知道金奕璇没有真生气, 可是大小姐撅着个嘴, 不理不睬, 总得想办法安抚安抚。 如果只是两人在的话, 事情很容易解决, 可是南宫患尔, 唯恐天下不乱, 时不时地添油加粗, 推波助澜, 任凭狄成恨得牙痒痒, 他却玩上了瘾, 就是不肯放过他。 所谓小打小闹, 讨野情调, 狄成人认命了, 可是小丫头竟然开始抱强地怂恿, 金奕璇要给狄成来个禁欲惩戒, 他是彻底没了脾气, 老老实实地接受着审判。 不过, 就在狄成幸福地享受这种夫妻间的搞怪玩闹时, 沙郎一个电话却让他心神微紧, 带着美颜迅速冲出熊家。 金璇暴露了。 三年已过, 风波已止, 没有人再想提及当日的惨剧, 可正如熊敖阳所言, 金璇这个名字在不少人的耳中依旧是个忌讳, 甚至为八大家族某些老头子们所愤恨。 他藏匿起来不显踪迹或许还好说, 可是一旦他在人前暴露, 后果可想而知。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寻着指引, 狄成和沙郎会合于京城中南区古老四合院的保留地。 沙郎平息下粗重的喘息, 冷着脸道。 我他妈也想制止, 可他用枪指着我。 说, 怎么回事。 狄成站在中区移出四合院的最高端, 摇看整片区域, 半路上, 他已经得到金学梁的提醒, 赶紧带着金玄逃走。 现在赵家乱作一团, 动用所有力量搜寻金玄, 林家, 郭家, 等等京城的不少家族都牵扯进来, 警局, 武警大队, 大量武装势力介入其中。 而且, 特工组那边, 据说也接到消息,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三十余名精英特工悄然消失, 全部都是金玄当初的弟子。 事情真的严重了。 一个小时前, 醉醺醺的赵明辉, 冲进孙灵芝的房间, 不知那小子受了什么刺激, 对着新娘子就是一通乱揍, 甚至还撕扯他的衣服。 我当时和金玄躲在床下, 本来是紧紧控制他的, 可是后来, 孙灵芝受到惊吓, 不断地呼喊姐夫, 金玄再也隐忍不了, 用枪指着我的头, 然后, 他冲出去, 把赵明辉给揍了个万死, 要不是我及时制止, 说不定能把这小子活活打死。 房间里的惨叫声, 引起万民人的注意, 金玄的身份自然也就暴露了。 再往后, 金玄枪杀两个阻拦的警卫, 冲到三楼, 脊髓玻璃, 抱着孙灵芝跳了下去, 他一路逃走, 我在后面紧跟, 跟着跟着就来到了这里。 沙郎看着错踪复杂的胡同小路, 还有下班时间烦乱的燃流, 自己也很无奈。 你是在什么地方干丢的? 狄成凝人眺望, 就这附近, 突然失去踪迹, 我怀疑他是藏起来了。 沙郎肯定地说道, 虽说金玄这个特工部总教官, 精善各种讨论和隐匿的方法, 但他沙郎从底层社会挣扎到现在, 如今稳定黄金等级, 眼力自然不凡。 在我来之前, 这附近有没有可疑人活动, 或者, 是你感觉有些不寻常的方面? 狄成把目光, 放到下方胡同的人群里, 如果没有猜错, 特工组消失的那群特工, 很可能是叛逃出来, 追寻他们教官来了。 如果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特殊藏身处的话, 被金玄一手培养出来的他们, 应该最为清楚。 沙郎仔细回想了下, 忽然说道, 还真有, 我多少感觉奇怪的, 有四五个, 也进行过小心地跟踪, 可是他们后来都去了不同的四合院, 我调查过,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就是有问题, 带我去, 我们一个个查。 在沙郎的指示下, 三人混入人群, 在胡同里, 几间转圈, 依次去了那几个四合院, 可毕竟属于外来人, 想进行太过分地搜索, 里面的住户也不允许, 所以一番努力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里面的住户表现得非常合理, 并非可疑地表演和做作, 如果排除受过专业训练的话, 目标应该真的不在这里。 可是金玄, 为什么取取折折地, 左闪右臂, 非要来这个理论上来说, 非常不合适的地方? 如果, 换作是自己, 在营救孙林之后, 一定会在各方事业反应过来之前, 冲出京城, 尽快地潜藏起来, 要说特工部在京城没有隐蔽的藏身点, 提成绝对不行,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十有八九有问题。 暗自提醒自己不要着急, 迪程沿着之前的路, 重新地搜寻, 注意力不再放在四合院里, 而是街角路边的那些小餐点门店, 围观下棋的, 擦鞋补轮胎的, 甚至于聊天的妇女, 嬉闹的小孩都没有放过。 整个人沉浸其中, 灵力的视线, 从他们身上, 身边依次扫过, 哪怕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和不满, 也没有受到干扰。 返步向前, 仔细搜寻, 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忽然, 迪程三人的目光, 几乎同时微微凝缩, 定在前面街角刚刚走过的女孩身上, 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异样, 就是个刚刚下班回家的上班族。 可是, 就在方才他从胡同口走过的短短片刻, 有个刻意的转头动作, 高高的衣领随着走动而晃动, 隐约露出一个小巧的黑色物件。 这些细节和东西都看似无关紧要, 可落在迪程的三人眼中, 却绝不寻常。 果断做出决定, 迪程迅速跟了上去, 沙郎美颜, 则默契地从其他方位迂回包抄。 悄悄地追随, 紧紧地锁定, 隐藏自己的行迹, 不远不近地掉在后面。 女子连续三次拐角后, 在一处四合院前停下身来, 俯下身子, 做事整理鞋带, 趁机谨慎地观察四周, 并与前面一个修鞋地交换了个眼神。 在得到对方极其细微地点头示意后, 这才起身拐进四合院, 也正是之前迪程他们搜索过的一个, 就是这里。 这一刻, 三人完全确定那里必然有隐秘, 为了避免再次失去线索, 迅速从藏身处窜出来, 顾不得路人的惊茶, 几步狂冲, 借势弹射, 凌空翻腾间, 强势落到东边房顶, 再度飞旋落下。 之前的女子明显吃了一惊, 迅速向后跳跃, 与此同时, 右手甩起,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手枪, 瞄准低沉, 机敏和灵火极为不俗。 哪知, 在她枪口刚刚对准低沉的瞬间, 一道腿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她的下腹, 铁棍般爆然轰打。 凶猛的力量席卷而出, 女子身躯剧烈颤抖, 鲜血破口喷出, 惨叫声中被狠狠地甩飞出去。 四合院里看似普通的人们, 起起起身, 拔出手枪对准低沉, 打开的铁门重重关上, 房间里的人们无论男女相继冲出来, 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低沉, 冷肃的神情, 凌厉的双眸, 本身气质与之前截然相反。 谁也没有开口, 但枪口的威胁和神情的冰冷, 却让气氛压抑而凝重。 笛城环视四周, 冷然横倒。 宝金玄叫出来, 抱歉, 你走错地方了。 目光紧紧锁定三人, 众人缓慢地调整着身形和方位, 五行中小心编织着包围圈, 使几方能够更加迅捷地应对突然情形。 把金玄叫出来, 笛城冷哼, 你, 走错地方了。 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再次重复, 走错了, 笛城神情微冷, 目然大吼, 金玄, 给我滚出来。 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三人, 气氛越发压抑, 可入他的四合院里仍旧没有半点回声响起。 难道非要我请你? 笛城慢慢地攥紧拳头, 沙郎双腿绷紧, 冷然哼声。 还是你想见血了? 我不介意, 试验一下是你这些布下的枪块, 还是我的腿块? 咔哒, 正前方的房间里终于出现一道声响, 没过多久, 一名男子带着一名紧紧拥抱着他的女孩, 出现正式逃出来的金玄和孙灵芝。 金玄轻轻地拍着惊吓过度, 不断颤抖的孙灵芝, 看了看笛城, 平静道, 把枪放下, 出去几个人, 把门收好。 是, 定行禁止, 众人在听到指令之后, 齐齐收枪, 六个人打开铁门, 依次散步出去, 其余人则依旧挺立原地, 神情中带着浓浓的警戒。 可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笛城也是以沙郎和美颜放松。 没望, 给我个理由, 她是我最后的依靠,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 金玄神情冷硬, 或许是当年的刺激太大, 或许是把孙灵芝当成曾经的爱人, 即便知道现在做的一切都是错误, 她也不愿对方受到什么伤害。 难道你现在做的就不是伤害了吗?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 赵夏不会轻易放过你, 难不成你打算带着她逃亡一辈子? 这就是所谓的爱。 笛城可以理解金玄的心情, 但此番作为实属不至, 简直就是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 我会照顾她, 永远。 金玄轻抚孙灵芝的长发, 冷硬的神情出现少许的柔情和爱恋。 轻轻闭了闭眼, 内心些许挣扎后, 笛城沉声道, 跟我回天门, 今天的事我帮你处理。 不用。 金玄淡淡回应, 还没闹够吗? 不为你自己想想, 难道不为她想想吗? 笛城语气陡然升高。 回不去了。 金玄苦涩摇头, 她明白笛城的好意, 在这种危急关头, 对方能做出这个决定, 也让她心中感到几分暖意, 但自己回去后, 带给天门的只能是伤害。 天门是她看着长大的, 如今的五门精锐, 都是由她亲手训练, 要说没有感情, 连自己都不相信。 如今天门正好处在最关键的发展阶段, 她不想因为自己一个人而让她陷入危机。 只要你愿意, 兄弟们不会反对。 金玄, 跟我回去。 笛城也没想到, 事情会演变到如今这种局面, 可是她却不能袖手旁观, 更不忍心看着她踏上逃亡生涯。 谢谢你的好意, 但金玄还是摇头, 动作轻缓, 却非常坚决。 我给你三分钟, 冷静下, 如果你真的决定放下天门一切, 我不再阻拦。 放不下, 也得放, 你走吧。 这三年来, 谢谢你的收留我, 但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们的缘分到尽头了。 金玄摇了摇头, 不再多说什么, 拥着又开始哭闹的酸灵芝, 进入房间。 金玄, 笛城叫了声, 刚要向前, 四周依旧保持警戒的特工们, 再度举枪。 开门, 送客。 戴眼镜的男子, 面无表情地说道, 诚哥, 他心意一决, 我们走吧。 煞郎轻伤道, 金玄, 我等你三分钟, 给我个决定。 笛城还是不想放弃, 继续大喊, 不用了, 谢谢好意, 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三年前是, 三年后, 还是。 凌鱼走了, 我不想再让凌芝感到孤独。 房间里传来金玄, 清缓中略带沙哑的声音。 这位先生, 请。 四周特工, 再度做出送客的姿势, 笛城静静地, 看着面前的房间。 良久, 所有的坚持, 化作嘴角的一抹苦涩, 从怀里, 拿出早上熊老爷子, 给他的信封, 摔向前面的房间。 这是熊老爷子, 托我交给你的, 好好看看。 如果你需要帮助, 可以去找他。 信封上的电话, 是熊老爷子的私人卫星电话, 联系的时候, 不用担心被追踪。 房间里, 仍旧没有什么回声, 笛城暗自叹口气, 也不再多坐停留, 转身离开。 不过再没走几步, 又停了下来, 朝里面倒了去。 如果你有其他事情, 要做, 孙灵芝需要照顾的话, 送去总部的零食剧, 音音会照顾好他。 还有, 如果哪天累了, 天门还是你的家, 兄弟们, 还是欢迎你。 房间里的金玄, 没有再表达什么, 轻柔地拍着孙灵芝的后背, 小声地安慰着, 可轻轻闭上的眼睛, 却隐约有着几分惊盈, 其中包含着不舍, 无奈, 还有遗憾。 天门, 我也放不下你。 教官, 这是刚才那人留下的。 戴眼镜的那名特工, 捡起笛成扔来的信封, 交到金玄的面前。 金玄看了眼, 稍微停顿后, 还是身手拿了过来。 信封打开, 一张张明信片式一样的纸片, 洒落出来, 随意捡起几张, 潦草的笔迹引起她的视线。 五龙, 华北第七监狱, 三监区二零八号监房, 东方号, 苗南卡洽女子监狱, 刑房号零一二。 这时, 金玄瞳孔放大, 呼地站起山来, 一股躁动的颤抖, 从灵魂深处, 慢慢生腾而起。 金玄没找到吗? 回到熊家, 金玄温柔地帮笛成脱下外套。 找到了, 笛成仰靠在沙发上, 闭上眼睛。 人哪? 同样在这里等待的金玄梁 和南工商同时问道。 走了。 笛成轻轻吐出口气, 表情难掩失落, 毕竟相处了三年时间, 彼此间在上下属关系之外, 还是有不少的兄弟情谊。 如今看到她, 再次踏上逃亡路, 心情总归不那么好受。 走? 怎么走的? 现在全程已经戒严, 她这会儿出去, 不是自投罗网吗? 金学良急道。 特工部失踪那些特工, 已经和金玄会合, 他们由密道离开。 这种关头, 她能去哪儿? 新娘子在婚宴上被抢走, 对赵家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她照尘心的护短, 好面子, 又是出了名的。 南工商的表情, 不知是担忧还是感慨。 赵家这次丢人丢大了, 比当初林家更为严重, 曾经辉煌的第九家族, 竟然也有现在这种可悲的遭遇。 这种事, 别人几辈子都碰不到几次, 他们倒好, 哥俩轮番来。 南工商完全可以想象到, 照尘心和林国雄现在的心情, 不拿本砖砸头就已经不错了, 真担心那哥俩受不了刺激, 做出什么傻事。 迪诚坐起身子, 但愿他能好运。 煞郎, 你联系下同名, 把魏家山庄里的五十人放了, 有他们帮助, 金玄的危险会相对少些。 用不用在他们身上装点追踪器? 不用了, 如果金玄想回来, 自然会回来。 如果他不想, 装再多追踪器也没用的, 迪诚起身向卧室走去。 爸, 南工叔叔, 你们喝点茶, 我去照顾下。 见迪诚心情失落, 金玄向父亲他们道声歉, 跟着迪诚走进卧室。 此时此刻, 针对金玄的揍步行动, 依旧进行的如火如荼, 不仅各个出城点, 进行了严密排场, 很多只有高次领导人才知晓的秘密出城点, 也进行严密补控。 由于涉及到赵家的颜面问题, 其他家族也不好过分阻止, 只能睁着眼闭着眼, 默默地忍受着。 期间赵陈欣甚至怀疑狄成和金玄是同伙, 差点带人, 冲进熊家搜人。 最后还是熊老爷子亲自出面, 保证狄成不曾参与此时候, 才慢慢地从熊家门前退去。 今晚的搜索, 进行的应该算是非常全面到位, 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想了, 所有能用的线索都用了。 可是金玄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再也没有半点踪迹可寻。 特工部失踪的那群人同样如此。 赵陈欣不甘心, 更不想就此放弃, 在向特工部施加压力的同时, 搜索范围在京城这片区域的基础上, 开始不断地向外扩散。 他无论如何, 也要把金玄抓住, 把孙灵芝抢回来, 否则, 他真的没脸在军界待下去了。 可他的愿望和决心都不错, 金玄却早已带着投奔而来的二十余名特工, 从早年设定的秘密地道离开了, 在包围圈扩大之前, 黯然离开。 狄成不想再继续停留在这个屎非狄, 在第三天上午告别熊老爷子, 启程离开, 前往东北魏家山庄, 这次回来, 他带上了金玄玄。 山庄里长达四五个月的相处相守, 狄成的心中已经不再蒙抵触 魏叶华和沈雪奇的关怀, 开始尝试着接受父母, 接受这个家。 既然已经和金玄玄确定了关系, 魏家的事情他也知道, 所以让双方见见面也在情理之中。 男人或许不怎么在意这些事情, 但心细的女人却往往把这点看得很重要, 更何况夜晚童, 安妮, 美颜都在这住过, 对于第四个儿媳妇回家, 魏叶华免不了又是一番感叹, 沈雪奇则乐开了怀, 尤其是后来得知金玄玄竟然是军界巨头, 金是家族的大小姐, 魏家等人对他的态度再度转升。 魏明博也曾多次委婉地表达, 想要去趟金家败回金玄良。 这也不怪他们势力, 魏家毕竟是新兴家族, 虽然财力不俗, 却因缺乏有力盟友和依靠, 而只能留置在二流家族, 甚至这个家族也不被那些大家族认可。 如果这次能够有幸与金家取得联系, 魏家身份必将一夜暴涨, 这种诱惑对于毕生致力于振兴家族的魏明博老爷子来说, 不可谓不强烈。 不过狄成可不敢现在就和金玄良联系, 在没有把魏家与自己的真实关系说开之前, 双方还是不见面的好, 免得到时候出现什么误会和意外事故。 狄成暂时在魏家住了下来, 一来黑道混战进入了平缓过渡期, 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出现, 二来乱坟临一战, 刘子的创伤依旧没有康复, 想趁此机会好好休养。 三来, 自己欠金玄他们太多太多, 是该拿出点时间陪陪他们了。 魏家山庄再次充满生气和欢笑, 狄成闲暇的时候就晒晒太阳, 锻炼身体, 或者逗逗美颜, 骚扰安妮, 照顾婉童陪伴一旋。 有时候也陪着父母吃个饭, 聊个天, 生活过得舒适安逸, 心情从未有过得轻松。 她知道, 这种日子不会持续太久, 婉童一旋他们同样明白, 所以每个人都分外珍惜彼此相处的美时美刻, 用心记录期间的点滴幸福。 魏舒玄没有再刻意地纠缠狄成,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只有偶尔累了苦了才回趟家。 狄成看着心疼, 也尽量地多陪陪她, 只是再也不敢逾越半步。 好在舒玄仿佛长大了, 懂事了, 她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充实而快乐, 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得到敌诚的关注和喜爱。 不过后来, 魔女男公患儿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 竟然一路杀出校园, 以撒娇耍赖地住进了山庄。 这丫头, 别看平日挺娇蛮, 讨好起人来, 特别让人欢喜, 再有那副传真可爱的模样做面具, 硬是把神血系给俘虏, 直接把她当女儿带, 轻得不得了。 狄成无奈, 也只能任她明面上乖巧, 暗地里捣乱。 好在就是, 小丫头的到来, 让山庄乐趣增加了不少。 鸡飞狗跳下, 别有犯趣闻。 不过该走的还是要走, 该来的还是要来。 幸福生活享受了三十多天后, 安妮突然接收到的传真信息, 预示着忙碌生活的再度开始。 而且这一次来得更加凶险, 更加辛劳。 把金一璇和南庚幻儿送上飞机, 又告别魏家众人。 狄成带着美颜等人, 前往河南南部前线总指挥处。 得到消息的罗盛凯, 严寿, 沈明荣, 盆侯等人全部秘密到达。 来的人数不多, 但全部都是如今天门的核心高层, 对天王, 黑榜等隐秘事物都有所设计和了解。 成功, 狄成走进办公室时, 罗盛凯等人起起起起身, 恭敬行礼。 都过来了, 狄成示意大家坐下, 该来的都来了。 严寿摸了摸满是蛇形此轻的光头, 目光却灼着地定在了随同进来的沙郎身上。 不仅是他, 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此刻都不是聚集在狄成的身上, 而是分别送给了两侧的美颜和沙郎。 美颜, 天王最强鬼物, 人形傀儡师, 人榜准子经级强者, 一个堪比敌诚的可怕女孩, 一个个的称号, 让她的形象在众人心中蒙上层神秘色彩。 习与黄, 杨静等人迫切地想要见解, 这个突然归附的可怕鬼物究竟是什么模样, 甚至手痒的想要领会下所谓的傀儡数, 究竟如何可怕。 至于沙郎, 成功突破白岩壁垒的传闻, 在天门高层中同样引起轩然大波, 其受到瞩目程度, 不亚于美颜, 她白银巅峰时的生死秃伤, 就能爆发出类似黄金级别的杀伤力, 如今真正突破, 完成蜕变, 那双铁腿该有何等的恐怖, 恐怕到现在为止, 再也没人敢质疑她敬畏对统领的名号, 甚至提升到巴布统领的程度, 并非夸张, 而是真的有了这个资格和资本。 从另外层面上讲, 她的突破向众人做出了白银至黄金最真实的示范和希望, 让曾经只是仰望黄金等级的肖峰等人心神激盪, 同属白银巅峰的罗盛凯, 观影忽颜罗秀则感到了压力, 如同一盆凉水洒入油锅, 沸腾之时在彼此攀比与争强心理作用下愈演愈烈, 关于这点恐怕连沙郎自己都想象不到。 感受到众人, 炙热的目光, 沙郎嘴角斜钩, 眉毛一挑, 怎么着, 想打架? 卢顺凯钻了钻拳头, 刚毅的脸上流转战役, 有那么点意思, 嘿嘿, 大黑重重地打下拳头, 教我一个, 随便来, 几个都行, 沙郎无限风骚地摔出个挑衅的眼神, 张绰坏笑声, 连忙大声吆喝, 哎, 报名了, 报名了, 人说不险, 男女不险, 随便来, 沙老大一概接着, 来, 静哥, 别闲着, 带个头, 你小子, 活腻了你, 沙郎转过头来, 阴沉着脸, 牙缝中击出几个字, 杨静哈哈大笑, 好, 加我一个, 待会儿我们一起上, 谁输谁请客啊, 好, 我报名, 萧峰等人接连起哄, 群情激发下, 全体报名, 沙郎面色微僵, 面对众人不还好意的目光, 硬着头皮道, 这个, 群殴的事啊, 改天再夜, 今晚我请客, 严寿黑黑笑道, 静哥, 这里有没有什么好的酒店啊, 呃, 这里, 没什么太好的, 前段时间, 有个酒店刚开业, 据说评估是四星级, 要不, 咱们今天去尝尝, 杨静说着说着, 眼光转向沙郎, 嘴角抽搐, 沙郎艰难点头, 我请, 张绰故作为难, 整天面对些大老爷们, 都审美疲劳了, 沙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可是房间里, 响起了几声怀笑, 却让他咬牙挤出了句, 我请, 吃个饭, 喝个酒, 按个摩, 唱个歌, 谈谈情说说爱, 今晚生活应该不错, 沙哥, 你说对吧, 简单一句话, 把今晚的活动项目, 全部订好, 沙郎看着满屋子大老爷们, 心中一阵收缩, 只得低下头小声道, 诚哥, 借点钱呗, 迪诚笑着摇了摇头, 别难为他了, 今晚我请, 你看你看, 哪能让诚哥破费呀, 严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可紧接着又转头和萧峰等人道, 今晚, 是不是应该提升下规格了, 众人深有同感, 重重点头, 迪诚拿这群家伙没办法, 好了好了, 别闹了, 今晚吃的喝的玩的, 我都请了, 咱们先谈正事, 今天, 把大家叫过来, 只是简单地和大家通报件事情, 阿妮, 你说说, 在迪诚试一下, 阿妮习惯性地, 打开文件夹, 放到会议桌上, 首先, 第一件事, 今天是6月18, 正好是北极涌动冰层, 黑榜张榜一年实现, 按照当初的决定, 三年的测试期内, 会每隔一年, 对排名进行调整, 直到最后, 真正定榜, 黑榜排名, 众人迅速收敛嬉闹, 摆正身子, 仔细聆听, 还是老规矩, 我们天门, 不涉及天榜事物, 所以此项排名的具体事项, 不予以公布, 张绰笑声道, 反正已经是乘客的人了, 咱们都一家子, 有些事该说就说呗, 憋着都难受啊, 小声小气的一句话, 让全场刚刚严肃起来的气氛, 瞬间破碎, 众人看向安妮的表情, 逐渐古怪, 至于安妮自己, 所有的干脸和冷艳, 都因俏脸生起的羞红, 给溶解, 欧美风情, 焕然薄发, 绝美之姿, 诱人之情, 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即便知道不能多想, 也不受控制地心头跳动, 狄长美好气地, 瞪了眼这无良家伙, 重重地点了点他, 今晚, 你请, 别成个啊, 别, 张绰蹭地站了起来, 却被沙郎又猛力拉了回来, 一把捂住他的嘴巴, 向旁边众人道, 今晚规格再提升个层次, 杨将等人重重点头, 发出声缓慢而悠长的赞同声, 沙郎边死死控制挣扎的张戳, 边微笑着向安妮道, 扫子, 继续, 安妮清了清喉咙, 稳定下情绪, 说道, 地榜排名中, 仍旧空出前三甲, 黑水, 上帝, 乙欧, 雅库扎等15群势力组织, 不予排名, 其他势力组织, 根据近段时间的表现和调查, 进行更加全面和细致的评判, 重新立榜排名, 其中我们天门的名词, 提升跨度最大, 一年前的299名, 如今76名, 说实话, 这个成绩超过我当初的预料, 本以为一年内能够跨入地榜百墙就足以为傲, 没想到我们已经开始无限接近50强, 相信一年后的再次派民中, 我们能达到那个愿望, 地榜百墙, 任何一个都是威战乙方的豪强, 就拿当初的黑龙帮, 身术华夏最强黑帮的他们, 才堪堪排到139位, 由此可见, 世界上其他百强实力的可怕, 至于50强, 那才是到了连15强之内的黑水, 上帝等都不得闲适之的地步, 所以, 安妮才说天门能够在一年内跨升到那种程度, 确实超乎她的预料, 也超乎不少人的预料, 包括组织内的长老们, 迪诚问道, 你左指的76强, 有没有考虑美颜? 这次评判, 是把美颜考虑在内, 做一天门才能这么靠前, 并且压过了黑龙帮, 黑龙帮的排名多少? 杨静问道, 91名, 比上一年上升了48个名次, 成功跨入百强之内, 不对呀, 你之前说过, 150强以内的势力都已经足够强横, 每前进一个名次都不是那么简单, 难道黑龙帮这一年来, 也有过什么整改, 或者吸入什么强者? 这次排名, 你们有没有考虑他龙奴战队的损伤啊? 安妮难得在外人面前露出个浅淡的笑容, 黑绑绑绑之后, 可不只是天门和黑龙在斗, 很多势力都卷入其中, 有的直接走向毁灭, 有的两败俱伤, 有的则踏着对方的尸体强势崛起, 所以有不少原先排名靠前的势力, 这次被远远地套在后面, 前插后补, 你们的名次提升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这次排名变动很大的第三个原因是, 一年前的评判中有一定的推测性, 很多势力在没有生死血战前, 都不会把真正实力暴露出来, 就像黑龙帮, 他们十五铁骑的实力确实有些超乎组织预料, 这次重新排名综合考虑后定在九十一位, 也是情理之中。 垂眼橙色的习语黄出声道, 语文荒雪的圣教, 如今排名多少? 前五十强的实力都可以完全规划为活迹巨头, 要想在其中向前迈出一步非常困难。 这次地榜重新排名, 后面的变动很大, 越往前越小, 前五十强内至少少数几个有过提升。 语文荒雪的圣教, 压过前面的天使之刃和黑帮战俘, 提升两个层次, 跨升至十八位。 狄成和习语黄对视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些许的宁重。 十八位, 已经开始接近十五强了。 语文荒雪啊, 语文荒雪, 本身就属于仁皇, 会下组织又开始冲击地榜皇族, 他依旧遥遥领先于天门。 仁榜的等级平定了, 杨靖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一直对习语黄排名超过自己, 耿耿于怀。 这半年来的黑道混战, 自认再次取得大幅度提升, 应该可以压过这个杂猫鸟了吧。 安妮翻过几页资料, 仔细对比一下。 首先, 狄成人榜排名定在二十位, 美颜二十五位, 这是准子经等级的排名。 黄金高节, 习语黄排名不变, 八十八位。 杨靖, 黄金高节中的二十一位, 人榜总榜六十六位。 好! 杨靖神情振奋, 砰的一声, 大喝一声, 铁拳重重地轰打在石墨会议桌上。 整个房间围着颤抖, 道道裂痕, 从铁拳交击中蔓延大半个桌面, 惊得身旁众人直咧嘴。 嘿嘿嘿, 六十六, 八十八, 咋猫鸟, 忍说! 杨靖激动之下, 放声狂笑, 原本还有几分刚已知美的脸上, 竟然带着几分狂热和争鸣。 六十六, 你还差得太远。 西玉皇淡淡其口, 丝毫不受影响, 只是这句差得太远, 只有他自己, 狄成和安妮知道其中的意思。 就像狄成一般, 本身实力绝对可以定在任皇之下, 总绑十六强, 可是组织并没有见过他权力出战的影响, 也没有美颜那样进行过考核, 所以不清楚他的真正实力。 西玉皇这一年间有过出手吗? 恐怕只有聊聊几次而已, 这位人间炼狱的掌控者究竟有多么可怕? 组织不清楚, 临时只能暂时不变, 以待后期发掘。 所以总体来说, 狄成和西玉皇的排名并没有什么可比性, 因为他们的实力外人不知。 吵太远, 咱们现在出去比试比试, 让兄弟们都做个见证。 杨靖此刻战役滔透, 人榜总榜六十六, 整个世界黄金高级中已位居二十一位, 提升了足足二十四位, 他足够骄傲的资格, 如此大跨步的提升, 同样让他誓战如命地热血沸腾。 一年时间跨越二十四位, 再给我两年时间当黑榜最终定榜时, 我自己可以突破桎梏, 杀入前五十枪。 没兴趣, 陪四条腿的黑毛动物玩脑。 西玉皇的语气平静且淡默, 你! 杨靖脸色一怒, 转身却哼哼冷笑声。 气度了, 还有本事, 你去前线啊, 别整天窝在办公室里边装身材。 一个好动, 一个喜静, 这就是人和某某物种的区别。 停地停, 迪诚赶忙拦住, 这两个家伙就从来没对过路, 其他人憋得满脸通红, 可一个是最野蛮的八部统领, 一个是天门黑道门主, 他们可真不敢在这会儿笑出声来。 杨靖恨恨地瞪了西玉皇一眼, 又对安妮道, 有没有黑龙帮一庭宣的排名资料, 那家伙还算有点本事, 这么长时间硬是坚持下来了, 他应该也提升了不少。 当初是八十九位, 正好是位于西玉皇之后, 你之前, 如今是六十九位, 与你相差不多。 六十九? 有这么高吗? 杨靖眉头微皱, 别看他们为名字争得火热, 可这些所谓的黄金等级, 都只是对人体体制 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考虑, 是理想状态下 所能达到的实力, 真到了险象环升的战场上, 或者你死我活的擂台上, 毅力, 武器, 等等各种因素的干扰, 都足以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黄金终结, 击溃黄金高节, 也不是不可能, 高节之间的差距, 也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 六十六和六十九, 真的不算什么差距。 这场黑道混战中, 不只是你们成长了很多, 义廷轩, 李悦, 等黑龙帮的天王和战将, 同样都有大幅度的跨越。 有一点, 值得提一提, 能够允许数以万计人员, 在长达半年时间内, 纯粹冷兵器搏杀的, 恐怕整个世界, 除了华夏这片蜆雨, 找不出第二个。 这种程度和等级的战斗, 也最能磨练人, 所以, 人榜中名字提升最多的, 几乎全部都是天门和黑龙帮的人。 我们的名词都有所提升? 沙郎问道, 大部分是这样。 安妮开始按照传过来的情报数据, 开始从徐云念起, 到亦婉彤, 彭侯, 大汉, 沙郎, 再到罗盛凯, 观营, 顾子武, 还有萧峰等人。 除了彭侯因常年隐居幕后, 不曾展露过实力, 排名没有多少变动外, 其他的都有所提升。 幅度最大的自然是沙郎, 从当初的接近五百位, 跨升到了三百一十位, 与大汉等级平起, 由此也可以吞算出, 白银到黄金, 沙郎本身的实力, 究竟做出何种程度的蜕变? 即便是再度回到齿乡监狱, 他沙郎也有足够的资格 从铁尖家主提升到 四尖十八关主之列。 值得提一提的是, 不间断的黑道雪沙 也让萧峰、孙琦再座跨越, 这两个狄成和阳静的爱徒 都在不久前成功跨入白银高节, 萧峰的等级提升 也是继沙郎之后第二人, 速度之快令人折舍, 让依旧停留在白银终结的 沙民荣和颜兽羡慕不已, 也让罗尚凯等人再度感到危机。 等众人在各自的等级排名中 恢复过来后, 狄成说道, 这次黑榜重新调整定位, 无论是天门还是你们个人, 实力都有所提升。 但是, 这只是一种对比, 让我们看到别人的强大, 也看到自己的差距。 现在定论英雄还为时尚早, 等将来黑榜真正定榜时刻, 才是世界风暴全面笼罩的时候。 要想在将来的混战中活下来, 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必须抓紧利用这两年的时间, 尽可能多地提升自身实力, 提升天门实力。 虽说享受过程才最重要, 但我想在座各位都不希望天门成为别人皇陵天下的垫脚石。 罗盛凯沉声道, 乘哥, 楼门已经修整完毕, 随时可以调集精锐, 投入到前线斩区。 沈明荣和严寿也同时道, 诚哥, 我们虎们, 我们地蛇们, 也准备好了。 接过半年的修整, 各项的事物都已经处理妥当。 如今看着英门、豹门在前线打得如火如荼, 萧峰和孙琪的实力突飞猛进, 不仅让下面的兄弟们急得嗷嗷叫, 他们自己的心也是如猫抓鼠挠, 连吃饭都没什么胃口。 这次强来举会, 他们暗地里早就商量到了, 说什么也不能再窝在背后搞什么休整了, 拼着被骂被打, 也得拉着兄弟们出来转几圈。 再等等, 不急。 迪程此话一开口, 罗盛凯三人差点蹦起来, 强压心里焦急耐心道, 英门和豹门已经筋疲力尽了, 现在该休整的是他们。 诚哥, 你看看萧峰和孙琪, 这两个家伙现在不都浑身缠着绷带吗? 他们都是在隐称着, 心里也想休整, 该换换了, 你不能这么厚此薄彼啊。 喂喂喂, 什么叫浑身缠着绷带? 我这是局部, 局部懂不懂? 萧峰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不就是想上战场吗? 至于把我们拉下来呀? 局部, 你敢不敢把衣服扯下来, 让诚哥看看。 严寿也急了, 顾不得意气不意气了, 先把诚哥打动再说。 我, 嫂子们在这儿呢, 脱衣服都不雅。 肖峰可不敢挣脱, 这半年来身上留下多少伤痕, 他自己最清楚, 实力的跨身让别人眼红, 可长达五个多月 从不停歇地生死血斩, 几乎每天都被砍伤那么几刀, 一百六十多天加起来, 那得有多少? 他确确实实, 用命拼出了如今的成就, 没有坠了师父的面子, 也没有坠了英王的称号, 别争了, 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改天专门讨论。 敌城不是不想调, 是一旦出现大规模人员调动, 黑龙帮势必警觉, 同样也会有大股部队充斥前线, 刚刚平静的前线混战 将提前进入全面对战阶段, 天门方面或许早就准备好了, 但是他自己还没准备好。 成哥! 罗盛凯三人再也控制不住, 全都站了起来。 西宇航眉头微粗, 重重地咳嗽了声, 可是罗盛凯还是豁出去了, 任凭你再咳嗽也不管不顾了。 成哥, 不能再等吗? 下面的兄弟们都开始闹情绪了, 再说了, 英文报门真的是累了, 很累很累了。 说话间, 还频频向着萧峰、 孙岐石眼色, 甚至有着几分哀求的意思。 看到自己的部下兼兄弟出现这副神情, 西玉皇也感到些许无奈, 可现在天网任务开始在即, 不仅狄成自己会离开华夏, 还会抽掉部分高层, 可是如果黑道混战全面爆发, 龙奴、秦武哥拼死出击, 谁来抵挡? 狄成受不了三个大男人, 可怜兮兮的样子, 尤其还是三个平日阳刚霸气的男子汉, 稍微考虑片刻, 看向萧峰和孙岐。 需要帮手吗? 需要。 罗盛凯、沈明荣和严寿, 异口同声地替他们决定。 锐丽的眼神死死叮嘱两人, 那副样子仿佛谁要摇头, 飞上来咬两口不行。 萧峰和孙岐对视苦笑。 需要? 干不需要啊? 会出人命的? 罗盛凯三人连忙陪笑, 成哥, 你看, 他们需要。 叶万彤等人都被他们搞得苦笑不得, 狄成也不忍心再拒绝。 这样, 允许你们三人留在前线, 从各自分门内抽掉两千人。 三人精神狂热, 脸庞冲雪, 嘶声咆哮。 谢成哥! 不过有一点, 你们需要答应我。 别说一点, 五点, 十点都行。 狄成指的三个人, 你们三个, 留在办公室, 协助羽黄, 不能去前线, 也不能让黑龙帮知道你们来了, 更不能让手底下的兄弟们, 在前线爆出自己分门的名号。 抽掉来之后, 他们临时属于爆门和英门, 听清楚了。 啊, 为什么? 三人疑惑地看着狄成, 留在办公室, 不能露面。 有什么疑问, 散会后找羽黄, 他负责解释。 下面传达第二个消息, 安妮, 继续。 成哥! 三人心急之下再次哀求, 狄成被为蜜言, 换声道。 要么, 全回去。 要么, 留下, 选个吧。 坐下, 西宇皇淡漠开口, 我, 三人还想争取下, 却被西宇皇邪魅的毛子硬生生地盯了回去, 几番挣扎, 还是老老实实地坐下。 安妮清了清嗓子, 第二个消息, 还是来自天王。 从今天起, 天王任务进入第二阶段, 联合阵线。 天王行动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单独培养, 独自成长, 尽可能地挖掘天王成员的潜力, 帮助其做出突破, 美颜便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从黄金中节突破至准子金清节。 第二阶段, 成为联合阵线, 将在第一阶段中, 幸存下来的强者进行重新调整, 分成一个个的团体, 进行等级, 规模上都有所提升的国际混战任务。 其实这个阶段, 理应在两个月前启动, 由于黑榜重新定榜的事物过于烦乱, 还有美颜的突然逃离, 都对计划启动产生不小的影响。 如今各项事物已经重新调整完毕, 第二阶段现在正式开启。 按你简单地介绍下合围联合阵线, 接着到, 行动开始时, 天望成员更有108位, 经过第一阶段的淘汰筛选, 如今共残存91位, 其中战斗性69人, 其中各种类型, 包括掌存千文在内, 共22人。 第二阶段联合阵线中, 组织把绝大部分成员 全部进行了分组编排, 原先计划是分成12个团体, 分别以两大紫荆皇者, 五大准紫荆级成员, 红色恶魔康克泽, 以及犹灵、库木格等 四个黄金高级等级中 最强者为首领, 分组执行未来两年的行动任务。 后来, 美颜强行脱离组织与我们回合, 组织被迫重新调整, 将12个团体缩减为11个。 每个分组, 都有八九个人。 西玉皇问道, 沉浸如水的神情略微有些波动, 天网的强横毋庸置疑, 世人眼中凶悍无比的黄金终结, 在其中都只是垫底的存在, 如今连风影者等人黄都牵扯其中, 这个小小的团体将会爆发出 何等恐怖的杀伤力。 如今黑榜刚刚重新定榜, 世界风云再度动荡, 组织第一时间把这些团体洒入其中, 势必会加重其混乱程度。 西玉皇丝毫不会怀疑, 11个团体中任何一个都足以将 百强左右的地板实力重创, 毕竟任凭你如何强大, 只要心脏遭袭被毁, 整个身体都将随之走向灭亡。 再有一点, 组织这次把风影者、 白魔兽两大人黄编入其中, 是不是有向其他人黄发动袭杀的意思? 毕竟, 黄金高级的战斗力已经足够强悍, 它没有协助人黄战斗的资格, 如果风影者与其他人黄战斗激斗, 六七个黄金级强者从旁干扰袭杀, 很可能影响胜利天平的偏转方向。 每个团体的人数都不相同, 中村玉泽和沈奥明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 从天望众多强者中挑选了几个人。 中村玉泽挑选了两个类似杨靖这般 以体能和肌肉强度称雄的黄金高级强者。 沈奥明挑选了一个 以速度和灵巧度自傲的黄金高级强者, 一个具有特殊窥探能力的黄金中级强者, 还有个枪法高超者。 白发魔女等三个准子经级成员 都是配备了六名协助者, 具体成员由组织负责挑选。 康克则那边送去了七名强者, 两名黄金高级,三名黄金中级, 还有个电脑怪材和拥有读心术的奇异儿童。 游灵等人, 维持在八到十人部等, 有战斗型成员, 也有特殊类型者。 我这里呢? 狄成也来了兴致, 他早就想会会其他同事了。 此番拼凑联合, 时间会持续两年之久, 如果可能, 是不是可以拉拢几个? 组织原先给你配备了七个人, 与康克则相同, 但是, 后来考虑到美颜的存在, 划去四个, 至上三个。 三个? 狄成的表情说不出的怪异, 硬生生地砍去四个, 下手推狠了。 杨静问道, 哪三个呀? 现在在哪? 按你简单地翻翻资料, 他们刚刚于今天上午离开巴尔干, 目前还在路上, 我先介绍下他们, 首先, 是轩辕紫衣, 绰号千面狐, 是最后一批加入天王的成员, 在此之前, 连续三年蝉联世界杀手榜第十强。 轩辕紫衣? 观影失声问道, 你认识他? 众人齐齐看向观影, 观影神情微微凝重。 不认识, 但是听说过, 他的名号在杀手界, 无人不知无人不祥, 据说可以随便改变自己的容貌, 甚至, 体型。 以至于,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样貌。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个盗窃高手, 常年光顾各大博物馆和黄金储物阁, 几乎被所有书藏家所忌讳和怨恨。 安妮说道, 说得没错, 轩辕紫衣, 此人非常狡猾难缠, 先不提他的实力如何, 仅凭那点随意地变换容貌和体型, 就足以让人胆缠心惊。 保不准自己最爱的妻子, 哪天就成了这个千面狐狸。 在他的刺杀生涯中, 很多目标在死之前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真的, 能随意骗话? 沙郎等人的表情有些古怪, 真要这么说的话, 那个女人未免太可怕了。 如果, 她幻化成夜晚铜的样子, 在和地城缠绵的时候, 突然, 恐怕不死也得废掉半条命。 安妮说道,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 但也相差不大, 否则, 她也不会与房中手、 龙一等人相提并论。 轩辕紫衣, 本身也会类似于观影的缩骨弓, 可以让自己的高矮瘦弱, 做出相应的调整。 另外, 她掌握了一种 归合材料素脸术, 可以依靠精密的仪器 进行分析调整, 制作与皮肤类似的面罩, 贴上脸后, 与本人完全符合。 至于声音, 也可以用磁片进行调节。 总之一句话, 如果她想变成哪个女人, 只要不是体型差别太大, 完全可以达到90%的相似程度。 当初组织对她进行列布时, 持续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其艰难程度, 比仁皇中村玉泽都要艰难, 到后来, 战神咆哮那群人 甚至烦躁地想要放弃。 笑一个呢, 众人兴趣越来越大, 天下之道无其不由, 竟然还有如此怪人。 第二个, 罗尹, 绰号复仇猎人, 是个枪法抄决者, 左手使用的, 是经过改造家常的沙漠之鹰, 有效射程可达280米, 右手使用的是M500左轮, 同样经过特殊改造, 威力之大, 可以视穿成年非洲象。 一个重射程, 一个重威力, 左右双腔互补, 弥补了性能上的不足, 彼此配合堪称无敌, 它有着天生超过常人的眼力, 可以看清500米外的细小物体, 不用表示怀疑, 组织进行过探测, 确实如此。 另外, 替换子弹的速度和手法, 也是它的一大特点, 可以最大实现的缩减开枪的时间。 罗尹的出枪速度和精准度, 足以超过黄金终结枪者的反应速度, 与神奥鸣挑选的那名快枪手, 堪称天王两大枪神。 继续, 狄成仔细宁听, 他虽然必顺追求体能的极限发挥, 但从未低估过枪系的杀伤力, 任何事物发挥到极致都会蜕变, 枪法也不例外。 能够担得杰安尼如此高的评价, 那此人的枪法应该值得期待。 罗尹曾是个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 以枪法闻名部队, 曾被特工组看中, 意愿收入其中。 不过, 后来彼此发生过矛盾, 他选择退役, 之后流转世界各大杀手培训学院, 精修枪法, 并先后以最优秀学院的名号, 毕业于委内瑞拉的热带丛林中的 地人学校, 亚马逊雨林无人区的 弹痕特训基地, 受到世界瞩目。 毕业之后游离世界, 挑选各大枪法名将, 多次受到义欧公司、 黑水拥兵等各大地榜皇族的邀请, 都被其拒绝。 后来天网铺展, 将其强行列布, 于三年前正式宣布加入天网, 并执行任务。 略微迟疑片刻, 安尼说道, 罗尹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归附组织, 但也没有明确拒绝, 此次组织本来打算让他协助白饭魔女, 后来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编入你这个团体。 关于这一点, 在以后的行动中你要小心。 你怀疑什么? 我怀疑他暗装与组织有什么交易, 此番联合阵线行动实际上有监视的意思。 安尼不得不怀疑这一点, 罗尹危险性极大, 枪法之强、之狠, 足以威胁到准子经强者的生命。 万一罗尹带着某种目的过来, 狄成和美颜的处境将有所影响。 狄成忍真听完, 但没有骨度表示, 继续问道, 第三个呢? 第三个比较特殊, 他是美俄两国混血儿, 练过几年跆拳道, 可是没有半点实战经验, 会用枪鞋, 但枪法精准度不敢更为, 不会伪装术, 也不会轻功身法。 那他会什么? 众人唯唯错愕, 什么都不会。 可相较于众人的疑惑, 狄成却精神威震, 智慧行? 对。 安尼肯定地点头, 刻意地看了眼 习宇皇、罗盛凯、 沙郎等人。 其他的事迹, 不用我多说, 只提一点, 西玉皇, 你们可还记得 当年赤乡监狱的那场大雨? 记得。 西玉皇当然记得 那场扭转了他们生命轨迹的灾难, 倾盆的暴雨, 满山的泥石流, 将滑下的人间炼狱, 推入毁灭荒渊。 肆虐的机枪, 凄厉的哀嚎, 将千百囚徒彻底埋葬。 泥江中的仓皇逃亡, 暴雨中的效忠追随, 他们历史将生命奉献于共同的理想, 天门。 一幕一幕, 往日种种, 烙印般永远刻在灵魂深处, 此生难忘。 辉煌的天门史诗卷策, 也从那一天开始真正铺展。 你们可知道, 那场灾难是天网精心策划部署。 有所了解。 西玉皇等人隐约地猜测些什么, 目光微微晃动, 缓缓地转向安宁。 赤箱监狱, 在世界各大隐秘势力心中都有特殊的意义。 人间猎狱的称号为不少人所忌惮, 就连地榜巅峰势力也不例外。 由于担心华夏政府在其中进行什么秘密活动, 不少人曾经试图潜入其中或者将它毁灭。 可长达十年的历史中, 进去的人从来没有活着出来过, 毁灭的行动也从来没有实现过。 直到五年前, 组织将目标对转了其中的九头和尚, 便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精心策划和部署。 行动的总负责人是我, 可负责各项具体事宜的 却是一名天网成员, 毁灭者,奥古斯。 第三人,就是他。 狄成不知道自己是该凝重还是该激动。 对,就是他。 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西宇皇你们的恩人。 如果没有他的疯狂毁灭, 恐怕你们到现在还是狗吃活人的人间地狱挣扎求存。 介绍下这个人。 狄成拖起下巴,沉思起来。 奥古斯是个全能型拐材, 几乎各个学科都有所涉猎。 最擅长的是电脑编程, 枪械改造和遥控爆破。 当初为了能够学习世界精密技术, 曾多次变换身份, 想尽办法先后进入M国特工组, 俄国国防部等九个国家的国防部门担任职务。 虽最终毫无例外, 全部暴露身份, 可里面的很多尖端技术却全部被他掌握。 也因此, 受到各国特工联合追捕, 最终流放海外荒岛。 于八年前, 天王计划之初被组织救出来, 一直效力其中, 也很受组长其中。 在原先的调派人员中, 奥古斯、长孙千文等人是少数不在任务名单中的, 不过后来, 在最终确定时, 临时性地把他加入你的团队分队。 轩原紫衣、 罗尹、奥古斯, 再加上你和美颜, 你们这个组合团体, 虽然人员数额只有五个人, 但整体实力上, 相比沈奥明和中村玉泽, 也不慌多让。 安妮的话说完, 现场稍微静了片刻, 随即哗的一声热闹起来, 兴致勃勃地开始谈论起这三个天王成员。 其中的人员本身便是组织好贩, 大量人力物理, 从全世界各个角落搜罗来的怪物。 除去战斗型成员外, 其他的那批人在某个领域都是巅峰的存在。 今天只是听安妮的介绍, 就有一种打开眼睛的感觉。 他们期待接下来的见面, 期待在任务中的表现, 同样, 也幻想两年的联合阵线任务行动中, 能不能让彼此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你们什么感觉? 相对于他人的兴致勃勃, 上手的狄成却有些过于缠寂。 彭侯沉吟道, 有古怪, 西语皇平缓出声, 小心应付。 狄成沉默片刻, 安妮,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 自从当年我奉命进入天门以来, 组织的事情一直很少关注, 毕竟不在其中, 很多细微的变化和内部消息无法获知。 但此次任务, 较之当初的拟定, 有了明显变动, 尤其是以你这边最为特殊。 除去轩缘子一, 是原本就划归到你的团队外。 罗尹, 奥古斯, 都是开始不准被列入联合阵线, 后来划入你的团体中。 我个人认为, 关键的转折点就在于美颜脱离天王。 安妮认真地分析, 这一次没有任何私心, 全部是站在天门的角度, 站在敌城的方位。 或许时间能改变一切, 或许情感能重塑生命。 不管将来安妮如何在家与爱人间抉择, 但是至少现在的他整个心贴在了敌城这边, 且无怨无悔。 可能是美颜与你的结合, 给组织带去了某种冲击。 其实, 我当初宁愿他们出手抢夺, 或者提出什么特殊条件。 可是, 你当时在现场, 应该知道多诺斯的反应太平静了, 平静地让人心慌。 其他的, 我也不好做出猜测, 但是, 有一点绝对肯定, 他们有了其他计划。 彭侯的表情沉塑, 你的意思是, 多颖和奥古斯这次过来, 有着其他目的。 十有八九。 另外, 心愿紫一,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组织对你的猜疑和不信任,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或者, 是从开始合作的当天就存在。 但是, 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 即便是有, 也根本不足以改变什么。 在所有天网成员中, 你, 可以说就这个特例, 比开始的康克则还要独特, 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安妮首次在众人面前表示出自己的担忧, 正是因为在组织内部长大, 才真正了解她的恐怖。 无论是战斗力, 情报能力, 还是智囊团的那些怪菜们, 没有一个人是简单活泽。 要想在他们眼前耍弄心机, 根本就是笑话。 而他们想要消灭谁, 风法同样多种多样。 别看狄城和天门的成长, 没有受到组织的阻挡, 就连多次对阵战神咆哮, 也奇迹般地取得优势, 看起来非常不错。 但安妮总感觉, 其中有阴谋, 一个巨大的阴谋, 甚至, 甚至于自己被送到天门, 送到狄城面前, 送到她的床上, 都在智囊团的计划之中。 每每想到这里, 她总感觉身体振振发凉, 她害怕, 害怕失去狄城, 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情感, 更害怕因为自己, 而让狄城陷入危难。 真若如此, 她宁可现在消失, 彻底地消失。 而这次联合阵线的启动, 以及奥古斯的到来, 让她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或许, 阴谋开始了。 狄城食指交叉, 用力地压了阳, 缓缓地舒出口气。 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具体, 什么时间过来? 喜宇皇邪魅的毛子, 五芒晃动。 我们一起, 会会这三个怪彩。 安妮摇了摇头, 他们不会来天门, 联合阵线这一阶段, 有个特殊的规定, 每个团体定期执行任务, 在任务中提高凝聚力, 在配合中激发潜力, 让每个人的特长,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每当结束一次任务, 无论成败, 返回巴尔干, 接受治疗进行修整, 其中着重提及天门, 和康克泽的圣战佣兵, 各自配备的天网成员, 去执行任务, 绝不参与所属势力的争斗, 更不能与其中人员, 有过于亲近的纠缠, 否则, 立即解散团队, 重新编排。 那他们去哪儿? 第二阶段的任务, 已经出来了。 安妮翻过文件夹, 修长的指尖, 在上面轻轻点动。 出来了, 本次目标, 外蒙古国。 外蒙古国? 那个被世界遗忘的国度, 那里面还能有什么目标? 迪程奇怪的, 当初深入俄罗斯救援安妮的时候, 就曾乘坐四人飞机穿越过那个国家。 高空俯瞰中, 也见识到那里的地广燃烯和混乱状况。 普通人眼中, 那里就是个落后和被遗忘的国度, 很少受到普通人关注。 难道, 里面还有什么隐秘不成? 安妮摇头笑了笑, 她可不是被遗忘的国度, 或许曾经是, 但现在却不是。 近十年来, M国在非洲, 大洋洲, 东亚, 公开或暗中建立了大量的新的军事基地, 而现在却将目光瞄准了蒙古。 表面上来看, 他们还没有进行行动, 但是暗中却已经着手部署。 由于蒙古是唯一完全被中俄两国包围的国家, 所以有军事学家称外蒙古是五角大楼安插在中俄之间的特洛伊木马, 足以爆发出令人震惊的杀伤力。 而且近年来, 随着近年来大量稀有的矿藏基连发现, 外蒙古国受到的瞩目也逐渐增多了起来。 张绰又来了兴致, 那里是不是还沿袭着古代的骑马放木? 安妮看着满屋子好奇的目光, 把文件夹合上, 坐正身子。 看来你们对外蒙古没什么了解, 这样, 你们来问, 我来解答, 那个区域在我看来非常重要, 将来天门的发展可能向那个区域延伸, 所以无论什么方面尽管问, 我对外蒙古国有过深入调查, 各个方面都有了解。 众人也都来了兴致, 说实话长这么大, 他们或许关注过欧美, 或许关注过非洲, 甚至于大沙漠, 热带雨林, 唯独对于那个区域几乎没什么耳闻, 或者, 就像迪程所说的, 被遗忘的过渡。 我来, 我们大伙, 先问什么呢? 张绰倾咳几声, 那里地广人吸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有很多广阔的大草原? 蒙古人常说, 七成以上的地方是无人区, 事实却是如此, 而且, 起码有五成的地方, 人类从来没有涉足过, 是真正意义的无人区, 其危险程度, 丝毫不亚于亚马逊雨林中央无人区, 广义上的外蒙古, 总面积是260万平方公里, 接近华夏的四分之一, 可是人口却只维持在270万左右, 相当于华夏的人口的六百分之一, 而且, 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面, 这个国家的城市只有20余座, 大小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县, 一句话来概括, 除了城市里面拥挤外, 其他地方基本没有人影, 至于草原, 远比你们想象中的大, 站在里面, 就像飘在海洋上, 一望无际, 辽阔无边, 其中的狼群和野熊, 同样远比你们想象中的多, 真道里面, 你会发现, 熊也可能成群结队地出摸, 张硕兴致勃勃继续问道, 那里的女孩子是不是很丑, 同名毫不客气地撬她个暴力, 你问点实际的, 安妮难得笑了笑, 说道, 外蒙古是全世界最容易勾到金发美女的地方, 她们都很寂寞, 外蒙古人的模样偏于丰满,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但是走在城市大街上, 到处都能见到欧亚混血儿, 而且超级漂亮, 她们也比你想象中的开放, 开朗, 只要你的身板挺得住, 完全有机会持续几个月, 每夜当新郎。 张硕黑黑一笑, 郑哥, 这次任务我陪你去, 放心, 我一定保护好你的安全。 话音刚落, 接着转头对安妮, 叶婉童, 美颜三女, 义正言辞的保证, 三个嫂子, 蠢哥交给我了, 放心, 我一定把她看好, 到时候, 完毕归照。 同名痛苦地揉了揉头, 真给老弄潮丢人, 其他沙郎等人, 也忍不住平凡白眼, 怎么出来个这么个货色, 比自己还无耻。 敌朝没心情和他们瞎胡闹, 那里的民风, 是不是像古代一样彪悍? 确切地说, 是比古代更为彪悍狂野。 外蒙古的南显青年中, 除去部分残疾特例外, 都需要进入军队服役, 并非向其他地方, 直走形式走过程, 他们是真实的军事化训练, 大炮、机枪等等器械 都在授训范畴内。 据说, 兵役期间炼枪打掉的子弹, 都要是其他很多国家 职业军人一生消耗的都多, 所以退役之后的他们 熟练各种枪写运用, 部分人还能用日常用品 制造炸药。 蒙古国的军队氛围 深受作风粗野的 苏俄兵役文化冲击, 所以大部分服役过的年轻人 不但更加坚定了民族、 国家主义的思想, 对暴力行为 自然也是习以为常, 在遇到不满和冲动时 也容易复制于武力。 在外蒙古打架斗殴 是家常便饭, 他们特别喜欢欺负外国人, 不是一般的欺负, 是往死里玩弄。 当然, 他们本国国民 内部的拼斗现象 更为严重。 如果文化素养较好的 绅士贵族到了那里, 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进入了暴力监狱。 再有一点值得提醒, 在那个国家, 除非是叛国者, 否则不会处以死刑。 最高刑法是二十年监禁, 哪怕你连环杀了, 轮奸了好几十个未成年人, 也不过是这个年限, 或者更低。 而且他们的警察和流氓 混混差不多, 犯罪行为比普通人更多。 最重要的是, 在那个国家, 杀人之后毁尸灭迹, 比吃饭还简单。 随便扔到荒野中, 尸体就会被狼和熊吃掉, 不用你自己动手清理, 所以他们打架和杀人 根本没有什么需要顾虑的。 杨靖等几个暴力分子 彼此相识, 心中由衷地感叹声, 天堂啊。 观影柳梅微微醋了下, 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他们还敢勾人持刀杀人? 我说的绝对是事实, 不过, 他们不会持刀杀人的。 第一, 他们体格形状如牛, 杀人不需要刀。 第二, 在外蒙古国, 带刀出门是犯法的, 但是持枪却合法。 所以遇到什么特殊问题, 他们不动刀, 动枪。 狄城问道, 现在是六月份, 气候怎么样? 外蒙古不同区域间, 气候差距很大, 但总体来说非常寒冷, 某些地方五月份都可以冻死人。 西部地区被阿勒泰山脉 和萨岩岭包围着, 是天然的制冷冠。 虽然维度没有西伯利亚高, 但是海拔却比前者高得多, 因此在蒙古国西部地区, 不少地方每年都会有十二个星期, 气温会在六十度左右, 其他地方稍微暖和些, 但全年也有各把月气温 在零下四十度左右。 棉衣在那里根本就是笑话。 外蒙古的郁寒衣物 最好是蒙古袍, 都穿一层当地的驼毛 或牦牛毛的袜子, 不要以为你们体格好, 就连人黄都不会嚣张地 在零下六十度穿单衣单挂。 这次行动的目的偏于西部, 现在的气候依旧是零下十度往下, 保暖上一定要做好。 沙郎问道, 你在说两点特别需要注意的呗。 第一,不能惹蒙古女人, 哪怕你实在憋不住了, 自己用手解决。 一句话说出来, 全场男人, 个个神情尴尬, 无主的干壳, 没想到冷艳的安妮 也有这么彪悍的一面。 安妮却严肃道, 这不是笑话, 如果不想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千万不要碰他们。 第二点, 不能惹蒙古人, 否则你会遭受围攻,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 狄城打断众人的性质, 这些没意义的问题, 以后再问。 介绍下任务的内容。 安妮回归重点, 组织在阿勒泰山脉边缘 发现了一处突兀形成的秘密基地, 这次的任务是捣毁他。 就这么简单, 安妮把任务端推到桌面上。 这上面只给出了基地的地点和任务目的, 其他的没有任何介绍, 意思是整个行动全由我们计划实行, 只要最终结果是捣毁, 其他的不予过问。 不过在任务之外, 组织还送来两条消息。 第一, 天目组织发现圣殿成员 曾在那片区域活动, 人数不详, 目的不详。 第二, 半月前, 宇文荒雪曾带领麾下部队, 也曾在那里出没, 具体目的同样不详。 所以这次任务看似简单, 其困难程度必然不清。 到现在为止, 敌人已经有了三个。 圣殿, 宇文荒雪。 他们怎么轻扯进去了? 底层煽情, 微微凝重, 又是个复杂而艰难的任务。 奥古斯, 罗颖和轩原紫衣, 现在的移动方向是不是蒙古区域? 没错, 他们会在蒙古中北部指定地点与你会合。 由于你们双方初次会面, 这次行动我会随同参与。 至于其他人员你带多少, 带谁, 自己决定。 罗盛凯忽然道, 程高, 既然我不能在前线露面, 陪你去外蒙古怎么样? 不必了, 我最担心的还是黑龙帮这边。 我只带, 美颜, 碗铜, 还有山狼, 三个就行, 其他的留在国内, 预防黑龙帮提前发动全面进攻。 啊, 那我们呢? 同民等人倒是愣了下, 禁卫队都不带。 应对龙奴战队, 狄成语气坚决, 不留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力。 这样的行动, 没必要大张旗鼓, 人贵精而不再多。 本来只带美颜和沙狼就足够了, 可是考虑到现阶段, 其他人皇对婉童的建故, 狄成心里总有些放心不下, 还是带在身边的好。 再者, 初次应对奥古斯等人, 有婉童这个独树大师协助, 也会少很多麻烦。 安排好此次行动的随同人员后, 狄成又把国内黑道的指挥调动权, 全部移交习与皇, 责令他, 调控两大展现, 八博昼, 天之五门, 弄朝门, 以及进卫队等各部分分支的最高指挥官, 也全部划归于他。 不过, 为了平息其他人的不满和担忧, 随后组建以彭侯, 李宣恩, 徐云为首的决策城, 和以杨静, 关迎, 肖峰等人代表的执行层, 制衡习与皇权力。 如若国内黑道出现大的变动, 三方决议又出现差异时, 再暴击狄成进行最终裁决。 狄成只在前线停留了一晚, 陪了陪兄弟们, 凌晨时分又在习与皇的陪伴下, 到前线进行了简单的观战, 随后与其做了番秘密的交流, 至于谈话的内容则无人知晓。 第二天一大早, 简单整理过行李后, 狄成、美颜等人悄然离开前线, 北上内蒙。 经过三天的时间爬舍, 终于来到呼伦贝尔草原深处, 曾经自己生活过五年的边陲小镇。 他需要在这里购买些预寒物品和生活必需品, 并等待天网其他三名成员前来会合。 这就是三年前你生活的地方, 漫步在碎石大街上, 夜晚同饶有兴致地 看着四周布局混乱的房屋宾馆, 妖艳妩媚的战街女郎, 随处可见的欧斗喧闹, 还有被持乡保镖簇拥走过的大富豪, 豪华的车辆, 四人飞机。 这里的情景最容易让人连小到的词语是, 罪恶, 欲望。 我生长的地方, 狄成深深地吸了口干燥的空气, 感受着其中淡淡的草香和血腥, 眼前这些外人忍不住醋眉的混乱与丑恶, 在他眼中却是那么的亲切。 五年的过往, 有过垂死挣扎, 有过孤寂落寞, 有过热血流淌, 也有过辉煌与震撼, 是他见证了自己的成长。 时隔三年, 再次回来, 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酒馆里还是充斥着欧斗、 喧闹和赌博, 高级的旅店还是被挥金如土的富豪们包租, 凌乱的大街上还是有着妖艳女子肆无忌惮的拉克坛家。 在这里, 只要你有钱, 有实力, 便是主宰的王者, 还能决定弱者生死。 在这里, 弱肉强食, 在这里, 命剑如狗。 正行走间, 前方拐角处忽然出现几个飙行大汉, 疯狂地殴打着一个落魄邋遢的男子, 随着拳脚的肛猛下落, 蜷缩的身体不住地颤抖, 心血地喷溅, 骨头地断裂, 肇事着生命的消失。 男子只是紧紧抱着身子, 没有反抗, 没有哭嚎, 更没有挣扎, 赤指再无声息。 走过的路人, 只是随意地瞥上一眼, 没有任何的表示。 旁边酒馆的门口, 还有几个人边喝着酒, 边欣赏着。 路上神情冷利的保镖们, 更不会做出什么可笑的营救。 冷漠, 一股充斥在空气中的冷漠。 初次来到这里的人, 或许感到不适, 或许还会义愤填忧。 可在这里生活久了, 便会明白现实的残酷。 要想活下去, 必须冷血, 必须强大, 必须抛弃怜悯。 都说赤香监语, 是人间炼狱, 这个面积不大的小镇, 又何尝不是呢? 你当初住在哪儿? 带我们参观一下。 安妮受不了这种别扭的冷漠, 提议离开。 对, 去看看你以前住的地方。 夜晚童也很有兴趣。 在那边, 没什么好参观的,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呢。 迪程指了指西南的边角, 带着他们向那里走去。 大街上不少人注意到他们这个三女两男的组合, 也惊艳于他们的貌美, 可迪程身旁三米多长的血湿, 却给了他们极大的冲击。 但凡生活在这个小镇的人, 都有几分识人之能, 知道谁能惹, 谁该躲。 这头体型庞大的野兽, 必然不是普通品种, 能够带着三个极品女孩逛街的, 必然也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除了几个胆大的壮汉用目光猥胁几下外, 也没人往他们身上凑。 可受到的瞩目多了, 问题也自然而然地出现。 诶, 那是…… 街边的酒店里, 一个服务员紧紧盯住门前走过的身影, 忽然感到几分别样的熟悉, 难道是他? 可是…… 干什么呢? 倒酒! 酒桌上的客人冷声呼喝, 服务员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惊疑不定地望着窗外。 模糊的感觉逐渐与记忆深处的影像重合, 一抹颤抖与激动从内心深处悄然弥漫, 随着血液流转全身。 片刻后, 忽然打了个机灵, 端着韭菜差点扣到餐桌上。 你他妈找死呀! 这里的客人就不是什么好脾气, 一把抓住服务员的衣领, 说他的拳头, 眼看就要轮上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服务员这才回过神来, 连连道歉。 你他妈当爷爷是软蛋呐, 一句对不起就打发了。 大汉明显不想善罢甘休, 四周众人的目光中的兴奋好像也让他来了气势。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服务员也不知道哪来的利己, 忽然用力地挣脱大汉的纠缠, 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 沿途撞歪四五个餐桌, 引起满屋子的破口大骂。 可瞳孔放大的服务员, 好像见鬼般不管不顾, 一口气冲上三楼, 没打任何招呼, 便撞开办公室的房门, 两抢地滚了进去。 这等粗鲁突兀的举动, 把里面正趴在女服务员身上冲刺的精力, 吓得浑身哆嗦, 提前一泻千里。 我操你老母, 你喊嘛活腻歪了。 好歹缓过神来的精力, 当场暴怒, 抓起身边的烟灰缸, 对着冲进来的服务员砸了过去。 沙发上, 近乎全裸的女服务员, 也不满地瞪了眼来人, 自己正在兴头上呢, 这混蛋进来的真不是时候。 对不起精力, 我,我…… 服务员先是陪下坐一, 然后不知是激动, 还是害怕地收到。 他来了, 他回来了。 谁他妈回来了, 要是没什么紧要事, 老子他妈多了你。 精力边提起裤子, 边怒声和骂, 服务员压低声音, 悄声开口。 低诚? 谁? 你他妈大点上能死啊? 低诚, 低诚回来了。 低诚? 哪个低诚? 精力皱起眉头。 还弄那个? 五百, 五百, 你忘了, 三年前, 五百啊。 精力微愣, 随即精神狂震, 一把揪住对方衣领, 粗暴地拉到脸前, 死死瞪着他。 他回来了? 在哪儿? 我刚刚无意看到的, 带着一个男的, 三个女的, 不过, 那个男的不是杨静, 女的也没有音音。 精力一把推开服务员, 用力撕扯下头发, 在房间里来回转了几圈。 赶紧, 赶紧通知老板, 今晚有好戏看了。 是, 我马上就去。 站住。 经理, 还有什么吩咐? 你, 确定是迪程? 千真万确, 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你留下, 我去。 经理目光变换几遍, 抓起外套就往外跑, 同时叮嘱对方。 赶紧准备钱, 越多越好, 晚上, 给我全部扔进赌场。 是, 我这就去吧。 迪程不知道, 这么长的时间后, 还会有人轻易地认出自己, 更不知道今晚的死亡格斗赛。 时隔三年, 再次受到整个东南亚富豪的关注, 数以百计的私人飞机 聚集小镇边缘, 多达千亿的巨额资金, 荣辱护伦贝尔。 只为见证三年之后, 又一个神话的出现。 没想到, 他还在。 站在破旧凌乱的车皮房前, 迪程的脸上 浮现出追忆的笑容。 简易的住处, 往日的回忆, 点点欢笑, 些许笑语。 一幕幕在脑海浮现, 这里应该算是自己流浪生涯中的第一个家。 如果将来有机会, 应该再带殷殷回来一趟, 这里承载着三兄妹太多太多的感情。 相较于迪程的笑容, 沙郎他们倒是多少有些错额。 就这儿, 就这个小木屋, 你们三个人怎么住啊? 这个小地方, 你们住了五年。 一碗同神情古怪, 这种地方, 比起平民窟里的平民板房, 也好不到哪儿去。 外面做饭, 里面睡觉, 里面从中间隔开的, 音音主义间, 我和老杨住在外面。 以前音音天天打扫, 挺干净的。 现在三年没人住了。 走, 我带你们转转, 打扫打扫。 今天晚上, 我们就住这里。 走进小院, 推开房门, 里面所有摆设都没有变动。 当天掉落在墙角的几张钞票, 还都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 能在这个充斥暴力, 与混乱的小镇保持住原样, 说明这里的人们, 对自己这个曾经的神话塑造者, 还残存几分敬畏。 沙郎, 打开窗户, 透透气。 看着熟悉的环境, 敌尘来了干劲, 挽起袖子, 拿起扫帚, 开始扑打满屋子的蜘蛛网。 沙郎挥了挥尘土, 开始通风散气, 夜晚同三女相识一笑, 从橱柜里找了几条相对干净的围裙, 也加入到大扫橱的行列。 可是, 别看他们平时各个强势干脸, 美颜又是五道巅峰的宗师级人物, 坐起家务事, 却真不敢让人恭维, 甚至笨拙别扭, 偶尔跑出几只老鼠和蟑螂, 还会引起一声惊声尖叫。 雪石渐渐地起了兴致, 庞大的身子在狭小的空间里抓起老鼠, 玩得不亦乐乎。 噼里啪啦的碗块跌落声, 花枝轰隆的桌椅倒塌声, 整个房间乱作一团, 不知情况的还以为要拆房子呢。 看着尘土飞扬中嬉戏打闹的三女, 迪承是既好笑又无奈, 看这个势头, 将来结婚后, 家务事和洗衣做饭还得由自己来。 最后实在看不下去的迪承, 硬是把灰头土脑的三女赶了出去, 安排他们去买东西, 自己和沙朗两个大老爷们 做起了清理工作的任务。 你还会做饭? 大院里, 晚童三女眨巴着大眼睛, 看着给野兔开膛破肚的迪承。 什么叫会做饭? 待会儿, 让你们尝尝爷的手艺。 迪承手脸地切割着土肉。 要不要帮忙? 美扬回归纯真, 蹲在他的面前, 挽起衣袖, 跃跃跃势。 迪承重重地拍了下 准备偷到野兔的血尸。 都老老实实地, 就算帮忙。 夜晚童坐在石台上, 晃着小脚, 脚横道, 笨小姐还不稀罕呢? 今天晚上吃全土宴, 烧烤, 煎炸, 闷蒸, 再来个煮的。 傻狼, 烧水去。 迪承擦了擦手上的血迹, 干净十足。 这个, 好像有人过来了, 气势汹汹, 来者不善呢。 懒洋洋地靠在墙上, 头上的沙狼并没有立刻跳下来, 而是眯着眼睛望向前方。 这么快就来了。 夜晚童以为是奥古斯等人, 用手抓起苗刀跃上墙头。 不是三个人, 是一拳。 沙狼不急不慢地把鞋子脱下来, 依次装上乌金锻造的涂杀汗气。 什么大板? 迪承继续当着他的厨师, 随后问道, 顶头的是个大胖子, 后面几个黑衣保镖, 再往后是穿土色迷彩的军人。 哦, 对了, 那个胖子肩膀上站着头鹰。 鹰? 迪承眉头微粗。 诚哥, 你认识这群人吗? 沙狼的身体已经绷紧, 言外之意, 如果迪承不认识, 他就要开打了。 先别动手, 在这片区域, 他是当家人。 哦, 干什么呢? 轻声笑笑, 迪承继续准备午饭。 听说过死亡格斗赛吗? 他是呼伦贝尔赛区的幕后老板。 没过多久, 浩浩荡荡的人群来到小院外, 最前肥胖男子大手一挥, 后方人群全部站定, 谁也没有再向前踏出半步, 显示出良好的纪律性。 看了看院中熟悉的身影, 男子脸上浮显出一抹激动的笑容, 浪声大笑。 老朋友, 三年不见, 可还记得我莫夫桑? 进来吧, 你的消息也扣灵通的。 非胖男子好好笑着, 独自一个人迈入小院。 如果真是灵通啊, 在你进入呼伦贝尔草原那一刻, 我就应该赢上去, 嘿嘿嘿, 够赢我的朋友回家。 今天怎么又闲心出来逛逛? 记得当初那会儿, 你可是很少走出赛场。 你难得回来, 我怎能不过来迎接呀? 其他的就是天大的事, 都得靠边站。 莫夫桑看起来相当热情激动, 恨不得和狄成来个深情的拥抱, 如果不了解他的人, 还真以为双方是老朋友好兄弟。 说吧, 有什么事情? 狄成不为对方的笑容所感, 双方打了五年交道, 他最为了解这个胖子, 一个最简单, 也最贴切的描述便是, 伤人脾性。 地质椅子贯穿他的灵魂和生命。 对你越客气, 越礼貌, 说明他越是需要你。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 此人的精明和奸诈, 足以上升到艺术境界, 否则整个呼伦贝尔死亡格斗塞, 也不会交由他全权处置。 各地的富豪商家, 还有枭雄巨头们, 在他面前都保持着相当的客气。 哎, 没什么大事啊, 就是想为你解封洗缠, 欢迎你和, 呃, 这是, 莫夫桑看向沙郎和婉童他们, 眼神中有过惊艳神色, 却没有其他让人生艳的表现, 中规中矩, 颇具身世风度。 爱人, 兄弟, 迪承简单地介绍, 莫夫桑对着迪承伸出个大拇指, 哼, 我的好兄弟, 好福气啊, 今天中午我做东, 为你们解封洗缠, 怎么样, 老朋友, 省个脸, 改天吧, 我都已经快做好了, 要不, 你留下来一起吃, 能品尝你的手艺, 我自然求知不得, 可是, 我都已经摆好宴席, 好多好朋友都在那里等你呢, 而且, 今天的日子不一般, 这么个不一般方, 首先, 当然是你回来了, 今天, 足以让人激动, 另外就是, 莫夫桑略微顿了会儿, 你可还记得, 图情仓, 图情仓, 当然记得, 他还在呼伦贝尔, 当年呼伦贝尔的 二百连胜王者, 除去杨静, 共有两位, 一个是双刀徐云, 一个是阎罗图情仓, 都是威震东南亚死亡格斗赛场的王者, 在, 当然在, 当年, 你成功塑造东南亚历史上的神话, 我们呼伦贝尔赛区便广受瞩目, 选手们同样受到鼓舞, 三年内, 接连涌现出大量的优秀选手, 百胜小天王一达八位, 二百连胜有三位, 除此之外, 半年前, 诞生了一个四百连胜王者, 四百, 狄成不无惊奇地抬起头, 他在死亡格斗赛垂死挣扎五年之久, 自然明白四百连胜的意义, 徐云以黄金初级巅峰的实力, 只能直步于二百连胜, 越往上越发艰难, 三百连胜王者至少得是黄金中级实力, 也就是相当于天王怪物, 那四百呢? 难不成, 呼伦贝尔再次诞生了黄金高级的王者, 黄金高级, 相比起隐秘的准子径强者和仁皇外, 这种等级无疑是万人眼中最为巅峰的存在, 例如杨静, 房中兽, 鬼娃娃, 莫夫桑的神情也有些激动, 就是图情仓, 半年前, 他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成功完成四百连胜, 而且, 在接下来这半年内, 他未曾停歇, 继续腰斩各方旋扰, 九十九场比赛, 皆以完胜告终, 今天, 是他第五百场比赛, 就像当年的你, 图情仓, 对, 就是他, 图情仓, 嘿嘿嘿嘿, 莫夫桑张开双臂, 激动地放声狂笑, 阎罗图情仓, 如今东南亚死亡格斗赛, 最为耀眼的明星, 被称为最有可能塑造神话的存在, 他的比赛定在今天, 今天中午, 马上就要开始了, 模式和当初相同, 两个百连胜, 一个两百连胜, 轮流挑战, 你没发现, 今天中午阵子的人, 相对少了些吗, 那些富豪们, 都已经赶到现场了, 我的朋友, 又没兴趣, 陪我一起观看, 一起见证神话的塑造, 我被你留下了最为豪华的房间, 视觉方位绝对最好, 沙朗等人也都露出几番兴致, 死亡格斗赛他们只是听说过, 却从未亲眼见过, 他只对最为顶尖的富豪开放, 其他人根本没资格观看和了解, 没想到刚刚来到呼伦贝尔, 就赶上了这种极硕的格斗赛, 夜晚童悄悄地拉拉拉迪承, 去, 人家难得这么热情, 嗨, 迪妹客气了, 你们能去, 是我的荣幸, 迪承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就那么看着莫夫桑, 直看着对方脸上的笑容开始不自在, 这才似笑非笑地说道, 只是观看比赛那么简单, 当然, 我过来请你, 就是为了和你共同竞争神话的再度诞生, 莫夫桑连连保证, 迪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也不点破, 擦了擦手, 一起去看看, 莫夫桑精神大振, 立刻抬手, 请, 接上迪承之后, 车队风驰电车般冲出小镇, 莫夫桑悄悄地向赛场发起信息, 安排相关事宜, 他最善于把握观众的心理, 调动他们豪赌的积极性, 迪承的突然到来, 让他敏锐地抓住商机, 别的不用管, 只要将其引入赛场, 一切都将会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 迪承自然清楚, 这个奸商打得什么算盘, 没有点破, 是因为他也有自己的考虑, 也希望见识下图情仓的成长。 大半个小时的路程, 在莫夫桑的不断催促下, 致用了二十多分钟, 赛区区域的警戒人员, 早已得到消息, 没有进行任何检查, 全线放行, 车队通行无阻, 直达赛场入口。 成哥? 门前的服务人员满脸惊喜, 激动地大声呼喊,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发自内心的敬畏。 好久不见, 敌城热情地和他们打着招呼, 仿佛回到了当初在这里拼搏的岁月。 莫夫桑打断他们的叙旧, 不着痕迹地催促着敌城。 啊, 现在已经开始了, 敌城挑战的是百连胜小天王曲纳, 是个女选手, 最近两年内绝节。 女选手, 难得一见。 敌城微微惊讶, 看来这几年死亡格斗赛的变化不小, 穿过熟悉的荣耀之路, 进入富丽堂皇的地下空间, 震儿的喝彩声潮水般涌动过来。 敌城安排几个逝者, 陪伴沙郎他们参观走廊的场景, 与莫夫桑直接进入庞大的赛场。 熟悉的环境依旧没变, 宫殿般奢华大气的布置, 全方位高精度的摄像录像, 还有一圈圈舒适的座椅桌子, 性感妩媚的比基尼美女, 一切的一切都将敌城拉回到当初。 她的到来并没有立刻引起关注,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赛场中央的大型擂台。 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 尖利的思晓在赛场乍响, 窈窕的身影连空翻转, 金两米的斩马刀裹鞋呼啸进气, 爆燃劈砍, 柔美与刚猛相合, 华丽与霸道硬沉, 强烈冲击着观众的视觉, 引起阵阵疯狂的呐喊与助威。 吼声如雷, 煞意如瘦, 体型高大雄壮的男子不退反镜, 刚猛冲击, 带着尖利全套的铁拳, 迅如电芒般半空拦截, 电视火花精, 竟然生猛地轰打在了极锁劈砍的刀铁上。 震耳的音波如浪的偷奔, 刹那扩散全场, 镜前的人们赶紧捂住耳朵, 避免耳膜刺伤。 铁拳与刀体交集了瞬间, 沉闷的嘶吼再度炸响, 男子的铁拳去世不简, 宣泄肆虐, 硬生生改变斩马刀劈砍的轨迹, 与此同时, 身躯原地旋转, 一记扫腿领空飞踢, 狂躁,野蛮,迅疾, 宛如战斗机器的程序设计, 所有动作连管不休, 层层叠加。 女子脸色微扁, 拼力扭转腰肢, 凭借赛场经验, 和在失衡中寻找生存点, 显之又显地闪避出去, 身躯落地, 脚步极点, 迅速拉开彼此距离, 略显中性的面容写满凝重, 灵力的凤幕, 警惕地盯住眼前野兽般的男子。 来呀! 男子宛如黑熊般, 吹打自己的胸口, 狂躁咆哮, 射人的气势, 让台下不少人倒吸凉气, 也是兴奋激动。 一米九的体型, 雄壮但不臃肿, 高大却不失调, 幼黑的皮肤, 爬满条条刚焦铁柱般的肌肉, 给予众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虎目声光, 面容刚矣, 倒肤皮砍的线条感十分耀眼。 浑身上下流露着浓宫的阳刚气息, 李英是个会让台下女人着迷尖叫的美男子, 然而脸上的一点缺陷破坏了她的整体感觉, 那股阳刚与凶猛完全转化成猙獰与恐怖, 她没有鼻子, 或者是曾经有, 后来的死亡格斗赛中被对手生生地撕扯下来, 现如今原本应该是个凸起鼻子的地方, 只剩下猙獰的疤痕和两个黑洞洞的窟窿, 在胸里气息裹挟下令人遍体深寒, 她便是图情仓, 如今死亡格斗赛中最耀眼的明星, 也是最让人恐惧的恶魔。 台下的女选手和不少少女发出节奏的加油呐喊, 为整个东南亚区域死亡格斗赛区唯一一个女性百战天王主威, 顶礼凤谋锁定图情仓, 取纳紧握斩马刀, 缓慢地撵动步伐, 寻找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 她不敢大意, 不敢丝毫大意。 怕了, 还是不想打呢? 图情仓空洞的鼻孔, 呼出洗味的热气, 神情猙獰如鬼, 气势暴虐如兽。 取纳不畏所动, 整个人的气息完全萦绕在这个擂台上, 小心谨慎地寻找破绽。 来啊! 图情仓木然嘶吼, 主动出击, 宛如猛火出闸, 旋风般轰然而至。 取纳凤谋精猛闪掠, 拖动斩马刀, 全所迎击, 就在两者即将撞击的前半秒, 修场的身躯全力后仰, 顶舌般从图情仓轰打过, 过来的铁拳中飘飞过去, 出现在其后方。 斩马刀恨然撞地, 直住前擦的身形, 取纳权力扭转身躯, 踏步弹起飞略。 骄和声中, 随之甩动起来的斩马刀, 当空劈砍, 支取图情仓的后径。 太慢了! 原本坐视前仆的图情仓, 竟然不可思议地瞬间悬伸, 甩动起来的铁腿横扫而至, 再度于半空中将刀铁拦截。 下一刻, 借助身躯的旋动, 驯然出现在取纳下方, 铁爪般的手掌, 趴得扣住脚踝。 哗得一声, 下方人群一片哗然, 不少人紧张之下, 蹭得窜起身来, 双眼死死地盯住场中变化。 给我下来! 粗狂的嘶吼在喉咙滚动, 图情仓死力攥紧取纳的脚环, 右臂狂野旋转, 当空连续五道旋转, 之后身躯一阵, 对着地面狠狠摔下。 千军一发之后, 取纳强忍眩晕, 全力劈砍, 斩马刀重重地轰打在擂台上, 碎石飞溅, 整个赛场为之晃动。 也正是借助这个反振之力, 避免了脑袋撞地的凄惨下场, 继而从图情仓控制中逃脱出来。 然而, 没等取纳后撤制有效范围, 一声爆吼突然从面前扎响, 图情仓竟然再次超乎常理地 出现在他的正前方。 我说, 太慢了! 图情仓身躯猛然断职, 对着取大的脖颈, 就是一剂刚猛劈砍的手刀。 这野手从哪儿冒出来的? 取纳当场, 竟出身冷汗, 顾不得形象问题全力地向下俯身, 与此同时斩马刀再度旋转出击, 试图将其破开。 无论是生死时刻的闪避, 还是紧随而起的斩杀, 取纳虽为女儿身, 却并未坠了拜圣天王的称号, 甚至丝毫不比男人弱。 图情仓眉头微皱, 他能感受到对方凌厉的杀招, 但机会实在难得。 赌! 结束了! 皮砍的手刀, 刹那撑开, 一掌画爪, 一把扣住取纳的头发, 随即闷吼一声, 生猛地将其乱了起来。 此拉一声, 大把的头发连带着上面的皮肉, 活生生地撕扯下来, 取纳曲列颤抖, 四声尖叫中身体同样尸横飞起, 恰在此时, 手中斩马刀, 欺着图情仓的胳膊划过, 只留下道浅浅的伤痕, 并未伤及筋骨。 如果他在块上半分半毫, 或许命运将会改变, 可这细微的差距, 便是实力的象征。 你慢了, 说明你弱, 你也就败了。 图情仓宛如发狂的野兽踏步狂冲, 整个擂台如闷骨般轰隆响动, 几步过后, 追上刚要落地的取纳, 甩动的右脚鼓起雷霆之势横扫而去, 取纳有心拦截, 双臂同样交叉, 然而, 此等暴怒力量绝非失去武器的他所能抗衡。 咔嚓一声, 两者交集, 臂骨碎裂, 图情仓的右腿继续宣泄属于他的狂躁, 狠狠地轰打在曲纳胸口。 陷血喷剑, 洒落漫天凄眉, 臂骨胸骨相继碎裂地曲纳, 旋转着抛飞出去, 翻过擂台区域重重地砸落到十米外的大理石桌面, 接着弹到地上, 受惊的富豪和女郎们急忙堵闪到两边, 已经昏厥地取纳, 在坠落后仍旧没有完全卸去那股力量, 继续翻管出五米外, 正好在敌城的脚下停止。 人们顺着沿途刺目的血痕看去, 全部盯住一动不动的小天王, 沉寂约半分钟, 确定他已无力在战时, 迎前的富豪们集体发出狼嚎的欢呼声, 只是, 潮水般的欢呼还没完全响起, 却戛然而止, 犹如电影院突然断电, 由喧闹至寂静, 来得那么突兀和有备常理, 全场鸦雀无声, 争落可闻, 无论是大厅里, 还是贵宾台上, 亦或者是豪华包间里的, 竟千双眼睛, 齐刷刷地定在曲纳的旁边, 定在那道, 对众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身影上, 有呆滞, 有精疑, 有火热和激动, 狄成, 这个曾经让他们为之疯狂的名字, 时隔三年再度蹦入脑海, 独霸擂台的古傲, 虐战群雄的强横, 五百场完胜的神话, 所有的情绪, 一股脑的全部翻滚出来, 呆滞与精疑全部转化成火热, 无论是当初的坚定支持者, 还是仇怨反对者, 此时此刻, 全部死死地叮嘱狄城, 胸腔中有股异样的热气, 生腾流转, 仿佛血液都为之躁动, 这一趟, 没有白来, 狄成, 是他, 他回来了, 台下的选手们, 起起起身, 崇拜, 敬畏, 战役, 各种类型的火热目光, 全部送给了曾经的赛场不败神话, 虽已时隔三年, 印象依旧深刻, 莫富桑悄然向后退了几步, 全场的反应让他非常满意, 嘴角的笑容不由自主地扩大几分, 比自己预想中的还要好, 不错, 今晚又可以狠狠地赚一笔了, 图情仓, 双眸精猛斩放, 全身肌肉绷紧到极致, 几次粗重地喘息吼, 猛地指向狄城, 爆然嘶吼, 狄城, 我图情仓, 向你挑战, 按照程序, 已经在场边准备的百圣小天王, 和一名二百连圣天王, 都顿住刚要迈出的步子, 目光, 在狄城和图情仓身上转动下, 谁也没有做什么表示, 慢慢地退回自己的座位, 选择观战, 帝巢, 影战, 我下一百住, 以千万美金, 买你赢, 一个双手, 满是大号戒指的富豪, 忽然大声呼喝, 身旁的四个大号皮箱, 全部提到大理石桌面上, 发出臣们的哄响, 一时激起千层浪, 富豪们顿时群情激愤, 大肆骨号, 低城接下战, 满是美金的皮箱子, 一个接一个地往桌的上方, 仿佛那已经不再是钱, 而是一股心中豪气, 整个东南亚死亡格斗赛区, 能够引起如此豪赌风潮的, 恐怕只有低城一人, 当然, 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低城营, 些许认为图情仓更强, 以及其他那些没见过低城的人们, 都是买的反注, 莫夫桑赶紧吩咐手下重新开盘, 接受富豪们下注, 自己则是满是歉意地走了上来, 老朋友, 你看这, 本来只是想让你欣赏比赛, 可这, 你的目的达到了, 狄成轻描淡写地笑了声, 在众人激动火热的目光中, 向前迈出几步, 擂台, 时隔三年, 自己又将踏上擂台, 往日的豪气自主回归, 难掩的躁动在胸腔扭转, 也罢, 今天就再次回味下当年的感觉, 撑嘎, 刚刚进来的沙郎忽然拦住他, 翘翘摇头, 上面那个家伙一看便不是个普通活色, 王面雪站起来, 爆发的杀伤力必然可怕, 敌城就算再强, 也不会轻松地扛下来, 到时候如果伤筋动骨, 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奥古斯三人, 还有外蒙古的天网任务, 美颜看了看台上的图情仓, 指尖微晃平静道, 我去解决, 不用担心, 我自有分寸, 敌城拦住他们, 一步步向着擂台走去, 向前靠靠, 随时准备出手, 安妮见他坚持, 只能悄声提醒三人, 这种格斗赛他见过不少, 他比较了解, 一旦迈入场中, 必将是生死血斩, 想象脱身, 可不那么简单, 如今任务即将开始, 他们不允许敌城在这里遭受伤害, 图情仓, 三年不见, 你竟然成长到今天的地步, 是该先向你道声喝, 敌城走上了一台, 朋友般微笑道, 该道谢的人是我, 如果没有你当天的荣耀, 我也不会有之后的动力, 图情仓瘟声道, 或许是没有了鼻子的缘故,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种别扭的空洞感, 令人心中发毛, 这是你自己的努力, 与我无关, 我原本只是过来观看比赛的, 不会干扰赛场规则, 这样吧, 既然你想切磋下, 我们以十招为限, 不论输赢, 如何? 我不是想切磋, 我是想你挑战, 图情仓, 战役涌动, 双拳缓慢握紧, 拳套上的尖刺, 闪动森然寒芒, 依次迎击取纳等对手, 是他期待已久的战斗, 可如果能够把敌城击败, 则更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证明自己, 才是东南亚历史上的最强选手, 神话, 而不是第二, 十招, 只有十招, 如果换作平常, 敌城自然愿意好好陪他战上一场, 可毕竟有任务在身, 今天只为切磋, 少他妈废话, 图情仓已经压制不住铁内躁动的战役, 蹦进了身躯, 刹那十方, 急步狂踏五步之后, 届是藤越半米之高, 刚猛的铁拳裹结着五匹气势, 爆燃冲击, 直取狄成头颅, 一招, 狄成依然不动, 在对方猛虎般扑空而止, 铁拳即将触及脑袋的瞬间, 身躯陡向后仰翻, 双臂撑顶, 双脚宛如恶龙倒海, 爆燃乱踢, 狠狠地轰打在图情仓的下部, 刚猛劲爆, 迅疾如电, 众人仅仅是眨眼的空档, 狄成已经从战力的姿势变成倒旋踢空, 视觉的差异变化, 让不少人的大脑出现短暂的短路现象, 潮水般的喝彩声, 在整个赛场滚动, 火热的眼神死死盯紧, 弹身而起的身影, 还是那种感觉, 还是那种震撼, 三年, 他还是他, 图情仓遭受重击, 旋转着翻飞出去, 不过他的肌肉强度堪比钢铁, 并未受到严重创伤, 身体同样没有失去平衡, 翻腾落地后, 暴躁嘶吼, 厅也未停, 踏步狂冲,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狄城, 再接我一拳, 去世更猛, 招法更狠, 留下些许残影, 图情仓宛如机式的导弹, 临近狄城, 满是尖刺的铁拳, 狠狠地轰向狄城脑袋, 善呼海啸的煞翼, 仿佛要将当场轰碎, 如你所愿, 第二招, 提成目光锐利, 精准判定对方的出拳方位, 绷紧的左手, 化作手刀, 半路拦截, 就像之前图情仓, 格挡取纳的斩马刀, 刚猛劈砍在其手腕部位, 与此同时, 身躯生猛前冲, 右手画掌, 在另外铁拳临身之前, 狠狠地轰印在他的胸口, 砰的一声, 电石火花间, 沉闷撞击声同时响起, 两人一处击溃, 敌成后退三步, 图情仓则两枪直指八步之外, 强弱胜腹, 力剑分销, 简单, 却能抒发激动的喝彩, 再度响起, 尽管人们基本都没看清, 刚才两人接触的时候, 有过什么样的交手, 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的兴奋, 敌成伸出食指, 微微晃动下, 如果只是这点本事, 你可能连我的身体都碰不到, 是吗? 图情仓, 神情越发寒浪, 舔了舔嘴角溢出的鲜血, 缓缓地耸动肩膀, 全身肌肉如同长舌般蠕动起来, 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 不过你还有八次出手机会, 敌成, 你太嚣张了, 图情仓再度狂奔而来, 凶猛地煞意滚滚而动, 令得下方支持者, 血色底里的四生喝彩, 同样壮若癫狂, 我也不是当日的我, 敌成, 试试这招, 狂野冲击中的身形突然转折, 抛出大大的弧度, 流至道道残影, 瞬间出现在敌成的身后, 轰击铁拳, 宛如咆哮的浪涛, 对着敌成后径撕裂而去, 残影, 真真实实的残影, 犹如当年当天, 敌成击溃徐云, 桑克地惊悚急速, 速度, 当年过后, 在体能之上, 图情仓追求的武道极致, 三年以来, 首次人前启用, 也是他最大的杀招, 赛场再度哗然,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 看着场中的情景, 仿佛看到当初敌成铸就神话的身影, 就连抹腹桑也是蹭地从座位上窜了起来, 死死地盯住图情仓, 神情难掩震撼, 好, 敌成精神狂震, 忍不住大声喝彩, 与此同时, 身躯瞬间偏转, 急步后撤, 双手化作满天掌影, 悍然迎击, 闷鼓般的对击声, 雨点般哄响, 图情仓宛如发狂满手踏步狂冲, 争宁铁拳宛如疾风骤雨, 对着敌成肆虐倾斜, 带动无与伦比的狂躁与震撼, 敌成且战且退, 绷紧双拳时而画掌, 时而作爪, 以寸进之力, 精准割挡, 片刻之后, 图情仓木然发出震天嘶吼, 形状身形暴跳而起, 甩动双腿, 雷霆轰击, 敌成死声里笑, 同样腾跃的双腿凶狠拦击, 连成整片的怼哄声, 刹那炸响, 两人身躯同时颤动, 向着梁侧两抢后扯, 直至泪场边缘的橡胶火栏, 图情仓木然咆哮, 借助橡胶的坛里, 激着长空, 如同高速飞旋的大型石墨, 卷动震撼的冲击旋风, 对着敌成肆虐而下, 此时此刻, 全场已经再无半分声响, 人们忘记呐喊, 忘记喝彩, 瞪大眼睛, 摒弃凝神, 死死盯住擂台上的身影, 生怕露下半点精彩场景, 低成双脚, 死力蹬住地面, 锐利樱暮锁定目标, 气势凝炼, 肌肉绷紧, 如同压缩到极致的高强度弹簧, 炸雷般的呲吼滚滚而至, 飞旋中的图情仓甩动铁腿, 裹挟刚猛霸道的风暴势头, 呼啸而响, 第八招, 低长的身躯, 在一瞬间做出细微的晃动和前跨, 整个人的身形在残影中变得迷幻无形, 钻卧的铁拳宛如跨越空间般, 穿过图情仓所有的狂躁招式, 刹那临近其胸口, 砰的一声, 图情仓的招式完全落空, 而敌场的冲击却精准命中他的胸口, 整个拳头有大半没入钢铁般的肌肉中, 胸腔的虎心骨在清脆的咔嚓声中遍布裂痕, 恶龙般的图情仓被钉在半空中, 整个世界已仿佛定格在这一刻, 唯有骨头的碎裂声在人们耳中咔嚓响起, 呼吸停止, 血液凝固, 千人的目光, 力剑般全部聚焦在这一点, 短暂的停止, 又像是长久的僵持, 图情仓狂躁地身形被硬生生地轰退回来, 沿着原本旋转的轨迹再度抛飞, 重重砸落在擂台上, 整个赛场为之颤抖, 胸腔里的鲜血破口而出, 趴在地上的图情仓, 脸色苍白, 身躯因为疼痛而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还有最后两招, 是否继续? 狄成平静地伸出手来, 做腰斩之时, 现场再度陷入狂热的欢呼和喝彩, 无论是富豪们, 服务员们, 选手们, 还是比基尼小姐们, 无不双眼放光地盯住那一道利剑般挺立的身影, 情绪激动着, 抓着酒瓶仰头灌酒, 有的用力地锤打着大理石桌面, 有的直接抱起身边的女郎, 大力拥吻, 各自用各自的方式, 掀血体内近乎沸腾的鲜血, 可是相较于众人潮水般的喝彩与呐喊, 美颜他们, 以及台下的二百圣, 王者则微微挫了挫眉头, 别人看不出什么, 可他们眼光毒了, 却能看出细微的差别, 狄成此刻伸出腰斩的是左手, 之前进攻的右手则贴靠在了后腰处, 点点阴红在衣巾上扩散, 整个右臂和下半身都在极其细微地颤抖着, 显然之前的对红, 狄成虽给众人震撼, 自己也绝对受了不轻的伤, 美颜, 沙郎和夜晚童彼此交换下眼神, 不着痕迹地向着旁边移动, 很快成三角形将擂台包围, 十招一过, 他们将立刻出手制止比赛, 图情仓咳嗽几声, 雄壮的身躯慢慢地爬了起来, 躁动的热气从空洞的鼻孔呼出, 神情一如之前般, 猙獰狂热, 好, 好的很, 狄成不愧是狄成, 三年来能伤到我的, 你是第一人, 还有两招, 是否继续, 狄成再次开口, 继续, 当然继续, 你以为这样就能击垮我, 也太小瞧我图情仓了, 请, 接下来是第九招, 你还有两次机会, 狄成悄悄地攥了攥右拳, 硬是遏制了臂晚的颤抖, 两招, 看来你离开太久, 忘了赛场的规矩, 只要你踏上这个擂台, 只有两种结局, 生于死, 图情仓再度狂躁嘶吼, 浓烈的少艺与凶残, 因为表情的猙獰而席卷全场, 他不允许自己当陪衬, 不允许自己最后的战斗以惨败收场, 更不允许有人践踏自己, 阎罗为名, 谁也不行, 五百连胜, 今天的神话由我塑造, 如雷咆哮中, 图情仓高大壮硕的身躯, 晃动前冲, 类似敌城的极速身法逐渐施展, 同样营造出残影假象, 刹那跨越到敌城神侧, 狂风暴雨的冲击再度倾斜, 连绵不绝, 层层相叠, 起初时刻, 只重速度, 双手双脚, 双膝双肘, 接体出击, 便知层层激战网目, 试图先将敌城逼入胶着激战中, 而不是再一招一招的对决, 图情仓最大优势, 其实在于体能, 就像当初的二百胜天王阳静, 正常状态下, 完全可以不眠不休, 连续激战十余个小时, 仍旧战役高昂, 他不相信敌城没有破绽, 只要激战的交手刺射多了, 时间长了, 终究会出现失误, 这一点, 谁也不可避免, 九招已过, 第十招, 他的算盘不错, 敌城却不会如他所愿, 双手精准格挡, 甩动的右脚将其刚猛震退, 想得美, 图情仓凝神理笑, 双脚猛跺地面, 再度紧贴上来, 抱歉了, 最后两个机会, 你浪费了, 图情仓, 让你见识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急速, 就在争獰铁拳, 即将贴近鼻尖时, 敌城的身躯瞬间模糊, 狂躁的铁拳, 从残影中穿过, 由于变故太过突然, 图情仓收拾不止, 差点失去平衡, 心头大海, 冷汗平白瞬间, 遍布后背, 图情仓在这一瞬间, 做出反应, 借助失衡的态势, 向前猛扑, 试图从对方紧随而至的进攻中, 闪避过去, 然而, 就在他大脑做出反应的时刻, 之前的残影, 竟然不可思议地凝食, 旋撞的拳头, 在视线中迅即幅大, 咔嚓, 猙獰的鼻孔不韦, 突遭重创, 魂后的力量, 硬生生地将其鸿飞出去, 欢呼呐喊的声嘲慢慢停了下来, 他们愣愣地看着倒飞出去的图情仓, 一时间竟然有种摸不着头脑, 由于狄撑的闪避回归, 以及图情仓的反应, 都是在瞬间变动, 他们的视线基本没有跟上速度, 所以, 怎么回事, 这次不是震撼, 而是迷惑, 狄撑缓缓地输了口气, 缓解涌上来的虚肉感, 轻声自语, 当自己能够随意运用这种超越体能极限的速度时, 便标志着自己真正跨入人寰之位, 那一天, 或许不远了, 图情仓, 无助血流布置的鼻孔, 用力晃晃昏沉脑袋, 迅速窜起来, 怒视低沉, 你他妈耍赖, 耍赖, 可笑可谈, 抱歉, 十周已过, 今天切粗, 到此结束, 改天有机会, 再与你痛快一战, 狄撑青声笑笑, 不再多言, 转身走向擂台边缘, 想跑, 没那么容易, 你死我亡, 不到最后, 谁也别想离开, 图情仓, 怒声咆哮, 再度腾身奔窜, 挥舞的拳头, 支起狄撑后脑, 台下人们大吃一惊, 焦急呼喊, 黑鸟, 杀爷爷陪你玩吧, 关键时刻, 轻调的长笑突兀响起, 一道身影, 机设长空, 凌空翻转周, 漫天腿影风暴般地呼啸而至, 锐利锋芒, 直取图情仓, 满是突刺的铁拳, 铁拳与脚尖, 强燃撞击, 恐怖的力量, 以两者交集点为中心, 轰燃反振, 席卷全身, 图情仓右臂刹那麻痹, 猝不及防下两抢后退, 之前的身影则再度翻腾而回, 轻巧地落到擂台边角的木桩上, 什么人, 图情仓刚刚止住步子, 怒声鹤马, 刚刚还未敌城的生死担忧的人们, 再次急急调转目光, 难掩震撼地盯住那道挺立台柱上的身影, 他, 竟然一脚把图情仓给轰退了, 拳头还挺硬的, 沙郎甩了下发麻的右脚, 冷横道, 十招已过, 到此为止, 成哥的话你没听懂, 图情仓紧紧皱进眉头, 你是谁, 呼伦贝尔, 没有你这个选手, 怎么, 不是呼伦贝尔, 就不能和你打, 沙郎如列宝般, 慢慢地蹲伏下去, 斜斜低小, 嗨鸟, 爷爷陪你玩玩, 也是十招, 敢接吗, 那来的矛头小子, 一个比一个嚣张, 图情仓冷冰冰地看了看沙郎, 铁拳猛的指向已经下台的迪程, 迪程, 来呀, 你怕了, 他刚要进入状态, 根本没有尽兴, 刚才最后两招更是败得憋屈, 怎么可能容许迪程这么轻易地离开, 刚刚下台的迪程, 转过身来, 说道, 今天的比赛, 应该是你在呼伦贝尔最后一场比赛, 我不希望你留下遗憾, 先按照规矩走下去, 如果你能把其他两人击败, 完成五百连伤的战绩, 他日有机会, 我一定与你畅快一战, 图情仓吼道, 你就是, 我图情仓第五百场比赛的对手, 如果你真不希望我留下遗憾, 就立刻给我上来, 很报警, 现在的你还不行, 安心比赛, 今天我是你的观众, 只为见证你五百连伤的辉煌, 迪程摇了头, 再不和他多做纠缠, 其实也不是不想, 实在是这家伙刚才的表现超乎自己想象, 首先是极限速度的实战, 给迪程带来的震撼超过所有人, 他当初是用了五年时间才看看完善, 这家伙三年时间就已愧得敲门, 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 说不定也能将其完善, 其次是肌肉的强度和暴虐的力量, 简直就像活过来的钢铁机器人, 如果真要实实在在地打, 虽然能将他轻易击败, 但却无希望全身而退, 现在的时机不允许自己冲动, 不行, 什么叫不行, 你他妈跟我说清楚, 图情仓的古傲比之阳景不慌多让, 如何能够容忍他人如此小觑, 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立誓 此生必定要超越的目标, 喂, 懂点礼貌行不行, 沙郎指了指自己,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没听清, 要想打也陪你,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从我擂台上滚下去, 图情仓怒声喝道, 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能耐 让我滚下去了, 沙郎宁笑一声, 双膝猛然发力, 叙事歹发的身躯, 鸡舍长空, 宛如雄鹰薄空, 直达四米的恐怖高度, 一声嘶响, 激荡赛场, 急速旋转中, 宛如炮弹般向着图情仓奔上而至, 倒戏凉起的声音, 连成一片, 呆滞的目光, 送给了高空坠落的身影, 是震撼, 是惊骇, 世界末日了吗, 哪来这么多怪物, 图情仓眉头大轴, 迅速后撤四步之外, 双膝微拳, 稳固下盘, 凝重且锐利的双眸, 锁定鸡舍而下的迷幻腿影, 抱口一声, 挥拳迎击, 真当我好欺负不成, 全力爆发之下, 脚宇拳的突刺, 强然撞开, 震耳的声音, 波纹般的瞬间激荡全场, 图情仓闷哼一声, 胸腔一阵气血翻腾, 不受控制的量抢后退, 狠狠撞向边角抬柱, 本想压下涌上喉咙的鲜血, 可是, 刺目的星红破口喷出, 杀狼的身体同样失衡, 即便是凭借丰富的经验, 在落地之前便控制住身体, 可之前的冲击力量实在是太大, 连续七八个翻腾, 才好歹控制住后车的势头, 定身一看, 自己竟然已经落到了赛场外面, 如果这是真正的擂台比赛, 他已经败了, 这家伙, 好硬的前头, 杀狼满脸凝重地, 望向擂台, 黄金级别的屠杀, 竟然没怎么伤到他, 图情仓并不知道, 自己刚刚击溃的是谁, 他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不满, 甚至感到愤怒, 屈辱, 刺激之下几乎陷入癫狂, 怒吼声中向着台下狂奔而去, 可没等他冲到擂台边角, 一道娇俏的红衣身影, 蝴蝶般飞落前方, 只是一个起落, 下一个便出现在他的身前, 鲜柔白嫩的小手, 看似轻缓地映在他的胸口, 哪里来的孩子, 呀, 小妹妹, 快闪开, 镜前的几个女郎, 花容失色, 有的尖叫提醒, 有的闭上眼睛, 脑海中, 都已经幻想出香消欲云, 血腱擂台的场景, 可是, 砰的一声, 小手与胸口相处, 刚抱的寸劲, 刹那蹦发, 隐生生地止住了图情仓, 发狂地冲击, 十招已过, 目叫纠缠, 否则, 宰了你, 美颜可爱纯真的脸上, 寒霜遍布, 冷冰冰吐出几句话, 下一刻, 娇小的身躯猛地弹起, 甩动的小脚瞬间出现在图情仓的脸颊, 之后, 砰的一声, 在全场目瞪口呆, 甚至是眩晕的目光中, 娇弱的小脚直接把图情仓给轰得旋转倒飞出去, 重重砸落到五米外的擂台中央, 连续四五个碰撞, 才好歹停下身子, 死记的赛场里, 一个富豪手中的酒瓶坠落地面, 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珍藏的红酒就这么洒向敌面, 可嘴巴大张的她, 仿若未绝, 呆滞的目光, 正正地定在擂台上那个小娃娃般的女儿身上, 不仅是她, 全场此刻死记一片, 人们的表情空前的一致, 呆滞, 大脑一片空白, 图情仓用力地晃晃昏沉脑袋, 同样难以接受地看着不远处的红衣女儿, 如果不是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她甚至怀疑刚才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或者是做了个梦, 这是个警告,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美颜面无表情的警告局, 在全场千余复杂的目光中走下擂台, 快跑几步, 追上迪程, 之前教训图情仓的小手, 轻轻地握住她的衣角, 简单的动作回归了纯真, 当然, 也足以说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富豪们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谁也没有出声, 更没人敢喝马她破坏了比赛, 静静地目送她和迪程, 顺着楼梯进入三楼的包间区域, 安妮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与夜晚童, 沙郎和雪狮也离开赛场, 进入包间区域, 老板, 老板, 后台办公室里, 助理推了推, 正对着屏幕发呆的莫夫桑, 莫夫桑好歹回神, 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什么事, 比赛还继续不, 助理小心翼翼地询问, 谋划已久的新神话诞生赛, 硬是被干扰地乱作一团, 原本希望迪程的到来, 能够增加比赛结果的变数, 为赛场更大程度地赚取利益, 可是, 震撼是足够震撼了, 结果却, 怎么定胜负, 怎么乱输赢, 如何来评定, 刚才富豪们扔进来的钱, 怎么解决, 那可是几十亿的惊人数额, 稍有差池, 必定有损呼伦贝尔赛奇的声誉, 解决, 难道还能终止不成, 木夫桑忽然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没想到这个迪程还真能沉得住气, 打了一半硬是不打了, 强迫他上场, 恐怕之前迪程放任那一男一女, 迎战图情仓, 就是为了给自己提个醒, 不能乱来, 助理迟疑道, 是不是休息半天, 我看图情仓受伤不轻, 受到的刺激也不小, 这样下去, 如果在后面的比赛中输了, 就怕有些富豪们赖账啊, 木夫桑闭眼仰头, 让自己平静下来, 再次争演时, 已经恢复平日的精明, 来赵, 赛场有赛场的规矩, 验赌就要服输, 图情仓受伤, 最终火上的变数会更大, 值得期待的地方也会更多, 给我交到赌注的比例, 比赛暂停十分钟, 让富豪们重新下注, 十分钟后, 安排前森上场, 笛城三人带来的震撼, 随着比赛的暂止而逐渐窒息, 人们都感到遗憾和意犹未尽, 可见识到他们两个手下的强横实力, 也没人敢于再大肆过躁, 只得压下那股不满, 重新把注意力投到擂台上, 莫夫桑扩大赌注筹码的方法, 也巧妙地吊起了人们的积极性, 在场的富豪们都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刚才一番激战后, 图情仓受创不清, 在这种状态下, 他还能否扛下两大格斗王者的狂解冲击, 恐怕谁的心理也没有底, 就连那些曾经对他满怀信心的坚定知识者们也不例外, 悬念出现了, 变数变大了, 赌注增加了, 今晚的游戏才真正的有意思了, 十分钟很快过去, 现场的气氛再度回归热烈, 下完赌注后的富豪们仰靠在座位上, 抽着雪茄, 喝着红酒, 准备为接下来的战斗欢呼喝彩, 不过, 当百连胜小天王钱森扛着长枪走上擂台时, 图情仓却并未立刻迎战, 而是做出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决定, 效仿当日敌城, 以一敌二, 一己之力迎战两大格斗王者的联手进攻, 图情仓了解自己的伤势, 知道要想以如今的状态, 基本不可能击溃钱森两人的联手, 可当日敌城是以一敌二的辉煌, 深刻印在世人心中, 他不希望自己最后的辉煌有瑕疵存在, 所以他想挑战, 他要挑战, 哪怕今天趴在这个擂台上, 哪怕自己最终落败, 他也要一个没有遗憾的落幕, 图情仓遭到了包括莫浮丧在内的许多人反对, 可他心意已决, 不断腰战百连胜小天王长枪前森, 以及二百连胜天王断刀废魂, 模式最终定型, 前森废魂宣布接战, 一声咆哮席卷全场, 图情仓一声震势, 以示提起, 忘记屈辱, 忘记痛苦, 凝集全部实力, 发动冲击, 前森废魂联手出击, 毕生实力标志巅峰, 长枪飞舞, 宛如白龙翻腾, 卷动漫天凌厉残影, 从各个刁钻角度, 突刺突情仓, 断刀疯狂, 大开大河间, 宛若巨浪翻滚, 有此风暴席卷, 硬喊突情仓, 一方远路屠杀, 一方贴身进党, 一人刁钻狠辣, 一人野蛮狂躁, 两大阁斗王者, 数首次联合, 却迅速达成默契, 组建华美而震撼的屠杀防暴, 将图情仓, 撕死困杀中央, 视觉的强烈冲击, 逐渐将现场气氛, 印象狂热, 之前的遗憾, 之前的可惜, 都随着擂台上, 双方的亡命血战, 而完全抛却, 疯狂的呐喊声, 震耳的喝彩声, 再度响起, 一浪高过一浪, 他和老杨比, 水康强一些, 豪华包厢内, 狄成兴致勃勃地, 看着擂台比赛, 水晶屏幕上的立体影像, 将三人的激战显示得清清楚楚, 身临其境的感觉, 丝毫不比现场差, 在清晰度和细微描述上, 反倒更具视觉冲击, 在其效果比至当下流行的3D影像, 更为精妙, 沙郎揉搓着自己酸麻的右脚, 叹息道, 都是怪胎, 都很野蛮, 天知道他俩谁更强, 不过, 这家伙的肌肉强度, 应该比静哥好, 不歇, 你把房中寿拉来, 保证死血功法作废, 点啊点的, 都点不死他, 安妮凝视面前屏幕, 认真地分析道, 确切实力, 应该相差无几, 各有千秋, 不相上下, 杨静向头蛮兽, 骨子里充斥着事战的因子, 战斗方式看似野蛮, 却粗中有戏, 戏中有精, 完全由心而发, 随心而生, 各种场合, 各种人物都能应付, 可怕之处, 在于毫无破绽, 越战越勇, 越战越强, 且不知疲倦, 这个图情仓, 更像是个钢铁机器人, 那股狂躁和疯狂的气势, 只有在战斗时, 才会跑发, 而且势头惊人, 用火火山来比喻, 最为恰当, 沉则静默无语, 稳如山月, 暴则惊天动地, 摧毁一切, 而且, 而且什么, 狄成饶有兴致地看向安妮, 没想到, 她对杨静的分析那么透彻, 对图情仓的评价又如此之高, 图情仓是块普玉, 第一, 由于刻意地效仿你, 追求速度的极致, 这是忽略了本身的优势, 第二, 她本身肌肉强度已经非常不错, 但仍旧有着提升的空间, 第三, 出拳和进攻中重视力量的挥洒, 忽略在招式上和轨迹上的变动, 所以, 才以机器人来评价她, 如果有人能给她几指点, 将参差不齐的三个特点相互补充和柔和, 相信她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安妮神情严肃地看着水晶屏幕上 恶龙般翻腾的图情仓, 认真的总结, 细致地分析, 她曾是整个天望行动的策划人之一, 全程参与对世界各地隐秘强者的分析和挑选, 见识过的巅峰对决不在少数, 人皇级别的战斗也曾有心目睹, 她的这双眼睛见过的强者实在是太多太多, 在分析一个人的优劣强弱方面, 看成专家, 这一点, 她自己非常自信, 狄成同样不会轻视。 你对她感兴趣? 夜晚通慵懒地依靠在血湿浓密的毛发中, 吃着鲜红的樱桃, 看着前面的屏幕, 当真是魅惑无限。 我在呼伦贝尔待过五年, 与她有过几次交流, 一句话, 我对她很欣赏。 狄成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夜晚通翻了个身, 大半个郊区趴到血湿庞大的身体上。 我看她聚得很, 你有办法? 顺其自然, 看缘分, 如果实在不能强求, 就毁掉她。 狄成轻声起口, 并未伸延, 继续欣赏, 已经开始向惨烈转变的擂台激战。 从双方的状态来看, 应该快到极限了。 甩动的金刚长枪, 狠狠抽到在图情仓的后背, 坚入生铁般的皮肤, 刹那皮开肉绽, 剧烈的疼痛, 致使身体瞬间绷紧, 双眼死鱼般凸起。 断刀, 斩! 废魂紧抓机会, 暴跳而起。 断刀裹挟山呼海啸般的可怕煞意, 当空劈下, 只取图情仓脑袋正中, 那等势头, 仿佛要将它劈成两半。 图情仓危及关头, 全力驾拳迎击, 可仓皇之下的拦截, 根本扛不住同样以力量称雄的废魂。 震耳轰鸣声中, 胆息轰然跪地, 重重地砸在岩石擂台上。 肺魂抡踢的右脚和前森横扫而至的长枪同时临近, 尽数轰打在刚刚跪地的图情仓胸口。 雄壮的身躯如遭雷击, 凄惨地被扫飞出去, 擦着擂台表面几番弹射翻滚, 直至十米距离, 沿途洒落倒倒刺目鲜血。 图情仓, 你的神话我来终结。 暴虐的嘶吼在舌尖炸响, 肺魂狂踏急冲的身躯凌空弹射, 大风车式的震撼旋转中, 宛如惊鸿般的断刀撕裂空间, 劈砍而下。 前三双脚紧擦地面, 玄妙滑动, 将身法施展到极致, 几乎与肺魂同时杀到 刚刚起身图情仓的前方。 漫天枪花瞬间凝视, 子弹般地只取其心口要害。 两相联合震撼屠杀, 鼎猎杀仪将图情仓的生机完全锁定, 刺耳的颇风声仿佛死神的凝想, 兴奋地等候灵魂的消散。 赛场众人摒弃宁神, 紧紧攥住自己拳头, 凝视赛场关键时刻的生死血战。 浑身是血的图情仓, 仰天立小, 本就如同恶鬼的神情, 猙獰恐怖, 全身肌肉在这一刻蟒蛇般如动, 恐怖的力量向着双臂呼啸而去。 下一刻, 野牛般的爆燃前冲, 寒光闪闪的铁拳, 分别影响头顶断刀和胸前长枪。 铁拳的突瓷, 精准且生猛地, 扛住肺魂的断刀, 同样还有夺命的枪奸。 短暂的力量肆虐过后, 突瓷仓的身躯被凄惨地掀飞出去, 砸向擂台边缘的橡胶带。 而肺魂的断刀则在刹那的力量阵铲中裂痕遍布, 暴冲下来的身形同样被反阵弹飞出去。 钱森也不例外, 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突瓷仓, 竟然能用拳头扛住自己的枪间。 失策大意下不仅长枪给震开, 我枪的双手鲜血淋漓, 伤及骨头。 惨烈对轰, 三败俱伤, 全都躺在擂台上。 我的辉煌, 我的神话! 浑身浴血的图情操, 木然嘶吼一声, 弹跳起身, 瞪着续红的双眸狂奔而去, 不慎成熟的极限身法拼力施展, 瞬间出现在刚刚跪起的肺魂身前。 绷紧的右腿随即弹簧般的凶猛释放, 以雷霆之势轰向他的下巴。 肺魂遍体声寒, 虽然之前看他与狄城对战时, 施染过这种诡异速度, 可毕竟只是局限于观看, 此刻清临其中, 才真切感受到那么悸动和颤抖。 素兰已经来不及了, 咔嚓一声, 铁锤般的右脚结实轰打在肺魂的下巴, 恐怖的力量瞬间蔓延整个脑袋, 不仅把下巴硬生生地给踢了下来, 本人则如炮弹般腾空而起。 图情仓壮弱风颠般再度嘶吼, 一把扣住肺魂的小腿, 对着地面爆砸下来。 肺魂早已在之前被踢得头晕目悬, 根本无法做出应对, 残破的脑袋与岩石台面全面对接, 刹那间, 咔嚓一声, 头骨碎裂, 鲜血, 碎肉, 脑浆, 随之蹦践, 就像是受到撞击的西瓜。 二百连胜格斗王者, 断刀肺魂, 惨死。 这一刻, 死寂的全场被凉气的倒吸声充斥, 饶势见惯了血腥和沙炉, 富豪们也被眼前的情景给震得心脏抽搐。 前森同样是惊骇难耐, 艰难地咽口唾沫, 转身就要冲向不远处的长枪, 可是, 下一个, 你! 野兽般的咆哮在他耳边突然扎响, 前森浑身机灵, 硬生生地定在原地, 目光慢慢转动。 很快, 图情仓双目充血的猙獰面孔和鲜血淋漓的身躯, 清晰地映射在视线中。 下一刻, 前森的身躯忽然不自然地颤抖下, 而后, 在所有人待着的目光中, 白眼翻抖, 让面倒地, 白镜的脸庞竟然逐渐蒙上层浅淡的绿色。 胆囊破裂, 他吓死了。 吓死了, 不少人感到自己的眼角狠狠抽搐, 显然难以接受不可思议又滑稽可笑的显示。 堂堂百连胜格斗小天王, 竟然在擂台上被活活给吓死了。 可是没等他们缓冲过来, 之前战神般怒目瞪式的图情仓竟然, 保持着凶煞的样子和姿势直挺挺地仰面倒地, 重重地砸在擂台上, 沉闷的撞击声如鸡鼓般敲响在众人的心头。 短暂的寂静后, 赛场哗得炸开了锅, 之前被比赛的血腥和残忍所震撼, 如今则为结果的成败所着急。 图情仓死了, 再诸旧辉煌的最后一刻, 再荣耀临身的最后一秒, 化作悲情英雄。 众人显然难以接受这一结果, 包括观众, 选手在内的不少人控制不住情绪, 差点就要冲上擂台。 裁判们赶紧稳定现场秩序, 派出代表上台查看前三和图情仓的状况, 四周摄像机的镜头也聚焦到两具尸体伤。 结果很快出现, 前三已经死亡, 原因正是令人错愕差异的胆囊破裂。 图情仓则, 体能好近, 失血过多, 陷入休克状态, 虽然没有死亡, 情况依旧危急。 救护人员赶紧将图情仓带下来台, 送往后区专门的医护病房进行救治。 莫夫桑离开办公室, 神情激动地登台宣布, 东南亚死亡格斗赛, 呼伦贝尔赛区诞生第二位格斗神话, 五百连胜超级强者阎罗图情仓。 清脆的掌声零零散散地响起, 继而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热切, 欢呼的喝彩和炙热的目光送向单架上的英雄。 今天的比赛虽然过程坎坷, 几番遭受阻止,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 那就是精彩。 无论是狄成的使招切磋, 还是神秘人的简单碰撞, 亦或是最后关头图情仓 以一叠二的惨烈和疯狂, 都深深地刻在众人脑海中。 哪怕是赌输的富豪们, 也不得不说一声, 清天, 迟了。 台下的赛场, 选手们全部起身, 右拳机胸, 向抬过身旁的图情仓 致以最高敬意, 如同当天恭送狄城。 五百连上的辉煌, 铸就神话的荣耀, 值得他们瞻扬, 敬畏。 宣布完结果后, 许多性感奔放的女郎 登台展示火辣热舞, 台下的富豪们 几番交谈和祝贺后 也相继开始离场, 有的去后台 领取迎娶的赌博的奖金, 有的两手空空甩袖离开, 有的人则暂且留下, 其中大部分是黑道教父, 国际独销, 拥兵部队等地下世界的 枭雄任务。 他们此次前来 呼伦贝尔的根本目的 不在赌钱, 而在图钱仓。 如今世界风云 动荡之势一起, 各大势力的竞争和激斗 愈演愈烈, 无论是想获得 更大的成就, 还是只想保住 本身所有的地位和家财, 都必须尽可能 大地扩充自己实力。 早在黑网立网之前, 就有人将注意力 投注到世界各地的 死亡格斗赛, 想要从中挖掘 有潜力, 有实力的强者 为自己效力。 图情仓, 作为当下东南亚区域 最为耀眼的明星, 所受的关注 必然不小, 此番为他而来的 各方枭雄 不下二十人, 其中也包括 含百强以内的 大型势力。 我们也走。 面前的屏幕 陷入黑暗后, 狄成从舒适的 沙发上站起, 五百连绳的辉煌 已经铸久, 图情仓 应该不会继续 留在呼伦贝尔。 摆在他面前的 有两条路, 要么孤游世界, 要么投靠他人。 以现在的形势来看,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也是他不得不 做出的选择。 在狄成打开房门时, 走廊两侧的 其他房门 也相继打开, 能够来到这里的 都是重量级人物, 八成以上 是地榜中的 头领或者代表, 目的恐怕 都相差不多。 谁也没有说话, 谁也没有交流, 彼此形同未见斑, 依此离开这里。 狄成走在最后, 他没有下楼, 而是静自来到 莫夫桑的办公室。 把图情仓 转移出去。 狄成坐在他对面, 开门见山。 什么? 转移? 莫夫桑 疑惑地问道, 不知是真的 不明所以, 还是故意假装。 反正, 要想从他的表情 看到内心, 恐怕谁也没有 那个能力。 狄成是以安妮 把随身携带的 微型电脑 拿了出来。 开个价吧, 你想要多少钱, 现在给你转账。 你想买图情仓? 莫夫桑试探性地问道, 对, 现在。 你要他干什么? 这你就不用管了, 只需要把他 隐秘地转移出去, 其他的完全由我负责。 莫夫桑看看狄成, 再看看安妮, 美颜等人, 目光微微变换, 慢慢地坐直身子。 老朋友, 冒昧地问一句, 现如今, 你在哪发展? 这里前来呼伦贝尔, 也是为图情仓而来。 现如今的我, 只是个跑腿的, 这次坐在你面前, 就是为图情仓。 跑腿的? 莫夫桑微微瞇了瞇他的小眼睛, 肥胖的脸上, 有些许的变动。 他和狄成打交道不是一天半天, 应该算是比较了解, 什么人能有如此魄力和能力, 让他效忠? 难道, 不怕养虎不成, 反备虎视? 再看看他身旁这几个人, 虽然个个俊男俊女, 外貌非凡, 可之前赛场上的表现, 带来的震撼, 不比狄成本人差。 世界上有哪个势力, 能有如此众多的高手? 怎么? 很为难? 别告诉我没有办法。 这个地下赛场里, 你挖了多少密道, 我清楚得很, 图情仓所在的手术室, 应该也不例外。 呃, 不是没办法, 是, 老朋友, 你也知道, 我们两个的感情, 亲如兄弟, 如果能帮你, 肯定是义不容辞, 可, 这样说, 在这场比赛之前, 就已经有很多势力, 过来找过我, 希望能在比赛完成后, 带走图情仓。 我, 唉, 我只是个商人, 得罪不起那些大人物, 所以, 迪诚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 这个忙不想帮? 不是不想帮, 实在是, 我很为难。 你的回答, 让我也很为难, 如果能用比较友好的方式解决, 我不想动用武力, 可是如果某人不友好, 就有些遗憾了, 这样吧, 我也不强求你, 你把那些人, 跟你开架的人叫来, 我们共同竞争, 如何? 老朋友, 我很想帮你, 真的, 可是, 你来晚了。 莫夫桑还是不松口, 他在悄悄地观察迪诚的神色, 一来自然是提高下身价, 二来嘛, 想试探下迪诚的底细, 看看他究竟为哪个势力服务。 莫夫桑, 问你个问题, 请讲, 你, 是不是在挑战我的耐性? 莫夫桑, 面容微僵, 闪闪笑道, 老朋友, 你这话, 狄成向后退了几步, 温和的笑容慢慢收敛, 化作冷硬, 少他们给我废话, 图情仓, 我要定了, 你若合作, 我给你五百万美金, 立刻转到你的私人账户, 你若感到为难, 我倒有个方法。 莫夫桑目光微慌, 敏锐地感觉到几分威胁, 右手, 悄悄摸到座椅上的隐秘报警按钮, 什么办法? 一了百了, 狄成冷然和声, 下一刻, 身形猛地前冲, 碰的声, 蹲立到办公桌上, 点动的指尖, 瞬间出现在莫夫桑喉咙不为, 刺骨的杀意, 宛若猪网般, 将其死死捆腹, 把手, 拿开, 莫夫桑的身体, 刹那僵硬, 感受到喉咙不为的凉意, 艰难地咽了口痛吗? 但表面上, 仍旧保持着微笑和镇定, 老朋友, 这玩笑, 开大了, 绷紧的右手, 慢慢展开, 如鹰爪般, 缓慢落在莫夫桑肥胖的脖子上, 再次重复, 把手, 拿开, 好, 好好好, 莫夫桑, 强笑着举起双手, 现在, 开个架, 我, 最后一次, 开个, 架, 狄成右手, 慢慢加力, 指尖刺破皮肉, 腥红的血痕, 顺着指尖, 滴落下去, 五年的相处, 他非常了解, 这胖子的皮性, 故作为难的目的, 也很清楚, 可几次三番不肯松口, 为师有些过活, 一百万, 莫夫桑赶紧伸出一个枝头, 心里暗骂, 玩大了, 这家伙, 以前不这么冲动, 今天怎么这么没耐心, 决定了, 狄成冷冰冰地盯着他, 决定了, 莫夫桑苦笑道, 说说你的账号, 安妮, 给他转一百万, 现在, 可以放手了吧, 莫夫桑, 直了直自己的脖子, 在图情仓书醒后, 不能让他, 与任何人见面, 立刻转移到, 我在小镇的住处, 定外, 我再给你转四百万, 把这件事, 给我封死, 好好好, 我办事, 你放心, 莫夫桑脸上的笑容, 慢慢展放, 心中的小伎俩, 也随之散去, 深深地, 看了眼狄成, 我的朋友, 你, 成长了不少, 狄成没理会他的恭维, 再次提醒你一句, 不要再跟我耍花招, 现在的你, 玩不起, 最晚明天晚上, 图情仓会安然送到你的住处, 不过, 我也提醒你一句啊, 最好在接到人后, 立刻离开, 我只能帮你遮掩两个小时, 成哥, 要不要我留下来监视他, 离开房间, 煞狼悄声道, 万一其他势力也找到莫夫桑, 开出更高的价格, 做出更狠的威胁, 他在经受补助威逼利诱, 两头收钱, 把图情仓给弄丢了, 他们的努力不就白白浪费了, 莫夫桑懂得伤到, 既然选择收钱, 事情必然会办得妥当, 记住一句话, 奸诈的人最现实, 他摸不清我的套路, 不敢轻举妄动, 狄成相信, 莫夫桑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个世界上, 除了华夏高层和组织等部分势力, 知道自己是天门真正的主人外, 其余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莫夫桑也不例外, 在他们眼中, 自己三年前突然失踪, 再无踪迹, 如今再度显身, 周边强者追随, 足以引来很多的猜想, 越是神秘, 越是危险, 也越是值得谨慎对待, 离开地下赛场, 五人返回村镇的小院, 边享受草原风光, 边耐心等待, 不仅等待图情仓的到来, 也等待奥古斯三人的到来, 相对于他们的安静, 地下赛场的医疗史区域, 却散发着浓重的火药味, 那些意图招揽图情仓的势力代表们, 相继聚集到这里, 由于不少人本就认识, 也曾有过奸细, 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发生, 紧张和压抑的气氛中, 甚至引发过几场邪斗, 谁也不曾认输, 谁也不肯相让,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本身的使命, 他们宁可付出些代价, 也要把图情仓带走, 如果任务完成不了, 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绝对不能落到敌人的手中, 所以本身所带的另外一个目的便是, 除掉, 也就是说, 里面图情仓的处境非常危险, 不管他选择谁, 都将得罪其余所有人, 而且各个都是些国际性的大型势力, 稍有不慎, 他将万劫不复, 毕竟擂台之上你是英雄, 是主角, 周围所有人都是观众, 陪衬, 可是离开赛场, 进入现实世界, 角色将完全颠倒, 所有的一切都将围绕着利益旋转, 时间纷纷渺渺过去, 天色也逐渐地进入黑暗, 焦急等待的人们越来越烦躁, 几乎控制不住情绪, 要撞开手术室大门看个究竟, 好在走廊里的众人都是彼此对峙, 谁也不敢随便动手, 只得强忍着耐心等待着, 呼伦贝尔完全被黑暗笼罩, 手术室大门依旧紧闭, 只有几个护士偶尔出入那些东西, 人们也只有在那个时候 努力地向李张望向, 确定手术依旧进行, 图情仓依旧还在抢救中, 十个小时过去, 十五个小时过去, 二十个小时, 二十五个小时, 时间越来越长, 人们逐渐有些麻木, 不再喧闹, 不再着急, 坐下来吃点东西, 喝点小酒, 心中静静地盘散待会竞争时, 出什么样的条件和价格, 才能压下其他对手, 把图情仓招揽过来, 并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安全离开, 这样的等待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傍晚, 赛场内忽然传来消息, 说有人见到疑似图情仓的人, 登上架私人飞机, 离开呼伦贝尔, 静静沉思的人们才恍然觉醒, 撞开手术室的门, 里面确实是在忙碌地进行手术, 可手术台上的人, 根本就不是图情仓, 各方势力代表怒不可遏, 差点把手术室给拆掉, 赶紧冲出地下赛场, 前往目击地点, 试图寻找路线, 拦截那架飞机, 人们既是焦急又是愤怒, 一门心思只想追上图情仓, 没人详细核查消息来源的可靠性, 也没人详细检查手术室的角落。 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手术室的一面墙壁慢慢打开, 昏迷中的图情仓被抬了出来, 而后小心谨慎地送了出去。 他的手术, 其实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完成, 之所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才放出虚假消息, 是等待其脱离危险期, 给予适当的休息时间, 以免留下什么隐疾。 戴德确定各方势力真的离开后, 图情仓沿着连同赌场 与外界的秘密地下通道, 被安全又隐秘地送到了小镇边缘, 然后来到狄城的小院。 恭喜你, 呼伦贝尔的骄傲。 也没想, 小院中狄城悠闲地躺在摇椅上, 欣赏头顶辽阔夜空中的星辰, 等待图情仓的清醒。 这是哪儿? 图情仓下意识地要撑起身子, 却无意扯动伤口, 顿时僵硬在那里, 满头冷汗。 你刚动完手术, 最好安静躺着。 这里是我的家, 不是在场。 图情仓缓了几口气候, 慢慢地躺回简易的病床, 打量起四周的环境。 同时也慢慢地回忆昏迷前的情景。 是你把我弄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 有什么目的? 图情仓很快恢复清明和冷静, 只是神情冷硬, 看起来并不怎么友好。 想给你找个归宿,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归宿? 你是替人来招揽我的? 图情仓看了看狄城, 忽然绿带不屑地哼笑。 没想到, 身为呼伦贝尔神话的你, 也会成为别人的下属, 看人脸色行事。 狄城偏头看了看他, 轻声笑了笑, 继续晃动摇椅。 纠正点错误, 我不是替人来招揽你, 是我自己要招揽你。 第二, 我狄城还没落魄到 向他人沉浮的地步。 图情仓粗重的眉头 微微挑起, 脸上的不屑稍稍消失。 你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这还像我们呼伦贝尔的人。 回到我的问题, 给你找个归宿, 有想趣吗? 抱歉, 没想趣。 我图情仓不喜欢寄人理想, 同样, 也没落魄到 向他人沉浮的地步。 图情仓顺带套用下地城的话,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以敌城为奋斗目标, 自然是对方能做到的事情, 自己同样不会落后。 如果三年后, 你说这番话, 我不会继续挽留。 人各有志, 你有你的理想和目标, 就应该努力实现。 可是现在, 你已经说在起跑线上 太多太多。 如果坚持自己发展, 到头来, 只能是以悲剧落幕。 不要小瞧别人, 你能做到的, 我图情仓也能。 图情仓神情刚硬冷肃, 丑陋猙獰的绒毛, 幽黑刚硬的皮肤, 那股子凶杀气息, 仿佛从骨子里散发出来, 给人强大的压迫感和震慑力。 笛城慢慢地停止晃动, 望着头顶星空平静道, 不是我小瞧你, 是这个世界已经变天了。 其实连我也起跑晚了, 现在只能加紧追赶, 不敢有丝毫懈怠。 图情仓, 我很欣赏你, 真心希望你能过来帮我。 还有, 我并非要你效忠或者臣佛, 在天门中, 我们都是兄弟, 都有相同的梦想。 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为了他而拼搏, 努力。 哪怕再苦再累, 心中的执着不曾放弃。 天门。 图情仓默默念叨几遍 这个古里古怪的名字。 这么多年来, 他完全沉浸在死亡格斗中,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 如何突破极限提升实力上, 对外界不曾有什么关注。 所以并不了解这个称号 在当今华下的影响力, 更不清楚世界风云的动荡 和天地黑榜的耸力。 还记得杨静吗? 还记得徐云吗? 都是你的老伙计。 他们现在都在天门。 哦, 徐云。 这次图情仓终于动容, 杨静是狄成的贴身保镖, 这在当年并不是什么秘密。 如今狄成建立势力, 他继续追随, 也是理所当然。 可是徐云, 他怎么? 狄成的五百连胜神话塑造, 就是踏着徐云和桑克的尊严诞生。 当年当日, 他图情仓, 杨静, 徐云, 是呼伦贝尔的三大二百连胜格斗王者, 彼此之间的了解不可谓不深, 如今时过境迁, 竟有两人全部依附狄成。 狄成轻轻吐出口气, 脸上露出几分笑容。 故事比较曲折, 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去问问徐云。 你的天门在哪建立? 什么类型? 图情仓稍微来了兴致, 也首次认真地询问。 如今在华夏, 主体是黑社会团体, 精华部分是名为八部中的用兵部队。 徐云, 杨静这个极数的强者, 有多少? 狄成直指自己, 直指墙头上, 抱着双膝, 静静地看着星星的美颜。 不算我们两个, 还有习玉皇, 王中兽, 周上华, 杨静, 徐云, 五个? 但我傻子不成, 这个世界上的强者, 难道都被你网罗去了?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个世界上的强者, 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很多, 比你强的人也有很多。 或许你不以为然, 但当你走出赛场, 真正融入这个纷繁的世界, 便会明白, 我说的究竟是真的假的。 图情仓, 我不给你施加压力, 也不做任何强求, 只希望, 你利用自己疗伤的这段时间, 去天门坐坐, 找找老朋友徐云, 用你的眼睛, 看看如今的世界, 看看现在的情势, 我还有事情要做, 半年后回到天门, 你再给我答复, 是去是留, 全由你决定。 图情仓陷入沉默, 刚才的话对他冲击不小, 尤其是强者的数量, 真有那么多, 可狄成不至于胡乱吹牛, 世界风云变了, 现在的情势怎么了,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你要离开半年, 良久图情仓再次开口, 或许更长, 或许要短, 视情况而定, 狄成微笑着看着他, 图情仓, 这个世界很精彩, 远比小小的擂台要精彩, 当你加入其中, 融入其中, 必定会深深地爱上他, 好, 反正我这个样子, 什么也干不了, 就先去找徐云那小子, 叙叙叫, 图情仓深吸口气, 下了决定, 末了又加了局, 对了, 三年没见, 你口才变好了, 狄成无声笑笑, 回到呼伦贝尔, 第二次受到了夸奖, 或许是环境的影响, 或许是本性使人, 或许是真的变了, 成功引起图情仓的兴趣, 又是其决定前往天门后, 狄成立刻联系莫夫桑, 请他派人沿途护送, 直至离开内蒙区域, 另外, 密传楼门无横, 命他带人前往梁省交界处接营, 为了避免路上出现危险和麻烦, 犹豫在三后, 狄成还是把沙郎派回去, 贴身守护, 直至其安全到达弄朝门前线, 图情仓现在, 或许还野心勃勃地, 准备成就自己的事业, 以便超过狄成, 但真到他了解现在的世界情势, 见识到天门的强横后, 谁有八九会选择留下, 狄成对此深信不疑, 只要他去了, 就别想走, 等到他们秘密离开后, 狄成沉下心来, 继续等待, 把行动中可能需要的器具和物品购置齐全, 顺带买了五匹蒙古骏马, 闲下时间教安妮晚童他们练习奇术, 外蒙古不像其他国家, 它基本上没有像样的道路, 草原区和戈壁滩连走路的痕迹都没有, 所以要想横穿它, 最好的代步工具不是越野车, 而是马, 除了美颜之外, 安妮和婉童都对骑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夜以继日的练习中, 逐渐掌握了其中的窍门, 骑马的姿势也有模有样, 除了不能熟练的控制马的方向外, 其他的都已不错, 安静地等待, 快乐地骑马, 在没有外人打扰的情况下, 小镇的生活也有着几分甜蜜和温情, 直至五天后, 安妮得到消息, 奥古斯三人已经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山处, 正向约顶坐标地点靠近, 没有再多犹豫, 也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狄城即可收拾行李物品, 与美颜同骑一匹马, 带着安妮、婉童, 还有雪狮迅速离开小镇, 放马驰骋辽阔草原, 当天中午, 历时两个小时的飞奔后, 终于出现在约顶区域, 视线中的三个黑点也逐渐放大, 直至出现其全身样貌, 奥古斯, 罗尹, 轩辕紫衣, 狄城骑坐马上, 目光一丝扫获, 前面同样骑马而立的三人, 奥古斯, 高高的体型偏于消瘦, 白净英俊的面孔, 为人一种静秀和睿智, 金色短发在风中微微晃动, 整个人带着种飘移与干脸相合的气质, 单从外貌来看, 还算符合狄城当初的设想, 罗尹, 一米七左右的身高并不高大, 但体型匀沉健壮, 流露军人特有的干脸和刚蚁, 双手握枪, 后背长枪, 俨然执行任务的特种兵, 此人最为明显的特点是, 瞳孔, 虽不似习宇皇那般, 没有半点眼白, 但眼珠上的黑色气域远远大于常人, 当双眼微微密起时, 眼白消失, 赤鱼漆黑, 透着股渗人的灵力, 也正是这双眼睛, 让他本该平凡的样貌, 变得锐意英武, 宣言紫衣, 最简单的词语来形容, 普通, 中等的身高, 中等的体型, 中等的样貌, 中等的细致, 彼此柔和相衬后的感觉, 还算是温和轻柔, 但没有任何类似于婉童三女的惊艳感觉, 这是他本来样貌, 还是刻意的变动和塑造, 恐怕谁也不清楚, 三个天网强者, 未来两年内自己的搭档, 初次见面的第一感觉, 还算不错, 在狄城观察他们时, 奥古斯三人同样也在仔细地观察着他, 还有身后的三个女人, 毫无例外, 在观察狄城之余, 更多的目光送给了一碗桶, 妩媚与妖娆, 绝媚与勾魂, 冲击灵魂般的艳媚, 足以令任何男人为之失神, 他们对美言并不陌生, 毕竟几个月前都曾在巴尔干修正, 虽未有过交流, 但至少认识, 安妮作为他们这个团体的指定联络员, 行动之前就已经有过耳闻, 可这个浑身上下流露着妩媚的妖形, 是谁? 是狄城的手下吗? 安妮小姐, 还记得我奥古斯? 奥古斯推了推鼻梁上大大的黑框眼镜, 微笑着打破干净的气氛, 当然记得, 很高兴能再次与奥古斯先生合作。 安妮回以礼貌地微笑, 顺道依次地给双方介绍。 妻子 当介绍到夜晚同时, 这个特别的称呼让三人微微动容, 心中毫无例外地按道一声好福气, 能征服这种妖娆似水的女子, 不得不令人感叹。 提成本主, 久仰大名, 对于这次的合作, 我和奥古斯充满期待。 奥古斯微笑汉手, 飘逸的气质, 流离的汉语, 令人心生好感。 能与三位合作, 也是我提成的荣幸, 相信我们会成长为足够强大的团体, 在两年的任务中, 活下去。 要你和美颜两位保护, 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是比较有安慰。 轩辕子异的声音, 出奇地清脆迷人, 玲珑洞听, 只是朝向迪程时微微眨眼, 面部器官随之做出细微的收缩移动, 宛如画龙点睛, 气质和容貌完全转变, 有妩媚, 妖娆, 类似夜晚同。 一闪即逝, 再度回归平凡, 可细微的变化, 却逃不过众人的眼睛, 文明不如见面, 亲眼所见, 所带来的感觉, 足以用惊叹来形容, 好一个千面狐狸。 我们已经是个团体, 不存在是依靠谁, 而是相互合作。 时间不早了, 我们最好在天黑前, 进入外蒙古。 三位, 走吧。 狄成一家马妇, 黑色剑马仰天长丝, 四骑飞扬, 绝尘而去。 夜晚同挥出个响亮的皮鞭, 宇安妮还有后面两匹背着行李的骏马, 紧紧跟随。 雪势木然高吼, 如雷咆哮滚滚震开, 庞大的体型凶傻的气息, 吓得奥古斯三人的坐骑, 惊恐思明, 连连后退, 差点把上面的主人给掀飞下去。 雪势重重地打了个响鼻, 极为人性化地撇了三人一眼, 仿佛在警告又像是轻蔑, 然后步紧步慢地甩了甩身体, 向着远处的边境线狂奔过去。 那是头什么野兽? 罗尹眉头大周, 男眼睛叉得望向流光般, 向前奔窜的白色野兽。 据说迪宠身边有条狮子般的藏狼, 果然不佳。 奥古斯三人赶紧安抚下兽精的坐骑, 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秀逸死的男人, 轩辕紫衣嘖嘖两声, 这一刻又带着几分清纯和可爱, 模样与气质的变化, 仿佛已经达到了随意自如的地步。 我们也走吧, 这一路上不会平静, 打起精神来。 奥古斯吹了个响亮的口哨, 坐下骏马一声嘶鸣, 羊蹄冲响茫茫草原。 我国与外蒙古的边境线绵延无尽, 军围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 对各个主要地点严密监控。 可毕竟地域太过辽阔, 终究会有疏漏的地方。 在狄城这个向导的带领下, 众人有惊无险地穿过边境线, 进入外蒙古区域, 而后避开他们的处扎部队, 成功闯入茫茫荒野大草原。 这里, 已经是西南部区域, 是外蒙古相对荒凉的地形, 除了刚开始的时候, 见到过三四个春庄外, 往后只能偶尔遇到几只游牧族群, 越往里深入, 越是人烟稀少, 再往后连续三四天, 都没有人类的踪迹。 狄城一行骑人, 没有靠近村庄, 也没有与游牧族群打招呼, 避开所有的人影, 放马草原, 在指南针的指引下, 一路往西。 两匹备用蒙古马的马背上, 涂着大量的干粮面粉和调味料, 足够维持一个月的食物供给, 再加上路上的狩猎, 两个月的时间内, 他们完全不用再为寻找食物而担忧。 狄城等人, 基本都是白天赶路, 晚上扎营休整, 索性的是, 没有遇到暴雨等恶劣天气, 前进的速度, 不快但也不慢。 到后来, 安妮晚童, 闲熟了马迹后, 进城相对有所提升。 简单的生活, 最能让彼此了解和适应。 一路上众人进行的交流不多, 但彼此都在渐渐熟悉, 渐渐地了解, 气氛也不再那么沉闷和尴尬, 共同狩猎时, 还会有爽朗的笑声发出。 大半个月的时间, 在不知不觉中流失, 当安妮通过卫星电话与总部联系时, 他们已经深入外蒙古, 长达两千五百公里, 距离最终目标还有八百公里。 同时, 他们已经跨入西部区域, 茫茫荒原的中心地带, 也就是真正的无人区, 堪称亚马逊密林中央, 第二大人类禁地, 外蒙无人区, 预示着平静中止, 死亡临近。 有些不对劲, 窝在迪城怀里的美颜, 忽然悄悄出声, 神情浮显出, 几分凝重。 狄城逐渐地放缓了速度, 宁望着四周茫茫草原,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不知是因为季节的缘故, 还是没有生灵活动的缘故。 这里的草长得格外地高, 最茂盛的区域足有一米半, 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草, 而是树苗。 清风吹拂, 绿波荡漾, 脸衣翻转, 蓝天万里, 白云浅泉, 慵懒无形, 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 足以超过任何可依造作的城市景点。 可真正置身于这种茫茫无际的荒原中心, 狄成的精神却不由自主地绷紧起来。 其实在好几天前, 他就时常感到几分不安, 血湿也会偶尔出现几分焦躁, 而且随着巷里的深入, 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只是从未像现在这般强烈, 强烈到, 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静, 太静了, 放眼望去, 满目轻滤, 那股寂静之意 仿佛就萦绕在茫茫绿色中。 在他停下不久, 罗隐眉头紧皱, 双眼微微眯起, 同眸中白色隐去, 指鱼幽幽漆黑, 如鹰般的灵力目光, 紧紧盯住数百米外的区域。 狄成停下, 罗隐停下, 有所疑惑的轩缘子依和夜晚童 同样停下。 奥古斯和安妮两人不明所以, 但也从他们的神情中感到不对劲, 赶紧勒住马将向他们靠拢。 大家小心, 这附近有古怪。 狄成右手握紧马将, 左手缓缓地抽出背后黄泉刀, 凌厉的毛子也定在了与罗隐相同的部位。 脑里有东西, 好像还不少。 罗隐沉声道, 双脚控制身下流露出不安情绪的剑马, 双腔咔踏上膛, 食指旋动, 缓慢攥紧。 小东西? 众人神情危景, 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如此紧张? 狄成边盯紧那片区域, 边缓声道, 安妮, 你对外蒙古有过调查和了解, 在草原深处最可怕的是什么? 黄羊群, 野马群, 还有熊和狼。 按你嘴唇有些发干。 狼, 是狼群。 狄成悄悄地吸了口气, 神情缓慢凝重起来。 一声嘹亮的狼笑从他们锁定的部位响起, 慢慢地, 一头灰白色的巨狼, 慢慢地从深草区走出, 出现个小土坡上。 紧随其后, 狼影晃动, 多达二十匹狼, 现出山形, 冰冷的毛子毫无例外地 钉在笛城等人身上, 嘴巴微微臭动, 露出里面尖力狭长的疗牙, 淡淡的腥臭味, 随着清风的吹拂, 传到众人鼻息中。 巨狼。 最前面的竟然是头体型大如金钱豹, 或者笔只还要大上几分的巨型草原狼。 我以为是熊了, 几匹野狼而已。 罗尹忽然冷冷地哼了声, 右手随意抬起, 住手! 砰的一声, 狄城焦急的呼和与沉默的强声, 同时在这辽阔的荒野乍响, 二百米外的巨狼应声倒地, 甚至还保持着原先的猙獰表情。 绷紧的身躯和爪子还没散开, 可额头眉心不畏, 却出现个血淋淋的空洞, 粘稠的鲜血和脑浆咕咕向外流淌着。 四周群狼被枪声惊到, 下意识地向后撤了几步。 二百米的距离, 没见任何瞄准, 仅凭感觉, 一枪毙命, 郑重眉心, 罗颖的枪法堪称神迹。 好枪法! 奥古斯由衷地赞叹局, 轩辕紫衣, 笑嘻嘻地蛊惑。 我给你计时, 算算你能赌上时间, 把那群狼全部枪杀。 还有二十三匹狼, 二十三秒之内解决。 罗颖右手慢慢横起, 枪口顶在那头, 正在向狼尸靠拢的灰狼头顶。 这项任务对他来说并不是太大的挑战, 哪怕这狼群受惊逃窜, 也绝对逃不出他罗颖的枪口。 不包括换子弹的时间哦? 当然。 罗颖。 每等轩辕紫衣开始计时, 狄成忽然轻缓出声。 声音中带着从未有过的颤抖, 神秦中的灵力被凝重, 何惧意取代? 你闯大火了? 怎么了? 夜晚通奇怪地问道, 相守这么长时间, 他从未见过狄成, 有过这种表情? 准备逃命。 狄成艰难地咽了口涂抹, 目光开始晃动, 惊恐之意越来越浓, 以致体表划过丝丝凉意。 他在呼伦贝尔生活过五年时间, 为了练习速度和胆破, 曾挑战过整个草原的狼群, 对这种图腾生灵的狼群习性, 又超乎专家的熟悉。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清楚, 只有大型的狼群中, 才会有机会诞生巨狼。 他们各大力猛速度快, 身形凶残, 是狼王的忠实护卫, 也是狼群集体行动时的侦察兵。 狄成有幸见过这种庞大生物, 也领略过他们的实力, 同时, 也注意到一个特点。 巨狼, 要么担任侦察兵独自行动, 孤行草原, 为后方大部队寻找合适目标, 传递情报, 要么集中行动中守护在狼王身旁, 从不离开半步。 可是今天, 这头巨狼身后怎么跟着二十多头狼? 在回忆之前, 感受到的压抑与威胁和血势的焦躁, 一个可怕的预感浮上心头。 狼群, 树木空前的狼群, 在这片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茫茫草原中, 在这草生墨间的外蒙无人区, 连熊都会成群活动, 还有什么不可能? 逃命? 众人差异于敌城的表现, 疑惑地向四周张望, 难道还有其他危险? 那二十多匹狼没有散去, 也没有报仇, 而是集体仰天思小, 号角般的声响在茫茫草原回荡着, 随着清风传出很远很远, 一阵一阵, 狼群的小声此起彼伏, 越来越急切。 他们在干什么? 夜晚童神情危紧, 慢慢地攥紧手中描刀。 呼叫, 大集合, 狄城悄悄袭起, 果然, 没过多久, 沉寂的草原深处传来阵阵狼笑, 四面八方, 遍布他们周身各个方位, 越发地响亮, 越发地密集, 数量之大, 声音之多, 令人头皮阵阵发麻。 刷刷刷, 遍野的荒草开始大幅度晃动, 仿佛正在被强健的大风呼啸吹拂死虐, 狄城等人放眼望去, 隐约可见, 数以百计的凹痕出现在千米外, 如同河面上的倒倒水蛇向他们这个方位急速游动, 速度之快, 令人折舌。 快逃! 提成木然似吼, 双膝猛将马腹, 强制躁动的剑马, 甩开四提风一似的肺斑出去。 其余人从精一众回神, 再也顾不得其他, 用力地抽打马臀, 吆喝催促着向前急冲。 狼群, 那是狼群, 刚才粗略估计, 至少得四五百头, 或者更多。 快, 在包围圈行程之前, 快点冲出去。 提成交接地催促, 神情凝重且冷力, 身体绷紧, 做好随时死战的准备。 罗尹等人同样握紧兵器, 紧紧追随在敌厂的身后, 几滴冷汗从鹅角滑落, 点点凉意从心底生疼。 草原狼, 这些草原生灵的梦魇, 这些可怕凶残的野兽, 平日里最大的狼群不过四五十头, 今天竟然出现如此庞大数量的集体狩猎行动, 竟然还被它们撞倒, 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狄城等人拼命地驾驭着马匹, 利剑般地向前拼命狂奔, 遍野的狼群同样以十多公里的时速全力包拢靠近, 片刻之后遭遇。 最前方飞速奔驰的雪狮木然爆猴, 四爪猛拍底面, 借助前冲的石头炮弹般地向前窜射起来, 獠牙大张, 今朝拍舞, 宛如唐空的白色恶龙。 在它发力冲锋的同时, 前方五米外的骑身草虫中同样发出一声咆哮嘶吼, 牛犊般的巨型灰狼疯狂地窜射起来, 半空中与雪狮狠狠撞击。 砰的一声, 沉门的撞击声, 瘆人的鼓裂声, 雪狮毫无悬念地将其声声撞了出去, 庞大的身形重重落地, 四爪再度拍打地面。 奔若炸雷般, 冲到坠地巨狼的身前, 猙獰的獠牙凶狠撕向其喉咙, 金色利爪同时铁锤般拍打出去。 凶惨, 果断, 雷田出击, 雪石转瞬将这头带对巨狼活活咬死。 然而, 灾难来临。 数以百计的沉门嘶吼, 轰隆隆乍响, 前方的狼群潮水般疯狂奔窜, 浓重的腥臭气息和死亡黑影轰然扩散, 与狄成等人迎头撞击。 数十头外露猙獰牙的草原狼同时飞扑起来, 那种场面绝对能用壮观来形容, 可身处其中的狄成等人却头皮一丈, 心脏狠狠收缩。 杀出去! 震耳的嘶吼在舌尖乍响, 敌成黄拳刀疯狂劈砍, 卷出层层灵力刀墓, 将扑向自己的两匹恶狼, 绞成蚕尸。 浓烈的鲜血揭开今天惨战的续曲, 罗盈等人同时抱吼, 密集的子弹羽木般向着死周倾斜, 灵力的刀芒浪涛般狠狠席卷, 以强横无匹的石头将狼群阻隔。 首轮的迎头相撞中, 便有石鱼头草原狼凄惨死去, 给潮水般涌来的兽群带来不少的震撼。 然而, 他们英勇无畏, 疯狂无惧, 可坐下的蒙古马却从未见过这档阵争。 狼群扑杀所带来的凶残气息, 让他们彻底失控, 身躯癫狂般甩动扭曲, 似提风一似的向着周围踢躺, 就像西班牙斗牛厂商注射了激素的野牛。 猝不及防下, 安妮和夜晚童惊声尖叫, 狼被摔倒下马, 狄城等马术闲熟着, 同样也不例外, 还差点被疯狂的马蹄给踏伤, 呼吱呼吱地, 争獰嘶吼住, 越聚越多的狼群, 恶狠狠地扑向失控的骏马, 有的撕咬脖子, 有的猛啃肚子, 有的直接窜到马背上, 猙獰的獠牙死死咬住他们的后颈, 每匹马平均都要受到七八匹草原狼的照顾。 尖利的獠牙凶猛的冲击, 残忍的撕咬, 在他们默契协作下, 狄城他们的坐骑连钉点惨叫都没发出, 便全部成为残破的尸体。 浓烈的鲜血和恶心的肠导内脏洒满地面, 为清脆的绿丝天然满目凄凉与震撼。 刚刚从马蹄践踏下, 侥幸逃生的安妮还没喘口气, 忽然背头巨狼扑倒在地, 滴着口水散发臭气的猙獰牙, 毫不客气地看向他的喉咙, 在他眼中没有角色倾城, 只有活肉鲜嫩, 绝美的容颜惨白无色, 遍体的冰凉和恐惧让他双眼圆睁, 甚至失去思维。 生死时刻, 血尸狂野冲到, 庞大的体型生猛之极地将巨狼撞飞, 金色利爪疯狂扑打, 将随后扑上来的两头灰狼给震退。 抱住我! 迪程急速窜到安妮的身边, 抓起花蓉湿色的她, 甩到后背。 在滚门关垂死挣扎的安妮, 仿佛溺水之人, 抓到救命稻草, 巴掌鱼般死死报警地城, 死死闭尽眼睛, 不敢再看眼前的情景。 黄泉刀狂野劈砍, 将扑到血尸后背, 准备撕咬的黑色恶狼, 劈成两半, 双脚猛跺地面, 凌空翻腾, 强势跨越五米距离, 落到美颜和夜晚铜的身旁, 双手紧握黄泉, 不在乎招式, 不在乎华丽, 完全是力量与疯狂的倾斜, 以最简单的狂野方式, 结果着面前的狼群。 罗盈等人也陷入疯狂, 在这种潮水般的近距离狼群捕杀中, 枪法并不占什么优势, 反倒处处受制狼狈不堪, 不仅是她, 就连实力以达准子经等级的美颜, 也相当的被动, 她的傀儡术在这种狼群捕杀中, 根本起不到多少作用。 如果不是有狄成和夜晚铜相助, 说不定早已被狼群淹没分食。 短短片刻, 狼群越挤越多, 原本葱脆茂密的荒草区域, 被黑压压的狼群所填充, 庞大的树母, 发绿的毛子, 尖锐的獠牙, 还有不要命的凶残扑杀, 都让狄成他们感到头皮发麻。 这才是授权, 是真正的凶残兽群, 远比黑道上的围杀来得危险和残酷。 轩辕紫衣, 焦急呼救, 两柄短小的匕首, 已经沾满鲜血和碎肉, 毕生实力, 也已施展到极致, 整个人宛如旋转的刀片, 在狼群中肆虐翻腾, 找不到半点优雅淑女的形象。 可她精善伪装和刺伤, 根本不适合如此规模的混战, 乱战。 罗尹枪法超越, 但面对潮水般前扑后继的狼群, 出枪速度再快也难以招架。 还有, 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 关键还有身旁, 手无腹肌之力的奥古斯。 现在所有人都陷入僵局, 陷入被动, 陷入生死陷阱, 谁也不敢分心踏骨, 全场唯有还剩些余地的, 恐怕只有狄成和她那头白色的野兽了。 狄成呼喝声, 双腿疯狂踢他, 硬生生地轰出片小小的空地, 必由难得的空挡, 深吸口气, 在四五皮狼当空扑到身上之前, 再度拔身而起, 凌空翻腾, 大风车时急速轮转, 跨过五六米的距离, 如炮弹般, 爆燃轰响, 狠狠轰踏在下方那头灰狼的脊椎不微。 咔嚓一声, 雄壮的狼躯硬生断折两半, 正欲似要轩云紫衣大腿的她, 连惨叫都没发出, 便惨死当场。 面容争年冷力的吸尘, 四声咆哮, 黄拳刀宛若惊鸿划空, 急速披斩中, 瞬间收割掉正前方那匹, 飞扑上来的草原狼, 浓烈的鲜血随着喷茧, 将敌城打半个身子染红。 想个办法, 杀出去! 轩辕紫衣, 焦急催促, 可正是这稍微的分神, 一头泛白的母狼猛扑上来, 猙獰牙恶狠狠地撕咬住她的肩膀, 可怕的咬合力差点冻穿她的骨头。 剧烈的疼痛让她身躯聚缠, 失声惨叫, 一步受制步步受制, 三匹恶狼抓住机会同时扑杀上来。 沉闷的吼声在喉咙滚动, 敌城翻飞的黄泉刀当空披斩, 澎湃的力量裹挟四虐, 应声将那匹母狼拦腰披成两半, 鲜血内脏随之喷剑散落。 一招击杀, 敌城脚步微盾, 鬼魅身法全力施展, 几乎瞬间拦截到绝望的轩辕紫衣身上。 一道血色光芒雷霆般划过半空, 凌厉的锯齿锋芒生生披下三个狼头, 粘稠的鲜血顿时如喷泉潘喷向他们, 这他们是狼吗? 哪里的狼不怕死, 哪里的狼不怕枪伤, 哪里的狼这么前扑后继? 惊恐与愤怒, 罗尹四身鹤马, 换足其他地区, 如果遇到狼群对着天空放生枪, 宝管能震退不少, 可今天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让他们遇到了, 这些狼难道没有听觉, 还是打了兴奋剂? 罗尹,找狼王! 狄成和奥古斯同时沉吼, 击杀狼王, 击杀所有巨狼! 奥古斯再度急喝催促, 之前不敢出声提醒, 是顾及罗尹没有经理分心踏骨, 现在有狄成协助, 他们这方压力稍稍减弱, 必须抓紧时间, 被三到四匹巨狼护主的就是狼王, 找到他,杀了他, 快点,最多两分钟! 狄成风一刺地劈砍着, 整个身体被鲜血侵染, 心也几乎提到嗓子眼, 面前的狼群好像杀不尽, 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不远处的夜晚通他们已经非常被动, 时刻又陷入死情的危险, 狼王,狼王! 罗尹深邪口气, 让自己稍微平静下来, 心里积极念叨着狼王, 双眼眯起, 灵力的目光在四周荒野搜寻, 可是, 视线索急, 除了潮水般包围他们的狼群, 就是高级尖头的茫茫荒草, 哪里去找狼王, 哪里还有其他巨狼的身影? 冷静, 罗尹接连坐着深呼吸, 常年执行天网任务, 他的心理素质相当不错, 只是今天这种群狼环围, 随时可能被活活撕裂吃掉的情景, 实在是太过惊险, 无论他如何努力, 心境依旧难以保持平静, 不仅是他, 就连狄城, 奥古斯也毫不例外, 找到了没? 拼力刺杀中的狄城, 猙獰着脸, 几乎是咆哮着贺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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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尹同样焦躁愤怒, 接连呼喊了三个没有, 同时对着从头顶飞扑过来的黑色野狼, 砰的一枪, 巨大的贯穿力, 当场将其脑袋轰爆, 你们自己挺住, 狄城忽然瞥见, 不远处的夜晚铜被巨狼撞倒, 差点被随即扑上来的狼群四咬分时, 心头狠狠颤动, 再也顾不得照顾他们, 最后疯狂劈杀几刀, 背着安妮翻腾回去, 你他妈去哪儿, 见色妄议, 轩原子一三人同时抱了句粗口, 奥古斯也毫不例外, 没事吧, 狄城撤回夜晚铜的身边, 焦急地询问, 没事, 夜晚铜浑身冷汗, 神情依旧残留着惊恐, 要不是血尸, 奋力扑杀营救, 说不定自己早就被胡生生地撕裂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你们坚持会儿, 我去找狼王, 美颜凝缩下毛子, 将扣双手就要冲出去, 让雪尸去, 雪尸能找到, 狄城连忙何止, 雪尸灵性惊人, 嗅觉敏锐程度更是超乎想象, 如果他专注于搜寻, 找到潜藏狼王的可能性一定更大, 希望只能寄托在他的身上, 雪尸能信吗? 美颜江扣的小手, 宛若脸应扑杀, 对着靠拢过来的狼群疯狂轰击, 生死关头, 他同样展示出自己狂野的一面, 能行, 不行, 也得行, 笛尘默然抱吼, 灌注全身气力的黄泉刀, 当空披斩, 恐怖的力量和尖锐的锋芒, 纠合肆虐, 将扑向自己脸前那头巨狼, 活生生地披成两半, 从脑袋直至尾巴, 化作两半的身体, 从敌城身侧飞过, 浓烈的鲜血和猙獰的内脏, 则尽数扑到他的身上, 风雨狂, 煞雨傲, 宛若地狱魔神, 身旁眼珠发红的狼群, 终于出现稍微的停顿, 可这种置缓, 仅仅持续几分钟, 凶残的狼性, 再度激荡扩散, 且更加疯狂, 更加狠了, 更加的前仆后继, 雪智, 赵狼王, 敌城利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 忽然抱住发狂似咬的雪智, 闷吼一声, 双臂发力, 生猛地将两百六十多斤的庞大身躯, 给抛飞起来, 砸向前方密集的狼群, 碰的一声, 雪智从天而降, 竟然不可思议地 把下面独闪不及的一头狼, 砸得骨骼破碎, 惨死当场, 雪智脑袋猛地扬起, 发出如狮似虎的震耳咆哮, 瘦王般的霸气和战斗的煞意, 让四周狼群受惊不小, 一时间, 竟然没有敢于向前挑衅的, 沉闷中带点雄魂的狼笑, 忽然从前方百米外的草虫发出, 像是挑衅, 像是威和, 雪智并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被扔出来, 正准备继续反身杀回去, 可这个怪异的狼笑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脑袋高高扬起, 向着那个方位眺望, 呼吹着热气的大鼻子, 用力地嗅了嗅, 狼笑声再度响起, 这次更为悠长, 宛若古代战场的帝王古号, 雪狮右爪猛拍地面, 发出宝寒战役的怒吼, 一声过后, 庞大的身躯, 向着锁定的方位狂奔过去, 四周狼群被其气势所振, 慌忙地向旁躲闪, 百米距离, 短短几秒, 强势缩短, 雪尸双圆圆灯, 神情月发真凝, 尖锐的獠牙用力刺探, 狂奔中的身躯逐渐绷紧, 恰在此刻, 前方浓密的草虫刷刷作响, 风吹般距离晃动, 几声怒吼, 相继乍响, 植草倒塌间, 三头体型异常庞大的巨狼, 宛若发狂的犀牛般, 爆然冲出, 泛红的眼眸死死地锁定血尸, 没有丝毫犹豫, 前兆凶狠扑地, 借力藤月, 猙獰的獠牙森然闪光, 雪盆大口中, 喷吐腥腥臭气息, 成人手掌大小的立爪, 更如铁锤般拍打上去, 三郎扑杀, 煞意盈野, 那等可怕的石头, 足以让任何人类肝胆蹦裂, 炸雷般的怒吼, 在喉咙滚动, 雪尸绷紧到极致的身躯, 刹那释放, 三米长的体型, 一百三十公斤的体重, 在十速十余公里的疯狂冲击下, 暴跳窜起, 死头满手, 挡空撞击, 毫无花巧, 毫无招式, 完全是野性与凶残的肢体撞击, 曼谷般的撞击响声, 竹碎般的鼓裂声, 成为那一瞬间最为震撼的伴奏乐章, 雪尸体型庞大形状, 冲击势头极为可怕, 可三头巨狼各个近两米, 虽相对稍显瘦销, 但绝非雷弱而是精壮, 可以抗衡黑熊的他们爆发力同样惊人, 所以这次倾尽权力般的撞击中, 谁也没有击溃谁, 谁也没有压制谁, 全部狼狈地震退摔倒在地, 或许是蛮性使人, 或许是受到刺激, 四头野兽在最短的时间内弹跳起来, 再度向着彼此扑杀上去, 嘶吼声中, 以最原始, 最狂野, 最疯狂的兽性, 做着凶残的撕咬和撞击, 其残酷和危机程度, 丝毫不比远处的狄成他们, 入上半分半毫, 巨狼虽然极为凶残, 在这片无人区的草原中, 是霸主般的存在, 三者连柔足以让任何野兽败退逃窜, 可是今天, 横行无敌的他们, 终于遇到了对手, 藏骯中的亡者, 血域神师中的战斗圣子, 血脉传承千万年的远古蛮兽, 已经接近成年血诗, 让狂醒发作响, 给他们带来强大的冲击和伤害, 短短片刻, 血诗挥舞的金子利爪, 生猛地拍向一头巨狼脑袋, 尖锐的找风似虐而过, 将他的眼珠活生生地撕扯下来, 巨狼当即惨叫败腿, 急忙向旁边甩动脑袋, 可血诗的灵性远超他们, 机会难得, 必然不会就此罢手, 仅凭其余两头巨狼的扑杀, 猙獰肩长的獠牙咬住对方喉咙, 咔嚓声中当即咬断, 凄厉的惨叫夹然而止, 血诗怒然咆哮, 顾不得享受胜利的果实, 身躯疯狂地甩动, 把咬住自己身体的两头巨狼, 给甩了出去, 但他们咬合力惊人, 应是将血诗身上的皮柔撕下两块, 剧烈的痛苦让他双眼发红, 陷入癫狂状态, 再度与之纠缠搏伤, 三头巨狼只能堪堪扛住血诗的进攻, 在丧失一头的情况下, 其余两头逐渐被动, 猙獰的伤痕遍布全身, 漂亮的皮毛残破不堪, 鲜血淋漓, 看上去惨不忍睹, 或许是疼痛, 刺激的远古, 血诗越战越勇, 越战越狂, 稳稳占据主动, 可就在他再度扑身, 要将另外一头咬死的时候, 之前巨狼窜出来的草丛, 再度响起急促的奔窜脚步声, 眨眼之间, 一头通体雪白, 胸前有座灰色的草原狼, 窜了出来, 速度迅如电芒, 快得吓人, 转眼扑到血诗后背, 猙獰的獠牙, 毫不客气地狠然啃下, 察觉到危机的血诗, 用力甩动脑袋和身体, 狂野的势头, 就像发狂的野兽, 白狼没有咬中脖颈脊椎, 但仍旧从侧面, 咬下一块大大的皮肉, 随机灵巧地弹了开来, 血诗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颤动着, 瞪着星红的眼睛, 愤怒咆哮, 新出来的白狼并不高达, 只是稍微比普通草原狼, 大上少许, 相比于旁边两头巨狼, 显得有些小巧, 不染半点灰尘的雪白毛发, 极为漂亮, 英俊不凡, 胸前的灰毛, 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它便是这个狼群的头领, 外门荒原无人区, 最强的狼王, 两头伤痕累累的巨狼, 忠实地护卫在狼王两侧, 胸光森森的毛子锁定血诗, 彼此凝视片刻, 雪诗最先发动, 炮弹般狂奔上去, 这次无视两头巨狼, 獠牙和利兆尽手放送给这位高贵的狼王, 狼王立笑长空, 流光般击射出去, 身躯几番甩动, 竟然灵巧地从雪诗的狂野扑杀中独闪出去, 利兆扣动底面, 娇小的身躯借是藤月, 再度落到雪诗后背, 这次四爪死死地插入他的皮肉, 将自己的身体牢牢控制, 一行一动, 竟然极具菱形, 雪诗愤怒不已, 高傲的自己怎能扔许其他的野兽践踏自己的后背, 狂躁地甩动身体, 用力甩动脑袋, 在对方再度撕咬自己脖颈时原地打滚, 硬是将其破开, 可他面对的并不是狼王一个, 两头巨狼虽然伤痕累累, 战斗力依旧存在, 借此空挡在雪诗大腿和背部狠狠地撕咬两口, 脸皮带肉足有半斤多, 而且当场活着鲜血吞咽下去, 发狂的雪诗, 高傲的狼王, 还有亡命的巨狼, 这场兽王之战进入最高潮, 彼此各有各的傲气, 各有各的强势, 兽性涌动下惨战不休, 与此同时, 狄城他们的处境也陷入最危急关头, 狼群不在前伏后继, 而是逐渐找到窍门, 在几匹巨狼的协作带领下, 集中于某点某人, 有的从下方撕咬脚踝, 有的瞄准中路大腿, 腹部, 有的全速腾跃起跳, 空袭袭杀, 战略的作用, 让狄城等人陷入狼狈与被动, 可带来的惨烈伤害同时, 也在心头惊蝉不已, 这群草原狼成精了, 这便是外母无人区, 人类境地的恐怖之处, 还没找到吗? 轩辕紫衣急切地呼喊, 胶齿声中, 一刀捅向啃住自己大腿的黑狼, 发疯发狂下, 活生生地将其开膛破肚, 鲜血和内脏, 轻染自己整个下身, 狄城, 你他妈快点, 罗尹急速地扣动扳机, 将趁机扑向 轩辕紫衣的两头草原狼击沙, 焦躁与紧张的情绪灌住全身, 声音急切地, 根本无法顾及可笑的礼数, 再这么下去, 不是办法, 我们全都得死, 浑身欲学, 已经看不出模样的夜晚通, 也是焦急呼喊, 危急紧张的气氛, 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精神的消耗, 远远超过体能的消耗, 血尸呢, 狄城心中的焦急, 不比他们轻, 血尸移去之后, 再无消息, 要么没有找到狼房, 要么被狼群纠缠住, 无论哪方面都令人担忧, 最重要的是, 他们真的快要到极限了, 别看一个个全是站在世界金字塔顶端的强者, 可是面对数百草云狼亡命般的扑伤, 那种紧张, 那种危机, 那种精神压力, 只欲让他们止息死亡, 美颜, 做好准备, 我送你去找血尸, 迪超再也等不下去, 必须有人去确定下血尸的生死, 美颜毫不犹豫接受, 密集如潮的狼群中, 他的实力连三成都发挥不出来, 反倒成了他人的累赘, 这对于孤傲的灵魂来说, 绝对是个不小的刺激, 做好准备, 迪超把安妮推到一碗桶的身边, 深吸口气, 将全身肌肉绷紧到最强极限, 双眼睛芒眨放, 木然嘶吼中一把抓住美颜的手腕, 原地猛然旋转, 将其狠狠地跑飞出去, 找到狼王, 杀了他, 迪超对着高空美颜呼喊提醒, 多达七皮草原狼, 趁此空荡恶狠地扑上来, 低躺口水的獠牙, 尖锐血腥的利兆, 全部命中迪超的身体, 面对此等可怕的咬合力, 凶狠地拍打力, 饶使狄成将肌肉强度绷紧到极致, 仍旧被獠牙穿破皮肉, 立着四处血槽, 七八匹草原狼, 就这么挂在他的身上, 四周旋转跑动的狼群, 凶猛闸放, 身躯猛地窜起, 加入撕咬分尸行列, 凶残的狼巢, 眨眼便将狄成淹没, 巨大的冲击力, 甚至将其撞倒在地, 夜晚同肝胆欲裂, 悲声哀嚎, 狮神他顾之下, 一头巨狼从后方狠狠地扑杀上来, 当场将他和下呆了般的安妮全部撞倒, 四周十余匹恶狼, 低吼跑响, 当即扑杀上来, 暴虐的四吼, 从浪潮下方乍响, 正在疯狂分尸敌城的十余匹狼, 竟然如同爆炸般被震飞起来, 其中四五匹狼巧合之下, 竟然把扑向安妮碗头的几匹狼给撞倒, 两女趁机拼命爬起, 衣衫破碎, 浑身欲血, 遍布抓痕咬痕的狄城, 宛如魔神般, 四声怒笑, 恐怖的气势, 毫无保留地激荡而出, 疯狂地同谋, 这一刻竟然有血色闪动, 精神近乎崩溃的安妮, 急忙扑到狄城的怀里, 自动地爬到后背, 死命般紧紧抱住这些钢铁般的躯体, 一分一秒也不敢分开, 狄城近乎陷入疯狂, 也不再聚见掉落的黄泉, 赤手空泉冲向狼群, 如同一个轰然成形的杀戮风暴, 肆虐冲杀, 夜晚通强提精神, 紧随其后, 夫妻联合拼命扫出条血路, 终于和罗尹三人会合, 另一方, 被抛出去的美颜迅速调整身形, 落叶般灵巧地飘落下来, 踏着下方群狼的脑袋向着前方标射出去, 之前在半空中, 他就发现前方百米处的惨烈战场, 此刻目标锁定, 全力奔窜, 怒吼滚滚, 生枕长天, 四头野兽几乎被疯狂与怒火焚烧, 厮杀场面, 惊铲惊人, 血狮不能忍受自己被几匹狼欺凌, 狼王巨狼更不能忍受三兽联手, 还难以取得优势, 这在双方各自的成长史中都未有过, 都感到自己的孤傲在被对方肆意地践踏侮辱, 如何不怒, 如何不疯, 尤其是血狮听到狄城刚才的嘶吼, 感受到那抹颠狂与愤怒后, 胸性更加浓重, 几乎开始无视防御板, 搏杀狼王, 可是这样虽然给狼王带来压力, 却也给巨狼带来了机会, 终于, 借助狼王纠缠的孔当, 一头巨狼恶狠狠地咬住血狮右后腿, 狼的咬合力本就可怕, 更何况还是在发疯状态下, 尖锐的獠牙当即完全抹入皮肉, 大吼的狼爪死死地扣住地面, 巨狼狠狠地向后撕扯, 血狮如遭雷击, 前冲的身躯被生生拉扯住, 悲怒的吼声还在喉咙滚动, 狼王和另外那头巨狼已经再度扑射上来, 看到凶残的尸童仿佛要将它当场咬死, 畜生, 弄到你们了, 清冷娇斥突然响起, 美颜剖开草丛, 屠杀而止, 面前的情景让它心神接阵, 早已准备妥当的银针子弹般怒声而出, 宛如天女散花, 有似疾风骤雨, 数十道流光撕裂空间, 完全没入狼王和巨狼的体内, 刮骨弯肉般的疼头席卷全身, 已经咬到雪石身体上的疗牙全部松开, 狼王和巨狼悲声哀鸣, 美颜凌空翻腾, 娇小的身躯, 钻头般旋转而下, 极尽高猛地轰向咬住雪石那头巨狼, 咔嚓声中, 深深将其脊椎堕碎, 巨狼双眼目然圆睁, 身躯塌陷断裂, 生命瞬间消失, 可生前的战斗意识太过强烈, 直到化作尸体, 狼牙依旧死死地咬住雪石大腿, 并未松开, 雪石怒笑连连, 扭着身躯风夜色的撕咬拍打着狼狮, 想要把它弄开, 可越是胡乱拍打, 狼牙越是在肌肉里撕扯, 所带来的疼痛更是无法想象, 美颜本想击杀狼王, 可看到雪石的惨状赶紧停下来, 边尽量地安抚宽慰, 边掰住狼牙用力地扯动, 无奈咬合力太紧, 直到泪出汗水, 才好歹把狼狮从他身上弄下来, 等他起身, 准备寻找狼王时, 受惊且痛苦不堪的狼王和巨狼, 早已逃脱至数百米之外, 夹杂痛苦颤阴的狼豪, 在草丛深处响起, 随着清风的吹动, 清晰地传到美颜这里, 也传导血腥惨烈的围杀区域, 带着特定频率的声音, 就像是古代战场的收兵号角, 从最外围开始, 前颇后借的狼群, 逐渐从疯狂中清醒过来, 夹杂怒吼和狼笑的战场, 也慢慢地向平静转变, 恶狠狠地瞪着地城, 潮水般涌动的狼群, 再度如潮水般缓慢退却, 片刻之后, 仍旧是最外围的灰狼, 最先调转身形, 向着狼王逃窜撤离, 依次往里, 一层一层, 狼群撤退的速度越来越快, 到后来, 场面竟然有些混乱, 狼群来得快, 去得也快, 几分钟的时间后, 就再无踪迹, 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有地上的近百具残破尸体, 狼极不堪的现场, 浓重腥臭的空气, 鲜血渐染的杂草, 清晰地记录着 之前战况的惨烈和危机, 等到确定狼群 确实彻底消失后, 如同从雪缸里 捞出来的地城等人, 毫无例外地瘫软在地, 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艰难地缓解着自己的气力, 虽然被狼群包围到现在 最多不过二十分钟, 可在他们心里, 比过了二十年还长, 体力和精力的消耗程度 更是超乎他们的想象, 恐怕在死亡格斗赛的擂台上 连续腰斩一天一夜, 也没有现在这般疲惫悦死的感觉, 不行, 狄尘忽然疼跳起来, 怎么了, 狼又来了, 其余人精神颤动, 条件反射性地弹起, 紧握钢刀, 紧张戒备, 眼神之中, 竟然有恐惧闪现, 能够令身经百战的天网怪物们产生恐惧, 完全可以想象, 之前的场面是何等的危机, 看天上, 狄尘抬头, 望了望已经高空盘踞的秃鹰群, 神情凝重,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头皮再度发麻, 心中哀嚎一声, 怎么这么多, 外蒙古难不成野兽泛滥呢, 这里的血腥味道, 肯定会吸引更多的野兽和狼群过来, 我们必须离开, 马上, 立刻, 狄尘强提口气, 快步跑回惨不忍睹的马尸旁, 把鲜血侵染的包裹和器具全部捞出来, 罗颖他们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艰难地提起最后的气力, 赶紧寻找可以用的生活必需品, 当头顶独鹰群小声密集, 开始向下俯冲时, 狄尘他们赶紧背着包裹和器具, 赶紧撤离现场, 在他们离开不久后, 高空黑压压盘旋丝明的独鹰, 如同龙卷风的漩涡板, 盘旋着降落下来, 贪婪地吞食着近百匹草原狼, 和八匹蒙古马的尸体, 与此同时, 方圆百里之内的肉食性动物, 相继闻到空气中漂浮的微弱星门, 同样成群结队地向着这个方向移动, 如果不是敌城反应速度, 真要等到众人从休整中恢复过来后再离开, 恐怕面对树木庞大, 种类繁多的草原食肉动物群, 很可能没有任何机会离开了。 一口气冲出近十多里远, 狄成他们幸运地发现, 一条蜿蜒平静的大河, 又累又渴之下, 顾不得形象风毒, 爬到河里, 大口大口地灌着清凉的河水, 瘫软在地上休息了近半个小时, 好歹是缓了口气。 望着衣衫破烂, 浑身带血挂肉的彼此, 竟是片刻后, 众人放声大笑, 有劫后余声的畅快, 也有狼狈亡命的苦涩。 满心自问, 从初到至今, 恐怕谁也没有遇到过, 今天这种险象还伤的场景, 更没有如此这般的狼狈过。 换过起来后, 男女双方轮流到河里, 清理身上的血污, 也为了避免浓重的血腥气息, 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之前惨烈的薄杀中, 其人全部带伤, 就连被严密保护的奥古斯, 也曾多次被漏网的恶狼给扑倒, 后背部位, 还被活生生地撕了块皮肉, 剧痛难忍。 其中有以四处救援的迪程, 和血尸最为惨重, 皮肉撕裂的痛苦, 不断侵蚀着他们的意识和精神。 左继全部惨死, 他们则集体负伤, 在领略外门无人区可怕后, 默契的选择暂时在河边休息调整, 至少得等身上的伤口愈合。 他们也知道, 天王任务时间紧迫, 必须尽快赶到目的地, 可谁也没有那个胆破, 再硬闯无人区了。 这个时候, 迪程最为庆幸的, 就是把叶万童带在了身边, 他对药草的研究, 在这里发挥到极致。 本来各把个月才能结佳的伤食, 在独特的毒药疗法下, 时间缩短了半数还多, 被撕扯去皮肉的地方, 也是以良好的态势恢复愈合。 十天后, 从国内带来的草药消耗大半, 众人的伤食已经没有大碍, 除了仍旧隐隐作痛外, 不再影响肢体的活动。 经过简单的商量, 众人手势妥当, 再度踏上往西的征程。 前方的草原依旧荒草浓密, 高级尖头, 有的地方甚至还没过人头, 走在里面满眼都是荒草, 就像一头扎进海洋的千米深处, 便不禁方菲不说, 千篇一律的情景, 让他们成了瞎子, 对于危险的预知能力, 大大下降。 以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如果再次遇到狼群袭击, 恐怕直到被包围了, 他们也发现不了。 到那个时候, 结果只有一个, 丧生在这茫茫荒原深处, 成为外蒙无人区, 人类禁地的又一个有力佐证。 他们也提议让安妮联系组织, 提供直升机进行空运, 可对方的回答相当干脆, 拒绝。 给出的理由, 一是距离太长, 油量消耗无法供给, 二来, 这里已经靠近山脉区域, 万一被地方雷达侦查, 此次行动将宣告终结, 所以, 只能凭借自身的实力, 用自己的方式, 完成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征途, 横穿外蒙无人区。 断了念想后, 狄成把体力烧热的安妮背起来, 由他举着望远镜, 当人体雷达, 警惕四周的危机。 七人遗兽, 就以这种原始的方式, 踏上征途, 依靠指南针, 和总部偶尔传来的定位指示, 向西方徒步前行, 彼此搀扶, 彼此依靠, 在实实处处, 蕴含危机的无人区, 他们迫不得已地选择信任, 选择团结, 将所有的看家本领全部使了出来, 只为一个简单的理由, 生存。 短短几天时间内, 他们再次遇到过三股狼群围杀, 虽然数量没有当初那么夸张, 但这种凶残野兽所带来的杀伤力和危机感, 仍旧令人惊惨。 除此之外, 狄成也真正明白和体会到了, 熊也是可以成群结队的外出捕食。 金雕, 柴狼, 土鹰等等, 大型猛兽, 在很多烈石习性上, 与人们的常识完全颠倒, 以至于几次三番地将众人逼入绝境。 无论是狄成, 美颜, 还是罗颖, 轩辕紫衣, 都已承认第二阶段启动的第一次任务, 其难度远朝当初第一阶段。 曾经的游刃有余和赤胆孤傲, 在草原猛兽的不断侵袭中瓦解破碎。 与死神共舞的滋味, 也让风度翩翩的奥古斯脸上的自信、 笑容变成了苦涩与无奈。 安妮同样失去了贫色的干联, 绝望的阴影在心中滋生, 倔强和浩强接连遭受侵蚀, 最后趴在笛城背上, 无论如何也不肯松开, 哪怕睡觉和方便, 也不敢独自一个人。 唯一值得庆宪的是, 他们现在还活着, 在这片猛禽野兽的世界中, 在这个杀戮与死亡共舞的国度里, 他们仍旧坚强地活着, 精神和体能在消耗与压榨中同样做着提升, 野外生存的经验也是无形中积累着。 到后来, 虽然仍旧时时遭受侵袭, 至少不再像当初那般狼狈和被动。 十天后的中午, 烧出片直径达百米的空白区后, 众人团坐在中心火架旁, 烧烤着刚刚猎播来的野兔和野鸡。 干粮和面粉当天已经被冷血污染, 连续十天的时间, 他们每顿饭吃的都是烤肉。 外人眼中的幸福生活, 到现在却成了煎熬。 如果不是狄成和罗尹两人的手艺不错, 背包里的佐料也很齐全, 说不定轩原子异他们都恨不得绝食。 我说各位猛男, 能不能提高下生活档次, 晚饭换成烤羊腿行不行? 看着手中黄澄澄的烤兔腿, 轩原子异提不起半点食欲。 讲究点, 有的吃就不错了。 狄成把烤好的野鸡放到雪室面前, 从来只是生肉的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上了熟食。 转着手里的兔腿, 轩原子异好歹是撕了小片放到嘴里。 还有几天才能走出这个鬼地方? 以现在的速度来看, 还有七天时间才能靠近无人区边缘。 出了这片草场, 再往前方是片山区, 是草原与雪山的过渡带。 过了那个过渡带, 才能进入目标区域的最外围。 你直说, 图上时间。 轩原子异感觉自己脑袋一阵险晕, 难道组织再故意整自己? 阿尼边计算边说道, 进入目标区域, 需要三日左右, 穿过雪山靠近目标, 还需要三到五天。 这是不再遇到意外情况的理想状态, 如果路上不顺利, 至少得一个月。 一个月? 到那时候, 任务还有执行的必要? 奥古斯微微醋眉, 他也没想到时间会这么长。 昨晚总部有信息传来, 圣殿那群人也被困在了无人区, 短时间内无法离开。 还有大雪山方向出现了少见的寒冷天气, 宇文荒雪等人也受到了阻止, 行动迟缓。 至于我们的目标秘密基地, 也因为气候环境的因素, 暂时关闭, 所以时间方面应该不是大问题。 但我们最好还是加快速度, 赶在区域两方靠近目标, 以及目标基地重新恢复运作之前, 赶到那里。 斜靠在敌城怀里的夜晚铜, 娇声笑道。 原来不止我们在受罪, 圣殿竟然也困在了无人区。 有没有具体方位? 我们去会一会。 奥古斯轻缓地推了推眼睛, 双眸晶芒一闪。 这倒不实为一个好主意。 罗尹微微挑眉, 看向奥古斯。 你有主意? 没等敌城他们询问, 安妮摇头打断。 我们所处方位不同, 他们是从正北方进行无人区, 我们是从正南方。 彼此距离太远, 最好不要打他们的。 安妮说话间, 血尸忽然竖起耳朵, 探头希望。 紧随其后, 地面开始轻轻地震动起来, 耳边随即响起, 阵阵昧雷般的空鸣声, 且逐渐地清晰。 什么声音? 众人惊奇之下, 齐齐从地上弹起身来, 顺着声音来远, 望去。 我的天哪。 凝重的神情化作呆直, 众人仿佛丢了魂魄般, 看着远处地平线上 扬起的黄色尘土, 像是龙卷风肆虐前冲, 又像是洪水滔天翻腾, 裹挟压以沉闷的气息, 向他们这个方向 狠狠地碾压过来。 短短片刻过后, 地面地震般的颤动 和如雷般的轰鸣声 越来越大, 一个个小小的动物模样 在视线中逐渐清晰。 黄羊, 黄羊群, 数以千计, 乃至万计的黄羊群。 广阔无边的绿色草原上, 无云无波地 湛蓝天空下, 万体狂奔的黄色浪潮, 宛如绝地地滔滔洪水, 所带来的震撼 将众人硬是定在原地, 失神地望着 几乎从未有人 见识过的壮阔画卷。 可短暂失神后, 狄群等人的心脏 陡然颤动, 脸色瞬间化作苍白。 惊骇的尖叫 从舌尖乍响, 众人触电般跳了起来。 狄群一把抄起 仍旧呆滞的安妮, 急速身法, 全速施展, 残影流至尖 向着侧方飞速窜射。 夜晚通等人 同样将本身所能达到的速度 施展到极致, 就连地面的包裹 也没时间捡起。 罗尹刚走几步, 扭身扛起了奥古斯, 放开脖子拼命狂奔。 奥古斯没有挣扎, 死死地扣住罗尹的肩膀, 这等时刻也顾不得 什么风度翩翩和绅士形象, 狂奔践踏的黄羊浪潮 更不会在意你的计谋超群。 生命在此刻与时间紧紧纠缠, 哪怕漫上几分之一秒, 死神也必然决然笼罩, 不留丝毫的情面。 黄羊群的铺展长度 达数百米, 而且不断地变换方向, 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急。 地震般的轰隆声 已经如同雷鸣般哄响。 笛城和雪狮 最先从波及范围内冲出去, 紧随其后, 美颜夜晚铜 同样有些狼狈地窜下出来, 再往后, 则是扛着奥古斯的罗尹, 最后是轩原紫衣。 然而, 轩原紫衣刚要松口气, 已经进前的黄羊群 不知为何突然变换方位, 对着她轰然碾压过来。 震耳的羊蹄轰鸣声 在这一刻成为死神的凝笑, 轩原紫衣的脸色 差那惨白无色, 分秒之间的绝望 几乎同时蒙上心头。 视线中的黄羊 已经清晰无比, 铁蹄箭踏的动作 和闷头猛冲的姿势 都成了她死亡的舞曲。 虽然只是普通的黄羊, 理论上对于人类 没有丝毫伤害, 更何况 她还是个黄金中节的超级强者, 可当羊群以千 以万计数时, 当羊群受惊, 发慌狂奔时, 所带来的杀伤礼足以横扫面前所有的阻碍, 哪怕石头大象也完全可以踏成肉酱, 不留丝毫生息。 完了, 结束了。 轩原紫衣感觉世界在这一刻停止下来, 她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也能看到面前扬起的细微尘埃, 却无法跨越短短的几米距离, 绝望的气息在灵魂中滋生, 像是缓慢又像急速地将自己完全吞噬, 虽然依旧坐着拼命狂奔的姿势, 但眼睛却已经闭上。 结束了, 悲哀地结束了。 可是, 就在她闭上眼睛, 准备迎接死亡践踏时, 一声闷吼忽然从身旁响起, 紧接着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有力抱紧, 夜晚同近乎尖厉地死生悲鸣, 圆瞪的眼睛死死盯住瞬间被黄羊浪潮吞噬的人影, 大脑一片空白。 安妮呆呆地看了看身边, 那里已经空无一人, 就在刚才那一秒, 她好像冲进了羊群, 是幻觉, 还是? 美颜身躯晃动, 娇俏可爱的脸庞死灰一片, 突然生起了绝望与撕裂般的疼痛弥漫全身, 冷, 彻骨的冰冷。 罗尹和浩古斯也将在了当场, 不是被眼前浩荡壮酷的情景所震撼, 而是被之前凄惨的姨母所惊蝉, 就在刚才, 就在他们转头的场面, 他们清晰地看到轩辕子异的绝望, 也看到敌城的突然折转返回。 就在短短的千分之一秒, 就在那短短的瞬间, 阴阳相隔两重天。 两个城府深沉, 冷静睿智的天望成员, 都被这突然的变故给震得错愕呆致, 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里面回道, 死了, 敌城, 轩辕子异, 死了。 他们就这么僵尸般地定在原地, 直到数千头黄羊群洪水般地奔腾过去, 到后面追赶的数百匹草原狼呼啸冲上, 再到眼前的世界回归平静, 只留下狼藉残破的草场, 无声的身影。 神啊! 罗尹急不冲到之前, 发现敌城最后身影的地方, 本想找到尸体, 看看还有没有救援的希望。 可是, 地上除了羊蹄践踏过后的坑坑洼洼, 没有任何人影的迹象, 就连任何血迹都没有。 难道, 直接被踏成泥了, 还是被踢到前面了? 罗尹赶紧向前寻找, 奥古斯也走上来帮忙。 没有, 没有尸体, 敌城他。 罗尹慢慢地抬起头, 双眼未眯, 漆黑锐利的毛子, 樱板望向前方。 报警了! 千万黄羊群的最前方, 敌城抱着仙原子依, 死命狂奔, 死咬的牙关已经向外渗出了血迹, 比上速度向着极限压榨压榨再压榨。 尽最大努力, 不让两人被后面几步之摇的黄羊群吞没。 之前他拼力冲到羊群前方, 救了仙原子依后, 并没有自大的向旁侧冲刺, 而是顺着羊群蔓延的方向狂奔出去。 在几次三番差点被卷进去后, 终于稍稍地拉开些许的距离。 当年在呼伦贝尔, 他曾多次尝试与狼共舞, 也积累不小的经验, 可是今天, 面对速度更为迅疾, 树木惊人庞大的黄羊群, 紧张的情绪却充斥到了全身各个细胞, 意识里面除了狂奔这一个主题外, 再无其他。 轩原子依慢慢从绝望中缓和过来, 正正地看着紧紧抱住自己身体的迪程, 小意识地想要挣扎反抗, 可当看到几步之遥的黄羊浪潮时, 却忍不住尖叫声, 反身紧紧抱住迪程。 后面还有多快? 迪程不敢向后回望, 他怕自己手上的分神, 致使速度减缓, 淹没到紧紧追随的荒羊群里。 往后还有两米, 往右还有五米。 轩原子依急声回应, 双手双脚八爪鱼斑死命地抱紧迪程, 恨不得整个荣辱他的身体。 只有处在轩原子依现在的位置, 看着近在眼前的羊群狂奔, 才能真切地体会到黄色浪潮所带来的压迫感和冲击性。 心要从胸口跳出来和精神绷紧的感觉近乎让他窒息。 两米, 五米。 迪程脑海里勾勒着后面的情形, 计算着自己可以偏移的角度, 在保持与黄羊群距离的同时, 尽可能多地向侧旁边缘靠拢。 快点! 轩原子依实在受不了这种窒息般的压迫和紧张感, 焦急地催促着迪程, 往右,往右,再往右。 迪程小心地催促提醒着自己, 急速狂奔中一点一点地向右侧偏移, 只要逃出黄羊群的笼罩范围, 今天的命也就保住了。 快点啊! 迪程双眸很猛闪现, 强提最后的气力将身法向急速施展, 同时向着右侧拼力窜舌, 轩原子依用力地闭上眼睛, 全身埋在迪程怀里。 黄羊浪潮擦着迪程的脚尖冲过去, 两人则直接摔出五六米远, 狠狠地撞在地面, 连翻带滚,连带碰, 又是狼狈的五六米, 才好歹地停住步子。 趴在密集的草丛中, 静下来的迪程, 瘫软得如同死人, 体内气血的冲击, 只让大脑眩原昏迷, 双腿甚至还不受控制地, 坐着向前迈步的动作。 眩原子依, 则趴在不远处的草丛里, 同样一动也不愿再动, 失魂落魄般, 体味死里逃生的感觉。 同时刻, 七八里外的血湿, 用力地耸耸鼻子, 转过身子, 向这里狂奔过来, 正怀着细微幻念, 紧张地寻找尸体的叶婉童他们, 精神大振, 便呼喊血湿慢点, 并拼尽全力, 紧紧追赶。 在血湿的带领下, 叶婉童等人很快赶到这里, 也侥幸地, 把试图向迪程靠拢的几匹草原狼, 惊退。 重重地输出口气, 迪程忍住酸痛, 慢慢爬起身来, 正想向他们露出个笑容, 刚刚站住身子的叶婉童, 却忽然甩了他一巴掌, 力道之大, 差点把猝不及防的他给打倒。 你就这么愿意逞英雄吗? 叶婉童箭上大喊, 绝美的脸上却挂满泪水, 就在刚刚那一短短一瞬, 他仿佛听到自己心破裂的碎响, 那股冰凉和刺痛让他紧惑昏绝, 他害怕了, 真的害怕了, 从未有过的害怕。 下不为例, 迪程露出个苦涩的笑容, 夜晚童咬住嘴唇, 抽泣几声后用力地扑到迪程怀里, 紧紧地拥抱, 仿佛要把自己勒进他的身体里, 美颜和随后赶上来的安妮, 虽然没有激动的表现, 却也悄悄别过头去, 滴落的泪水同样触动心灵。 等到众人从情绪的波动中恢复过来, 轩云紫衣来到迪程面前, 微微肃容。 这条面, 算我单独欠你的? 迪程轻轻地拍着扶在自己胸前, 抽携的夜晚童。 不用觉得欠我什么, 天网任务期间, 我们是一个团体, 是共赢共生的团体。 记得当初刚刚见面时, 我说过这句话, 轩云紫衣深深地看了眼迪程, 展颜轻笑, 普通的容颜此刻浮显出几分知性美。 团体任务归团体, 个人恩情归个人, 欠不欠, 我心里有数。 随你。 迪程摇头笑了笑, 下意识地再次望了望, 已经快要消失在视线中的黄羊群, 缓缓地输出口气, 又在鬼门关撞了钱。 奥古斯深深地看了眼迪程, 遥望着茫茫大草原,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轻声道了绝。 这里是个好地方, 很好的地方, 是个好地方。 迪程起初还没完全明白, 指当是奥古斯, 指的是草原风景, 可刚要转身离开, 心头却陡然颤动, 沉浸在结后余生中的思绪, 逐渐活泛起来, 目光阴晴不定地几番闪动, 忽然问向安妮, 这里的气候, 是不是一年四季都这样? 安妮悄悄地擦去眼角泪水, 差不多, 外蒙古西部山脉, 是欧亚冷空气的发源地, 那片渠雨全年被冰雪覆盖, 可与她靠近的这片草原, 却因为山脉的阻挡 和地理位置的影响, 形成了极为罕见的 奇迹般的温室区段, 除了冬天空气少少干燥, 气温低于十度往下外, 其他时候几乎都受 温热气候影响, 雨量充沛, 温暖潮湿, 如果不是这样, 无人去的荒草 也不会长得这么浓密高大, 里面的野兽 也不会具有 如此不可思议的规模, 这里的野兽 一年四季都那么猖獗和疯狂吗? 狄成又问道, 这里面有旱季和狮季, 黄羊,野兔,野马, 等食草类动物繁衍的速度非常快, 给食有性动物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种群扩大, 自然也会需要更多的食物, 若如强食的自然法则, 几乎时时刻刻在草原上演, 不分昼夜和节气, 你问这个干什么? 安妮忽然发现, 狄成的神情有些怪异, 不分昼夜, 不分节气, 猛兽成群, 肆虐猖獗, 狄成自语般念了几遍, 目光之中忽然迸发出射人的精芒, 一声大喝在心头思想, 好, 好得很 是个好地方吗? 奥古斯看向狄成, 别有深意地出生岛, 是个好地方, 狄成倾笑回应, 好地方, 是个建立天门境外基地的好地方, 当初想在海外小岛上建造个孤立的基地, 独立于各个国家之外, 设置严密的防御体系, 作为天门的秘密总部和保命老巢, 只是条件和经历所限, 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和机会, 但现在看来, 为什么非要执着于海外? 这个禁地般的无人区, 难道不是更加合适的选择? 只要藏匿其中, 谁能发现它的存在? 即便是侥幸获取了坐标, 树木庞大且凶残的野兽猛禽,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黄羊, 野马等族群, 都会成为基地的天然守护卫士和侦察, 不需要指挥, 便会自动对胆敢侵入无人区的敌人, 掀起惨烈的洗礼风暴, 最终能够出现在基地四周的, 恐怕实不存一。 如果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防御体系, 将基地的建筑部署, 设备分布, 与这片无人区完美地结合起来, 它将成为史无前例的坚固堡垒, 给天门高层提供绝佳的安乐家园, 同时无人区也是个堪比热带丛林的练兵特训营, 残酷的条件最能激发受训者的自身潜能, 在与野兽薄杀中向强者行列迈进, 就像当初自己在呼伦贝尔。 草原是个好地方, 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污染, 等以后在这安个家, 偶尔打打猎, 骑骑马, 欣赏下草原风光,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狄城深吸口气, 首次感觉无人区并非只有死亡, 这里也有它内在的潜力, 只要利用得到, 必将是块宝地福地。 发烧了? 说什么胡话? 夜晚童抬手, 要摸摸迪城的额头, 这么长时间的绝地逃生, 早已把他对草原的美好印象消磨殆尽, 欣赏风光, 他宁愿待在城市里。 迪城拉住他的手, 走, 继续往西, 尽可能地早些离开这里。 安妮说道, 还有七天时间, 坚持坚持。 回到之前烧烤的地方, 背起落下的厚重包裹, 众人继续踏上征城, 还是有雪狮在前开路, 安妮负责警戒, 夜间休息, 则有迪城和罗尹两人轮流值班。 或许是真的快要靠近无人区的边缘, 接下来的路途中, 遇到的狼群次数明显减少, 狼群中, 狼的数量也都低于白皮往下, 虽说, 相较于其他草原来说, 白皮的族群已经实属罕见, 但在这里, 只能算是中下水平。 遇到的危机减少, 众人的速度稍稍加快几分, 相互的扶持和协助下, 终于在第六天的下午, 看到了山的轮廓影像。 麻木的精神随之焕发生机, 随后, 几乎是连夜冲出了处处危机的死亡草原。 长达一个月的艰难跋涉, 近三十天的死亡旅途, 连同狄城、奥古斯在内, 所有人都有一种近乎崩溃的冲动。 他们或许能坚持一天两天, 十天八天持续精神紧绷, 持续在绝境挣扎, 可长达一个月丝毫不间断的痛苦遭遇, 恐怕人磅也难以承受。 然而, 过度的激动和放松, 却让凌晨冲入山脉的他们付出惨重代价, 无意中猎杀了头野猪做晚餐, 却不想引来百余头成年野猪的狂野冲击。 这种看似无害的动物, 在集体冲锋下所爆发的战斗力, 竟然远远地超过狼群。 狄城真切体会到了山林之中, 一熊二猪三老虎的等级排名。 无人区遭遇大规模狼群围杀的生死险境, 再步入山脉的当晚再度重演, 只不过物种从草原狼换成了野猪。 接下来的几天里, 野猪群、黑熊群, 还有狐狸以及森林狼, 层出不穷的野兽群, 让狄城等人彻底没了脾气, 只能紧咬牙关, 死命坚持, 在绝境与死亡中积累丛林生活的经验, 一步步地向前迈进。 好在这片山区的范围并不广, 等跨越东半部的交接点时, 天地间的气候差那改变, 整个世界完全变成了雪的世界, 而且时而伴随着刺骨的寒风呼啸, 但这也预示着 他们成功地接近了目标区域。 这一次, 众人没有急着冲进去, 换好防寒衣物后, 用绳索拴绑在各自的腰间, 相互搀扶着攀爬在 陡峭光滑的雪山上。 第三天正午, 攀爬中的雪尸忽然支起耳朵, 喉咙里响起警告般的呜呜声, 狄城小心凝听后, 也隐隐约约地 从寒风中获取了几声 嘈杂的声音。 什么声音? 罗尹宁神喜听, 说道, 好像是打斗的声音。 这里怎么还有打斗? 难道是语文荒雪和圣殿? 狄城奇怪道, 带着彼此交换下眼神后, 默契地转换方向, 在雪尸的带领下 向声援发起地, 慢慢靠近。 小心翼翼地 翻过前面的山腰, 在向上爬了段距离, 狄城他们 来到个被雪覆盖的巨石后面, 然后向下方张望。 众人的表情 随即又是一阵无语加差异。 狼, 又是狼, 外蒙古狼群泛滥成灾了。 山腰上的基站 正是一群通体雪白, 几乎与四周雪景 融入一体的白狼, 树木只有三十余头, 可进宫上却异常凶残, 舍生望死般, 向着十多名身着紫色 大厂的男子扑杀。 现场相当惨烈, 洒落的鲜血在雪地上刻画出道道的刺目痕迹。 是圣殿? 宣元紫衣翘声问道, 好像不是欧洲人, 倒向华笑的, 是圣族。 罗颜说道, 应该是。 狄成缓慢点头, 可下一刻目光忽然晃动, 紧紧盯住其中一道 手持铁扇的人影身上。 在之前此人翻腾转身的瞬间, 映出了自己的人貌, 是高森。 网头, 安妮, 仔细看看前面用铁扇那个人。 狄成有些犹疑不定, 悄声地向两女询问, 他们都曾见过高森, 或许会有些印象。 夜晚通拿过美颜的望远镜, 仔细看了看, 那人有什么问题? 诶, 有些眼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在…… 眼熟? 安妮拿过望远镜, 看过去的时候, 正巧那个人转过身子, 面向这里, 模样在镜片里放大得清清楚楚。 他是…… 有印象吗? 高森? 安妮失神的。 确定吗? 狄成眉头皱起, 这家伙不是被宇文荒学给抓去了吗? 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 高森是谁? 轩原子一奇怪道, 虽然同属天王, 但第一阶段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 大多数人之间并不了解。 以前是天王成员, 曾与我共同执行过任务, 后来被圣族仁皇宇文荒学, 强行俘获, 后来再无消息。 狄成简单介绍, 目光阴晴不定地转换, 忽然想到了某种可能, 皱起了眉头, 随之拧成个疙瘩。 天王成员? 奥古斯几人也凝神望去, 能让仁皇亲自出手抓捕, 这个人不简单。 可正在众人, 去经会神凝望, 注意力全部放在下面战场时, 雪尸突然死后窜身, 与此同时, 一道轻缓的笑声, 毫无承招地, 在身后响起, 狄成, 缘分二字, 当真奇妙。 有人? 狄成精神微蝉, 猛地弹起身子, 后背黄泉刀, 强然出桥, 罗尹, 美颜等人, 同样惊出一身冷汗, 以最快的速度, 反腾起身, 散步彻移, 全神戒备。 语文荒学, 带得看枪来人时, 狄成不由诧异, 绷紧的身体慢慢松缓。 语文荒学, 他是语文荒学。 罗尹和轩云紫衣, 差点惊呼出声, 紧紧叮嘱面前, 看似如假的中年文士。 十二人皇之一, 圣族族长, 语文荒学。 怪不得, 能够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他们身后, 好强地隐匿能力。 莫要紧张, 我若出手, 你等。 启燃火。 语文荒学, 轻声笑笑, 向前击步, 看向下方, 已经接近尾声的激战。 可有熟人。 下面, 是你的部下。 迪程悄悄悄地示意他们放松, 看向语文荒学。 全部? 快不得, 你对天王那么了解。 原来, 高僧已经投奔了你。 迪程的神情, 略微有些复杂。 尾面君子高僧是天王中手有的智勇双全。 安妮曾多次提到过, 连神王都对他相当看重, 想要纳为己用。 没想到, 宇文荒学竟然先行一步, 而且真的做到了。 缘分天顶, 势在人为, 两者相合, 物为我有。 宇文荒学, 覆手而立, 清淡的笑容和儒雅气质, 柔合出几番神秘与威严。 迪程不无奇怪道, 很久之前, 听说你被困在大雪山, 怎么到现在还没闯出去? 困? 小小雪山, 妄想困我宇文荒学者, 荒谬。 宇文荒学, 收回眺望的目光, 转过身来。 我在等人。 等谁? 一个是圣殿, 一个是天王。 天王? 罗尹等人心头微调, 刚刚放松的警惕, 再度绷紧。 他们敏锐地从中察觉到几番威胁。 天王任务进入第二阶段, 现在我们是一个团体。 迪程同样捕捉到几番杀意, 不着痕迹地提醒宇文荒学, 身旁的三人不能动。 宇文荒学附于背后的指尖, 无意识地滑动几下, 像是在犹豫, 在思量。 出乎意料, 等来的是你。 圣殿还没到, 或许快了。 你亲自过来, 是为了基地, 还是圣殿? 迪程横移几步身子, 拦在云荒学和奥古斯他们身前, 以免他做出什么过火行为。 美颜与迪程并肩而立, 绷紧的双手中, 银针垂落, 毫不掩饰自己的警惕和冷意。 虽说他们之间有秘密约定, 也有着几分友好, 可友好的内容, 不抛过天王。 两者皆有, 基地为主。 宇文荒学几番思量, 最终还是尊重了迪程的选择。 迪程疑惑道, 基地里难道还有东西 能值得你不远万里 深入外蒙西江? 这次轮到宇文荒学诧异, 看看迪程, 再看看安妮等人, 确定他们并非假装后, 无声地笑了笑, 上我猜一猜, 天王给予的任务, 可是摧毁。 安妮心中微动, 尝试着与这位黑榜人王交谈, 难道您知道内情? 宇文荒学脸上笑意加深, 看来我所猜所实, 无所谓内情与否, 应是神王, 不愿你等知晓太多, 又或是得知我的到来, 改变主意, 由夺取换作摧毁。 能否名言? 奥古斯推了推眼镜, 也出声询问, 其实他也并不知道 这次任务的确切内容, 摧毁一词, 也曾让他非神思虑过许久。 简而言之, 黄金生肖像中的秘密, 神王无意让外人火之。 黄金生肖像? 狄成和安妮差一对视, 怎么扯到了他? 安妮坚决道, 生肖像已经被安全送到基地, 是我亲自护送, 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你亲眼见他, 到了神王手里? 嘿嘿, 不见得, 世界上强横的组织太多太多, 给予他的人并不在少数。 你的意思是, 黄金生肖像被抢了? 十二去三, 猴形像, 虎形像, 蛇形像。 是谁? 按你心中, 惊大于其, 哪个势力能有如此魄力, 从祖之手里抢东西? 莫不是, 你们连这次任务的目标是谁, 都不清楚。 确实? 嘿嘿嘿, 是战俘, 地榜十七。 十七? 在圣族之上, 狄成卑微动容, 与夜晚通他们齐齐看向安妮, 等待她的介绍。 安妮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她也未曾聊到第二阶段的任务, 竟然如此艰巨, 开始之初, 便直接与地榜二十强势力对决。 战俘是俄罗斯的霸主级黑帮, 世界最大的武器贩运团体, 拥有自己的武器研发基地, 和遍布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武器销售网络, 与多个国家的政府机构有长期合作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世界局部战争爆发频繁, 战俘的发展开始进入鼎盛阶段, 在武器发展的基础上, 呈多次尝试洲际导弹的研发和原料销售。 只要你能付得起钱, 飞机、坦克、导弹以及核潜艇应有尽有, 且无限制对外开放买卖。 现如今, 战俘已经被美国国防系统定义为 即苏俄解体后, 俄共区域取代红军的最大威胁, 被亚非等国称之为最丰富的武器储藏库。 战俘与遍布欧美区域, 排名地榜15的黑手党联盟, 号称世界黑帮双头龙, 当内影响力堪称世界黑帮之首。 如果不是专注于武器销售, 而忽略本体实力的提升, 冲击地榜皇族并非没有可能。 不过, 自从黑帮张榜以来, 战俘已经开始尝试改变经营模式, 在继续向外攻给武器的同时, 组建自己的武装部队, 且在本国区域及周边各国成功建立独作兵营, 前往亚非等国执行特战任务。 这就是战俘, 拥有庞大财力、武器储备和影响力的势力, 美国特工族处行几率想要除掉, 却从未成功的势力。 任务中提到的秘密基地就是战俘。 你他妈想让我们去把战俘的基地摧毁? 罗颖的表情也逐渐沉了下来, 语气相当不善, 语文荒雪倒是潇洒平淡。 无需忌惮, 这里只是战俘境外研发基地的一个, 且刚刚建立并未完善, 神捕之鬼不绝, 悄然潜入, 悄然撤离, 茫茫雪山之中, 万里草原之内, 谁能追踪到谁? 黄金生肖想, 有什么秘密? 狄成更关心这个问题, 战俘虽强, 但既然递尽艰辛来了, 就绝无撤退的道理。 一种新发现的奇特金属, 柔软度如同丝绸, 坚韧程度, 却超过世界上任何金属, 以及合成金属, 如若炼化为丝险, 编织成提身乙武, 足以给你提供刀枪不入般的防御保障。 当年, 格雷莫能无意中, 在他的矿区发现了这种黄金软金, 很快认识到他的价值, 但是这种东西就像是黄金的精华, 少之又少, 平均一吨黄金中只有五克左右, 甚至更少。 在研究他可能存在的状态后, 格雷莫能一方面隐藏消息, 一方面大肆向各地黑市中购买黄金、 配胎, 也曾因此引起过世界黄金市场的价格波动。 由于表现得过于急切和疯狂, 他的举动引起了战俘等势力的关注, 并派出精英、间谍进行渗透调查。 不到半年, 黄金软金的存在被雅库扎、 黑水、 上帝、 战俘、 血色天使、 五大势力几乎同时获之, 也包括天王, 进而各方面展开行动, 效仿格雷莫能在地下黑市中搜寻软金、 配胎, 可直到那时候, 人们才发现, 全世界出世的软金已经基本被他所得。 雅库扎等势力不想因此而引起摩擦碰撞, 所以最初的选择都相同, 向格雷莫能高价收购, 同时以恐吓施加压力, 试图获取更多的软金。 可相较于他们的温和策略, 天王则直接选择动手强强, 并且毫无顾忌。 雅库扎等势力获之消息后曾全力阻拦, 无奈天王动手太快, 太绝, 等到他们赶到的时候, 藏有软金的黄金声肖像已经被悄悄转移, 只有俄罗斯本国势力战俘 交信查获了运送踪迹, 并在最后关头实施了抢夺。 双方经过激烈交战, 各自付出惨重代价, 最终天王愧退, 一落三尊声肖像, 保守估计, 里面的软金数量达九百颗。 黄金软金, 众人默默地消化这个带有震撼性的消息, 宇文荒雪说得平淡, 但既然能够引起雅库扎, 上帝等地绑皇族的争抢, 必然不是凡武, 其本身特性或许更加神奇。 既然软金这么珍贵, 怎么可能放在新建的基地里? 宣言紫衣奇怪地询问, 同时心里也开始微微发扬, 她此生共有两大爱好, 一是艺容化妆, 变换容貌, 一个是盗窃, 越有挑战性, 越能让她情绪亢奋。 难道你不好奇, 天王为何时隔两年, 才重新动手抢夺黄金生肖像。 宇文荒雪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宣言紫衣, 他在之前讲述的过程中, 敏锐地察觉到, 这看似普通的女子, 有过三次不同的气质和容貌转变, 就仿佛换了三个不同的人, 相当神奇。 迪程, 奥古斯等人, 谁也没有发言, 静静等待宇文荒雪介绍, 但精明的他们, 多多少少开始产生疑惑, 这种绝密消息, 他怎么毫无保留地全部说了出来, 没有半点顾忌。 宇文荒雪继续道, 其实, 在当年战俘得到黄金生肖像后,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阮金质地过于坚韧, 根本无法进行分离溶解, 更别说如何进行塑形造物。 而且, 他们得到部分阮精的消息, 也被亚库扎等势力得知, 在寻找神秘组织无果之后, 齐齐将目标对准战俘, 彼此间, 接连发生摩擦乃是碰撞, 为了能够保全阮精, 战俘在半年前将他从总部转移, 没有放到其余分布的基地, 而是躲过所有监视, 在外蒙古重新建立秘密基地, 进行研究和促存, 地点就在这里。 其他势力都不知道这个坐标? 你是怎么知道的消息? 宣元紫衣继续问道, 嘿嘿嘿, 小女娃, 你的问题太多了。 为什么和我们说这么多? 罗尹陈生问道, 宇文荒学凡问道, 知道了阮精的价值, 你们还会继续按照要求执行任务, 还会将它摧毁。 狄成和安妮悄悄交换下眼神, 答案很显然, 基地仍要摧毁, 但阮精必须到手。 奥古斯漠不作声, 但眼镜后的目光却有些微弱地闪烁, 他同样对阮精缠上了几番兴趣, 能够令地榜势力垂浅的宝贝, 自己忍心毁灭。 可是, 任务中写得清清楚楚, 临行前也曾被告诫 严格执行毁灭计划。 在他们犹豫迟疑的时候, 山妖处的战斗已经结束, 身着紫色大厂的圣族黄魂战队, 发现羽文荒雪的身影, 迅速地向这里靠拢, 可当发现这里竟然聚集了七八个陌生人, 而且团团包围组长时, 刚刚收拢了兵器, 呛然出窍, 宛如寒风的凛冽沙蚁, 破体而出, 尽数锁定敌人。 敌仇? 最前方的高森, 微微诧异, 随即回复常态, 微笑道, 尺相分别至今, 转眼三年, 我的朋友别来无恙。 文若样貌, 书生气质, 平淡且如雅, 三年已过, 未曾改变, 可是谁能想象, 这个高手的身体里, 蕴含着多么恐怖的力量, 谁又能猜想到, 他曾领天往神王欣赏, 谁又能预料到, 如见的他, 已是圣族最强尖刀, 黄魂战队的头领。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也很高兴, 你脱离了捆缩。 狄成微笑还礼, 两人无怨也无仇, 细数起来, 还算有些缘分。 当年安妮一举, 深入华夏, 偿还当日恩情, 令狄成对其 生出几分好感。 如今再次相遇, 可以看得出来, 他满足于现在, 他已得宇文荒雪信任, 自己应该为他感到高兴。 当年恩情, 我未曾忘却, 踏日有缘, 必然回报。 高森说话, 带着几分文气, 跟宇文荒雪此息相比, 竟然有那么几分相似。 只要将来你我不会为敌, 就是最好的回报。 嘿嘿, 应该不怀。 高森看了看奥古斯等人, 又是新大党, 又是天王任务, 过天山劳禄名, 高森流露出几分追忆的微笑, 虽然累些, 却足够精彩。 如果你愿意回去, 相信神王求之不得, 免了, 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 至少自由, 狄成看了看他, 心中略微犹豫, 或许你还不知道, 游灵在找你, 疯狂地找你, 如果将来有机会, 可以尝试着与他联系下。 游灵, 高森泥南般自语几遍, 看似文弱的神情出现几分复杂, 片刻后轻声笑笑, 谢谢, 如果有机会, 我会联系他的。 宇文荒雪的神情, 微微晃动, 游灵, 难道是天网成员, 他和高森有关系? 好。 狄成注意到, 宇文荒雪的变化, 也猜到了他的想法, 但既然决定提了出来, 就不会后悔, 反倒有几分期待。 天网三大鬼物, 各个实力超凡, 诡异, 绝对无法以所谓的等级, 进行评定, 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威胁, 如今鬼娃娃叛逃, 美颜归附, 如果能再把游灵 从天网弄走, 三大鬼物宣告解体, 自己便可以少一分忌惮和担忧。 抱歉, 打扰一下各位, 奥古斯忽然开口, 御班组长, 我们还有任务在身, 您看, 急着动手, 很依靠告诉你们, 不行, 为何不行? 罗尹误会了宇文荒雪的意思, 手中双枪同时紧握, 锐利的眸子冷冷叮嘱他, 宇文荒雪看了看罗尹, 倒也并未介意, 转抚基地四周, 安游大量的警戒设备, 要想靠正常方式潜入, 没有任何可能, 之前我曾多次尝试, 均以失败告终, 难道你们认为比我强? 连同敌场在内, 众人微微动容, 不要小区战俘, 他们的武器研发队伍中, 有很多科技怪材, 许多尖端设备足以抗衡美国特工的研发产品, 这里的基地虽然刚刚建立, 但防御体系上已经真于完美, 若想以自身实力潜入, 基本上没那个可能性, 高三说道, 天底下没有绝对的防御, 只有支那而退的懦夫, 轩云紫衣轻微哼了声, 语气带着些许不屑, 作为世界顶尖盗贼, 他亲手终结过太多所谓的不可能, 进入过太多被认作万无一失的监控防御, 在他的眼中, 不可能三个字就是笑话, 就是弱者的表现, 小姑娘不要自信, 正常途径却是无法潜入, 高三指了指脚下的雪山, 转斧的基地不在山洞, 而是在地底下, 通道是个朝向天空的合金遥控门, 门的周围遍布监控设施和防御武器, 全是尖端精密遗体, 寻常方式绝对侵入不了, 语文荒雪忽然接口, 但是, 正如你所说的, 天底下没有绝对的防御, 正经途径无法潜入, 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例如光明正大的走进去, 说这个话的时候, 语文荒雪直直地盯着轩辕紫衣, 深随的目光中带有几分热气, 光明正大的走进去, 这次不仅是狄成他们感到诧异, 高三等人也奇怪地看向语文荒雪, 这段时间他们想尽各种方法, 但均以失败告终, 其中还多次差点被发现踪迹, 之所以选择仍旧逗留在雪山中, 其实是已经改变了之前的计划, 决定等待天王或者圣殿得手之后, 几方来个渔翁得利, 半路截杀, 怎么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了, 高三等人顺着语文荒雪一样的目光, 慢慢地定在轩辕紫衣身上, 语文荒雪盯着轩辕紫衣道, 天王中许多人拥有特殊能力, 灵世人称奇, 而你应该是易容方面的高手, 或猜得可对, 目光锐利的他, 早已从轩辕紫衣的一系列 无意识动作中抓住了关键, 几番仔细观察后, 基本可以确定, 这名女子所拥有的特殊能力, 就是易容, 而且能够被天王选中, 能与狄成合作, 易容之术必然精妙绝伦, 他之所以耐心地讲解黄金软金, 为的就是接下来的合作, 希望可以在接下来的行动中, 变被动为主动, 轩辕紫衣, 微微凝缩下眸子, 展颜一笑, 平庸的气质中, 竟然出现几分精灵古怪的调皮, 你的眼光够毒辣的, 怎么猜出本姑娘会易容? 果然, 这种变相的承认, 让语文荒雪脸上笑容加深, 但却没有回答他的询问, 而是转头看向低诚, 合作? 如何? 这么个合作法? 低诚深深地看了眼语文荒雪, 他不得不佩服这老家伙眼光的刁钻, 从我得到的消息来看, 圣殿过来的目的也是为了黄金软金, 但两者之间却是合作关系, 在他们来到之后, 应该会受到基地内部人员的接待, 到时候, 这小姑娘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进行易容, 化作圣殿中人, 随着队伍潜入其中, 这个方法怎么样? 如果他们同意, 我没问题, 轩元紫衣回答得非常轻松, 他对自己的易容术还是相当有信心, 无论是对自己易, 还是给他人易, 低诚没有急着点头, 他心中还是有些过激, 第一是, 他没想到目标势力会是庞大的老牌黑帮战俘, 第二, 是这番合作有多少默契和信任, 无论是奥古斯还是语文荒学, 都各有各的私心, 各有各的目的, 真要到了基地里面, 会发生多少不可预知的意外? 奥古斯也没表态, 他与迪尚的想法大致相同, 而且在此之上, 还顾忌的一点就是语文荒学, 人榜十二皇, 各个堪称人雄, 无论是能力, 计谋, 城府都远超他人, 自己原本的概念里, 这些黄应该神秘而孤傲, 轻易不与他人交流, 可语文荒学怎么如此和善? 反常即为妖, 他深信这句话下咽语, 语文荒学耐心地等了片刻, 才开口, 考虑得怎么样, 拿到黄金软金之后, 摧毁整个基地, 不留任何证据, 没人知道是谁做的, 奥古斯看向地称, 我们团队有你负责, 你来拿主意吧, 只要结果是摧毁基地, 就算是完成任务, 至于中间过程, 不会有人追究, 我接手, 但事先需要说好, 战利品如何分配, 平均分, 合作联盟最终成型, 双方开始, 根据语文荒学提供的情报资料, 展开全面的分析和商讨, 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 奥古斯如妖地跨越式思维能力, 以及疯狂地摧毁个性, 手在展露, 再度引起语文荒学的兴致, 闪烁的眼神, 像是又一次动了爱才之心, 计划很快成型, 双方收拾行囊向雪山深处迈进, 方向并非目标基地, 而是圣殿所行方向。 三天后, 山外中东部区域, 一支十多人的队伍, 冒着凌冽的风雪, 艰难行走在山路上, 紧紧裹住的黑色棉袍, 难以阻挡寒风的侵袭, 凌乱的步伐, 压抑的气氛, 现实出他们的疲惫, 每前进一段距离, 都需要稍微地休息一下, 缓口气, 除了偶尔抬头, 望望前面千篇一律的白雪世界, 便只是低着头, 顶着雪一步一步地向前脉, 他们, 便是此次秘密深入外蒙雪域的 圣殿裁决部队, 为了保持此次行动的隐秘性, 裁决所没有借助任何现代化设备, 同样徒步横穿外蒙无人区, 本以为以他们的能力, 足以轻而易举地穿过那片人类境地, 可是事实上, 预料中的半月时间, 扩展到现在的四十五天, 三十人的部队, 如今残存十七人, 成群的野兽死虐, 让他们首次领略到自然生灵的可怕, 为此付出的代价, 足以应可骨髓, 不过,漫长的旅途终于要走向终点, 只要与战俘达成协议, 确立合作关系, 回去的路线便可以由他们安排, 不用再途经噩梦般的无人区。 死道婆, 最前方的卡修斯, 看了看天色后, 抬手示意众人停下, 看了看四周环境, 向前面的一块巨石走去, 准备简单地休息下, 吃点东西补充补充体力。 昨天下午, 已经和战俘基地取得联系, 他们会派出人员前来接应, 算算时间, 应该快要相遇了。 十六名裁决所成员, 悄悄松了口气, 快走几步, 跟了上, 快走几步, 可没等他们走出多远, 呼啸的寒风中, 忽然传来一声怪异又微弱的闷响, 像是某种东西爆破的声音。 起初没怎么在意, 可紧随其后微弱的鸿蒙声,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清晰, 没过多久, 轰鸣的声响宛若江河汹涌, 又此万马奔腾, 再往后, 整个山体开始出现细微的晃动。 卡修斯眉头微轴, 凝神眺望, 无奈风雪太过密集, 视线眼中受阻, 视力范围最多十米左右, 根本看不清前方景象。 一个裁决者猜测道, 这是雪崩? 好像是。 神变几人, 缓慢点头, 努力地向着四周张望。 由于风的远故, 轰隆的声音非常混乱, 像是从右边传来, 又像是从上面传来, 四面八方, 忽远忽近, 忽左忽右, 根本辨不清确切的方位。 他们指当时附近的山体, 因为风雪太大的缘故, 出现了坍塌。 直到山体的晃动明显起来, 前方的风雪中, 出现朦胧的虚影时, 众人心头猛地颤动。 神情一阵海然, 那幅景象, 就像外蒙无人区里, 遇到的狼群, 熊群, 以及野马群。 心头怒骂一声, 卡修斯等人, 全速向着不远处的巨石冲去, 试图能够借此, 抵御雪崩摧残。 然而, 雪崩势头越来越猛, 越来越急, 翻腾的大雪, 如同大海怒浪汹涌, 带着震耳的轰鸣声, 狠狠地冲击下来, 前带着下方的雪层, 出现颤抖和滚落。 卡修斯等人不乏太急, 大部分人当场摔倒在地, 狼狈地向着山下翻腾, 没等他们控制身体, 呼啸而下的雪崩便狠狠地压了上来, 瞬间便将它们吞没, 继续向下肆虐。 哄隆隆地雪崩浪潮, 直到冲到山脚下, 才减缓了势头。 带着堆积起四五米的高度后, 声势浩大的雪域灾难, 完全静止。 卡修斯等圣殿人员, 则尽数淹没在厚厚的雪层下面。 雪纸, 风静, 世界在此刻陷入死般寂静。 雪崩静止后不久, 半山腰的一片乱石里, 忽然窜出只庞大的白色野兽, 一头扎进厚厚的雪堆里, 深深浅浅地, 艰难向前游动, 湿漉漉的鼻子四处乱袖, 在他后面有个身着白色棉袍的男子急声催促着, 正是前来伏击圣殿部队的雪狮和地成。 计划很简单, 由奥古斯发动雪崩灾难, 将卡修斯等人掩埋, 狄成等人趁机猎捕其中三人, 并用一绒术取而代之, 跟随迎接队伍潜入基地内部。 关键和困难之处就在于时机的操作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变故。 没过多久, 雪石忽然目无敌喉, 用力地拍打着脚下的雪堆, 跑出来。 狄成精神微枕, 雪石滴喉一声, 树大的爪子在雪层中野蛮乱跑, 以迅猛的速度在面前挖出个大大的雪坑, 被埋在下面的男子趁机挣扎出来。 狄成没给他任何喘气的机会, 一记手刀将其打晕, 然后扣住肩膀向着远处的乱石堆去雨猛烈地跑扔出去。 力量肆虐下, 七十多公斤的体重像个麻袋般当空翻腾, 重重地砸落下去。 门壳身中, 一道高速的身影从乱石堆里窜上出来, 精准地借助货物。 把它控制住。 等候已久的轩原子一, 麻利地整理好仪器设备, 拿着图像扫描仪在这个俘虏的脸上全面扫描。 记录的图像沿着数据线传回身边的小型天脑, 进行数据分析。 与此同时, 与电脑连接的一个人头形胶质模具, 开始随着图像的传输, 面漫地蠕动起来。 脸部线条形象逐渐与俘虏相似起来。 把它弄行。 轩原子一干练地发布指令, 迅速地返回到模具旁, 拿起个巴掌大小的喷壶, 在模具上来来回回地喷射粘稠的胶状物, 一层一层, 细密而均匀, 并依照电脑上的图片数据分析, 上上下下的喷涂与人的皮肤相似的肤色, 同时挑选合适的头发, 眉毛和胡子, 依次给模具装饰。 这条构形仪器是他最为骄傲的发明, 也是他横行世界的最大依仗, 其精妙和先进程度绝对堪称世界巅峰。 关于这点,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否则当年也不会耍着天网追击部队游逛了近半个世界。 不多时,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 一张唯妙唯消的人头面具出现在轩原子异的手中, 对比下俘虏的体型后, 把面具交给罗颖。 你们体型相仿, 脸型也相仿, 你来假扮他。 罗颖也不迟疑, 赶紧把面具套到头上, 在他人的帮助下简单的示弄和调整下, 一个一模一样的裁决者被复制出来, 再次惹来振振赞叹声, 连带着刚刚醒来的那名裁决者也愣在了原地, 不知所以地看着眼前的自己。 看着这张纸, 从头到尾念下来。 轩云紫衣来到诗神的裁决者面前, 拿着张纸条命令他开始念。 赶紧念。 黄魂战队同时冷和, 破人的气势震得此人微微抖动几下。 看着纸上稀奇古怪的句子, 男子奇怪之下还是简单地念了几句。 虽然没有念完, 但已经足够轩云紫衣对他的声音进行分析模拟。 电脑上的复制结果也在几番闪动后, 显示为百分之百。 简单地处理下数据, 轩云紫衣从电脑里抽出个指甲大小的芯片, 贴到罗尹的喉咙声带出。 试试声音? 试什么试? 罗尹刚刚开口, 立刻发现自己声音的变化。 原先还算清朗, 如今却带着浓重的回音, 非常有特点, 与刚才俘虏说话的声音完全相同。 被控制住的裁决者忽然剧烈挣扎起来, 他终于明白了这群人的目的, 眼睛死死叮嘱被假装的自己。 神情惊怒之中, 隐含俱疑。 妙哉, 妙哉。 语文黄雪发出声由衷的赞叹, 不知是为了科技的发达, 还是为了轩云紫衣的能力。 美妍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轩云紫衣, 这个女人果真可怕。 在他们努力完成复制的时候, 狄成和雪狮再次找到两个被掩埋的裁决者, 依次带回乱石堆, 交到轩云紫衣的手里。 效仿之前的工艺流程, 玛丽又精妙地制造出两个面具和芯片, 按照俘虏的体型和脸型, 再次挑选了两个需要被复制的人, 狄成高森。 至于三个俘虏, 则在扒光衣服后全部击杀。 而在此空档, 前面平静的雪面开始缓慢地浮动起来, 预示着下面埋葬的裁决者即将破开阻阁。 祝你们好运。 轩云紫衣迅速收起机器设备, 塞进背包里, 松上简单的起伏, 转身向着远处冲去。 奥古斯把三个小皮包交到他们手中。 再次重申, 红色炸弹由我控制, 你们只需安装, 绿色炸弹是震动感应型, 一旦受到剧烈撞击会立刻爆炸, 用来防身。 到了里面, 一切看你们自己。 小心点, 千万不要低估战俘。 安妮提醒下, 也随着美颜他们撤离现场。 走。 狄成, 高森和罗尹彼此对视, 怀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 迅速地撤回雪崩区域。 没过多久, 凸起的雪堆一个个地破开, 十七名裁决者, 包括狄成三人, 全部逃了出来。 狼狈的卡修斯, 环顾四周茫茫血液, 冰冷的神情中, 隐含怒意, 片刻之后, 目然抱吼。 集合! 散落各处的裁决者, 迅速向着卡修斯靠拢, 只是雪层太厚, 每个人的动作, 都那么地笨拙和艰难。 人齐了美。 卡修斯强压心中懊恼, 目光一次扫过十六个裁决者。 狄成三人心头微紧, 毕竟心中有鬼, 一荣术再怎么奇妙, 也忍不住会生出几分紧张, 绷紧了神经, 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不过, 卡修斯的目光并未在他们身上停留, 显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其他清点人数的裁决者, 同样没有发现自己队伍里多了三个可怕人物。 不用休息了, 继续弃朝。 卡修斯冷硬地道了句, 裹紧大厂向前继续前进。 其他裁决者也没心情吃饭休息了, 心中憋闷的他们, 个个冷着脸, 裹着袍, 外部向前。 这一个多月以来, 恐怕是裁决所成立以来最为狼狈和憋屈的时候, 除了受潮就是灾难, 不仅是在考验着他们的实力, 还有耐心。 其实这样的雪崩, 之前他们也曾遇到过一次,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生性多疑的卡修斯, 才没有仔细追查这个不寻常的意外事故, 也忽略了雪崩前那声类似爆炸般的声音。 艰难的跋涉再次持续两天, 就在卡修斯的耐心快要到极限的时候, 天空中忽然传来哄隆隆的声音, 搜寻的直升飞机终于寻到了他们。 抓着抛下来的绳子, 卡修斯等人依次登上了四架飞机, 面对战俘带着歉意的慰问, 心情不佳的裁决者基本都没人搭理。 迪程三人自然也乐得假装恼怒, 闭嘴不说话, 巧妙地把他们语言不通的漏洞给蒙混过去。 飞机漫过三个山头, 在正午时分, 飞林一个被五座山峰所环绕的山谷中, 在他们即将降落的时候, 下面的雪层忽然裂开个大大的口子, 低沉的萌萌声中向着两侧缓缓分开, 最终扩大成一个直径达二十多米的庞大圆洞。 直升飞机依次穿过洞口, 进入这个地下武装基地, 低沉不着痕迹地推了推耳朵里的耳塞, 撬上地狱。 我们已经进入基地, 奥古斯, 做好准备。 三座大山外的山腰让, 奥古斯等人看着微型电脑屏幕上闪烁的红点, 精神威震, 同时加快步伐向着红点方向全速冲去。 直升飞机降落了足足五十米的距离, 才堪堪降落在下面的底气标注点上。 地下空间的广阔超乎敌程的预料, 还有四条宽大的巷道通知伪之区域。 广场上放眼望去, 全是各式各样的先进武器装备, 最为显眼的是一架架的机翼、 飞行器和布满墙面的重机枪, 再有就是大量的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直升飞机降落之前, 墙上的枪口便已经全部对准他们, 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全体举枪, 警惕戒备。 战俘塞克夫, 攻营圣殿裁局长大人。 士兵最前方, 一个高大英伟的白人, 朗声大笑,快步赢了上来, 同时与飞机上下来的战俘成员交换个眼色, 意思是询问这群人里有没有异样。 带得对方肯定地点头后, 脸上的笑容更加自然起来。 卡修斯冷硬的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简单地点了个头, 直办主题。 东西在哪儿? 嘿嘿, 东西自然在这儿。 卡修斯大人请。 名为塞克夫的俄罗斯人, 不卑也不亢, 力数十足。 带路, 请。 塞克夫示意警戒的士兵们散开, 只带了五个侍卫, 引领卡修斯一行人, 进入四条通道, 正中前方的那条。 没走几步, 来到个三四米高的金属门前, 塞克夫先按下几个密码按钮, 又把脸贴到识别器上, 一道光目扫过他的眼睛, 随着一声清脆的提示音, 金属门缓缓打开, 塞克夫微笑地向卡修斯试一下, 带着众人依次走过。 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 走在最后一个裁决者, 悄悄地在门后的识别器下面, 擦了下, 贴上了一个厚厚的红色布条。 一路向前, 沿着通道左拐右拐, 连续穿个四个密码门, 最后那个人, 也依次在每个识别器下面, 贴上布条。 不仅如此, 他身边的两名裁决者, 也偶尔经过的死角处, 贴上布条。 随着布条的安置, 上面的小小凸体开始微微闪光, 一道道无形的电磁波纹随之向着四周扩散。 穿透铁门, 墙体, 穿透所有阻隔, 蔓延到基地的每一个角落。 与此同时, 远在雪山中的奥古斯迅速停下脚步, 打开手机电脑, 开始熟练地敲动键盘。 黑色的屏幕上随之出现一道道线条, 随着键盘的敲打, 线条开始逐渐地转动。 没过多久, 一幅清晰的基地平面轮廓图出现在屏幕上。 其中一个通道上有密密麻麻的红色光点闪动, 对应着基地里的布条, 以及遥控炸弹与声波发声器的结合体。 其中还有三个三角箭头, 在闪动中缓缓向前。 所对应的则是基地里的笛城散人。 完成。 奥古斯啪地打了个响指, 凭借在双眸中闪过一道静芒, 晃动一下对讲机, 说道, 信号确认完毕, 你们可放心行动, 我会为你们扫除障碍。 叶婉彤等人不无惊奇地看着手脸控制的奥古斯, 心中免不了少微的感叹。 这些科技怪在危险程度上不亚于黄金高级强者,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比逆准紫荆, 乃至人黄。 收到。 基地里面, 敌城敲声开口, 这时候最后一道密码门已经打开, 敌城在贴上最后的布条后也跟了进去。 面前的空间豁然开阔, 五百多平米的区域内除了武装戒备的士兵外, 还有忙忙碌碌的科技人员。 在正中间的位置摆放这个大量的精密仪器和细小管路, 敌城三人的目光在第一时间定在了一切后面的大型玻璃柜内。 三个黄金雕像在天蓝色水晶布景下美轮美奂, 最左边是个脉步疯癫嬉笑跳跃的金猴, 中间是个虎口大张, 四爪铺地的下山猛虎, 右边则是个獠牙刺探, 屈身带跃的金蛇, 细腻精密直到毛发的工艺, 活灵狐现宛如复活般的造诣, 以及唯渺唯消的表情和眼神, 无不令人惊叹于制造者的高潮起义, 正是十二大黄金生肖像中的猴形象、虎形象和蛇形象。 除此之外, 定敌城三人心跳微微加速的 是悬浮在黄金生肖像后面的物品, 左右两侧是两个鹅蛋般大小的金色胶状物, 用透明的玻璃器皿包裹, 中间则是两件闪动柔和金光的丝绸衣服, 相较于生肖项目的栩栩生辉, 它们的光滑少了几分耀眼, 却多了份流水般的柔滑与细腻, 带着种令人沉迷其中的魔力。 成功了。 卡修斯精神大振, 放光樱暮, 灼灼地盯住天蓝色玻璃柜中的两件上衣。 理之两年可言, 嘿嘿, 成功了。 赛克夫同样神情激荡, 他已经布置一次过来欣赏这两件软金成品了, 可每次看着他都有种沉沦其中的感觉, 仿佛那不是姨父, 而是个令他深爱迷恋的女孩, 那种爱恋的感觉充斥于全身各个细胞, 让人无法自拔。 公益成续的。 卡修斯难耐激动, 急声喝完, 软金质地坚韧无比, 根本无法进行切割分离, 更比想进行塑形造物。 当今的科技水平, 根本无法将其制服, 没想到战俘真的成功了。 之前的怀疑在此刻完全瓦解, 如果能够得到他们, 之前横穿无人区的苦与泪将完全值得。 成续在这儿, 不过, 我们的约定。 塞科夫笑呵呵地看着他, 拿上来。 卡修斯稳定下情绪, 向部下示意。 一名裁决者把后背上严密包裹的长条形物件 恭恭敬敬地交到卡修斯手上。 此时此刻, 所有裁决者神情全部变得严肃而恭敬, 面向包裹位于汉手, 一时敬畏。 什么东西? 隐秘在里面的敌诚三人, 微微诧异, 之前注意过那人后背的东西, 本来只认为是他的兵器, 现在看来是个宝贝, 能够与软筋交换。 三人效仿其他裁决者, 微微低头, 目光却悄悄地观察着前面。 卡修斯在结果包裹时, 同样出现几分公斤的神色, 并做了个低头行李的动作, 而后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裹, 把缠绕的兽皮一层层打开, 出现个足有两米长, 镶嵌各色宝石的镀金锦盒, 再然后锦盒打开, 卡修斯伸手探入其中, 缓缓拿出一根通体金黄的长行权杖。 权杖通体黄金断藻, 布满古怪的图形纹路, 顶部是个金色展翅天使, 宝壁垂手, 像是诵经, 像是祈祷, 又像是滴滴的哭泣。 大小相当于成人手掌, 同样是个黄金断藻, 精细程度不比黄金生肖像弱上分毫, 圣殿的最高权力象征, 殿主爱获维拉贴身信武, 权杖天使的锤气。 卡修斯高举金色权杖, 肃容沉生, 以殿主权杖的名义起始, 圣殿愿与战俘结成生死盟友, 互补互助, 相持相顾, 永不背起。 赛克夫向身旁几个人示意倒下, 两个身着白色衣大褂的工作人员赶紧上前, 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研究起权杖, 着重放在其中几个细微的钻石和纹路上, 他们需要辨别权杖真伪。 赛克夫故意无视卡修斯等人脸上的些许怒意, 事关重大, 由不得他们不小心。 此番战俘处心积虑地与圣殿组成联盟, 甚至不惜以珍贵的软金为代价, 所以必须确定权杖的真伪, 以此确定盟友关系的牢靠性, 这是要结盟。 此刻最为震惊地当树敌成, 他听不懂双方的谈话内容, 却能从双方的动作和语气中推断些东西。 战俘与圣殿结盟, 一个皇族, 一个准皇族, 一个以隐秘而强悍的武力侦察黑榜, 一个以仙境而全面的武器影响世界, 两者相合, 其威其能, 相合等可怕, 从软金和权杖来看, 此番结盟并非作作, 而是真真正正的地义纠合。 联想自己和圣族的结盟, 再看现在战俘与圣殿的结盟, 位于黑榜五十强的各方势力, 是否都已经开始暗中纠缠? 仔细地检查后, 两名专业鉴定师, 均向塞克夫点了点头, 确定权杖没有问题。 塞克夫心神伟治激荡, 速来爽朗的他忍不住放声大笑, 嘿嘿嘿嘿, 来人, 上酒。 免了, 我不喝酒。 卡修斯放下权杖, 话语中带着惯有的威严和命令, 权杖, 你验证完, 把软精和变码程序给我, 具体结盟试想, 等我返回圣殿后, 由双方进行详细拟定。 好好好, 我们详细圣殿的诚意, 不过, 赛克夫看了看华贵耀眼的金色权杖, 笑容里面多了些其他的味道。 软精制品, 你们可以带走, 承许, 你们也可以带走, 但是, 两个刚刚包里出来的软精, 需要暂且留下。 之前的商店中, 可不是这么说的。 卡修斯目光微微凌厉, 赛克夫仿佛没有察觉到压迫而来的威势, 也没受到什么影响, 自顾如常的道。 赏顶轴也提高过权杖暂时由我们保管, 可你们在最后时刻进行了更改, 老板体谅你们的教规, 选择了妥协, 可你们是不是也体谅下我们的心情, 允许进行细微的改动。 怎么改? 卡修斯愣愣地看着他, 两个软精圆养暂时留下, 直到将来协议全部修订完毕并正式生效, 我们会安然奉上, 保证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卡修斯大人, 请您稍稍体谅, 毕竟这次结盟对我们战俘非常重要。 卡修斯断然拒绝, 软精不能平凡在外露面, 这次我必须全部带走, 免得生出什么麻烦。 至于结盟事宜, 圣殿有足够的诚意, 这一点你们无需担心。 请相信我们战俘的势力, 护送两个软精绝无问题, 我们也相信你们的诚意, 但诚意至上需要稍微的加把锁, 您说是吗? 我说不行。 塞克夫为难地搓了搓手, 犹豫了好一会儿, 说道, 好, 既然很快就成为一家人了, 不如双方相互体谅, 各退一步。 我们只留下一个软精, 如何?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 此次结盟就得需要从长起义了。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威胁? 卡修斯大人误会了, 我们只是小心谨慎, 别无他意, 更不想挑衅圣殿威严, 您看。 卡修斯略微皱了皱眉头, 目光放到散发柔美光滑的软精上, 沉思片刻后说道, 蛇形象对应的软精你们留下, 猴形象我们带走, 可以可以, 没问题。 现在开始拷贝公益程序, 天黑之前送我们离开, 请稍等。 塞克夫向程序师点头, 对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磁盘, 插入电脑中, 开始囊括整个系统的拷贝。 卡修斯则耐心地等待, 注意力渐渐地全部放到那两件衣服制成品上, 欣赏着上面的光滑, 贴飞着其中的魅力, 竟然也有了种沉沦的感觉。 狄长三人悄悄地用眼神坐着交流, 商议如何进行, 动手抢夺。 时间因为拷贝进城, 缓慢而变地吃换下来, 弱大的房间里, 除了巡逻士兵细微的脚步声, 便只剩下了自己的心跳。 然而, 当狄城悄悄观察房间布局, 考虑如何动手的时候, 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问题, 一个带有致命威胁的问题。 这个房间的光线稍微暗淡些, 为了突出水晶柜里面黄金的华镁, 大多数的光线都聚焦式地投到了那里, 无形中忽略了周围的环境。 有些边角区域, 包括墙面上则显得过于暗淡, 或者是昏暗。 而自己安置炸弹的密码识别器, 就在昏暗区域, 声波发声器闪烁的细微光芒, 无形中刺眼了起来。 一闪, 一闪, 仿若心脏在跳动, 一滴冷汗悄然滑落, 心也不由提起, 敌城忍不住看向附近巡逻的士兵, 现在他们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卡修斯和裁决者身上, 谁也没有发现这个说明显也不明显, 说不明显也明显的异样。 喂, 自然一些。 高森察觉到敌城的神情变化, 忍不住地敲声提醒, 敌城悄然吸了口气, 慢慢地把目光收回, 暗自祈祷, 事情结束前不要被战俘发现。 可越是怕什么, 往往越是来什么, 当屏幕上显示的拷贝进程达到百分百的时候, 当卡修斯冷硬的脸上开始出现微笑的时候, 当敌城暗自盘算是否出手的时候, 巡视的士兵终于察觉到了门前细微的光点闪烁。 士兵奇怪地看着红点, 皱着眉头走了上去, 先是仔细查看, 而后轻松地把炸弹拿了下来。 看着手中的布条和微微闪烁的红色光点, 士兵脸色忽然大变, 鸡里呱啦地大声呼喝起来。 马上要进行交易的赛克夫等人, 忍不住回头望去, 他们的表情毫无例外的是好奇, 而敌城三人脸上却脸色大变。 危急时刻, 敌城断然敌和, 奥古斯, 嘴里炸弹, 报。 远在深山中的奥古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是敌和声中的交集却听得清清楚楚, 毫不犹豫地猛地按下按钮。 轰的一声, 滔滔火焰, 猛烈起浪, 恐怖的撕扯力量在这一瞬间肆虐扩散, 与震耳的轰鸣激荡整个空间, 拿着他的士兵还没反应过来, 便瞬间被气浪和火焰淹没吞噬, 化作残破碎肉飞扬出去, 房间里的遗弃全部受到爆炸波及, 剧烈地晃动破裂, 爆炸的威力极为恐怖, 包括猝不及防的卡修斯, 茫然无措的士兵裁决者, 也包括已然做好准备的敌城等人, 毫无例外地被气浪给掀飞出去, 狠狠地砸向四周墙壁或者遗弃, 同一时刻, 整个基地为之颤动, 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各个通道, 基地士兵们开始只是惊奇, 可当确定声援发生地时, 所有人脸色大变, 愤怒与交集中, 风也似地向那处通道狂奔过去, 动手, 敌城强人脑袋的眩晕, 猛地翻跳起来, 手中绿色炸弹狠狠地甩向不远处的水晶玻璃柜, 砰的一声, 猛烈地撞击下, 炸弹当即爆炸, 恐怖的撕扯力量, 当即将足以防弹的玻璃炸得粉碎, 激荡的气浪和火焰, 又一次将错不及防的人们掀翻, 不少进前的乘血师甚至被当场炸死, 喷进了鲜血和残肢, 为惨烈地爆发, 涂抹了满目血腥, 保护软精, 废墟中狼狈爬起的赛克夫死声咆哮, 之前的镇顶惯有笑容, 在此刻化作厉鬼般的猙獰, 晃动的同眸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怒意, 我拿成血, 高森宛如猎豹般奔窜起身, 刹那冲到着火的电脑设备前, 钢铁扇子完全张开, 急速旋动中宛若猙獰的电锯, 狠狠地将前方刚刚拿到成血的士兵, 拦腰切成两半, 浓烈的鲜血, 恶心的肠胃随之喷洒, 高森身躯急速旋动, 铁扇周身飞舞, 当场将三名同时窜到的裁决者震退, 一把抓住成血侧盘向着旁边闪避, 罗尹同样窜起, 凝缩的同眸完全化作漆黑墨色, 凌冽地视线, 扫射全场, 双手砸耍般急速甩动, 怒射的子弹穿透空间, 撕裂烟幕, 将所有警戒士兵当场击杀, 混乱的场景, 危急的关头, 精准的枪法竟然全部命中额头, 甩惊归我了, 狄成心头嘶吼, 一把抓住其中一件软禁衣服, 迅速地塞到怀里, 可正当地准备向其余衣服和软禁下手时, 一道利剑般的光芒在视线中激素放大, 来不及多想, 狄成双手猛拍地面, 身躯扭转, 全手翻腾, 恰在此刻, 那道流光滑着自己的头发扫过, 飘落数以百计的莫塞长发, 一声冷哼在四周激荡, 狼狈含怒的卡修斯, 扑开烟雾, 抓住下面的衣服和一个软禁器皿, 至于滚落到附近的另一个软禁器皿, 则被塞克夫抓住, 看着抢夺软禁的卡修斯和同为裁决者的迪程, 塞克夫的愤怒几乎打倒颠覆, 死生的咆哮宛如炸雷, 卡修斯, 我战俘与你圣殿不共戴天, 卡修斯来不及和他解释, 也没那个心情和他解释, 灵力的目光死死锁定, 滚落出去的迪程, 你是谁, 小楚软惊, 饶你不死, 刚刚指住翻滚的迪程, 如同压缩的弹簧, 激舍而至, 爆合声中, 江口的利兆, 带着撕裂空间的骑士, 临近卡修斯, 汉语, 华夏, 卡修斯的目光, 为之晃动, 手中权杖却毫不客气地抱哼而出, 锁定迪程所行轨迹, 只取其头颅不韦, 急速身法, 全速施展, 迪程甩出道道残影, 刹那间, 出现在卡修斯身前, 甩动的利兆, 狠狠地轰打在他的胸口, 与此同时, 反身而回的高森, 旋动金刚扇, 劈斩卡修斯喉咙, 前进一发之刻, 黄金拳杖全速回防, 显之又显地, 将铁扇拦截, 刺激, 则借助两次撞击的反阵力, 翻腾起身, 从双方拦截中闪避出去, 封锁基地, 杀无赦, 赛克福死死地抱住怀中的转睛, 猙獰咆哮, 召开通道, 毁掉基地, 同时同刻, 狄宠握住对讲机, 四声大吼, 就他们出来, 山脉深处, 听着话筒中传来的阵阵嘈杂, 混乱与嘶吼,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紧紧地盯着小屏幕上的红点闪烁, 马上, 奥古斯的神情闪过一道疯狂, 深吸口气后, 双手全部按到仪器的按钮上, 刹那间, 哄的一声, 基地内部遍布四号通道的所有炸弹, 完全启动, 浓烈的火焰, 激荡的气浪, 震耳的轰鸣, 伴随着恐怖的撕扯力量, 在短短几秒冲斥整个通道, 已经冲到里面准备救援的近百名士兵被无情地吞噬, 凄厉的哀嚎, 完全被死神的凝啸压制, 垂死的挣扎, 为这场疯狂的爆炸奉送最为惨烈的武器, 就连拥挤在通道外的士兵们, 也被肆虐的气浪给狠狠地先飞出去, 一瞬间, 整个基地广场出现满天飞人, 金刚加固的通道遍布珠网般的猙獰泪痕, 大便区域开始晃动坍塌, 基地以及四周山体随之发生晃动, 以基地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区域全部遭受波及, 红龙声中多达三十余处雪崩相继出现, 末日般的雪潮满山遍野地轰然而下, 凄厉的野兽丝鸣在雪崩升潮下无礼身严, 看啊,完美的杰作啊, 山谷深处, 奥古斯仰望四周滔滔雪崩, 儒雅神情化作疯狂与炙热, 张开双鼻, 撕成高喉, 神情与模样一如当年的赤箱灾难, 相较于他的激动, 夜晚童等人却脸色大变, 谁能想到爆炸威力如此恐怖, 波及范围如此之光, 逃, 轩原紫衣等人惊跳起来, 全力向着可以藏身的临地冲去, 走, 宇文荒雪深深地看了眼, 撞入疯狂的奥古斯, 嘴角竟然出现一抹不寻常的欣赏笑意, 一把抄起他紧紧地随上众人, 此时此刻, 基地最里面的遗弃史已经惨破不堪, 除了狄成等少数几人, 藏到墙角躲过了爆炸波浪外, 其余所有人全部被冲击波撕得粉碎, 其中的遗弃则全部化作废墟, 气浪冲击刚刚停止, 卡修斯摔动大肠, 一头冲进火焰, 肆虐的残破通道里, 现存的八名裁决者, 强忍身体疼痛, 同样扭伸冲进火海, 转经在卡修斯手里, 追, 狄成抄起一块不大不小的玻璃顶在面前, 带着罗影高森冲进通道, 锁定前方身影, 急锁追赶, 通道里蚕食遍布, 烟尘浓密, 焦臭于血腥味道令人作呕, 偶尔还有大大小小的碎石, 从头顶坍塌坠落, 时时处处遍布危机, 前方的卡修斯和后方的狄成等人, 各个屏住呼吸, 将速度向着极致施展, 凭借之前的记忆向前闷头狂奔, 百多米的距离很快就到了尽头, 卡修斯低吼一声, 猛地冲出通道, 见随其后, 裁决者, 狄成, 高森和罗尹全部逃了出来, 此时的广场里同样混乱破败, 之前的冲击波太过强烈, 不仅把聚集在那里的士兵们全体先飞, 周围排列的大量武器也凌乱不堪, 当卡修斯等人冲出来的时候, 士兵们大多还没从之前的轰鸣中缓冲过来, 也无法做出有效果的阻拦, 目光在广场扫过, 卡修斯迅速冲到边角那架刚刚启动的直升飞机上, 一把掐住驾驶员的喉咙, 尖利的指甲全部没入其中, 巨大的力量几乎让他窒息, 飞出去, 身体的痛苦以及冰冷的威胁, 迫使驾驶员选择妥协, 艰难地点了点头, 晃动驾驶把手, 缓缓地向上拉起, 旋动的进风呼啸而出, 直升飞机在轻微的晃动中缓慢起身, 紧紧追随的八名裁决者接连八名裁决者, 只是狭小的空间, 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的人员, 晃晃悠悠中差点一头栽下去, 卡修斯当机力端, 把重机枪和大量的子弹和机枪全部抛了下去, 一下子减轻几百斤的重量, 飞机好歹控制住平稳, 飞升速度随之加快, 落后几分的敌程已经无法赶上飞机, 只能看着卡修斯安然逃离, 此时此刻, 广场清醒过来的士兵们越来越多, 大面积的机枪射击眼看就要降临, 而头顶的两个大型半圆闸门也开始闭合, 凝重, 压抑的气氛在混乱中悄然弥漫, 谁会开飞机, 来不及喘口气, 迪程和高三同时道, 直升机太满, 来不及了, 跟我走, 罗尹望了下头顶已经闭合大半的通道, 急步冲向边角, 那里有一排排的飞行器, 迪程和高三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危急关头, 他们只能选择信任, 罗尹解下个三米多长的大翅膀背到身上, 边麻利地扣合绳索便说道, 从后面抱住翅膀, 抱紧尽量全曲双腿, 不要被喷射的火焰伤倒, 他还会控制这种东西, 迪程两人交换下惊奇的目光, 赶紧照做, 分别把往上面凸起部位, 把自己紧紧地固定在翅膀上, 同时把双腿翘起, 这时候, 四号通道里突然冲出个黑漆漆的身影, 撞入癫狂的死声咆哮, 大声地呼和着广场上的士兵赶紧射击, 准备好了, 罗尹一声闷吼, 双手同时按下左右两侧把柄上的红色按钮, 轰的一声, 猛烈的火焰从机翼下方喷射出来, 机体开始剧烈地晃动震产, 从未体验过这种尖端科技的迪程两人, 不由地再次抱紧, 走, 罗尹全力拉动两侧把手, 火焰喷涂陡然加大, 飞行器宛若发射的导弹, 拖着熊熊火蛇击舍高空, 速度之快, 令后面的迪程两人紧紧闭上双眼, 短短片刻, 在基地眼看就要合并时, 飞行器和哈修斯所在的直升飞机同时冲了出去, 打开基地, 给我追, 仿佛烧焦的赛科夫, 四声咆哮, 基地里的士兵全体动员, 奔向飞行器所在地, 开始马里地安装机器, 直升飞机冲出基地后, 调转方向, 往雪山深处飞去, 卡修斯的不断催促下, 速度很快达到极致, 可他们飞得快, 冲天而去的罗尹等人更为迅疾, 拖着熊熊火焰一头扎下, 直扮直升机飞来, 卡修斯自然发现了他们, 有心想要击落, 却发现根本没有可用的武器, 只能暗自着急, 不过罗尹等人同样无法下手, 这种高科技东西只能帮助人飞行, 不仅方向难以控制, 速度也无法调动, 至于武器, 更是别想, 所以, 双方各自紧张, 各自着急, 却谁也奈何不了谁, 彼此简单地纠缠片刻, 罗尹眼线疯狂地神色, 控制即将燃料耗尽的飞行器, 向前方奔窜出去, 而后抛出个大大的弧度, 直线反冲回来, 准备, 跳, 跳跳跳, 快点, 高速飞射中, 罗尹拼命嘶吼, 焦急地催促身后的敌城两人, 自己也开始, 艰难地解开身上的绳索, 由于速度太过迅疾, 进风呼啸的声音压过所有, 紧紧闭着眼睛的敌城两人, 直到最后关头, 才隐约听得清楚, 来不及多想, 同时松开双手, 下一秒, 两人如同断线的风筝, 狠狠地抛阳出去, 急速地旋转乱飞中, 狠狠地砸向下方雪峰, 在他们离手之后, 罗尹同样解开绳索, 抛落下去, 妈的, 疯子, 前方直升飞机里的卡修斯等人, 脸色大变, 毫不犹豫地从侧面飞窜下去, 驾驶室里的驾驶员脸色沙白, 赶紧解开保险带, 准备跳机逃窜, 可没等他的手触碰到按钮, 失控的飞行器急速冲倒, 两者狠狠地撞到一起, 凶猛的撞击带动猛烈的爆炸, 熊熊火焰当空绽放, 拓散的零件子弹向着死周激舍而去, 狄城他们出来了, 九点钟方向, 走走走, 山里深处, 奥古斯很快根据电脑上的红点, 锁定狄城所在方向, 根据上面的指引, 全速前进, 黄魂战队, 做好战斗准备, 宇文荒雪, 仰望前方茫茫雪云, 儒雅的神琴中, 闪过些许灵力与战役, 背负后背的双手, 缓缓攥紧, 卡修斯, 今天, 必取你性命。 砰的一声, 狄城失控的身体, 如流星般轰向地面, 砰砰雪花, 当即飞射激阳, 紧随其后, 高森和罗尹相继砸到雪海中, 除了雪花飞扬, 完全没了身影, 如果不是之前的雪崩, 积累了足够厚度的雪层, 狄城三人, 若是以这种迅猛的速度, 和冲击力砸下来, 除了粉身碎骨之外, 再无其他结果。 即便如此, 身体仍旧出现大面积的砸伤, 某些部位, 甚至还出现了明显的骨裂, 大脑昏昏沉沉, 近乎昏厥。 雪堆身处, 狄城用力地, 黄黄昏沉脑袋, 胡乱抓了把雪, 用力涂抹到脸上, 冰冷的感觉, 让自己完全清醒过来。 卡秀斯。 狄城深深地, 吸了口气, 神情逐渐被疯狂和火热占据。 禁锢解封, 身体缓慢绷紧, 躁动的战役, 和炙热的气息, 在全身各个部位流转, 唤醒刻意压制的灵魂。 如兽般的嘶吼, 在喉咙滚动, 神情猙獰的狄城, 双脚猛躲地面, 猎鹰板扑空而起, 灵空翻转, 跨步而下, 强势气势, 过挟全身, 急速身法, 毫无保留地施展出来, 如同一道流光, 向着前方急速传射, 松软的血层, 竟然没有对它造成丝毫影响, 宛若猎鹰腐空, 犹如青眼滑翔, 精妙轻功身法, 显了无疑, 一道道残影, 沿途流至, 如果龙二, 房中寿在这里, 必定会被眼前的一幕, 惊得目瞪口呆。 不远处, 相继响起两道力笑, 高森和罗尹, 同时挣脱血层束缚, 冲了出来, 推了推鼻梁上歪斜的眼镜, 高森兴红的嘴唇, 舔去嘴角血迹, 神情狂惹而正宁, 望了望远处的直升飞机, 坠落的方向, 蜷缩的身躯, 如同释放的高能弹簧, 疯狂踏步急冲。 罗尹也很想追上去, 可是, 半跪在地上的他, 却剧烈咳嗽起来, 整个左臂不受控制的颤抖, 一根干枯的手指, 竟然生生动穿了他的左肩, 浓烈的鲜血, 顺着尖端滴到血层上, 绽放出, 倒倒艳丽梅花。 该死。 罗尹狠狠地暗骂倒霉, 赶紧用力地攥住尖头, 止住流血, 同时拿着话筒, 急声向奥古斯汇报方位和状况。 隔着个山头的卡修斯等人, 同样艰难地从血堆里爬出来, 高空坠落的撞击里, 毫无例外地带给他们不轻地创伤, 八个裁决者中, 还有一个人不幸撞到血堆下的石头, 再也没能爬起来。 轻轻地抚摸胸口不韦, 感受里面依旧存在的软筋容器和软筋衣裳, 卡修斯的神情有庆幸也有愤怒, 知道混乱的那个人是谁, 竟然还能伤到自己, 真是来自华夏, 又是那一方的势力。 裁决长, 程序侧盘被夺走了, 是不是去抢回来? 幸存的齐名裁决者聚集上来, 难道我有理由说不? 卡修斯缓缓地握紧黄金拳杖, 投谋之中, 勇动战役。 他们的防备大志在, 裁决长刚要开口, 一声宛如鹰蹄的嘶鸣声, 陡然炸响, 紧随其后, 左前方的山腰部位忽然窜出一道身影, 以恐怖的速度向他们飞窜而来。 卡修斯头眸凝缩, 愣然呼喝, 就是他给我抓活的, 裁决者出击。 锋利兵器强然出窍, 七名裁决者迅速散开, 以一盏阵型拦向敌城, 不断加速中, 本身气势向巅峰飙升, 所有的憋屈和愤怒化作躁动的战役。 圣殿最强战队的实力终于开始展现, 一方飞掠如鹰, 一方狂奔如潮, 短短片刻在这茫茫血缘轰然撞击。 他日潮, 今日报, 圣殿裁决所, 偿还当日杰鸡之汉。 愤怒的吼声在心中回荡, 敌城速度再度飙升, 强势撞入包围圈, 毕生实力完全涌动, 漫天掌影如爆炸般刹那充饰整个区域, 连续的轰击声近乎响成整片。 七名裁决者万万没料到对方如此恐怖, 猝不及防下集体遭闯, 巨大的冲击力, 裹挟全身被狠狠地砸飞出去。 卡修斯, 叫出黄金转经! 坚力的嘶吼, 陡然乍响, 神情狂热的敌城冲破裁决者的奏格, 急速临近卡修斯。 熟悉的声音让卡修斯眉头凝缩, 正于回忆在那儿听过这个声音时, 敌城紧抓对方失神的空档, 速度再度飙升, 几个闪掠便杀到尽前。 煞翼涌动的力招犹如跨越空间般狠狠轰荡, 加速, 扁招, 出手, 撞击, 整个动作在眨眼间完成, 正巧是卡修斯失神的细微空档, 实际拿捏, 精确之毫秒。 卡修斯心头骇然, 身躯晃动间即可还击, 善儿, 晚了。 咔嚓一声, 恐怖的力量尽数倾斜, 慢过钢铁般的肌肉, 尽数涌入内力护心骨。 道道裂痕随之浮现, 卡修斯脸色瞬间傻白, 挖得吐出口鲜血, 身体如同遭受火车状的羁斑, 狠狠地抛飞出去。 剧烈的疼痛让他迅速回神, 半空中全力控制身形, 翻腾中安然落地。 与此同时, 黄金权杖强势轮转, 细微的残影在身前悬动, 四缓十级中恨然冲击。 一行一动, 迅而狠, 刚而雕, 竟然仅仅凭感觉精准拦截到敌城的处击方位。 声儿。 火风声呼啸响动, 黄金权兆竟然毫无阻止地从目标身体上砸穿过去。 残影。 宛若一股电流扫过全身, 卡修斯神情随之害人, 前军一发之客, 拼尽全力向后划移。 几乎同一时刻, 一记刚猛扫腿从侧面临近, 铁边般狠狠从他下腹部位扫了过去。 卡修斯惊退五步之外, 可是刚刚停下, 下腹部位却随之传来火辣辣的剧痛和粘稠湿润的感觉。 受伤了。 一阵冷汗在额头浮现, 如果之前自己再慢上几分之一秒, 遭受命中的将是侧雷, 至于下场, 完全可以想象。 谁? 这人是谁? 好恐怖的速度。 多少年了, 除了店主之外, 从未有人能够伤到自己。 可今天, 刚刚照面便接连受到两侧众击, 还差点丢了性命。 卡修斯又惊又怒, 紧紧盯住眼前男子, 气势与战役不断地向巅峰靠拢。 刺猬如何? 狄成舔了舔干色的嘴唇, 胸中躁动的战役带动身体轻微颤动。 短暂的凝视之后, 蜷缩的躯体再度释放, 裹挟无匹的煞翼对着卡修斯暴冲而去。 起诉身法与野蛮暴力, 刁钻柔劲与钢猛寸脚, 精妙的转换变动中,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恐怖战斗力。 宛若深渊魔龙, 傲笑爆发。 受到狄成气势左破, 卡修斯的沉稳和孤傲终于无法保持。 半只声含怒咆哮, 凌厉煞意激荡而出, 黄金权杖几乎与自身融入一体。 舞动金色风暴, 卷向狄成, 沉闷的撞击声响成整片, 飞溅雪花成为最佳的伴舞。 当今两大准子经王者, 载着异国他乡, 载着茫茫雪原展开巅峰对接。 另一方, 被战退的齐名裁决者, 狼狈地从血堆中爬了起来, 忍不住四声咆哮, 一泄心中羞愤。 堂堂圣殿裁决所, 世界最强刑法部队, 什么时候落魄狼狈到 任人欺凌的地步了? 那人是谁? 谁有如此胆量, 竟然挑衅圣殿威严? 鼎立范红的目光, 齐刷刷地射向卡修斯展圈, 一看之下, 神情无不随之变动。 他, 纠缠住了裁决掌。 恰在此时, 紧紧追随的高森, 从之前敌城窜出的方位杀到, 沉闷的脚步声, 将七名裁决者惊醒, 智缓的怒火和战役再度涌动, 齐齐锁定到他的身上, 无需任何的鼓动和指挥, 集体向其迎杀过去。 无论是气势, 杀矣, 还是冲击的速度, 阵型, 都远超之前。 裁决者的真正实力完全爆发, 可情绪过于激动, 以致影响到了理智, 他们无法猜测眼前的男子究竟是谁, 更是想象不到他有多么可怕。 尾面声, 高森, 计谋之下的战斗力足够强横。 高森急步狂冲, 星红的双眸, 死死盯住前方, 七大裁决者。 神情争年中, 全身肌肉绷紧到极致, 兴奋于躁动的战役, 几乎要将整个身体焚烧。 天有黄昏! 一声立笑, 席卷长空, 高森宛若发狂满手, 狠狠地冲入人群。 旋动的金刚扇, 强然迎击, 钢包力量, 刹那将正面的钢刀给震开。 与此同时, 身躯向前, 驱势不减, 紧随而至的左手, 暴然轰打在此人的胸口。 咔嚓一声, 胸骨碎裂, 鲜血逆口喷出, 裁决者如遭雷击般, 狠狠地抛飞出去。 六柄刀尖, 劈斩而至, 高森前冲身躯, 全速下压, 双手铺地, 反向翻腾。 冲天而起, 从灵力沙漠中, 挣脱出去。 低沉地呼吼, 在喉咙滚动。 六大裁局者, 如同鱼网般, 全速散开。 当仙散人, 双脚猛跺地面, 立剑般返回回杀突击。 两刀一剑, 分区上中下三炉, 整体动作迅弱流光, 激如惊雷。 高森目光凝缩, 扑空下冲的身躯全力扭动, 手中铁扇强然打张, 五柄尖刀从前端刺探出来, 围绕身躯急速旋转, 火星剑舍中将其三者拦截。 就在刀剑铁扇相撞的一刹那, 高森左手, 金扣成爪, 带着一阵旋风狠辣的轰击, 正前那人的下腹。 全力轰击的左爪, 带着丝丝尽气, 直接穿透此人衣襟, 建立的爪风, 死死地扣入皮肉, 猙獰的笑如, 在高森嘴角浮现, 悬动的铁扇再度折转, 硬生生地将拉扯起来的皮肉, 给切了下来。 与此同时, 双脚蒙躲地面, 全速向后撤移, 巧妙地从其余五人的围杀中 闪避出去。 厉鬼般的惨叫, 当空扎响, 那人死死地握住, 没了皮皱的腹部, 可仍旧有几条肠子滚了下来, 剧痛和惊恐的潮水般将它淹没, 两枪中向后撤离。 其余六人神情大害, 随即怒吼前冲, 六道突击箭头, 刘光斑从四面八方, 强势围堵。 随手把大块皮肉扔在地上, 高三宁小出声, 再度出击。 不过并非应战六道裁决者, 而是举办受创那人过去。 急步狂踏中, 借势腾空而起, 强势跨越七步距离, 从围杀方站的头顶, 翻阅过去。 拦住他! 六人心头大惊, 急忙调转方向, 枫叶似的追击, 你第一个。 冰冷的宁小中, 高森再度腾越起跳, 左脚精准地踏到那人肩头, 甩动的右脚 以雷霆之势爆燃突击, 狠狠轰打在其喉不顾为。 咔嚓声中, 脚尖完全没入喉咙, 大大的突起, 从后颈突出。 这名裁决者双眼随之突起, 打伤的嘴巴里, 鼓鼓冒着鲜血, 生命消散。 杀了他! 柳鸣裁决者双眼充血, 血腥完全激发, 裹鞋滔沙烟, 轰然笼罩。 高森神情狂热, 骤然发出让人发毛的嘶吼, 那副儒雅和文弱已经完全消失, 与之前完全判若两人, 就好像受到极度刺激般, 精神骤然失常。 尽看那股疯狂势头的话, 此时的高森, 比杨静战斗起来, 都要骇然几分。 手中铁扇打开大合间, 闪电般急速旋动, 精准拦截四周冲击, 左手将口, 宛若硬找薄兔, 借机突刺。 手中带弓, 弓中带手, 进退有据, 弓手兼备。 犀利强势的进攻方式, 却又与那争妙疯狂的模样, 完全相反。 古怪知己的矛盾, 以及毫无征兆的气息转变, 预示着高森已经完全进入状态, 疯狂的战斗状态。 在高森这里的激战, 进入惨烈状态时, 迪城与卡修斯的巅峰对决, 也已到达高潮。 黄金拳杖狂躁突击, 狠狠轰打在迪城下赴, 一口血水逆口喷出, 急速的进攻完全瓦解, 神区如大下般跪了下去。 不管你是谁, 犯我圣殿未严者, 死! 念不及冲中, 神情阴沉如水的卡修斯, 迅疾出现在迪城的面前, 甩动的右脚, 刹那出现在他的下巴。 迪城心头微凉, 双手全力拦截, 与此同时, 跪坐的双膝随之发力, 疼得一声, 沉闷的拦截声中, 迪城借势而起, 狠狠地撞向卡修斯。 在彼此粗鲁的撞击中, 卡修斯左手如同鬼爪般 扣到迪城脸部, 而迪城弹射的左手 也伸到了卡修斯的胸口位置。 两人被反振力量弹毁, 卡修斯本想把迪城的脸给撕裂, 却不想捉下了张人皮面具。 看着手中脚黑残破的面具, 卡修斯眉头大皱, 缓缓抬头, 冷力的毛子投向前方。 你是迪城? 小心地按了按脸上的血槽, 迪城滴滴冷笑, 慢慢举起右手, 一个金色衣裳出现在手中。 谢谢馈泽。 迪城, 真的是你, 敢以我省殿为敌, 好大的胆子。 把软禁衣裳塞到怀里, 迪城缓缓地送动双肩。 很快你就会死在这茫茫雪山, 谁又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就凭你。 就凭我, 足够。 卡修斯的怒火愈发浓郁, 一个小小的天门, 竟然也敢挑衅圣殿。 别以为有密宗撑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圣殿想灭你天门, 已如反掌。 不需要任何人撑腰, 再次重复一遍。 伤你, 我自己足够。 狂傲。 卡修斯怒吓一声, 率先出击, 黄金权杖以怒涛拍案之势, 直取迪城。 见识下, 何谓尽身战? 迪城身法全力施展, 寸进之力与太极之势完美柔和, 宛若实质的掌影, 全速将羞猛权杖精准拦截, 以肉掌鸡斗金杖, 是疯狂还是自信? 满天掌影层层叠叠, 珊瑚海啸般毫不停止, 完全凭借圣猛的石头, 硬是剖开了卡修斯的防御权杖。 几个急速闪壁, 成功贴近内层斩圈, 迪城紧紧地纠缠, 疯狂地轰击, 抓住所有可用的机会, 不断地向卡修斯的胸口部位探取, 试图将藏在里面的另一个软金夺取。 但卡修斯畏惧黑榜三十强之列, 圣殿之内殿主之下最强者, 绝非轻而易举便能成功, 激战在惨烈中逐渐陷入胶着。 不仅是他们这里, 第五大裁局者防命的冲击, 终于把高森控制, 战斗从被动转成胶着, 又开始逐渐向主动转变, 只是这种局面还没完全成形, 声声急促杂乱的脚步声, 从闪妖方向清晰传来, 片刻之后, 雪尸循着气味狂冲过来, 同灵般的大眼睛, 闪动视血光芒, 取势不减, 方向不变, 伤猛野蛮地直奔高森展圈而来。 如狮似虎的吼声, 从獠牙中涌出, 雪尸凭借一声蛮礼, 发狂奔船, 砰的一声, 夹杂鼓裂的撞击声, 当场将三名裁决者给撞倒撞翻, 吼声阵阵, 地爪翻腾, 宛若出海蛟龙, 在战圈一阵横冲直撞, 将战圈搅得混乱不堪, 好! 高森拖宽, 力声大喝, 铁扇羌然打张, 疯狂旋转中, 当场将面前两人坐视警弓的手掌, 齐齐切了下来, 喷剑的鲜血和凄厉的惨叫, 为今天裁举者的覆灭, 奏响哀悦。 在雪尸将战圈搅乱的同一时刻, 一道娇小的身影,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场中, 长发飞舞, 双臂甩动, 二三十道荧光, 天女散花般急速飙射, 瞬间没入周身众人的身体, 遍布躯体, 臂弯, 腰身, 以及双手双脚, 有的深深地插入骨头, 有的卡在各个关节, 有的只是身体皮肉。 莫然间, 其中三人双眼死死突起, 厉鬼般死生悲鸣, 难以想象的疼痛, 让她的全身陷入僵硬, 大脑甚至在一片空白, 失去了思考能力。 其余两人惊恐后退, 全速逃窜, 可还没等他们转过身子, 紧随冲到的黄魂战队成员, 毫不留情地举起屠刀, 当空披下。 同一时刻, 狄城所在的扇圈, 同样有一人杀到, 省殿卡修斯, 好久不见。 轻缓的笑声悠悠飘散, 一道修长如玉的手掌, 无声无息地放在了正疯狂舞动的黄金权杖上。 没见多么用力, 权杖却声声断住, 再也难动分毫。 猝不及防下, 卡修斯被狠狠地晃了下, 差点身体失衡。 电视火花间, 狄城探手出击, 一把扣在卡修斯的胸前部位, 正好将里面的黄金软精给抓住。 是谁? 卡修斯心头微惊, 被迫放弃黄金权杖, 迎击狄城。 善儿, 他是我的了? 狄城右手抓住黄金软精的同一时间, 左手画掌直取卡修斯薄镜, 饶使他全力绷紧了肌肉, 仍旧被这肛猛劈砍, 给打得气质血鱼, 狼狈倒退。 被牢牢守护的软精, 最终落到了狄城手中。 卡修斯后退到十步以外, 好歹停止步伐, 待看清来人时, 悚然动容, 语文荒雪。 黄金权杖? 直到它落到我的手里, 爱火维拉会不会发疯? 语文荒雪随意甩了甩手中的黄金权杖, 看向狄城, 东西都到手了。 狄城举了举手中的软金容器, 一个软精, 两个成品衣裳都在我这儿, 还有一个软精在战俘手里。 眼中的震惊缓缓隐去, 卡修斯沉声道, 没想到你们两个竟然勾结到一起, 今天怎么卡修斯认在了? 不过, 起初一句话, 该是圣殿的东西, 永远都是。 这番话, 若是爱火维拉来说, 或许还可以。 你们不够格? 语文荒雪, 冷语浅笑, 儒雅气度, 瞬间转化为凌燃沙蚁, 倒倒残影, 充斥荒野, 下一刻, 骤然在卡修斯身前凝食, 双手滑动, 针尖斑的沙蚁, 直射其胸口心防。 好快, 心头一阵悍然, 卡修斯拼力, 躲闪逃避, 他虽狂傲, 却没信心, 迎战连圣殿, 殿主都颇为忌惮的圣族组长, 何况旁边还有个与自己实力相仿的敌臣, 互顾殷尸。 今天今时, 转捏卡修斯之头, 为我圣族崛起, 祭祈。 语文荒雪, 神情冷然, 鸡射的指尖瞬间变着, 近乎跨越空间, 奔至其喉部大动脉, 锁梦。 卡修斯神情陡然疯狂, 身躯晃动, 右手握拳, 乍入流星般, 狂躁轰击。 唐的一声, 圈爪焦急, 语文荒雪去世暂止, 卡修斯则胸口一甜, 鲜血破口喷溅, 狼狈后撤五步有余。 可身形刚刚停止, 视线中的语文荒雪 却已经没了踪迹, 一阵恶寒, 从心窝生疼, 卡修斯斯声里笑, 全身肌肉向极险绷紧, 避免遭受创伤。 与此同时, 左肘全躯死命地向后轰击, 一手一弓浑然天成。 嘿嘿, 你倒也够敏感。 轻缓的笑容, 宛若死神的锤气, 语文荒雪只手出击, 精准将卡修斯炮弹般的左肘拦截, 瞬间将其死死控制。 同时刻刺探出击的右手, 无声无息地从卡修斯身侧绕过, 啪地扣在喉咙部位。 下一刻, 冬地的鲜血痘然喷剑, 语文荒雪将扣的爪尖, 硬生生地把卡修斯紧绷入钢铁的喉咙, 给撕裂开来。 选择临时观战的狄城悄然袭击, 难掩骇然地盯住那道儒雅轻松的身影。 这就是语文荒雪的实力, 这就是人黄的恐怖。 这一刻, 那副淡然与清笑, 那份儒雅和清朗带来的强大压力, 几乎让狄城窒息。 怪不得当年安妮提醒过自己, 此经与准此经虽然只是半步之差, 其间距离却宛若深渊, 半步相差, 亡黄之别。 好强, 美颜悄悄息息, 攥着狄城一脚的小手, 不自觉地轻轻颤了下。 卡修斯近乎疯狂地挣扎, 毕生实力再无半分保留, 海啸般向着死周冲击, 身体各个部位化作杀人机器, 硬生生地从语文荒雪的捆服中逃窜出去。 所有的弹磨, 所有的高傲, 所有的自信, 在此刻完全被惊口和狼狈取代。 卡修斯用力地捂住血流不止的喉咙, 颤动了毛子死死叮嘱前方的语文荒雪。 直到此刻, 直到现在, 他才气声体会到了黑榜人黄的恐怖。 那份差距竟然远远地超过自己曾经的预料。 殿主曾言, 一步差, 天地别, 当时还以为夸大, 可现在, 语文荒雪, 缓步向前, 深随的毛子如同黑洞漩涡, 令人遍体生寒。 没人知道, 你死在哪里, 没人知道是谁杀了你。 卡修斯, 生命尽头, 为自己促场祷告。 语文荒雪。 卡修斯厉鬼般地猙獰嘶吼, 少跟我狂傲, 谁也别想, 少我卡修斯, 谁也别想。 他人不行, 你语文荒雪同样不行。 是吗? 轻语浅笑中, 语文荒雪再度晃动身躯, 长发飞舞, 轻袍漂浮, 金擦雪面, 飙射而至。 卡修斯, 奸声礼笑, 不退反进, 撞入癫狂般, 向着语文荒雪扑杀上来。 那等石头, 那等煞椅, 与平素的他, 完全判若两人, 躁动了起息, 给四周聚拢上来的黄魂战队, 电线惊容。 虽说人寰恐怖, 但准子经强者的拼死出击, 同样惊蝉世人, 这才像个样子。 语文荒雪, 鸡舍的身躯, 陡然飘身起舞, 如同受到清风吹拂的落叶, 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翻转腾空, 甩动的脚尖, 子弹般的狠狠轰击着卡修斯的铁拳, 瘆人的骨头霹裂声, 接连扎响, 醒红的鲜血, 洒落满地凄凉, 华美霸道的止空十连击后, 语文荒雪迅然扑空落下, 原地碾动, 强势临身, 所有的动作干净利落, 华美与霸道结合, 轻巧与狠辣相左, 硬生生把卡修斯的警弓粉碎瓦解。 他与卡修斯并无怨仇, 与圣殿也无隔阂, 彼此间仅是极面之缘, 可在语文荒雪心中, 早已将天下所有势力 算作圣族的假想敌, 要想问鼎至尊, 登上无上皇座, 必须除尽天下强敌, 作为十二大皇族之一的圣殿, 早已化见了原荒雪的血色名单中, 此番能够有机会, 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卡修斯, 必然不肯放弃机会, 因此, 不惜亲子出手, 且毫不留情。 远处的狄城, 美颜还有高森, 黄魂战队, 全部被眼前的一幕 惊得悄然袭击, 失魂般紧紧盯入场中的激战, 欣赏人魂之战, 体会其中的精妙。 卡修斯对自己的被动遭遇 极为不满, 血气与愤怒的积累和涌动, 迫使本身进攻, 跨欲生平极限。 然而等级的差距, 横跟在两者之间, 之前与狄城的激战, 又消耗过大, 负伤过重。 所以, 今天的主动权, 注定与他无缘。 阎罗殿报道时, 气得体响, 我宇文荒雪的名字。 宇文荒雪忽然在卡修斯的身后出现, 甩动的右脚, 竟然踢倒在其双膝后部。 碰的一声, 双腿随之晃动。 卡修斯疯狂的身影, 狼狈扑跪在地, 没等他翻腾起身, 一只冰凉的手掌, 已经躲在他的后颈。 锐利的爪风刺破肌肉, 插入内里, 缓慢的加力中, 已经触碰到后颈基柱。 刺骨的杀意, 让挣扎的他当场僵硬。 原先疯狂的神情, 在这一瞬间化作呆滞, 卡修斯, 来生来世, 你我再会。 语文荒雪轻缓吐生, 神情之中, 竟然有着些许的复杂, 又一个准紫荆强者, 要陨落了。 远处的狄城, 悄悄松了口气, 之前的基站中, 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卡修斯必须得死。 现在, 结束了。 没人知道谁杀了卡修斯, 没人知道阮精的秘密, 没有人。 善儿, 正当语文荒雪准备结果卡修斯幸免的时候, 天空中忽然传来阵阵呼叫的破风声, 和火焰轰鸣声, 与此同时, 击射的子弹雨点般向着这片区域横扫而下。 狄城等人急忙抬头望去, 神情为之一变。 飞行器。 此时此刻, 足足百余驾飞行器从他们上空击舍而过, 倾斜的子弹, 激起满目的雪花。 战俘终于还是找到了他们。 在他们失神的细微空挡, 已经绝望的卡修斯木然死猴, 强势挣脱语文荒雪的捆腹, 风也似的向着前方雪地逃窜出去。 可恶。 语文荒雪, 神情骤然。 刚要追赶, 又是四架直升飞机轰隆而至, 猛烈的火蛇从重机枪中弄射出击, 目标范围将它们全部锁定。 此刻赶到的正是战俘基地部队, 飞行器将百多名精锐成员 以最快的速度送出基地, 并很快寻到了敌城等摧毁基地的罪魁祸首。 先是与四架直升飞机会合, 而后集体发动大范围进攻。 赛克夫的怒火难以控制, 最强机械王族的实力在此刻爆发。 不过, 飞行器用途有限, 在一轮扫射下已经燃料好尽, 百多名精锐士兵同时选择降落, 目标范围就在敌城所在区域四周, 方向大致将他们团团包围。 从雪地里爬出来, 在各自队长的呼和下端着机枪向中央区域压了上来。 雨文晃雪冷冷地看了眼高空的直升飞机, 点点怒意在其中飘动。 鼻息冷哼, 一把抄起丢弃在雪地上的黄金权杖, 原地急速旋转, 撒手轮飞出去。 力量裹挟, 紧风呼啸, 黄金权杖宛若地对空导弹般暴射天际, 速度快, 去世猛, 眨眼之间与正前方那架直升飞机迎头撞击。 咔嚓, 重达两百余斤的纯金权杖, 毫无悬念地击碎玻璃, 轰爆驾驶员脑袋, 瞪穿飞机顶端, 别入急速旋转的螺旋翼。 激烈的火星随之蹦践, 螺旋翼当即破损, 直升飞机失控之下一头栽向前方山体, 轰的一声, 剧烈的撞击中整个机体瞬间爆炸, 熊熊火焰冲天而起。 看也没看自己的战果, 语文荒雪锁定已经逃出数百米的卡修斯, 全速追击。 走。 狄成趁此空档, 招呼美颜雪石往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 他要和叶婉彤裸引他们会合, 那才是自己的团体。 狄成, 记住, 工艺程序在我手上。 高森向着敌程方向高鹤一声, 带着黄魂战队追向宇文荒雪。 高空直升飞机的爆炸, 给其余三架飞机造成步骄的震撼, 随后一分为二, 一架追击人数相对较少的敌程, 两架追击人数较多的宇文荒雪等人。 散落远处的武装部队在遥控指挥下同样分为两部, 追随着直升机改变, 包抄方向。 雪石, 找碗头。 狄成边向前狂奔, 边急声催促着雪石, 直升飞机上的重击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被他命中, 今天真得栽在这里。 至于卡修兹, 被宇文荒雪和黄魂战队锁定, 他的命, 下场已经注定。 雪石, 寻着来潜的方向在雪地里飞速机舍, 他本身就是在雪原长大, 看似困难的条件对他并没有太大影响, 反倒是利用本身的灵活性和速度带着敌程、 美颜在环境复杂的雪域中到处奔窜, 不断地甩开高空追随的直升飞机。 十多分钟后, 雪石陡然改变方向, 对着山脚下飞速狂奔。 敌程一把抄起美颜, 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急速身法全力施展, 一人一手如同两个高空滚落的雪球, 几乎是飞着冲了下来, 随后几番扭曲, 一头扎进前方被积雪覆盖的小片阔叶林里。 我们在这儿。 小心潜藏的夜晚童听到雪石的叫声, 迅速地从枝刹间跳跃下来, 随后再是奥古斯、罗尹和玄元紫衣。 罗尹捂住刚刚进行包扎的肩膀, 问道, 怎么样, 东西呢? 一个软镜, 两件衣裳, 其他的不在这里, 走, 先离开再说。 敌程把美颜放下, 同时示意奥古斯到自己背上。 罗尹肩膀重创, 肯定无法再背得动他, 只能由自己来主动开口, 至于安妮, 交给夜晚童和轩辕子一轮流负责即可。 直升飞机的轰隆声, 已经在林外响起, 围堵过来的战俘部队, 也已经出现在视线中, 时间紧迫, 情况危急, 谁也没功夫计较什么风度和暧昧, 无人区生死亡命所铸就的默契在此刻浮现。 谢谢。 奥古斯背起包裹, 趴到敌程身上, 夜晚童则主动背起安妮, 罗尹把背包里的几把机枪扔给轩辕子一和美颜, 而后紧紧固定住自己的左肩, 右手持枪主动站到队伍的最前方。 敌程深吸口气, 与众人对视一眼, 沉上刀, 兄弟们, 最后时刻了, 护着, 逃出去。 罗尹, 雪尸在前, 伪言居中, 轩辕子一断后, 众人同时低声呼和, 拼尽全力向着林地外援逃窜。 直升飞机正在小线地搜寻这片林地, 四十多名武装部队的大型包围圈, 已经逐渐成型, 基地内见识过这群神秘敌人的强大破坏力, 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都把精神绷紧起来, 速度逐渐变换, 小心地用手势做着交流, 彼此分配任务。 被安排来守护这处基地的他们, 并非普通的武装人员, 全都是从战俘从世界上搜罗过来的退役官兵, 都曾接受过战火的洗礼, 无论经验还是勇气都远非常人。 宽阔的山谷开始变得安静而压抑, 只有高空螺旋桨哄咙作声。 朽然? 忽然, 直升飞机上的机枪手指着树林边缘大声呼喝, 手中种机枪急忙调转方向, 飞机上的指挥官也向地面部队发送讯号, 命令他们向前端靠拢。 奥古斯, 报警! 急速狂奔中, 敌诚猛然高喉, 前冲的身躯全力腾越, 趴地抓住前方大树之茶, 全速旋转中把自己摔进浓米之茶间, 身体的灵巧和迅疾发挥到极致, 几步腾越中竟然破开大雪弥补的鼠冠冲天而起。 给我报! 震耳的嘶吼在舌尖乍响, 疯狂的敌诚紧紧钻握住, 撞击炸弹, 对着半空中的直升飞机狠狠砸了过去。 敌诚的突然破空而出, 把机枪手吓了一跳, 条件反射性地想要掉转机枪口, 可这个时候, 一个绿色圆球却迎面而来, 精准地砸倒自己额头, 巨大的冲击力量当场将它砸倒。 什么东西? 机枪手脑海里刚刚生出这个想法, 下一秒, 哼的一声, 剧烈的撞击, 致使绿球里面的化学物品即可反应, 爆炸轰然爆发, 撕扯力, 冲击波, 碎裂片, 还有滔滔火焰, 瞬间将这名机枪手吞噬撕裂, 并冲斥整个机体内部。 震耳的轰鸣, 陡然响起, 激荡山谷, 下风士兵们心头疑产, 急忙趴在地上。 走。 罗尹等人, 恰在此刻冲出林地, 板机急速扣动, 十发子弹, 伴随着微弱的火苗, 击射出去, 直奔先前已经锁定的士兵。 剑锐的子弹, 冻穿头颅, 鲜血脑浆洒向雪地, 多达七名士兵, 当场惨死, 枪法之狠, 知觉, 令人惊惨。 手腕甩动, 单手更换弹夹, 罗尹冲击水头丝毫未解, 锐利如鹰的毛子在雪地扫动, 锁定前方敌人。 但凡被他发现的士兵, 下一秒, 必然的结果便是, 爆头, 殒命。 高空中的敌城, 狠狠坠落下来, 饶使他半空中, 把自己身体控制住, 无奈雪地太滑, 仍旧狠狠地摔了出去, 扑到厚厚雪堆中。 快走。 断后的轩原紫衣, 叫声呼喝, 手中机枪, 向着后方疯狂扫射。 刚刚爬起身来的敌城, 把手上最后那个撞击炸弹扔出去, 砸向后面大树上, 震耳的轰鸣和猛烈的火焰, 再次给四周士兵带来震动, 急忙趴在雪地里。 敌城一行人, 则利用着短暂又难得的时间空荡, 从撕开的包围圈中冲了出去。 敌城, 夜晚同和美颜, 头也不回, 脚步未停, 将身法施展到极致, 钻到前方山谷的霞缝中。 罗颖和轩原紫衣选择断后, 猛烈的火蛇给予敌人最后的压制。 没子弹了, 走。 轩原紫衣扔掉机枪, 扭头钻进霞缝, 罗颖最后放了几枪, 也随身而尽。 从冲出密林到一连串的连环屠杀, 再到现在的逃出生天, 前后竟然用了不足三十秒。 负责围堵的士兵们从来没经历过这么疯狂的进攻, 更没见识过如此迅疾的速度。 可惊魂归惊魂, 赞叹归赞叹, 颤颠颠的任务还是压在心头。 在队长的贺施声中, 接连从雪队里爬起, 循着地上的足迹全速追击。 芒芒雪原, 崎岖山路, 敌城等人紧咬牙关, 忍着身体的创伤, 艰难地翻越着一个又一个的山头, 向外猛无人驱方向逃亡。 后面的追兵经验丰富, 无论他们如何消除阻击, 制造假象, 保证过不了多久, 肯定会再次被追上来。 经过之前的缓冲后, 基地内部的所有部队, 全部被愤怒的赞克夫, 踢到了地面。 黄金软金已经被盗取, 基地形同废品, 已经没有多少价值, 当下最为重要的便是把东西抢回来, 其他的都可以暂时放下。 他不敢想象这个消息传回总部后, 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悲惨对待。 曾经的攻击, 当初的信任, 必然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完全否定。 他无法接受现实, 不会承认失败, 值得使出浑身解数, 把能用的仪器和人员全部召集起来, 在这茫茫雪山中进行大搜捕。 曾经沉寂的血域世界, 逐渐进入从未有过的热闹和混乱, 现代化尖端仪器发挥出应有的效能, 精准搜寻着敌城他们的刑迹, 进而进行枪斩扑杀, 围追堵截。 不过敌城等人并非弱者, 信中的孤傲也不会容许他们一味逃窜。 在稳定心绪和步伐后, 开始利用自身优势展开反捕屠杀, 奥古斯暂时成为团体领队, 行动之前所带来的炸弹全部拿出, 本身记忆毫无保留地发挥出来。 罗尹单手持枪, 阴密扶杀, 布置的层层险境也让追击部队吃足了苦头。 一路的逃亡, 一路的还击, 充斥着震耳的轰隆, 猛烈的火焰, 凄烈的枪战, 还有灾难般的雪崩浪潮, 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的战俘部队成员的性命。 众人使出浑身泄书, 只为逃出伤天。 终于, 是天后, 逃出来了。 看着满目的绿色, 轩云紫衣身形一个亮墙, 无力地瘫软下去。 众人毫无例外地瘫坐在地, 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再也没力气站起来, 就连雪尸也趴在敌城身边, 呼吱呼吱地喘着凑息, 嘴角隐隐地有白膜冒出。 之前的逃亡路线, 毫不比无人区惊险程度差, 对他们的精神和体能, 进行着极限考验。 他们真的到西县了, 才也承受不住了。 这还只是天望第二阶段的第一次尝试行动, 那么接下来的行动又会是何等艰难, 他们无法想象, 也无力想象。 此时此刻, 只想趴在地上好好睡一觉。 拼着最后的气力, 狄冲把他们一个个背到树顶密集的支插中, 同时也不忘雪尸这个大块头, 之后清理一下附近的环境, 消除所有痕迹。 一切处理妥当后, 自己也藏起身来, 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这一觉足足睡了二十多个小时, 当他们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 可浑身上下碎裂般的疼痛, 却让他们不敢多做活动。 之前逃亡路上, 一门心思只为生存, 现在平静下来后, 所有的伤口和暗伤所带来的痛苦, 一个不辣地浮现出来。 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 嘴里渴得难受, 还是没人有那个力气爬起来狩猎。 借着夕阳微弱的光芒, 狄冲等人相互交换下无奈的目光, 换了个姿势, 继续捂着肚子睡下, 试图以睡眠缓冲饥饿感, 缓和身体的疼痛。 不知过了多久, 睡梦中的狄冲忽然感觉自己呼吸困难, 像是身上压了块大石头, 接着又像被绳子紧紧缠绕起来, 扔到了大海里, 疼痛感, 窒息感让他发出血味的身影。 朦胧的意识, 只当是逃亡留下的暗集, 并没有太过在意, 只是晃动下身子, 想要翻翻身。 可是, 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动弹不得, 就像真的被捆住了。 昏沉的大脑逐渐清晰, 疼痛和窒息的感觉随着浓烈, 直到咔嚓, 骨头的劈裂声陡然响起, 剧烈的疼痛让狄成猛得惊醒。 四个尖利的獠牙和血盆大口, 在视线中清晰放大, 直奔自己脑袋过来。 蟒蛇? 缠绕住自己, 并且企图吞食进餐的, 竟然是条蟒蛇? 瞳孔放大, 遍体的寒意让狄成完全清醒过来, 脑袋毫不犹豫地狠狠迎着撞了上去。 咔嚓一声, 獠牙折断, 蟒蛇痛得剧烈翻腾, 狄成沉急挣扎, 树枝难以承受双方搏斗, 尽数折断, 一人一舌狠狠地摔倒在地, 可蟒蛇虽然吃痛, 依旧死地地缠绕着它, 而且越缠越紧, 这种巨型生物足以类似成年鳄鱼, 要想解决重伤在身的人类, 轻而易举。 狄成死咬门牙, 全身力量向周身涌动, 拼尽全力试图挣脱, 蟒蛇也发起了狠, 滴着口水的大口不断地向它吞咬, 试图活活吃掉。 异样的声响, 很快引起雪狮和罗银等人的注意, 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 茫然地寻找声音来源, 很快, 视线被地面上那条庞然大雾所吸引, 同样, 也看到了正垂死挣扎的迪程, 心神狠狠振斗, 众人瞬间清醒, 惊合声珠全部窜了下来, 雪狮鼓起力量狠狠地扑杀上去, 金色利兆碰地拍在蟒蛇脑袋上, 正硬的獠牙一口咬住头颅以下部位, 恐怖地咬合力当场将其捅穿。 蟒蛇吃痛, 缠绕住迪程的尾巴终于松开, 猛力地甩动猪向着雪狮缠绕过去。 畜生, 一声娇齿半空中响起, 一碗头翻腾落下, 修长苗刀撕裂而至, 鲜血喷溅, 蟒蛇脑袋被其起根切下, 庞大的身体无力晃动下, 重重瘫软下来。 没事吧, 美颜赶紧扶起迪程, 惯心道, 迪程艰难地咳嗽着, 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双臂和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这个地方怎么有蟒蛇? 罗尹不无差异地看着这条七八米长的庞然大雾, 常年在丛林生存的它见到过不少蟒蛇, 可是像这种体型的却极为少见, 更何况, 这里刚刚离开雪山区域, 虽然空气湿热, 但显然不怎么适合这种冷血动物生存。 无人区, 不可思议的东西还少吗? 迪程在美颜搀扶下, 坐到旁边的树下, 心里满是苦涩, 自己堂堂天门之主, 差点被一条蛇给吃掉。 嗨, 你们敢吃蛇肉吗? 诧异过后, 罗尹忽然笑了起来。 你不会是想吃了它? 仙人紫衣脸色怪异起来, 看着冒雪的石狮暗自咧咧嘴。 蛇肉非常鲜美, 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罗尹摸了摸自己咕咕乱敲的肚子, 慢慢地像蟒蛇走过去。 它们人人呆伤, 各个疲惫, 要想打猎是不可能了, 这不正好是送上门的食物。 要吃你吃, 别让我看见。 仙人紫衣只觉得胸腹一阵恶心, 赶紧憋过头去。 安妮三女也没那个胆量吃蛇, 全部摇头。 待会儿, 蛇也别喊馋。 罗尹连续深吸几口气, 抓住蟒蛇的尸体, 用力地向旁边的草虫里拖去。 奥古斯, 过来帮忙。 哼, 蛇肉其实很美味的, 而且不身子。 奥古斯, 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挽起袖子跟了上去。 没过多久, 在两人的合作务力下, 七米长的蟒蛇被成功地扒掉蛇皮, 去掉蛇胆等杂物, 然后织起火架, 穿上蛇肉, 开始翻烤。 罗尹根据丛林生活经验, 在附近找到水源, 用装仪器的铁盒子当饭锅, 做起了炖蛇肉。 又人的香气, 又又飘散, 越来越浓郁。 罗尹还从背包里翻出了一小瓶白酒, 和奥古斯一道盘在火架旁, 哼起了小调, 时不时的用木棍在锅里翻腾起下, 悠然自在, 乐意柔柔。 狄成对蛇肉也没什么好感, 起初的时候和美颜四女坐在那里无动于衷, 可是慢慢地, 蛇肉特有的香味却勾起了饥饿感, 肚子咕咕乱叫不说, 还开始翻腾脚痛。 强忍着别到旁边的目光, 最终全部放到森林的深处, 直勾勾地盯着奥古斯两人手里鲜艳的蛇肉。 狄成舔了舔嘴唇, 咽了口吐沫, 你们敢吃吗? 要不咱们试试。 仙元紫衣也舔了舔嘴唇, 犹犹豫豫道, 夜晚通深吸口气, 就一小口, 美颜和安妮也点了点头, 一小口, 片刻之后, 哇,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你的还没烤熟呢? 老公, 不许抢我的肉。 奥古斯, 你有些男人气度好不好, 什么叫女士优先? 罗尹, 继续切肉啊, 去啊, 发什么愣啊? 看着狼吞虎咽, 毫无形象的色女, 还又被硬生生挤出去了迪城, 奥古斯和罗尹无力地叹了口气, 苦着脸当起了厨师和服务员。 半个小时后, 四女摸着小肚子打着宝格, 意犹未尽地打着小嘴, 迪城三个大老爷们则围在饭锅旁, 嘶嘶嘶嘶地挑着剩余的肉渣。 能不能找到语文荒雪的方位? 迪城切了几块新鲜的蛇肉放到锅里, 边夹着柴火边问道, 奥古斯道, 吃药高森身上还带着追踪器, 我就能找到。 亮他也不敢惹, 软精和成品衣裳都在我们手里, 语文荒雪心里最急,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天, 等缓过气来后再去找。 行。 罗尹和奥古斯举起锦上的小口白酒, 和迪城爬得碰了下, 三人相视而笑, 仰头影像。 这条巨蟒给他们提供了两天的食物和充分的营养, 也坚决地赠予了宝贵的缓冲时间。 持续高强度运动和精神紧绷所带来的虚弱疲惫感一点点消退, 只是战斗中所留下的内伤则需要好好的调理。 他们本是既希望与夜晚同, 可从国内带来的草药早已消耗殆尽, 它也无能为力, 唯有细心地照料。 接下来的修养过程也并非平静无波, 不到十天的时间里, 接连遇到了六股战俘搜寻部队, 最终都是被有惊无险地躲避了过去, 但足以说明战俘此次所说的震动之大, 迪城要想逃出这片山脉, 仍旧需要小心谨慎。 半个月后, 体内伤势恢复五成左右后, 奥古斯通过追踪设备锁定高森的方位, 一行人整理好随身物品, 再次踏上征程。 小心地避过所有追踪部队和临终野兽, 沿途消除留下的痕迹, 逐渐地远离雪原冰冻区, 翻过茫茫山脉, 历时四天, 有惊无险地跋涉后, 终于再次出现在无人区大草原的边缘地带。 根据定位装置的指引, 迪城离开山脉区域的当天下午, 便找到高森他们的踪迹。 不过, 连同宇文荒雪在内, 所有人的脸色都并不好看。 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高森推了推眼镜, 轻轻舒出口气, 像是考虑下措辞, 而后道, 卡秀兹跑了。 跑了? 迪城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 很快地阴沉下来。 是, 跑了。 高森避开迪城的眼睛, 迪城呼吸逐渐粗容, 泛冷泛红的目光扫过宇文荒雪等人, 短暂的压抑后, 突然死合。 谁他妈放跑的? 你们干什么吃的? 迪文荒雪, 你诚心的? 给我个解释。 高森刚想解释。 迪城, 滚。 迪城怒视迪文荒雪, 给我个解释。 这也不怪他失态, 不怪他激动。 卡修斯跑了? 这是个什么概念? 不是潜在的威胁, 是即将到来的灾难。 卡修斯已经认出迪城, 先把阮京这个关键方向, 仅仅是袭击他, 重创他这一点, 都足以引来圣殿海啸般的疯狂报复。 天门刚刚步入正轨, 正在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 不畏惧迎接挑战, 可是所谓的挑战, 终究得有个限度呀。 圣殿是什么? 是整个欧洲最为隐秘和恐怖的势力, 是黑榜十大皇族之一。 爱获维拉是谁? 是黑榜十二大人皇之一。 一旦对方圣怒之下强势来袭, 被黑龙帮死死纠缠的天门拿什么阻挡? 难道就凭自己和美颜? 错吗? 阿妮、叶婉童和美颜也袭袭变了脸色, 神情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和忧虑, 现在的天门根本无力挑衅那等庞然大物, 副手凝望茫茫荒野的语文荒雪回过神来。 无需多余解释, 此次事物,原因在我, 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 你承担个屁, 一个考修司你都杀不了, 有何资格往常天下无双? 狄承指着语文荒雪破口大骂, 察觉到语文荒雪神情中的冷意, 高森倾刻一声, 拦在两人之间。 狄承, 你先冷静下, 卡修斯逃掉, 对我们来说同样是个大的威胁, 应战野欧公司已经是圣族可以承受的极限, 如果再加个圣殿, 结果会如何? 你能够想象得到, 谁也不愿意卡修斯地逃脱, 谁也没做好对战圣殿的准备, 可当时的情况十分特殊, 战卜部队的屠杀比想象中的迅猛。 狄承闭上眼睛, 连续坐着深呼吸, 强制自己平静下来, 只是紧紧钻握的双拳仍在不受控制的颤抖。 语文荒雪, 点起怒意, 淡淡道, 你不必过分担忧。 第一, 圣殿还没做好付出的准备, 没有太多的精力, 奋心塌骨。 第二, 圣殿作为隐秘势力, 与华夏密宗有很深的过节, 他们不敢随意进入华夏领地, 只要你足够小心, 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会尽量在半年内把义欧公司稳固住, 腾出精力, 兼顾你天门。 除非圣殿想和华夏密宗全面开战, 否则爱获维拉不敢亲自险身。 卡修斯手创多种, 逃到哪里? 费了七成实力, 瀕临死亡, 具体方位就是这片无人区, 正常情况来看, 他必死无疑。 可是我们已经持续半个月的搜索, 却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你的意思是, 他挺过了体能极限, 逃进了无人区深处。 身为黑棒人皇, 武道巅峰宗师, 他其实知晓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人类的极限有很多种, 所谓的体能极限也可以分类而谈。 举个例子, 当一个长跑运动员坚持过三个极限点后, 就会忘记疲惫, 忘记痛苦, 双腿不受控制地自己往前跑。 痛苦极限同样如此, 如果他能从接连从昏厥中坚持下来, 从痛苦中挺过去, 也会进入一种类似幻觉的无痛、 无知境界, 成为一个类似机器般的存在。 说得简单, 可真要挺下来, 需要的毅力远超他人想象。 最重要的一点, 这种玄妙的经历, 就像是由准紫荆向紫荆的跨越催生计。 如果卡修斯真的做到这点, 并能够仔细地顶回头车, 不说他能不能做出突破, 至少会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无论哪个方面对自己来说都不是好消息。 叶万通说道, 现在怎么办, 继续搜索。 高森摇了摇头, 洗剑不可能了, 我们努力半个月都没有结果, 再继续下去, 只能浪费时间。 那就这么放弃。 宇文荒雪再次开口, 我说了, 不必过分忧虑, 圣殿虽强, 短时间内却没有精力, 何况卡修斯仅靠置身一人, 要想冲出茫茫无人区, 至少也需要三两个月的时间。 你若做好了与与业欧公司开战的准备, 提前通知我。 迪承钻剑的拳头慢慢松开, 此次天网任务的损失远远大于收矣, 竟然同时惹上了圣殿和战俘两大黑榜巨头。 等待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的疯狂报复, 迪承不敢想象, 只能期盼宇文荒雪提前做好对决叠加的准备。 两相联手先把义欧公司重创, 让圣族腾出手来兼顾下天门。 我会尽快, 你天门也该焦快和黑龙帮的战事, 早日解决, 对你我双方都好。 见两人终于平静下来, 高森拿出怀中的公益程序盘。 这是公益程序盘, 我们是不是现在分一下战利品? 迪承没有犹豫, 把怀里的软精和两件衣裳都拿了出来。 你们要什么? 奥古斯指了指高森手里的瓷盘, 先行表态。 我只对瓷盘里的东西感兴趣, 给我复制一份。 高森说道, 瓷盘可以复制三份, 圆件交给我们保留, 另外软精归我们, 成品衣裳归你们, 怎么样? 安妮和迪承对视下, 衣裳归你们, 软精归我们, 先期来看成品衣裳最为有用, 可只要工艺程序在手, 软精则可以制造出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 哪个更为有用, 傻子都会明白。 是不是也考虑下我们? 轩原子一指了指自己, 又指指罗尹, 这次行动, 好像我们出力最大。 我们要那件软精衣裳。 罗尹也开后, 这种宝贝就相当于另外一条性命, 谁不想要, 何况轩原子一说的正确, 此次出力最多的, 就是他们天王小队。 高森看看这个, 再看看那个, 呵呵笑道, 分赃不均, 我有个主意, 各位想不想听听, 说, 软精衣裳暂时分成两份, 一份归地城, 一份归奥古斯, 勾议程序, 也给你们各自复制一份。 至于软精, 暂时由我们圣族保管, 如果将来圣殿过来索要, 能够保住它的应该只有我们。 宇文荒雪开口道, 再加上一条, 你我三方再次联手, 抢回战俘手中的第三块黄金软精, 同时归我保管, 将来各自送你们一件软精制成品。 迪承和安妮交换下眼神, 同意, 奥古斯推了推眼睛, 微笑道, 赞同。 圣殿和战俘绝对不会轻易服输, 更不会放任黄金软精被落在他人手中, 出手抢夺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到时候谁能有精力应对? 天王如果知道软精被抢, 势必也会详细追查, 这份责任谁来承担? 恐怕只有宇文荒雪依然。 再者, 既然已经被他们发现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再次和战俘交手, 把另外那块黄金软精也抢夺回来。 又要回雪山呀? 宇文荒雪依回头望了望遥远的天际, 苦着脸吐吐舌头, 不知不觉中, 此次任务至今已经八十多天了, 几乎天天生活在亡命和紧张中, 对于从未经历过这种事的他, 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 本以为马上要结束了, 不承想, 竟然还要再返回去。 靠森说道, 不是回去, 我们是去俄罗斯。 轩辕紫衣奇怪地看着他, 普通的容貌, 此刻竟然给人一种娇俏可人的感觉。 基地已经被摧毁盗版, 根本无力保护软精, 如果换作是你, 还会把它放在里面? 奥古斯猜测, 总不, 九成的可能性是被运回到战俘总部。 等等, 轩辕紫衣抬了抬手, 意思是, 我们要横穿无人区, 去俄罗斯, 战俘总部? 聪明, 你易容和盗窃的本领, 又要得到发挥了。 轩辕紫衣痛苦地呻吟声, 张开双臂, 嘟着嘴走向敌城。 谁给我个拥抱, 安慰安慰。 一碗头柳梅一条, 毫不客气地, 拦到底城面前, 想都别想。 轩辕紫衣, 咧了咧嘴, 又转向罗尹。 那你来安慰安慰? 呃, 我无福消受。 别看我, 我这里没有安全感。 奥古斯干咳咳几声, 欠。 轩辕紫衣, 脚哼一声, 楚楚可怜的样子, 完全消失, 反倒带着几分娇满。 这次, 我亲自动手。 宇文荒雪, 轻缓出声, 深随的毛子中, 有着几分灵力闪过。 一个重创的卡修斯, 竟然从自己手中逃脱。 对自持甚高的他来说, 本身便是个不小的打击, 所以, 这次他要, 亲自前往战俘总部。 奥古斯说道, 天网任务已经结束, 我们不能在外面待的时间过久,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动身。 简单的商议过后, 一行人即可动身, 绕到无人区, 向俄罗斯方向前进。 好在此次, 由宇文荒雪, 以及高森等黄魂战队成员协助, 众人心中的紧张明显降了不少, 行动速度也比来之前要快。 由于关心国内的黑龙帮动向, 狄城在启程之初, 特意让安妮联系下总部, 在得到一切安好的回应后, 这才安下心来, 踏上行程。 无人区, 仍旧是野兽横行, 族群死虐, 并没有因为原荒雪的加入而有所收敛。 狼群的袭击同样让他们吃足了苦头, 期间甚至受到了一场从未经历过的特大暴雨, 持续三天两夜的雨水, 就像是地狱的咆哮, 不仅夺走了三位黄魂成员的姓名, 也将他们所有的随身物品卷入茫茫无人区身处。 时至此时, 他们彻底与外界失去联系, 或许是苍天作弄, 或者是命运如此, 在狄城等人被困在无人区身处的时候, 华夏黑道的最终决战, 在始料未及的情况下提前爆发。 10月25日, 天网二阶段任务启动四个月后, 狄城离开华夏的第106天, 沉寂已久的黑道混战, 首先在东三省北部区域掀起风暴。 25日晚, 凌晨, 断刀蒙集和所有可用部队, 向大刀会北部防线, 发动史无前例的疯狂冲击。 大刀会副会长, 千金刀陈虎, 率领麾下部中, 悍然迎战, 惨烈的搏杀, 亡命的纠缠, 七枚鲜血染红夜幕, 同日同夜同时, 黑龙帮参军诸葛秦司手中的三大铁骑全部集合, 共同组建十九大进攻箭头, 向大刀会全线宣战。 已经死亡的天王湘元, 奇迹般的再度现身战场, 与天王好鹏合力应战汉牛大憨。 持续半个时辰的激战中, 大汗一己之力独占两大天王, 并最终火胜, 拼死互助大刀会前线总部。 善而, 局部的胜利根本无法挽回绵延全线的溃败浪潮, 短短三个小时内, 南北两线四十九堂口中, 失线数目达三十二处, 溃退浪潮随之浮现。 二十六日晚, 大刀会前线总部遭受龙奴战队强攻, 龙二亲率三十名龙奴将总指挥部一举倒回。 大量总部成员战亡, 大刀会会长陈向军, 轻声陈兴国双双复生。 大刀会上下一片风雨飘零。 二十八日, 黑龙帮总部出现大规模人员调动, 战争锋芒, 摇指天门。 当晚, 天门决定放弃大刀会, 拙令大憨回返河南, 却不想大憨半路失踪, 再无消息。 二十九日到十一月九日, 持续十一天的黑道风暴中, 大刀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创伤, 先是陈向军昏迷入院, 其后陈氏四虎齐齐被俘, 再后来千金刀陈虎被龙二亲手重创, 陈兴国独目难知, 悲凉与痛苦中一夜白头, 含泪宣布全线回房, 舍弃全省所有堂口, 放弃大刀会十年的辛劳, 三万残余部队, 归宿长春老巢。 十一月十日, 在留下天王好棚及所属青哲铁骑威慑大刀会之后, 诸葛秦司带领江源以及其余两大铁骑撤离东三省, 回归黑龙邦。 同月同日, 帝皇、苍浪、赤血、 辉耀、黑日、蓝芒等黑龙邦其余十二大铁骑进行最后集结, 九万黑道大军在四千辆卡车运送下离开总部。 两天后, 与诸葛秦司、索帅、白鹤、野魅两大铁骑汇尸前线。 同时大刀会宣布重建组建东南两大战区, 诸葛秦司与小天分别担任总负责人。 十二日, 黑龙邦附属帮派秦武阁, 大量成员在前线现身, 昭示着此次黑道风暴的成形已经无可避免。 在察觉黑龙邦一样后, 天门方向同样做出回应。 从十月三十日起, 天门临时总负责人习宇皇向天之武门下达召集令, 罗盛凯、严寿、 沈明仍三大门主回返各自主地, 进行战争动员。 五日后, 应总部命令, 各自集合两万精锐部队向河南运送。 期间, 习宇皇曾试图与狄城取得联系, 请他回国坐镇。 毕竟黑龙邦来势汹汹, 大有一战定乾坤之事, 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然而, 持续不断的信号发送, 竟然都以失败告终, 尝试过各种方法, 进行过多次努力, 却都如同石沉大海再无讯息, 异国不祥的预感开始在众人心中生疼。 西宇皇捧侯在严密封锁消息的同时, 自动担任起南部战区总指挥, 并邀请翁云再度付出, 聚集弄朝门、豹门、地蛇门 组建东部战区。 杨靖担任八部中最高指挥官, 调集禁尾、黑武、冷风、夜叉、 四支特战部队便入河南前线。 战前时刻,情势危急, 沙郎、官营、周少华、顾子武 全部选择服从命令。 地下世界风起云涌, 浓浓的战争风烟遍布整个中东部区域, 其余华夏黑帮受其影响, 同样开始秘密布置。 曾经的华夏十大教父 哪个不是当时小熊? 哪个不是野心勃勃? 谁也不会甘心成为他人服输。 此次天门与黑龙全面交锋, 最大的可能便是两败俱伤。 哪怕一方真的胜利, 也很有可能是惨胜。 各方势力都不会放弃 承担起渔翼翁角色的机会, 到那时又将是一番更大范围的混战风暴, 层层叠加, 层层相机, 华夏黑道陷入从未有过的风暴漩涡中, 他的思念有可能铸就一方黑榜皇朝, 也有可能让整个华夏黑道陷入虚弱, 继而成为他人笑柄, 成为世界黑棒崛起的牺牲品。 ZF系统高度戒备, 八大家族因此再度聚首, 合理修订限制条约, 以红色纹方式下达给黑龙天门两大势力, 对他们的行动方式交战范围, 混战人数等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明文规定。 虽然大战真正爆发起来后, 这些所谓的限定很可能起不到理想的作用, 但是他们必须得做, 而且做到细处, 给这股龙选风拴上条锁链, 以免它真的形成灾难。 风起云雍带来的气氛越来越压抑, 天门与黑龙邦的布置接近完善。 11月15日, 华夏协主陈尊亲临前线, 向天门宣战。 同日, 天门之主习与黄, 义主习与黄。 当十二人黄游走人间, 当各方王族点燃烽火, 辉煌的号角终将响彻天地。 当沉睡密宗再度觉醒, 当华夏黑岛涅盘重生, 死神的垂起无奈飘荡暗夜。 是为王, 或为黄, 血雨腥风中, 铸就滑下男儿魂, 是为情, 或为意, 锤子挣扎中, 重整人绑, 十三黄。 第一卷已经结束, 然后现在开始第二卷, 然后好久没有评论了, 大家在下方可以评论一下, 看还有多少人在听, 好不好, 谢谢。 诚哥那边还没联系上吗? 南部战区总指挥部, 西雨皇站在落地窗前, 邪魅的毛子毫无焦距地瞧望着 已经漆黑的天空, 一抹忧虑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自己本该激动, 为何却如此沉闷? 是因为狄城的五谷失踪, 还是因为臣尊倾尽全力的果断和疯狂? 或者, 是因为灵魂中不安分的悸动? 秦母副统领王忠一直没有放弃努力, 可到现在为止, 仍旧没有半点消息传回来, 依我看, 恐怕凶多吉少了。 回答的是西雨皇的贴身保镖, 这个办公室里全是他的亲信, 所以说起话来, 没有多少顾忌。 另外那名保镖悄悄地看了看西雨皇的脸色, 也是叹性地说道, 据说, 这次任务难度非常大, 不仅要深入外蒙古, 还要面对圣祖,圣殿, 目标势力的具体身份也不清楚。 还有一点, 天王派来那些人, 到底带着什么秘密使命? 话还没说完, 西雨皇忽然转过头来, 邪魅妖异的黑色瞳孔, 让他没来由地吓了一跳, 赶紧闭上嘴。 虽然彼此间天天相处, 可西雨皇不够言笑所带来的威严, 仍旧深深地刻在他们心头, 在尊敬的同时, 也心存俱意。 不过想象中的贺马并未出现, 西雨皇只是静静地看了他片刻, 一语未发, 再次回身拧往窗外。 之前那名保镖明显会错了意, 与其他几人交换几个眼神后, 向前几步压低声音导。 黄哥, 这次是个机会, 地城十有八九已经死了, 天门群龙无首, 需要有个人通敛全局。 若论在五门中的威胁, 您荡之无愧, 居于顶端。 最强的龙门和最疯狂的虎门, 又牢牢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此次黑龙帮强势来袭,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一下, 借此机会掌控天门。 西雨皇又一次回过身来, 黑漆漆的毛子, 令人看不清方向和焦距, 平静无波的脸上, 也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保镖继续道, 只要黄哥点头, 兄弟们完全可以。 可以什么? 西雨皇终于开口说话, 只是语气太过平静, 平静地令人心底发寒。 可以, 保镖刚想说话, 可是那说不知道在看哪儿的毛子, 却给他带来莫名的压力, 酝酿良久的话, 硬是卡在喉咙里, 怎么挤也挤不出来。 说, 西雨皇干巴巴地吐出个字, 很轻, 很淡, 很缓, 可传到其他人耳朵里, 却生出几分寒意。 艰难的咽口吐沫, 几滴冷汗顺着鹅脚滑落, 保镖再也不敢和那双眼睛对视, 恐慌中重重地跪在地上, 脑袋顶住地板, 却是半句话也不敢再多说。 其余三名保镖想要陪笑, 可是嘴角扯动几下, 却什么表情也做不出来, 甚至都奇异地感觉, 那双没有眼白的眼睛是在刻意盯着自己, 心中惶恐下, 齐齐跪了下去。 这些话, 谁教你们的? 没, 没人教, 是, 是我自己想的。 贵妇在地的保镖急忙回答, 可说出来的话竟然不受控制地结巴起来。 这些话, 你还和谁说过? 第一次说, 我保证。 除了你, 还有谁有过这种想法? 西玉皇的语气没有半分波动, 却更加让人心里发寒。 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黄哥息怒, 我知道错了。 其余几人也连忙说道, 黄哥别生气, 他真的不是有意的。 西玉皇的同谋中, 闪过一道冷芒, 淡漠道。 仅此一次, 笑不为力, 如果以后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 自己去总部地牢受审, 别连累其他的兄弟。 是。 保证, 保证苦着脸急忙点头, 起来。 西玉皇平静开口, 坐回到办公桌旁, 去请朋友过来。 他好像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 回总部老家了。 什么时候走的? 回去干什么? 西玉皇的眉头微微皱起。 不清楚, 好像, 好像是, 另外一个保镖接口。 灵世俊出了些意外, 喷嚷好像很紧张。 说清楚, 一次性说完, 成哥的妹妹身边, 突然多了个人, 鬼娃娃? 什么? 西玉皇呼地站起来, 金皱的眉头, 显示着他的震惊和紧张。 那名保镖, 没想到西玉皇 如此大的反应, 急忙说道, 详细情况我不知道, 只是听铁律部队的 几个朋友说的, 好像是彭侯 严密封锁了消息, 不允许任何人 谈论和过问。 他也是悄悄带着 铁律部队赶回总部的。 这个彭侯, 西玉皇攥了攥拳头,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不和其他人商量? 最起码, 也得让别人 知道详细情况。 换个, 要不要联系下铁律部队? 不用了, 彭侯生性孤僻, 既然他不向别人插手, 怎么问, 都是白问。 西玉皇无力地摇了摇头, 暂时不去想 这个令人烦忧的问题。 翁晓峰 查到大汉的消息没? 还没有, 他消失得很突兀, 很古怪, 沿途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翁晓峰情报单后, 有没有提到自己的推断? 西玉皇又问道, 如今的天门高层, 没人敢于小区那个神出鬼没的柔弱男孩, 在情报单后面加上自己的猜测, 也仿佛成了他的专利, 同样深得高层看重。 只有一句, 陈尊亲自出手。 陈尊? 西玉皇自语般默念几句, 同眸中闪动出几分喜微又异样的光滑。 对了, 之前跪地那个人忽然从怀里拿出张情报单, 递到西玉皇的面前。 这是千姆部队刚才传来的消息, 他们无意中发现陈尊的行踪, 在东部前线。 东部? 西玉皇仔细看了看情报单, 而后目光定在了最后一行批柱上, 简简单单的两个词, 可疑, 斟酌。 可疑? 哪里可疑? 斟酌? 斟酌什么? 西玉皇眉头微皱, 翁晓峰不会平白无故写上这么两个词, 肯定有自己的怀疑, 但苦于无证据, 只能隐晦地提出来。 他在怀疑什么? 如今笛长失踪, 无人能够牵制禅尊, 他便成了这场战斗最大的变数, 无论出现在哪儿, 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溃败, 甚至影响全局。 谨慎, 必须谨慎。 慢慢站起身来, 西玉皇敏感地抓住这个问题不会简单。 黑龙帮倾尽全力, 强势来袭, 今晚第一场战斗, 必定非常看重。 阴谋也罢, 阳谋也好, 开门斩, 定要红。 陈孙需要给自己个交代, 给华夏黑道一个交代。 同样的, 今晚的天门, 也经不起任何的挫折和失败, 否则, 一旦拾其手中, 要想在后面的战斗中有所挽回。 难。 仔细对比东南两县的部署情况, 或许是紧邻自己老巢的缘故, 陈孙将八只铁骑全部安插在了东部。 除此之外, 还有龙奴战队和秦武阁, 两大天王八大战将, 精锐龙奴, 强横武者, 压到翁云串不过起来。 无形之中, 那里已经成了主要战场, 成了主要焦点。 为此, 翁云联系七次, 召开电话会议, 硬是把禁卫队, 冷风部队和地蛇死士营, 全部强行调到自己战区。 沙郎等禁卫高层, 甚至不惜打散编制, 安插到各个堂口, 迎战黑龙八大战将。 少是如此, 翁云和李轩恩仍旧不敢丝毫大意, 频频与自己联系, 希望能够把夜叉部队或者周少华调过去。 如今陈尊又突然出现在东部, 难道他真的是想在东部重拳出击, 是想以南部的暂时平衡换取东部的大胜利? 他是想除掉翁云和李轩恩这两大威胁? 不对, 西玉皇心头忽然一跳, 眉头近乎拧个疙瘩, 不对不对, 自己仔细研究过陈尊早年的行事方法, 此人喜欢稳重取胜, 少有兵型险招。 难道陈尊在东部出险, 只是个烟雾弹? 可是情报发出的时间是七点钟, 距离开战仅剩四个小时, 陈尊要想从东到南出现在自己这片战区, 时间够吗? 就算他用特殊方法赶到了南部战线, 他的目标又将是谁? 龙奴战队是否也有跟随? 自己这边有龙门、虎门、鹰门三大分门部署, 又有黑武也差协助, 战斗力量极为不足, 虽说没有能力击溃黑龙六大铁骑, 但稳固防线绰绰有余, 把各个将领分离出来进行考虑分析, 南部战区有谁能让他如此费心费力? 护然, 习玉皇的心头狠狠一颤, 陈尊要杀杨靖? 本季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然后希望大家在本集下面评论一下, 点个赞, 看看还有多少人在听这本书, 谢谢了。 夜色逐渐深沉, 天气越发寒冷, 忙忙碌碌的人们, 像往常那般回家, 吃饭, 睡觉, 没人感觉今天的日子有什么特别, 也没人注意到, 这段时间警察巡逻的次数和频率, 其实多了很多, 他们各有各的生活, 各有各的圈子, 各有各的世界, 身为普通人, 只是在为自己的升级而奔波劳累, 没有闲情, 也没那个能力放眼世界, 放眼黑暗世界。 时钟指针一点点地向凌晨转动, 熊熊烽火引然躁动战役, 阵阵鼓号敲醒灵魂血醒, 此时此刻, 东南两大战线, 十万黑道大军, 战役滔天, 无论是英门, 帝皇等前线速劳, 还是龙门, 辉耀等新道部队, 无不瞪着发红的双眼, 攥着颤抖的双拳, 在激动与狂热中, 静静等待决战的来临, 这一刻, 他们等候已久。 东, 零点的钟声, 怨然敲响, 有长的声音飘荡在漆黑夜幕, 飘荡在河南两大战线, 飘荡在所有关注在他们的势灵心中, 更飘荡在十万黑道血徒, 沸腾的血液里, 十万血徒仰天咆哮, 暴虐与疯狂的嘶吼, 在这一刻乍响天际, 行哄于火热的同谋, 在这一刻刺穿夜空, 死死压制的战役, 和艰难捆服的步伐, 都在这一刻彻底解除。 如同泄渣的洪水, 如同奔腾的怒涛, 又像荒野失控的兽群, 向着各自目标轰然撞击。 易天轩! 部队最前方的杨静, 凝声力笑, 狂奔的身躯忽然拔底而起, 浑身力量灌住双臂, 死死钻卧的乌金大棍, 裹挟山崩之势轰然砸下, 疯狂于野蛮的气息激荡荒野, 引得后方英文不中, 阵声狂吼。 给我开! 易亭轩, 肃荣冷喝, 急冲的身形不曾停止, 青色大刀呛然乱击, 看似华尾的招式, 迸发出雷霆之势。 震耳的音波以及剧烈的颤动, 以交集点为中心, 强然扩散。 杨静暴虐的俯冲力量, 将易亭轩的青刀狠狠砸向地面, 火星与石屑当即炸飞。 在青刀坠地的场上, 易亭轩却巧妙借助这股俯冲之势, 拔底而起, 甩动的双脚如炮弹般狠狠跺向杨静的胸口。 砰的一声, 刚猛劲爆的力量尽数倾斜, 黄金高杰的轻力出击, 绝对不容小觑。 然而, 杨静最为自傲的便是积入强度和抗击打能力, 不退反击, 悍然迎击。 沉闷的撞击声中, 自己倒退三步有余, 易亭轩, 同样身体失衡, 反振而回。 再来! 没有多余的废话, 无需任何赘言, 两人之间的交手已经不像百余场, 该说的不该说的早已说腻。 今晚这场战斗的重要性也都明白, 战斗战斗, 直至将对方击败。 在两人再度纠缠的时刻, 各自身后的部队同时杀刀, 憋了太久太久的战役轰然倾斜, 爆发的杀伐气势足以摧毁一切。 黑武, 战! 最前方的二十名黑武部队成员集体起跳, 倾注全力的钢铁大棍爆砸而下, 恐怖的钢铁浪潮, 裹挟着可怕的钢器, 当场轰断食鱼饼钢刀, 硬生生地把拦截的那些人当场砸死。 星红的鲜血, 残破的肢体, 哀嚎的灵魂, 这足以让普通民众吓得双膝发软的可怕一幕, 却是整个战场最为普通的缩影。 黑道混战, 亡魂之战, 这里是古代战场的另类还原, 是世界繁华之下的真实杀戮。 人命大于天的言论, 只是最为荒唐的笑话, 在这里, 武为尊, 狂为虫, 只要能杀死敌人, 只要能自己活下去, 你便是最值得尊诚的勇士, 是所属部队的骄傲, 不为钱, 不为力, 只为血性难而魂。 迁于人的战场中央, 永远是双方头领的激战区域, 处于警卫, 人们自动空出个不大不小的圈子, 供给杨靖, 易廷轩等少数十多人进行拼杀私斗。 其他战区或许还讲究策略, 或许还有伎俩, 可在这片混战一百余场的圈子里, 那一切都已经涌变。 今晚, 在这场奠定华夏至尊的节目战中, 他们宁可用自己的血性来捍卫尊严。 善而, 男子乞丐击重的他们不想动用另类手段, 并不代表其他人不想。 这场黑道争霸从开始交锋到现在, 已经持续一年的时间, 夏方的帮众或许感觉已有伪劲, 期望永远征战下去, 可黑道血拼就是烧钱, 无论多大的彩礼物理都经不起这种损耗。 另外一点,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国家不允许, 能够容忍这么长的时间已经临近承受极限, 期间已经多次被普通人无意中发现, 最终被ZF强力压下, 但这并非长久之际, 万一事情在网络曝光, 谁也承受不了那股惊人的压力。 如今黑道混战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解决, 绝对不能再次进入垃圾战。 人群身处激烈的战场里, 一道修长的身影静静站立, 挥动随意地双手将任何胆敢靠近的天门成员震退, 无声无息,轻缓自如, 那副悠闲的模样与四周惨烈的场面形成显明对比。 杨静 男子轻声莫念, 深随的眸子透过混乱的人群锁定中央战圈那道儒兽的身影, 一目凝重在眼底划过, 怪不得易亭轩坦言, 如若再不采取措施, 不出十天,自己必然惨死战场。 这简直就是头怪物, 是头蛮兽, 是个战争机器。 放眼整个黑龙帮能够豪言压制他的应该没有了。 狄城能够得到此人相助, 不得不令人感叹运气。 谢霸, 这场战事应该结束了。 王家那边已经给了自己肯定的答复, 狄城现阶段不在国内, 而且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自己必须抓住机会, 趁其回国前将天门彻底打垮。 到那时候, 即便狄城个人实力再怎么强悍, 面对残破的局势也必然无理回天。 说句心里话, 他其实很佩服狄城, 如此年纪就能应有这等实力, 拥有这等势力。 本身成就远远超过当年自己, 他很想与其畅快地来场大战。 可是为了自己的帮派, 也苦于高层的压力, 只能在心里说声对不起了。 替成, 你如果要怨, 就怨王家和啤酒家族, 是他们给我的情报, 也是他们暗中控制的这场混战。 陈尊深吸口气, 压下内心的迟疑和烦躁, 目光回归清明。 狄城, 对不起了。 最后轻声道了句, 陈尊轻缓滑动的双手, 陡然绷紧, 宛若鹰爪般, 刹那出现在右侧那名英文兄弟的喉咙, 咔嚓, 恐怖的力量, 竟然隐声声地, 把他的脖子给钻裂。 男子高举的钢刀, 当即定在半空, 猙獰的脸庞, 涨红一片, 圆灯的双眼, 慢慢地憋成血红。 陈尊原地猛然旋动, 手持尸体化作铁棍, 以狂野势头, 在周身一阵乱砸, 脚步狂冲, 臂腕挥舞, 引动前方一阵混乱和鹤马。 重阳战群里, 杨靖越战越勇, 越战越狂, 手中无精打棍, 舞动阵阵地血纱风暴, 向着一庭轩狠狠肆虐, 又是一次火星的绷截, 又是一场力量的撞击。 无精打棍将青色大刀强势震退, 杨靖闷吼一声, 身躯旋转脸部, 紧紧地贴身随上, 硬是以自己雄壮的尖头, 撞向一庭仙的胸口, 带着野蛮, 又带些无赖的打法, 取得绝佳效果。 易亭轩猝不及防下, 两抢后退。 嘿嘿嘿, 给我开! 杨靖放声狂笑, 神区骤然断指, 挥舞无精打棍, 当空砸下, 呼啸声中直奔易亭轩的脑袋。 易亭轩目光凝缩, 右脚很多地面, 强势杀出步伐, 青色大刀生猛拦截。 不过, 就在刀棍就要撞击时, 杨靖嘴角却忽然勾起, 直冲而下的轨迹向旁微微侧移。 武精打棍擦着青色大刀和易亭轩哄下, 没有命中目标, 却砸在了脚下的一把低血的大刀刀把处。 武精打棍与刀把猛烈撞击, 当即呼啸旋转, 风闪般飙射出去, 狠狠插向易亭轩大腿。 易亭轩心头大海, 毫无防备的他急忙躲闪, 可钢刀距离自己太近, 一变又太过突然, 要想反应根本来不及。 片刀生生地动穿, 易亭轩大腿, 剧烈的疼痛令他的身体绷起, 惨叫出声。 此味如何? 杨靖双眼疯狂火热, 甩动的右脚铁棍般轰上易亭轩的下腹, 当场将其轰打出去。 附近的几名贴身保镖骇然惊呼, 刚欲回身救援, 可与自己纠缠的黑武队员却起起发狂, 恍惚乱笑中死死压制。 抱歉, 玩得着硬打, 没想到你运气这么不好, 还真的被插住了。 杨靖欢欢身子, 看似歉意的笑容, 却显得那么争年可怖。 易亭轩没功夫跟他瞎掰, 死死咬住肾血的门牙, 毫不犹豫地拔出洞穿大腿的钢刀。 刀锋在肉里滑动, 剧烈的疼痛让他全身绷紧, 颠色沙白, 来不及缓口气, 赶紧撕开衣服, 缠住伤口, 进行简单的包扎直血。 哟, 还算有点骨气, 不过, 结束了。 杨靖把乌金大滚, 往地上狠狠一插, 神情疯狂地狂冲几步, 切实起跳, 凌空翻腾, 憋足劲儿的右腿, 滑出一道气势磅礴的弧度, 以泰山压顶之势披下。 还没包扎完的乌亭轩, 野兽般地嘶吼一声, 双拳架起, 以亡命之势, 狠然迎击。 可是如他如今的伤势, 要想拦住杨靖, 倾尽全力地撑击, 根本不可能。 能够预想的下场, 不是臂腕折断, 就是大腿伤口撕裂。 乌亭轩如何不知, 可他想要逃开, 已经没了机会, 只能硬着头皮还击, 退下。 就在杨靖那刚猛的一脚 即将抡下时, 斜策里忽然冲出一个 修长的人影, 伴着一声沉闷的嘶吼, 抡起一脚, 毫不犹豫地拦截上来。 杨靖目光微晃, 微弱的分秒之间 迅速做出反应, 本该解决一天圈的进攻方向, 做出转折。 迎击敌人, 可预想不到的是, 在他改变路线的同时, 对方竟然也做出了些许更改。 结果, 砰的一声, 宛如一根铁棍直直触到腹部, 半空中的杨靖剧烈颤动, 炮弹般狠狠砸向地面, 巨大的撞击力, 直让他连续翻腾的四五下, 才好歹停住。 杨靖全力腾身, 一个鲤鱼打挺, 闪避出去, 可刚刚站住身子, 一口鲜血破口喷出, 身形亮强几下, 砰地跪在地上, 右手死死地捂住碎裂般, 剧痛难忍地下腹, 骇然抬头, 帮主。 义庭轩, 静怡不定地看着突然出现的男子, 本来已经做好了受创的准备, 可是, 帮主。 杨靖敏感地抓住了这个词语, 难道是, 陈尊? 伤势如何? 陈尊向前击步, 正好站到插在地上的乌鲸大棍旁, 没伤到骨头, 问题不大。 义庭轩神情一阵狂喜, 赶紧把大腿包扎住, 用力地勒紧。 他交给我了, 你先去歇息会儿。 陈尊拔出乌鲸大棍, 随手扔给义庭轩, 这条重型武器威胁太大, 不能留在这里。 义庭轩眉头未皱, 帮主要亲自出手, 可杨靖明明应该是自己的对手。 怎么, 还有事? 陈尊淡淡道, 没事, 帮主小心, 他很强。 义庭轩, 看了眼脸色煞白的杨靖, 简单提醒句后, 提起雾金大棍和青色大刀, 离开这处战圈。 不过, 他并没有真的去休息, 而是强忍左腿的疼头, 杀入战圈。 他号称黑龙最强天王, 实力强横, 毋庸置疑。 即便左腿受刀, 所带来的杀伤力依旧足以影响到这场胶着的战况。 看到义庭轩离开, 杨靖的眉头不由皱了下, 用力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慢慢站起来。 你是陈尊? 正是, 我想请你到黑龙做客, 不知可否赏脸。 陈尊话语客气, 但微微碾动的双脚, 却昭示着他已做好了进攻的姿势。 深随的眸子里点点火热, 也清晰地传递着他的战役。 杨靖吐了口, 嚼杂鲜血的口水, 双拳缓缓攥紧, 之前的骇然和凝重, 逐渐被浮现了战役所取代, 他最大的优势便是从不服输, 欲强则强。 陈帮主, 我也很想请你到天门做客, 不知你可否商量? 我那里宽敞, 还是去我那儿? 陈尊朦胧胧般的脸庞, 陡然冷力, 身躯晃动, 残影阵阵, 以蛇行诡计飘杀而至。 鼠男从命! 紧闭的牙缝间, 发出尖力的嘶吼, 杨靖毫无拘意, 爆燃冲击, 激荡的战役在全身涌动, 进攻势头之猛, 之狠, 比起刚才竟然提升了不止半个等级。 疯狂的进攻, 如同翻滚怒涛, 狠狠拍打过来。 两一声四象, 拳架分四段, 八卦太极拳。 陈尊虚幻滑动的身躯, 刹那顿指, 精准出现在阳靖进攻方向的正前方, 伴着声清朗呼和, 双手以八卦之势轻缓滑动, 五行珠带动旋转波纹, 四缓十级地迎上阳靖刚报铁拳。 没有沉闷的声响, 没有刚猛的撞击, 陈尊双手极尽柔滑地在阳靖铁拳上滑动, 与此同时, 身躯藤越后撤, 以力泄力, 以势引力, 直至十步之外。 一声温和, 在喉咙滚动, 陈尊后撤之势陡然断直, 旋动双手, 啪地扣住阳靖铁拳, 紧随其后, 腰身晃动, 身动脚不动, 没见多大用力, 竟然把阳靖两百多斤的体重, 给生生地轮飞起来, 对着地面狠然砸举, 看似轻缓的动作, 势头却极其迅疾, 杨靖惊诧之中刚要反应, 可是, 砰的一声, 身躯重重地砸在地面, 用意不用力, 太极自圆转, 无始断绝。 撞机刚刚响起, 陈尊目光精忙滑动, 把住杨靖的铁拳的双手再度滑动, 又一次将它轮飞起来, 你他妈气人太甚, 半空中, 杨靖彻底暴怒, 长这么大, 他还从来没被人如此戏耍玩弄过, 半空中的身躯剧烈扭动, 强势挣脱款付, 满牛班直奔陈尊爆砸下来, 太极之外有霸击, 爆, 柔缓的进攻, 刹那间刚猛无比, 方式套路的转化变动, 仅仅在瞬间完成, 陈尊阵地发力, 悍然迎击, 两记铁拳半空对接, 陈尊身形再转, 以及扫腿悍然轮空, 杨靖准备不足之下, 当即被砸飞出去, 拳法, 无阻贺阳, 陈尊随身而让, 同样以刚猛闻名的 无阻贺阳拳当即爆发, 上来便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凌厉的拳风, 野蛮的少矣, 与太极的优雅形成尖锐的矛盾对比, 杨靖强忍怒意, 全力对轰, 若乱起贴身进展, 他的实力并不比周少华弱, 可没等他完全进入状态, 本身实力还没完全迸发, 陈尊的进攻却又是刹那之间做出变化, 游刚化柔, 再做太极之士, 得姬得使, 其根子断, 太极之士尚有武卿之法, 凤, 鹤, 鹰, 眼, 鹊, 下有武兽之能, 龙, 虎, 狮, 马, 猴, 层层叠加的招式变化, 玄妙相接的进退缓和, 将八卦太极拳上下武琴招式施展的, 淋漓尽致, 完美流畅, 彼时就须借力发力, 又一次将杨景狠狠地论了出去, 浅随其后再度贴身, 十字手, 万古手, 二十四破手, 一连串的手法变化, 以寸井, 鹰井之力施展, 注重内伤的套路, 指导的杨景气血翻腾, 狼狈倒退, 所有的还击都被尽数粉碎, 杨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变化莫测的进攻方式, 太极拳以柔克刚的套路又随处夹杂, 几乎完完全全地把自己克制住, 当初狄城初次与陈尊交手时, 都被这种有备常理的进攻给弄得手忙脚乱, 何况是他, 接二连三地受创, 持续不断地狼狈, 终于把杨景的怒火完全点燃, 漆黑的毛子因为冲血而泛起鸿芒, 在陈尊又一次地狂野铃声的时候, 刚刚翻腾起身的杨景, 竟然没有做出任何进攻的姿势, 而是下盘降低, 双腿肌肉绷紧, 老树盘根斑, 牢牢定在地上, 眼花缭乱的拳掌, 紧攻, 尽数地轰打在胸口, 刚硬的力量, 直毫无例外地透涕而入, 胸腔内部火烧般剧痛难忍, 随着每一拳的命中, 紧咬的门牙中总是鲜血喷剑, 可是, 杨景连退五步之后, 竟然隐生生地扛住了这场暴雨侵袭, 在最后一击拳风即将击中时, 满嘴刺血, 青筋暴突的杨景, 勿然嘶吼咆哮, 叙事良久的两只大手, 精准抓住了陈尊轰击的手腕, 到此为止, 鲜血喷剑, 嘶吼如雷, 杨景拼尽全力, 死命地向旁甩动身子, 陈尊随惊不举, 冷然哼声, 左手随之前手, 四柔四刚地按在杨景后腰, 也正是力量涌动的最关键部位, 给我起, 杨景死死地攥入陈尊的拳头, 瞪着双眼四伤怒吼, 所有力量向着臂腕涌动, 给我跪下, 陈尊一边用力拉扯右手, 一边猛力地按住杨景的腰部, 同时甩起了脚尖, 狠狠地轰击在他的腿弯部位, 两者就这么以别扭又夸张的姿势纠缠拉扯, 以力量和技巧来抗衡对方, 一时间竟然陷入了胶着, 谁也奈何不了谁, 谁也制服不了谁, 四周激战的黑五成员 和易亭轩的保镖们自然也发现了这点, 都很想过来帮上一把, 帮助自己的头领占据优势, 可他们的战斗同样惨烈无比, 如果敢分心塌骨, 结果只有一个死, 不过, 静哥, 来生来世, 我们还是兄弟, 一名壮树的黑五队员决然背后, 任凭敌人刚猛的大刀劈紧自己后背, 任凭肆虐的刀锋撕开皮肉, 任凭剧烈的痛苦吞噬神灸, 竟然毫无顾忌, 风也色地向着陈尊冲了过来, 吵死, 与之对战的那名保镖神情骤寒, 进步狂冲中, 抡动钢刀直取撞汗脑袋, 什么也不管, 什么也不顾, 黑五成员, 瞪住陈尊暴跳而起, 死命地向其脑袋轰砸下来, 毕生所学, 在这一刻得到完美的绽放, 陈尊暗骂, 纠缠的力量手先松斜, 杨敬力量占据优势, 扣住陈尊对着地面暴砸而下, 陈尊选择松手, 被摔了出去, 却也巧妙地 从黑五队员的亡命进攻中躲过一劫, 毁五的铁棍狠狠砸在地上, 保镖劈砍的钢刀, 则毫无悬念地落在他脑袋上, 脑袋飞舞, 猛烈的鲜血从断裂的喉咙喷射长空, 浓重的血色染红满目凄美, 杨敬悲声力笑, 刺目的泪水滚落眼角, 一把扣住这名兄弟的铁棍, 回手转身, 刚蒙铁棍呼啸轮砸, 持取那名保镖的脑袋, 没等对方作诛回应, 大号脑袋如同西瓜般当场暴力, 惨烈与悲凉, 激荡夜空, 陈尊老子要你搞命, 受到刺激的杨敬发狂发疯, 瞪着星红的双眼冲向陈尊, 陈尊眉头大皱, 急步向后撤离, 本来想在杨敬进入状态之前, 尽快地解决战斗, 他未曾料到双方竟然如此的生猛和强横, 杨敬甩动的铁棍狠狠轰打在地上, 见其大量的碎石尘土, 陈尊原地滚动, 凶险地躲过对方的进攻, 在即将弹起时, 一把抓住之前惨死那名保镖的大环刀, 随手驾起迎接, 铁棍挥舞, 煞翼迎野, 受到刺激的杨敬仿佛失去控制, 风暴般的狂野进攻, 一时间竟然把陈尊破得狼狈后退, 难以招架, 鼻孔耳朵溢出的鲜血, 清晰表明着陈尊此刻正承受着何等严重的内伤, 但这种势头也仅仅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陈尊无论是经验还是实力, 都远远地超过阳镜, 暂时的后撤也只是为了寻找漏洞, 终于, 叫起的钢刀全力迎击, 震耳的焦鸣声中硬是将铁棍架住, 下一秒, 摒弃宁神, 内力于丹田涌动, 施吼弓再度发作, 震掺耳膜的吼声尽数侵入杨敬大脑, 原本疯狂的石头出现刹那的顿指, 猙獰的神情因为眩晕而茫然, 杨敬, 你已经足够自豪, 陈尊瞬间出现在杨敬的身旁, 牛舌般刺探出来的右手, 啪地扣在他的下巴, 前冲石头越发猛烈, 趁其尸神的细微空挡, 右手猛力向前, 向下按去, 指使杨敬仰面倒起, 后仰中的杨敬被狠狠地按到地上, 不过最先着地的不是身体, 而是被陈尊控制的脑袋, 剧烈的撞击震颤脑浆, 茫然的双眼猛然圆瞪, 世界在这一刻陷入死般安静, 眼前的一切被黑暗笼罩, 砰的一声, 失去支撑的身体无力地撞击底面, 沉满的声音像是亡灵的蓄曲, 一声, 一声, 直指完全静止, 陈尊剧烈咳嗽声, 胸口翻滚的气血从嘴角溢出, 滴落在杨敬僵硬的脸上, 只是此刻的黑武统领却没有半点知觉, 静止片刻, 杨敬圆瞪的眼睛无力地闭合, 打仗的嘴巴和绷紧的脸颊也随之舒缓, 而后, 脑袋一歪再无声息, 旁边的黑武统颜心神接战, 悲声嘶吼, 可大意之下空门打开, 尖利的刀锋狠狠地劈砍在他们身上, 带出道道猙獰的伤口, 一个不留, 陈尊缓口气慢慢地站起身, 胸腹翻腾的气血又是带起阵阵剧烈咳嗽, 脸色随之泛出, 病态地苍白,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这个杨敬如此难缠, 竟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创伤, 重保镖精神大振, 紧紧抓住黑武部队刚才的事物, 全力出击, 将他们死死压制, 黑武成员根本无心恋战, 边艰难地抵挡敌人的进攻, 边向杨敬方向靠拢, 可这里是战场, 现在是在激战, 这种三心二意的态度, 换来的是一道一道深刻击鼓的伤口, 以及近乎昏厥的重创, 尽快结束战斗, 陈尊看也没看身边悲壮的情景, 抓起没了动静的杨敬, 费力地甩到肩上, 准备离开战场, 可迈起的脚步还没落下, 旁边的人群忽然一阵大乱, 道道夹杂惊恐的尖叫声, 在喊杀震天的战场上, 显得是那么刺耳和另类, 陈尊眉头微皱, 正要寻声向前望去, 那里的人群忽然遭受爆炸般地, 飞进了这片中央战区, 狠狠砸在地上, 连带着正处于困境中的黑武部队, 因为混乱而侥幸脱困, 所有人亥然凝望, 不过目光最先投向的不是那个缺口, 而是飞进来的这群人, 确切地说, 是其中的一个, 一庭轩, 浑身上下破烂不堪, 猙獰的刀口遍布全身上下, 浓浓的鲜血从各处伤口躺出, 将全身染红, 那副模样仿佛从绞肉机里挣脱出来, 惨不忍睹, 如果不是那把青丝大刀, 非常显眼, 谁能分辨得出, 他就是黑龙第一天王, 一庭轩颤抖的双臂, 艰难地撑起身子, 可还没站稳, 满是猙獰伤口的双腿, 却剧烈晃动下, 狼狈地趴在地上, 哆嗦的嘴巴里, 咕咕冒着鲜血, 圆动的双眼, 写满惊口, 谁, 是谁, 呆呆地, 看着锤子挣扎般的一庭轩, 众人浑身机灵, 骇然抬头望去, 大量的目光, 死死叮嘱那处, 缺口通道, 邪主臣尊, 求养了, 弹幕的声音响起, 一道修长的身影, 缓步从那里, 走入这片中央战区, 长发轻舞, 面白肤静, 双唇鲜红如雪, 脸部线条, 顺滑而更矣, 犹如美人般俊美, 又似妖精般斜意, 漆黑如沫的眉毛下, 两双没有眼白的毛子, 散发着斜意的光芒, 右手斜向地面, 两米多长的纠长斩刀, 鲜血低膛, 游围绕人眼球, 陈尊眉头微皱, 目光在那双毛子和斩刀上, 游动片刻, 宁声道, 乌鸦, 习宇皇, 能得陈帮主挂疾, 我习宇皇荣幸置之, 习宇皇缓步走入场中, 脚步尾钝, 镜子来到一亭轩的面前, 修长的斩刀, 缓缓地横起, 锐利的刀尖, 抵在他的喉咙上, 果然没有猜错, 陈尊声东击西味的正是杨静, 天门, 果真卧乎藏龙, 没想到竟然还藏着你这条大鱼, 悄然吸了口气, 陈尊神情中闪过一道宁中, 情宝中, 不是先是习宇皇只是个谋士吗, 怎么拥有如此可怕的实力, 到底他和狄成谁才是真正的天门主人, 多谢夸奢, 习宇皇淡淡地道了句, 尖锐的刀尖缓缓加力, 刺破一停圈的喉咙, 向里面伸入, 五秒钟的时间, 把杨静给我, 否则, 黑龙第一天王, 便从今晚出名, 陈尊平静地看着习宇皇, 却没有半点要交出杨静的意思, 换人, 杨静对自己有大勇, 费心费力, 怎么可能轻易送出去, 一, 淡然的声音飘出, 却让场中众人的气氛为之紧张, 黑五的兄弟们紧紧盯住陈尊, 等待他交出杨静, 黑龙的人则紧张地看着习廷轩, 害怕他真的被斩杀, 二, 三, 随着一个个数字的飘出, 斜刀一寸一寸地往里深入, 习廷轩全身绷紧, 不敢有丝毫的举动, 只能静静地体会着喉咙部位的冰凉, 等待死亡的点点临近, 四, 西宇皇的表情和语调, 没有丝毫变化, 平静地让人心寒, 习廷轩因为失血过多和紧张的缘故, 意识开始逐渐地模糊, 身体颤抖的频率越来越明显, 第五个数字刚要出口, 与之静静对视的陈尊忽然转过头来, 扛着杨静离开展圈, 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声音, 你若敢杀他, 我就敢把杨静剁成肉泥, 给你们包饺子, 砰, 陈尊刚刚进入人群, 一停轩也临近极限, 现运感潮水般地涌上心头, 无力地瘫软下去, 插在喉咙里的邪刀没有继续深入, 而是随之抽了出来, 这家伙果然够狠, 席羽黄微微醋眉, 淡淡吐出一句, 绑了, 身后英文几个兄弟赶紧冲上来, 把昏死过去的一停轩绑住, 为什么, 为什么不救静革, 黑五部队几个兄弟冲到席羽黄面前, 又急又怒的大吼, 已经救了, 习语黄看也没看他们, 缓缓地攥紧, 旋动斜刀, 向着紫州战场走去, 后面四名保镖紧紧追随, 挥动钢刀杀了进去, 同时刻, 东部战区, 各个堂口和战圈的基站, 都已经进入关键时刻, 黑龙帮的进攻, 异常猛烈, 天门的还击同样凶狠狠野, 双方斗勇斗狠, 使出浑身血术, 捍卫自身荣耀, 在激烈勇猛的大背景下, 悲惨的情景, 自然不可或缺, 其中最为被动的, 当属地蛇门满主岩寿, 他本身的实力, 勉强达到白银终结, 可今晚所迎击的对手, 却是黑龙第二战将, 冷铜, 黑龙帮十五大战将, 最弱的也是白银终结实力, 而身为第二战将的冷铜, 则已经达到白银巅峰, 且身经百战, 强横无凭, 天门在东部战区部署的战斗力, 远超南部, 可黑龙帮这边, 却有着两大天王和八大战将, 为了能够扛住这场注定艰难的揭幕战, 徐云和沙狼分别负责两大天王, 胡言罗秀, 迎击黑龙第一战将徐瑞祥, 同名, 张硕等敬畏队强者, 也各自有任务分配, 按照实力划分来说, 冷铜应该交由同名或者孙琪负责, 这样才算是合情合理, 可当初安排任务时, 翁云和徐云的意见却出奇的一致, 交给自己, 严寿不是胆小怕事之人, 更不畏任何生死, 从当初一个地级式的黑道小头目, 成长到如今掌控一省黑道大全的分门主, 他这一生已经没有任何遗憾, 哪怕现在立刻死掉, 只要是为了天门和成哥, 他无怨无悔, 可是, 为什么要把死士营全部调走, 这难道不是把自己往绝路上憋? 漫天枪影, 在身前瞬间凝视, 狠狠冻穿岩手尖头, 大块血肉, 被那个三棱刀般的怪异枪头, 给生生切了下来, 枪体颤动, 铁边般再度回旋, 狠狠抽打在岩手的身上, 咔嚓的骨头劈裂声, 将其狠狠地扫飞出去, 替神门主, 可笑, 银枪回收, 一个油弱女孩般的小巧青年, 冷冷地哼了声, 满脸不屑, 可笑, 可笑你妈的头, 严寿强忍尖头痛出, 再度窜起, 没有任何缓和, 没有任何犹豫, 凭借那股狠辣气势, 再度杀向冷童, 虽然心中疑惑满腹, 虽然不奋于瘟运的安排, 但要想让他服输, 不可能, 竟然碰上个废物, 活该当我今晚立功了, 冷童灵巧地斩臂, 手中银枪宛如白龙翻腾, 卷动漫天灵力残影, 从各个刁钻角度突刺出击, 在黑龙帮内部, 他冷童素有神枪之名, 一身精湛枪法, 不仅仅是华美, 好看那么简单, 作为从帮派底层成长为黑龙战将的最佳代表人物, 一路走来, 一路飘雪, 精力的战斗不必龙奴少, 虽说模样看起来像个雌语娃娃, 骗骗公子, 可是那股子狠辣, 却在血雨腥风中, 唠嗑在灵魂深处, 眼前这个地舌门主虽然很有冲劲, 不要命的打法也能带来不小的压迫感, 可倒霉就倒霉在他遇到了自己, 对付这种疯子他最有经验, 手中这杆长枪, 不知道结果了多少精神病的性命, 放你娘的屁, 老子威风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女人怀里吃奶呢? 颜兽最受不得别人嘲讽, 野兽般向着冷通疯狂披伤, 地舌门能够在天之五门中站稳脚跟, 可不仅仅是因为死事营在逞威风, 自己这个分门主也成长了很多, 眼前这个小白脸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奶奶的, 今晚让你尝尝舌爷爷我的厉害。 嘴角勾起一抹音效, 颜兽大呼小叫地向前猛冲, 势头极为凶猛狠了, 傻意破人, 可这一次他刚冲出几步, 脚底忽然一滑, 警惚声中, 狼狈地扑倒在地, 来了个结结实实的狗吃屎, 冷童微微愣神, 心脏狠狠抽搐下, 天门竟然还有这种货子, 只是他太纯洁了, 根本想不到眼前这个分门主, 不但心狠手了, 同样是个地痞无赖, 和死士营的所谓死士们, 基本上一个脾性。 狼狈扑倒在地的眼手, 嘴角斜钩, 敏锐地抓住冷铜短暂失神的空挡, 借助前扑的势头忽然攥摄起来, 惊恐的神情陡然间争鸣无比, 死力钻目的钢刀, 当空斜皮直下, 宛如惊鸿掠空, 又似流星鸡舍, 刹那临近。 神情陡然变动, 冷铜急忙后撤, 然而宛若雷芒的钢刀, 狠狠扫过他的胸口, 活生生, 划出一道深刻击鼓的正宁伤口。 上年长长爷爷的厉害, 严手壮弱疯狂, 头顶的青色大蛇仿佛活了下来, 紧紧抓住机会, 贴近冷铜, 手中钢刀, 绞肉机般的狠辣旋转劈砍, 冷铜猝步席防下, 戒凉糟创, 傻眼间, 胸前不为, 脸肿七刀, 血肉模糊, 惨不然赌。 银枪终于抓住机会, 做出回应, 将差点披中自己心脏的钢刀, 强势割挡。 冷铜立声怒吼, 右腿出击, 宛若独龙出海, 猛地剁在严手的下腹, 将其狠狠轰退。 狼狈后撤四五步, 冷铜死死地捂住血流不止的胸口, 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哆嗦, 脸色傻白无色, 不屑和冷淡全部化作羞粉, 一时的大意竟然受到如此创伤。 严寿舔了舔刀尖上的鲜血, 呸了一口,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低舌吗? 就是只要咬上一口, 就能咬你狗命。 本想和你多玩会儿, 是你在逼我, 怪不得别人了。 冷铜深吸口气, 强压胸口痛楚, 再度震动长枪, 直奔严兽飙杀过来。 愤怒在心口涌动, 痛苦在胸前滋生。 冷铜彻底发狂, 再无半分收敛, 本该轻轻松松就能获得的战功, 自己竟然差点丢掉性命。 如果让其他旗主知道, 刺激的脸还能往哪儿割? 不可原谅, 绝对不可原谅。 奶奶的, 你以为就是会发狠吗? 严寿很声力吼, 挥舞钢刀踏步狂冲, 同样气势汹汹, 无恙骇然。 可是, 刚刚冲出三步距离, 吼声还在喉咙滚, 他却突然转着方向, 一头扎进了附近的人潮中, 再无定点声响, 呃, 逃了? 这鸭的逃跑了? 卧槽! 恼怒之下, 冷铜忍不住, 暴声粗口。 你是在找爷爷我? 刚刚消失的银兽, 毫无征兆地, 从冷铜后方杀出。 神情猙獰, 驱势狂野, 甩动钢刀怒然劈砍。 冷铜猝不及防, 大意之下, 又是被狠狠劈了一刀。 燕兽, 我他妈活剥了你! 冷铜几乎要发疯, 灵巧的身法超越极限爆发, 几个闪略便冲到燕兽的身边, 甩动得长枪铁边般的, 直取其后腰。 燕兽本想再耍些小花样, 可没想到这家伙 如此迅猛。 这一次, 啪的一声, 剧烈地抽打, 顿时让他腰部劈开肉绽, 狠狠趴在地上。 冷铜念不起跳, 双手握枪, 立皮直向。 眼手心头一阵骇然, 顾不得形象连滚带爬的, 冲进旁边的人潮。 你他妈是男人吗? 冷铜撞入厉鬼般, 厉毫不已。 恨不得冲进前去, 喊杀整天的战场, 可是又担心, 那家伙继续耍阴谋诡计。 纵横黑道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见过这种无赖的货色, 尤其是对方, 还是威名赫赫的地上门门主。 这他们打什么仗啊? 这分明是在耍猴。 好在冷铜, 战斗经验丰富, 接连做了好几次深呼吸, 强制自己冷静下来, 神情冷芒闪动, 既然你想玩, 冷爷爷今天就陪你玩。 要不你试试, 老子可是传言。 短暂的平静, 严寿再次从旁侧杀出, 可他的吼声刚发出一半, 早已叙事冷带的冷铜, 陡然悬身, 森冷的毛子将其死死锁定, 满天枪花, 击射出冷力锋芒, 将严寿的身体尽数笼罩。 目光微晃, 严寿极力格挡, 可是对方进攻太过密集, 身体当场被硬生生地 砸出五个血窟窿, 紧随其后, 一击横扫, 啪得抽打在下腹。 严寿惨叫一声, 凄惨坠定。 冷铜完全沉静下来, 不再多说一句话, 不再受到他的干扰, 全身心地处于应战状态, 把严寿当作生死仇敌, 毕生实力毫无保留地倾斜出来。 实力的差距一点点凸显, 冷铜连绵不绝地进攻, 将严寿死死压制, 顶礼枪花, 接二连三地在他身上 留下猙獰伤口。 严寿狼狈招架, 并努力寻找任何 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偷袭, 可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 冷铜不会再上任何档。 十余回合过后, 击射地枪头子弹般 电射在严寿的刀体上, 刚猛的力量集中于一点爆发, 所产生的威力 足以用恐怖形容。 坐视劈砍的大刀 当场被震飞出去, 严寿猝不及防, 差点被那股力量给甩出去。 我说过, 你差得太远。 冷铜紧抓机会, 再度出击, 长枪震动, 宛若白石游走, 以刁钻轨迹, 直取严寿。 严寿脸色大变, 拼命逃避, 可迎枪来得太过迅急, 他的身体刚刚转过来, 枪头趴地抽打在后背, 当场皮开肉战, 血肉模糊。 严寿惨叫一声, 两响前扑, 下辈子见。 冷铜低声凝笑, 满天枪花, 骤然间在严寿的后心凝食, 没有丝毫犹豫, 瞬间没入。 呛头死女, 刺破皮肉, 直入内力。 严寿身躯陡然僵硬, 后背的冰凉和剧痛, 让他心生绝望, 瞪大的眼睛, 血满不甘。 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 自己要死了吗? 生死时刻, 严寿脑海中忽然划过一声哀嚎, 我操你姥姥, 翁云你个老不死的, 老子我招你惹你了, 让我对战冷头, 不就是送死吗? 唱歌, 你赶紧回来, 气得给兄弟我报仇, 翁云你个老不死的, 老子问候你全家。 悲愤怒骂的严寿忽然愣了下, 哎, 自己没死。 低头看了看胸口, 并没有想象中洞穿过来的枪头, 后背只是感觉很疼, 好像没有继续深入。 心头一个机灵, 严寿赶紧前冲几步, 硬是从身后插了大半的枪头中, 拔了出来。 疼痛让严寿绷紧身子, 边呲牙咧嘴的倒吸凉气, 忍不住地转身望去。 此时此刻, 那里不知什么时候, 皮肤幽黑的男子, 高大的身躯, 铁打般的耸立, 带着尖刺拳套的大手, 死死抓住冷铜的银枪, 刚毅的脸上没有半分感情, 冷冰冰的毛子, 给人一种野兽的感觉, 并且, 没有鼻子。 本该英俊的模样, 争鸣如鬼。 这人是谁? 哪来的? 这位朋友, 您是…… 严寿小心翼翼地问道。 严寿案子惊奇, 这人好大的压迫感, 不知是不是灯光的缘故, 他只有种错觉, 此人俨然就是个 钢铁胶筑成的机器人, 幼黑的皮肤和盘蛇般的肌肉。 我的个老天, 大汗好像也没这么精壮紧绷的肌肉。 刚才是他救了自己, 难道他也是天门的人? 可自己也算是天门高层了, 深得敌尘器重, 该见的不该见的都见过, 几个神秘人物也隐隐于约地听说过, 可这种压迫感, 惊人的强者, 好像真的没听说过。 铁塔汉子冷漠地瞥了他一眼, 却没有丝毫大理, 而是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全人戒备的冷酮身上。 他是谁? 他是图情仓。 三个多月前, 在沙郎的护送下找到了徐云, 彼此间做过不少的交流, 对当下的局势、 天门的实力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看着曾经的老对手、 老朋友如今活得潇洒自在, 图情仓从心里为他感到高兴。 只是对于这种黑道上的打打杀杀, 心里总有计分不屑, 所以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医院里安心养伤。 可就在今天下午, 徐云忽然找到自己, 说是有好戏看, 然后莫名其妙地就来到这里。 图情仓不是傻子, 刚刚到现场便明白了徐云的打算, 他这是让自己重新认识下黑道混战, 同样协助天门部队击杀敌方将领。 之前一直没有出手, 是停留在了战圈深处, 感受那么疯狂、悲壮与豪情。 总体来说超乎自己想象, 黑散不错。 图情仓高吱高吱地晃晃脖子。 痴人嘴短, 拿人的手转, 徐云那小子这段时间照顾我很到位, 怎么说也得偿还小他的人情。 小伙子, 抱歉了, 今晚算你倒霉。 冷通神情沉塑, 攥紧银枪缓缓后退。 抱抱名号, 我冷通腔下不杀无名鬼。 图情仓轻笑出声, 只是那种笑声在模样和气势的硬沉下, 带着别样的阴森和寒意。 很老套的问话, 不过告诉你也无法, 笨人图情仓。 图情仓? 没听过。 现在或许没听过, 不过到了地狱, 你会有很多的伙伴。 图情仓随意地向冷通勾了勾手。 来, 小伙子, 先给你三次主动出手的机会。 你说什么? 冷通神情皱了。 不想重复第二遍, 不想早死, 你可给我滚过来。 少他们看不起人。 冷通大怒, 身躯向前猛地震动, 手中银枪宛若恶龙倒海, 晃动残影化作食余道灵力剑芒, 分别指向额头、 喉咙、 心口等各处要害部位。 去世如红, 屠杀如莽。 残影刚刚成形, 下一瞬便出现在图情仓的喉咙不韦, 并违背长礼般凝为实体。 为了给眼前这个嚣张的大个子一个教训, 冷通可谓是全力施展。 眼看自己的枪头要洞穿对方的喉咙, 他的嘴角不由地浮现出一抹冷笑。 快闪开! 严寿急声呼和, 他也没想到这大个子看似强悍, 反应竟然如此迟钝, 最起码也该向旁边 做出些逃跑的动作呀。 一旦被其命中, 那可是要命的。 扑的一声, 冷通的枪头精准命中, 狠狠插下图情仓的喉咙, 毫无任何悬念。 可是, 脸上的能力逐紧僵硬, 随后向着呆质转化。 冷通正正地看着自己的枪头, 命中确实是命中了, 可是根本就没插进去, 竟然生生地被顶在了那里, 难以载入分行。 好像那不是皮肉, 而是个钢板。 严寿倒吸口凉气, 嘴巴缓缓地变作O型。 他遗娘的, 世界末日了, 真他压得出产机器人了。 比起长枪前森, 你差得太远。 图情仓微动分毫, 握住插在喉咙的枪头, 慢慢地推了出去, 冷冰冰地吐出个瓷。 继续。 冷通呆呆地看着自己的银枪, 显然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铁布衫? 他会弃弓? 帮主耗费十年时间, 才练成的弃弓。 这人难道用力晃晃脑袋, 冷通完全沉静下来, 忘记四周的震天嘶吼, 忘记四周的惨烈薄杀, 精神全部集中到图情仓的身上。 脚步缓缓移动, 仔细地寻找漏洞。 短短片刻, 冷通牧然打赫, 身形猛地藤月, 长枪划作铁边, 狠狠地抽向图情仓的后脑。 气功再厉害, 也只能凝聚在身体的某个地方。 我就不信, 你的脑袋能够承受住铁墙乱披。 长枪再度精准地命中, 可想象中的鲜血蹦践 和反阵力感都没出现, 就好像无声无息地 从对方身体里甩了出去。 打空了? 冷通脑海中忽然闪过这个词, 可之前蓄力太猛, 一击落空之下, 差点把自己给摔出去, 狼狈地扑在地上。 严寿用力地闭闭眼睛, 然后对着自己的脸, 就是啪啪两嘴巴, 瞪着眼睛死死地盯住图情仓。 他刚才, 瞬移了? 完了完了, 真世界末日了, 哪里来的怪物? 继续。 之前以最快速度横跨出去的图情仓, 撇了冷通一眼, 鼻息中发出一声轻微的冷哼。 自己虽然无法击败狄成, 但欺负你们这种小货子, 亦如宰鸡。 冷通在愣片刻后, 一记乱花点霉, 标示图情仓的双眼。 你乱分寸了, 这是道计。 图情仓抬起的右手, 精准地拦截在冷通的银枪轨迹上, 并缓慢地握住造型怪异的枪头。 三次机会已过, 你的命归我了。 一声冷哼在空洞的鼻孔中发出。 图情仓握住长枪, 猛得向后一拉, 身躯晃动, 瞬间出现在冷通的身旁。 紧随而至的右手钻握成拳, 锐利的突刺, 过些狂躁煞意, 轰然出击。 无法接受失败的冷通, 正在失神发愣。 等他感受到威胁时, 已经晚了。 战场之上, 死神不会怜悯任何的失误。 碰得一声, 铁拳命中心口, 尖锐的突刺, 生生粉碎冷通的肌肉和虎心骨, 植入内力, 心脏不为。 怪异的破裂声中, 心脏化作浓烈的鲜血, 在胸腔翻滚涌动, 而铁拳却是不减, 继续他的思念, 硬是从后背穿了出来。 朗童不可思议地, 看着插入胸口的胳膊, 嘴巴张开, 本想说些什么, 可吐出来的, 却是大骨大骨的鲜血, 和碎骨碎肉。 浑身的力气, 如同泄气的皮球, 迅速地被抽离身体。 冷童一把抓住图情仓, 残存的战意, 促使他掐向对方的脖子, 可是, 伸出的手, 还没碰到目标, 一阵天旋地转般的黑暗, 袭上视线, 随后, 无力地瘫软下去, 身体无意识地抽动几下, 便再无声息。 严兽愣愣地, 看着惨死的冷童, 大脑微微短露, 黑龙帮第二大战将, 就这么死了? 有些无趣。 图情仓慢慢抽出胳膊, 放眼整个战场, 尽管看下来热血澎湃, 应该是自己向往的战场生扬, 可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也只是感到了兴奋, 却没有那股躁动的感觉。 或许, 徐云口中的天王任务, 才是最为向往的。 什么才觉长, 什么修罗佛陀, 什么战神咆哮, 什么死神左手。 每每想起这些词语, 灵魂总是忍不住地为之颤动。 等狄城回国, 无论如何, 也得跟他去体验。 不过, 现在就先帮帮徐云, 先把这个什么狗屁黑龙帮给解决掉。 穿红色衣服的都是黑龙帮的。 图情仓松动下肩膀, 问向严寿。 啊, 哦, 对对对。 严寿的眼睛仍旧无法离开冷铜的尸体, 短暂地顶止过后, 只欲仰天咆哮的激动涌上心头, 神情亢奋不已, 愣童死了。 那就好。 神情逐渐猙獰, 图情仓, 深吸口气, 木然发出如手咆哮, 脚步狂踏中, 对着战场狠狠地撞了上去。 决定华夏黑道皇者归属的大风暴, 彻底爆发。 惨战浪潮席卷华夏中东部地下世界, 凄惨的哀嚎和誓战的狂吼, 撕裂夜幕, 令所有观战之人为之动容。 而在今晚这场节目战争, 短短三个小时内所出现的意外变故, 则引动更多的差异和凝重。 黑龙第一天王一庭宣, 遭天门之主习宇皇重创, 活捉。 华夏邪主再度复出黑道, 强势猎捕天门最强猛将杨靖, 天门再现神秘猛将, 斩杀黑龙第二战将冷铜。 爆炸性的消息, 一举将双方高层全体囊括, 西宇皇首次出战所展示出来的强横实力, 不仅带给八大家族和华夏黑岛太多震撼, 当消息在世界范围流转时, 势必会有隐秘势力皱起眉头, 例如天王。 除去这三条最为震撼的消息, 其余各个堂口和战圈都充斥着惨烈和变故。 仅仅是一场揭幕战, 三个小时的时间, 或战死或被俘的知名猛将却多达二十人, 这个数字足以令得整个华夏黑岛为之震动。 在此之外, 天安门和黑龙却把自己所有精锐完全投了进来。 龙奴战队齐显战场, 秦武阁首度登场, 冷风,夜叉,黑武, 天安门各大特战部队齐齐编入战区, 所带来的杀伤力令各大家族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场战斗。 凌晨三点半, 揭幕战落幕, 双方收兵休整, 遭冬火热的气息开始散去, 天安门, 黑龙各自清理自己的区域, 救护自己的部中, 如同受伤的野兽, 躲藏到巢穴中安静地舔尸伤口。 来不及悲伤和愤怒, 更没经历顾虑其他。 西宇皇, 汪云, 于小天, 诸葛秦司, 这以最快的速度重新部署兵力, 稳固战线, 同时调整战将的配置, 把空缺部位进行填补。 揭幕战的惨烈和索夫说的代价, 让他们心神绷紧, 在这样的悲壮背景下, 计谋的作用被减弱到最小话, 考验的更多的, 还是双方将领的大局控制能力, 和人员部署能力, 同样还有高级将领的勇猛程度。 白天的时间在休整中很快过去, 夜晚将领, 风烟在起, 在稍稍莫清对方套路的情况下, 第二天将领的战斗更加的凶狠猛烈。 西宇皇清临战场, 迎战陈尊, 图秦苍, 应徐云邀请, 迎战秦武哥阁主, 天之武门以血性捍卫荣耀, 黑龙铁骑以实力铸就辉煌, 双雄回战, 各战雄资, 只是在谋士数量和战将实力大致相仿的情况下, 却谁也奈何不了谁, 最不希望的拉锯战, 在血腥与惨烈中再度成形。 直到三天后, 翁云设计辐杀天王李悦, 却不想消息泄露, 被诸葛秦司反将利用。 当晚, 秦武哥十大长老齐齐献身战场, 徐云身陷重围, 随行死士营赦面出击, 最终以集体阵亡的悲壮代价, 换取徐云的一息生机, 可虽然最终逃脱, 半路却因伤势过重陷入休克, 送往医院急救。 严寿难以接受死士营灭亡的消息, 情绪失控, 怒骂翁云, 遭铁绿部队击捕, 地蛇门随之出现动荡。 第六页, SC总部铁绿统领彭侯, 突然向夜叉部队发动紧急召回令, 责令官营带领全体夜叉成员回返总部, 因不肯叙述其中缘由, 最终惹怒李宣恩。 接二连三的变故, 致使东部战区风云突变, 溃败隐患随之出现, 翁云极力维持, 好歹缓和了地蛇门的怨气, 可却因为过度操劳, 引发暗急, 被迫退出前线。 乌漏偏逢连夜雨, 第七页, 陈尊暂时搁置前线安危, 亲率龙奴第一战队, 突入河南内部, 将医院中进行抢救的义亭轩, 强行救走, 并安然扯离。 事业, 失去了陈尊的束缚, 习语皇成功地击杀龙奴, 蓝芒铁骑骑驻, 取得难得的胜利, 可义亭轩的丢失, 却意味着人质交换方略失效, 杨靖和大汉两大俘虏所带来的隐忧, 压得习语皇喘不过气来。 由于缺少敌城坐镇, 李宣恩与西宇皇提出的战事方略出现差异, 难以达成共识, 致使东南两大战线失去协调。 于小天, 诸葛秦司抓住难得机会, 全线推进, 并按陈尊命令设计东北大盗会, 强力好鹏率领第十五铁骑, 驰援河南前线。 混战风暴来得太过猛烈, 黑龙帮倾尽全力的强势出击, 给于天门带来极大的创伤, 还未稳住住的焦灼局势, 开始出现明显的倾斜。 李宣恩和习宇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急忙出手挽救, 彭侯再也无法在后方停留, 急忙安排各项事务, 预备启程前往河南。 而时至此刻, 于小天谋划已久的离间计随之洒出, 矛头直指天门暂任门主习宇皇。 第八夜, 双雄之战依旧惨烈, 可南部战线, 却突然出现预想不到的变故。 黑龙帮方面减缓对龙门虎门的进攻, 集中优势兵力, 开始强攻英门。 各方势力, 连同天门高层在内, 都以为于小天打算改变策略, 集中于异点, 并未太过在意。 可是第九夜, 负责进攻龙门虎门的四大铁骑, 在减缓进攻的同时, 露出隐晦却也明显的友善。 看起来依旧激烈, 却仿佛缺少了一种血性, 与其说是生死大战, 倒不如是在演戏。 罗盛凯, 沈明荣担心其中有诈, 不敢过分挑衅, 谨慎对待。 两人的决定应该算是明智, 可在整个河南斩区 惨烈悲壮的大背景下, 他们的谨慎在有心人眼中 更像是一种配合。 第十夜, 晚上九点, 前县办公室内, 西玉皇正在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这里, 前往指定战圈。 谦慕部队重新锁定了 陈尊的行踪, 为了把对方的威胁 减缓到最低, 他必须亲自出手。 尤其是在如今南部战区 陷入诡异局面的情况下, 他更不敢有丝毫大意。 可这个时候, 保镖却忽然敲门进来, 黄哥, 外面来了个客人。 客人? 哪里的客人? 西玉皇穿好外套, 奇怪道, 不清楚, 他不报名号, 也不报来历, 只说黄哥必须得见。 另外三个保镖相互对视, 不屑道, 好狂的口气, 还必须让他管。 等等, 西玉皇看了看时间, 正好九点整, 距离开展还有三个多小时, 时间还算宽余。 来了几个人, 就一个, 带他进来, 气得搜身。 是。 保镖点头退下, 没过多久, 一个身着血红色风衣的高手男子 被领进办公室。 西门卓, 酒痒了。 男子长相普通, 薄薄的嘴唇 和阴沟鼻子, 却给他踪色不少。 浑身的精干气息和血色风衣 又带来绝妙的衬托, 令人过目难忘。 西玉皇隐约间感到几分熟悉, 仿佛在哪儿见过, 又好像没那个印象。 正当他暗自猜测对方来头的时候, 其中一名保镖却忽然转头, 凝缩的毛子紧紧地盯住墙壁。 在那上面挂着很多放大的图片, 全都是黑龙帮的高层成员, 包括陈尊, 龙奴头领, 也包括各大天王, 十五大战将。 而保镖所定的正是其中一张, 一个神情冷力, 身着红衣的高瘦男子。 察觉到保镖的异样, 西玉皇简单地瞥了眼, 呼吸微微变动, 患声道, 赤血铁骑, 骑主圆红, 正是在下。 高瘦男子轻声笑笑, 露出一排较之常人略显尖厉的牙齿, 正是黑龙第四大战将, 赤血铁骑旗主圆红。 圆红? 四大保镖眉头大皱, 蹭地从沙发上窜起来, 手中钢刀齐齐亮出, 愣然相识。 圆骑主, 这里好像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圆红毫无拘异, 滴滴笑道, 我只是个小喽啰, 你们犯不着这么兴师动众, 如果想抓我做人质, 随便动手即可。 不过我这次过来, 是有事要找习门主, 想不想听听。 习宇皇示意四名保镖放松, 深深地看了眼圆红, 淡漠出声, 说, 圆红瞥了眼四名保镖, 直到他们全部放松警惕, 退到旁边, 这才不急不慢地 从怀里拿出张照片, 在习宇皇的面前晃了晃。 这两个人, 西门主, 你还有印象吗? 照片上, 是两个绑在石柱上的男人, 一个比一个雄壮, 一个比一个高大。 只是本应应武刚义的两人, 却死气沉沉, 无力地搭拉着脑袋, 几滴粘稠的血迹, 顺着发烧滴落下去, 在照片上特别刺眼。 虽然看不清模样, 可单论体型而言, 习宇皇一眼便能辨认出来, 正是杨景和大汉, 两个敌城最为信任的 幸福猛将。 习宇皇压下心中焦急和怒疑, 冷冷道, 这就是你们黑龙帮的待客之道。 我们黑龙帮一向友好, 只是两位客人, 不怎么懂礼数, 只能给他们上两课。 袁宏舔了舔, 自己尖尖的牙齿, 黑黑笑着把照片收起来。 废话少说, 说你的目的, 西门主不必逗弄, 我这次过来是带着诚意过来的, 只要你愿意配合, 杨景两人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送返天门。 怎么配合? 西宇皇表面上 看起来平静如常, 赋于身后的双手慢慢地钻紧。 黑龙帮现在是有耻无孔, 看准了自己顾忌杨景和大汉性命, 竟然堂而皇之地派了个旗主 来天门指挥部谈判。 西宇皇不是好脾气, 之所以处处表现淡漠, 是因为他会隐忍, 成辅身。 可黑龙帮此番带着羞辱的举动, 却让他的心中 屠生几番怒意。 其实, 这次深入河南, 并非只有我一人, 除此之外。 远洪停顿片刻, 似乎是在思考犹豫, 而后才到, 还有我黑龙参军余晓天, 你的两位兄弟, 杨景和大汉。 来到了天门内部, 西宇皇协议的毛子微微晃动, 在这一瞬间, 他甚至有股冲动, 勤住袁洪, 强迫他说出详细地址, 好在理智尚存, 很快地击溃冲动。 我需要付出, 什么样的条件? 不用着急, 先听我慢慢说, 这里毕竟是天门府邸, 我们悄悄潜入进来, 本身就冒着极大的风险, 西门主, 如果真的想换魂杨景, 必须拿出适当的诚意, 你得跟我走。 可你走, 但我们傻子不成。 几位保镖怒然出声, 虽说这里是自己老巢, 可如若不声不响地跟着走呢, 万一遭到伏击, 习杀, 习玉皇九条命都逃不出去, 袁红的神情微微严肃, 我刚才有说过, 此次交易, 我们带着足够的诚意, 如果西门主感觉到生命没有保证, 可以带着足够多的人过去, 识人也好, 百人也好, 千人同样也行, 但有一点, 除了跟着你过去的人外, 其余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你的行踪, 至少是在交易完成之前如此, 这家伙说的有模有样的, 真这么好心, 几个保镖相互交换下诧异的神情, 带枪去呢? 完全可以, 只要保证其他人不能知晓, 你们采取任何措施都能接受, 怎么样西门主, 我们的诚意够吗? 当然, 如果你们毫不在意阳静的死活, 大可直接把我抓起来, 咔嚓处理了, 西语黄没有答话, 没有钉点眼白的瞳孔, 直直地盯住袁红, 仿佛要洞穿他的内心, 袁红依然不惧, 自然大方地迎上他的目光, 房间里的气氛慢慢地沉起下来, 四名保镖悄悄地向西语黄使眼色, 意思是不能接受, 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袁红越是表现得开合大度, 里面肯定越是有问题, 说不定这本身就是个陷阱, 阴谋, 哦, 对了对了, 还有件事, 袁红忽然点了点自己脑袋, 于小天参军让我带个话, 听说你们天门有个什么铁力部队, 负责执行家规,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 可以带上他们做个见证, 他说他非常想和西门主见见面, 想了解下与自己斗了一年多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西语黄钻尽的拳头慢慢松开, 平静道, 你们来了多少人, 十个人, 小五通知铁力队长陶志远, 让他带五个人过来, 西语黄最终做出决定, 是, 小五看了看袁红快步走出去, 袁红脸上露出笑容, 相信我们这次的会面会很愉快, 我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不需要, 只是几个纸面上的协议, 不是人质的交换, 什么协议, 这个就不清楚了, 我只负责传话, 谈判上的事项都由参军负责, 西语黄不再多言, 静静地等待, 暗自考虑于小天可能开出的条件, 以杨静大汉两人的身份地位, 于小天就算狮子大开口, 自己也得硬着头皮接下, 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务必要让两人平安回来, 其实西语黄已经隐喻感到几分不妥, 如果仁质是罗盛凯或者是沈明荣, 他肯定会继续斟酌, 甚至决定不去冒险, 可偏偏对方是杨静大汉这两个嫡成的心腹, 自己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否则一旦被于小天抓住把柄, 放出自己致杨静生死于不顾的谣言, 先不考虑其他方面, 仅仅巴不住那群人 所带来的压力, 就足以让自己永远站不起来, 如今狄城失去联系, 缺少独掌大局的人, 东部战线已经因此而出现动乱因素, 自己这边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哪怕前面是个火坑, 他也得纵身跳下去, 现在只能暗自祈祷, 于小天真的只是为谈判而来, 不久之后房门打开, 小五带着一名带着看似憨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正是铁律部队分配于南部战区的总负责人陶志远, 看似其貌不扬, 毫无特点, 可恰恰是这么个人, 却是当下铁律内部最有希望晋升为副统领的人选, 深得朋友近人, 而他曾经的职业, 却是个与黑道完全相悖的职业, 大学教师, 是物与横流的都市生活, 践踏了他的尊严, 是难以预料的事实无常, 激起了他的愤怒, 最终从人人尊敬的教师, 一点点蜕变成如今的黑道头目, 决定了, 陶志远简单地看了眼袁侯, 没有表露出过多的情绪, 路上小五已经把事情简单地和他说了遍, 也包括自身的一些猜测, 不过身为纪律方面的负责人, 他在意的只是习宇皇的忠诚度, 其他的都可暂时后遗, 习宇皇简单地点了点头, 走, 都到齐了, 请, 袁洪又一次舔了舔尖尖的牙齿, 嘴角的笑容有些耐人寻味, 西宇皇一行人静自离开堂口, 由于本身有保镖守护, 又有陶志远陪伴, 遇到的兄弟们没有感觉到奇怪, 更不会有人上来盘问, 就那么放任他们离开, 在他们离开不久, 起辆商务车停在指挥部所在的 写字楼前, 从上面走下了十多名 身着中山庄的黑衣男子, 正是离开总部赶来前线的 鹏侯一行人, 来到的时间, 与习宇皇离开的时间, 前后相差不足五分钟, 是巧合, 还是有人经过了计算? 习宇皇呢, 走过铁门时, 鹏侯随口问了句, 想来迎接的铁力队员, 刚走, 鹏哥, 是来找他的? 刚走? 去前线了? 鹏侯继续向里走着, 那倒不是, 好像是来了个什么客人, 习宇皇叫上陶志远, 一起走了, 叫上志远? 哪来的客人? 什么事情? 去哪儿了? 鹏侯停下脚步, 问出一连串的问题, 不清楚, 习宇皇什么也没说, 不过, 铁力队员迟疑片刻, 压低声音敲声道, 我感觉那个客人有些面熟, 好像是黑龙帮的人, 鹏侯目光, 陡然凝缩, 紧紧盯住他, 你确定? 只是感觉有些像, 像, 像是赤血铁骑的七主猿猴, 表情阴晴变化几番, 鹏侯眼底闪过一道灵力, 走了多久了? 没多久, 我们走, 还没走进指挥部的鹏侯, 转身再次返回车内, 责令铁力部队即可追踪习宇皇, 根据圆红的指引, 车队刻意地走了些偏僻的小路, 本来离开市区只需四十分钟的车程, 在七拐八拐的乱窜下, 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才好歹离开市区, 穿过些崎岖小路, 最终来到了一处荒野中的废弃工厂前。 就是这儿了, 西门主, 请。 圆红跳下车, 十分礼貌地做出邀请的姿势, 只是那排尖利牙齿和怪异的笑容, 却怎么看, 怎么不自在。 西玉皇走下车来, 望着前面残破漆黑的废弃工厂, 心中警惕之意再次浮现, 悄悄示意小五和陶志远他们小心应对, 前面带路, 打起精神来。 小五轻轻哼了声, 右手握住片刀, 藏于袖口的左手则攥出了手枪, 预防意外情况出现, 众人悄然相识, 点头提起, 攥紧刀枪。 圆红小赫赫地在前面沿路, 小五等人则警惕地扫尸的死周黑暗的角落, 一行人中只有西玉皇保持着惯有的淡漠, 没过多久, 穿过几道小道后, 众人来到一处敞开的厂房前, 残破的铁门嘎吱嘎吱地推开, 里面晃动的灯光轻柔地洒向大院, 西玉皇的注意力被里面一个文弱少年所吸引, 温文尔雅的气质, 白景俊俏的模样, 与其说像个学生, 倒不如说是像古代大家族的小少爷。 西满主, 既然来了, 怎么不进来, 难道还怕为于小天吃人? 少年看着西玉皇微笑道, 声音柔和, 不识清朗, 举止淡雅, 又引带威严, 气质非凡, 正是黑龙帮第一参军, 于小天。 在我的计划里, 你我的首次见面, 应该是在天门总部, 而不是这种残破的厂房。 西玉皇边说着边走进厂房, 袁红自动站到了于小天的身后, 小五等人则呈善行守护到西玉皇的身边, 小心地打量着厂房, 除了些破碎的零件胡乱堆积, 空空荡荡没有其他人影, 预想中的阳警大喊同样不在此处。 是吗? 可在我的计划里, 你我的首次见面, 应该是在黑龙总堂。 有道是计划不如变化快, 机会难得, 我自然想提前和你见上一面。 怎样? 对最近的战事有何感想? 于小天朋友般地微笑道, 西玉皇黑漆漆的毛子看不出焦距, 但此刻应该是在盯着于小天。 要想谈心, 以后有的是机会, 先把杨靖和大汉带出来, 我要见他们。 人暂时不在我这里, 不过, 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自然就能见到。 人在哪儿? 我要先见人。 西门主,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处境。 这里毕竟是天门腹地, 实话告诉你, 杨靖两人并不在这个工厂, 是另外的地方, 但只要你能答应条件, 详细地址, 我立刻说出来。 我不信保证, 只信自己的眼睛。 杨靖现在在哪儿? 如果见不到他, 什么条件我也不会答应。 习玉皇于其坚决, 心中的焦急之意, 实在难以掩饰。 于小天静静地看着习玉皇, 似乎是犹豫了几下, 微笑道, 这样, 从你身边选出几个人, 由我的兄弟 带他们去验证下。 你我两人, 在这里继续谈, 如何? 他身边干手如猴的男子, 冷冷道, 请体谅下我们的谨慎。 万一交出了人, 你们反悔, 我们可是没处深渊。 如果西门主, 处在我们的位置, 想必也会采取同等措施。 可以。 杨靖黄没多做考虑, 便点头答应。 这里的环境和于小天的笑容 都让他生出几分压抑, 所以还是尽快把问题解决掉, 让自己安心。 那由你身边那几个人去。 于小天指向陶志远, 还有他身边穿着同样黑色服装的铁绿成员。 陶志远微微地蹙了下眉头, 吃一片刻, 小声对西语黄道, 我感觉里面好像有炸, 你自己小心些。 西语黄悄悄点头, 你也小心, 一旦出现意外情况, 立刻撤离。 于小天指了指自己身后, 露在那里, 这位朋友, 请。 袁红弟弟笑道, 朋友, 我负责带路。 陶志远向身后的兄弟们做个暗示性的手势, 示意他们做好警惕, 这才向于小天的方向走去。 西语黄等人谁也没有察觉到一样, 有心拒绝, 却没有好的理由。 可是, 看着他们缓缓走近, 于小天的笑容略微加深, 身受接过旁边护卫递来的一个长长木盒, 缓缓打开, 从里面拿出一柄修长的钢刀, 体长两米二二, 体宽持有五公分, 刀体漆黑如墨, 带有些许的圆滑弧度, 整体感觉尤为修长, 竟然与席语黄的斜刀一般无二。 于小天轻轻地耍弄几下, 指尖划过锐利的锋芒, 笑容带上了几分诡异, 亦或是阴沉。 这是我仿照你的兵器, 庆星制作, 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今晚, 我打算试验一下。 什么意思? 没什么别的意思, 只是想给他开刃, 以血开刃。 于小天右手滑动的频率出现明显加快, 手中斜刀飘舞出道道的旋转轨迹, 而他的眼睛也在此刻骤然定在了陶志远和他的三名手下身上。 心头忽然颤动, 西语黄急声呼喝, 善儿, 晚了。 西语黄刚刚出口, 意识所支配的身体还没做出远救, 于小天却陡然之间急速跨步, 迅如雷芒般出现在陶志远的身前。 音译扩散, 嘴唇息动, 做出个谢谢的视影, 手中斜刀玄武出击, 利剑般瞬间洞穿他志远的身体。 刀锋吐辞, 破铁而出, 而后再度插入后面那个人的心脏。 目光猛的圆瞪, 陶志远只是普通人, 根本没有什么功夫实力, 只觉眼前已花, 胸口不尾, 便撕裂般地震震剧痛, 浑身的力气泄水般急速流逝。 谢谢你们。 音效连连, 干瘦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另外两名铁律部队的身旁, 弯月钢刀, 流光般磨过两人脖子, 瞬间将他们的性命收割。 粘稠的鲜血从嘴角滑落, 陶志远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变故。 原先笑意盈盈, 信誓旦旦的于小天, 竟然毫无征兆地突然下了杀手。 冰冷的感觉, 从胸前的伤口迅速向前身蔓延, 世界开始向黑暗沉沦。 在这一瞬间, 陶志远仿佛想到了某种可能, 某种令人感到惊骇的可能。 只是, 这种想法刚刚浮现脑海, 刺骨的冰冷已经把他无情吞噬, 完全淹没。 于小天慢慢地松开握住刀把的手, 呵呵笑着后退两步。 西玉皇, 你, 上当吗? 西玉皇刚刚迈出的步子, 硬生生定住, 正正地望着瘫软在地的陶志远, 晃动的目光, 缓缓抬起, 死死地叮嘱于小天。 黄哥, 小心! 小五等人心头大振, 急忙守护到西玉皇的身旁。 碰的一声, 这时候后面的铁门猛地被推开, 盆侯带着大批铁绿部队, 气势汹汹地冲下来, 可刚要出口的质问还没生到喉咙, 所有人的目光, 奇奇被醒目的鲜血所吸引, 而后, 是惨死的陶志远, 还有插在他身体上的那把刺眼斜刀, 于小天看看手表, 心中冷笑, 时间刚刚好。 西玉皇, 你做了什么? 彭侯怒然嘶吼, 被发现了? 于小天假装吃惊地看着彭侯, 而后带着袁虹等人迅速撤离, 并高声大喝。 西玉皇, 记住我们的约顶, 黑龙帮愿意给你提供任何协助。 黑龙帮? 彭侯等人脸色大变, 赶紧转头看去, 正好看到于小天等人从后方侧门撤离, 灯光虽然微弱, 但仍旧清晰地映出了他们的模样, 那是于小天? 铁绿部队迅速地追杀出去, 西玉皇心头咯噔一下, 没有做任何解释, 没有慌忙逃窜, 而是痛苦地闭上了眼, 该来的还是来了, 只是没想到会是在这种情况下。 彭侯神情森冷无比, 死死地盯住西玉皇, 片刻之后怒然喝道, 抓起来。 第十页, 天门代理门主, 西玉皇遭铁绿部队击捕, 临行前向天之龙门, 天之虎门下达最后命令, 绝对服从, 总部指挥。 第十页, 铁绿统领彭侯接任天门代理门主, 兼南部战区总指挥。 第十页, 彭侯收缴罗盛凯龙门令牌, 沈明荣虎门令牌, 两人押送总部地牢, 龙虎两门阵洞, 所属部中出现大规模划变。 第十页, 于小天下达南县总攻命令, 全县向河南府地强行推进。 第十页, 彭侯吉令铁绿部队静万精锐, 离开总部, 撒向整个南部前线。 第十页, 天门溃败浪潮, 从南部服县, 于是滑下黑道混战, 出现爆发以来的最大转折。 而正当黑道之战, 进入生死攸关阶段的时候, 远在外蒙古的狄城一行人, 终于成功地逃出无人区, 进入俄罗斯南部小镇。 找个地方先住下, 疲惫不堪地迪成他们, 就像从密林走出来的野人, 衣服破烂单薄, 浑身污垢血迹, 信号他们还有子智之名, 没有急着冲进小镇, 否则这副样子, 不被里面的巡警抓起来才怪。 你们先在这里等等, 我很快回来。 相对还算正常的安妮和轩原子依 清洗下脸上的污垢, 然后进入小镇, 去兑换钱币, 另外买些干净衣服。 迪成等人则靠坐在大树下, 静静等待着。 怎么了? 不舒服吗? 美颜依为着迪成关心地问道, 连续好几天了, 她总感觉迪成的情绪不正常, 迪成给她顺了顺前凌乱的刘海, 勉强地露出一抹笑意。 没事, 只是很久没和家里联系, 心里有些挂念。 夜晚童握了握她的手, 安慰一道, 有席玉环和翁蕴坐镇, 不会出现大问题的。 再说, 陈尊不知道你已经出国, 他不敢轻举妄动。 别担心了, 等完成这次任务, 我们坐飞机回国, 很快的。 迪成轻轻点头, 反握住一碗铜的手, 目光却不由地投向冰飞。 好几天了, 心头总是莫名其妙地发慌, 他不是迷信之人, 可是, 总是感觉好像出事了, 难道真的是关心过度? 席玉环, 追随你了。 高森嚼着一根甘草, 忽然开口问道, 现在在国内, 帮我照顾黑道上的事情。 迪成轻缓地点了点头, 回想起当年齿乡监狱, 虽然凶险无比, 却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好运, 像习宇皇, 罗盛凯, 像沙郎, 金刚, 还有金玄, 夜晚铜, 如果没有他们的追随, 天门绝对不会发展到如今这个境地。 嘿嘿, 习宇皇, 高森似笑非笑地赐语了几遍, 而后一连串地突出几个古怪词语, 不苟言笑, 城府深沉, 可堪大涌, 一则生贬, 贬则转衰, 触定悲情。 什么意思? 狄成奇怪语, 高森莫名其妙的话语, 没什么, 我跟他没有交流, 只是守卫赶考一下, 他是个人物, 可如果没有绝对的信任, 终究会出生变故, 我说的信任, 不只是你一个人, 还有你挥下的其他人, 尤其是那些, 手握重拳的高层。 高森似乎无意地提醒, 却让狄成的心头狠狠一跳, 那抹心慌, 没来由地再度加重。 轻缓地输出口气, 狄成把头仰靠在树干上, 轻轻闭上了眼。 如果自己出国的消息, 被陈尊知晓, 如果黑龙帮趁机发动强攻, 如果东南两县的意见出现分歧, 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失踪, 说过。 安妮这次离开, 足足去了三个小时, 心中着急的狄成 只感觉过了三年之久。 胡乱地套上衣服, 狄成一行人进入小镇, 找了个干净的宾馆暂时住下来。 安妮和奥古斯则前往图书馆, 利用那里的电脑, 想办法与国内取得联系。 宾馆里, 夜晚通舒舒服服, 畅畅快快地写了个热水澡, 把所有的污垢, 所有的疲惫全部冲走。 乳白色的浴巾包裹着妖娆的郊区, 离开浴室, 正巧狄成一打开房门从外面进来。 安妮还没回来, 夜晚通拨弄着湿漉漉的头发, 慵懒地坐到沙发上, 将无可挑剔的曲线, 清晰地勾勒出来。 妩媚的容颜, 在沐浴之后更显娇奈, 美人出狱的画面, 在这等妖精身上, 更显得勾人夺破, 目悬神迷。 快乐, 有奥古斯帮主, 应该很容易解决。 迪成养身, 坐到沙发上, 用力地伸了伸懒腰, 身体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他同样刚洗完澡, 浑身上下轻松无比, 之前的紧张和担忧, 也好像削减了些。 夜晚通看了看迪成, 白偶般的臂弯勾上他的脖子, 柔软无骨的胶躯, 轻轻靠了上来。 两团凸起的柔软, 紧贴胸口, 红润的小嘴对着迪成的嘴唇, 轻轻地吹了口热气。 还在担心国内? 感受着怀中的柔软和弹性, 迪成忍不住将他紧紧包在怀里。 可能这次离开时间太长, 有些不适应。 关心则乱, 把心放宽。 宇文荒雪不是说话吗? 如果顺利的话, 最多十天我们就能离开。 迪成摁了声, 静静地看着眼前 带着几分关心的绝美容颜。 轻轻地抚摸他湿漉漉的头发, 耳后滑向如婴儿般娇嫩的脸颊, 心头不由地轻微颤了下。 白发, 皱纹, 尽管他极力地在修饰, 可这些昭示着苍老的痕迹, 却已经明显起来。 怎么了? 我变丑了? 夜晚通嘟嘟小嘴, 拨得在迪成嘴上亲了下, 咯咯地娇笑起来。 你是最美的, 没听奥古斯他们说吗? 我迪成艳浮不浅。 那是夸你老婆多, 才不是指我呢? 着重是指你, 我才不信。 喂, 问你个问题, 我, 易璇, 安妮, 还有美颜, 你最爱的是谁? 你。 迪成看着一碗桶 妩媚的容颜, 毫不迟疑地回答, 与其平缓, 郑重。 是不是易璇他们问你, 你也这么直接回答? 夜晚通嘟嘟小嘴, 好久没有单独相处了, 他宁愿撒撒娇, 享受下柔情迷。 呃, 他们还这么问过, 那我是第一个了? 夜晚通展颜一笑, 慢慢地凑到迪成面前, 湿滑粉嫩的小香蛇, 轻缓地舔了舔他的嘴唇, 极尽魅惑和挑逗。 我所有的第一次, 不都被你拿去了? 迪成一把抱进夜晚通, 让这具娇嫩的身躯, 紧紧贴上自己。 四目相对, 迷离之意在视线交织中游走, 体相飘荡, 绵绵情意在胸中流转。 可正当迪成忍住要吻上去的时候, 夜晚通却忽然娇笑着向后扬了扬身子。 安妮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你呀, 先忍忍, 等晚上你偷偷过来, 我给你留门。 说着, 脚趋扭动, 就要从迪成怀里挣脱出来, 可迪成刚刚被勾起心火, 哪能由晚通离开, 一个恶虎扑石把他要在身下, 用力地稳了上去, 双手略显粗鲁地, 开始扯动包裹无限风情的羽巾。 夜晚通交呼一声, 暗自休脑这傻瓜, 惊天极色, 可当迪成用力地握住自己胸前的苏兄时, 却忍不住心头激荡, 目光开始迷离, 神区开始松软, 臂弯也忍不住地勾住他的脖子, 嘴里不停地呢喃着要等晚上, 本身却开始做出反应, 一时间粗重的喘息和一拟起息 开始在这温热的房间里飘荡, 点点欲念在拥吻和抚摸中 焚烧着双方理智。 可是正当夜晚通最后的坚持, 被摧毁殆尽, 准备迎接冲撞的时候, 却忽然感觉一个东西套到了自己头上, 而后一路向下伸展, 而迪成有些激烈的动作 也在此刻停下来。 夜晚通忍不住睁开迷离的双眼, 低头看去, 正好看到迪成在仔细认真的 给自己带着文修, 已经套到肩头的, 是个柔软顺滑的金色上衣, 上面还残存着迪成的气息和温热, 这是黄金软金? 迪成温柔地把软金衣裳套到夜晚通的身上, 仔细打凉了下, 然后用浴巾把白嫩的焦躯包裹起来, 我没说谎, 你是我最爱的人。 夜晚通呆呆地看着迪成, 方才的迷离, 方才的情欲, 还有点点的羞脑, 都在双眸凝聚, 嘴中化作两次泪痕, 无声无息地从眼角滚落。 迪成俯下身子, 轻柔地吻去晚通滴落的泪水, 别哭。 夜晚通萧曲陡然颤动, 忽然死死地抱紧迪成, 背驰用力地咬上她的尖头, 泪水夺狂而出, 先是哽咽, 再是抽气, 而后哭了出来。 此时此刻, 她什么也不去想, 什么也不愿想, 内心被激荡和温暖满满填充。 黄金软金代表着什么? 是迪成生命的保证, 是她的命。 迪成身边还有安妮, 还有美颜, 还有金义璇, 却偏偏给了自己。 夜晚通要求的不多, 她其实很脆弱, 也很容易满足, 而今天黄金软金的赋予, 这个无声的承诺 足以让她刻骨铭记, 仿佛所有的付出和爱意 都值得。 迪成轻柔拥抱, 轻声安慰, 晚通对自己的爱 为自己的付出, 她都记得, 牢牢地记在心里, 或许今天的举动对美颜, 易璇或者安妮不怎么公平, 但看着夜晚通 已经无法完全掩饰白发和皱纹, 她明白了谁才是此生最爱的人。 不信, 夜晚通忽然推开迪成, 坐起身来开始脱软金衣裳, 这个还是你穿着, 不能给我。 我不想过分依赖这种防护衣, 至少在跨入紫荆等级之前, 我不需要。 迪成连忙按住晚通, 怎么可能不需要, 在跨入紫荆之前, 你才是最危险的。 夜晚通仍旧坚持要脱下来, 能够明白迪成的心就已经足够了, 软轻衣裳, 还是穿在迪成身上,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别整了, 你先穿上, 只要你能安全,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什么意思, 你是埋怨我实力不行吗? 我哪敢呀, 是真的, 我不想对防护品产生依赖。 那, 那好, 等你什么时候快入紫荆等级, 我再脱下来给你, 在那之前, 我就先替你保管。 好, 先穿上衣服啊, 我们出去吃点东西。 夜晚通拿起之前脱落的衣服, 也没去卧室, 自顾自地在客厅换了起来。 妖娇的身段, 妩媚的风情, 引得迪成一阵火气, 差点忍不住扑上去, 将其久地正法。 精心打扮之后, 眼光似射的夜晚通, 挽住迪成的胳膊, 或许是心情的缘故, 本就妩媚妖娇的她, 更加地勾环夺破。 尝尝俄罗斯的反财, 比起国内。 迪成说着, 打开房门, 可正好与刚要用力推门的安妮撞到一起。 怎么了? 安妮紧张的样子, 让迪成心头咯噔一下, 一国不祥的预感升上心头。 国内出事了? 说。 迪成眉头不由地皱起。 安妮深吸口气, 本想平静说话, 可是声音却无法控制地带着颤音。 黑龙帮在一个月前发起了进攻, 先是大刀会覆灭, 再是向天门全面宣战。 半个月来, 杨靖大憨被俘虏, 如今难辨生死, 帝蛇死是营全体覆灭, 徐云重伤昏迷, 至今未醒, 翁云积劳成疾, 同样入院。 习宇皇, 罗盛凯, 沈明荣遭棚侯捕, 龙门, 虎门发生划变。 三天前, 萧峰被龙四中闯, 险遭活捉, 南部防线再也无力承受打击。 昨天晚上, 东部战区出现大面积溃腿, 李轩恩连腿三十地狱, 才好歹稳住阵脚。 保守估计, 最多五天的时间, 天门将不得不放弃河南, 犬献溃腿。 狄成只觉得眼前也黑, 天旋地转中险些摔倒, 饶使他做好了准备, 仍旧被如此灾难性的变故, 震得气血阻止。 杨将怎么了? 西语皇又怎么了? 这是情报单, 是往中送过来的。 安妮赶紧扶住狄成, 把情报单交到他的手里, 狄成一把抓过来, 自上而下, 快速地看着, 一个个数字, 一行行句子, 在白白的纸上, 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那么的刺激神经。 叶万童也没想到会出现如此巨别, 边好好的扶住狄成, 边陪着翻看。 片刻之后, 他捧猴, 脑袋被驴踢了吗? 狄成猛然咆哮, 厚厚的情报单, 被猛地撕成两半, 泛红的双眼如野兽般闪动摄人光芒, 那副模样把门外的轩辕紫衣等人吓了一跳。 叛乱, 勾结黑龙帮, 他细雨滑, 又想叛乱, 还用等到现在, 哪来的证据, 哪来的密谋, 放他娘的屁。 狄成情绪失控, 如恶狼般地咆哮着, 房间里来回转动几圈, 愤怒之下狠狠跺了脚撕裂的情报单。 你冷静一下, 安妮用力地抓住狄成, 叫声喝湿, 他料到狄成会激动, 可没料到会如此失控。 狄成用力抱住脑袋, 胡乱地撕扯几把, 不断地做着深呼吸,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可是, 杨静, 大憨, 生死未卜, 东南两县, 濒临溃败, 龙门虎门滑遍。 安妮说道, 在黑龙帮发动进攻之处, 翁云和习宇皇的战略方向就起了冲突, 翁云主张先吻后攻, 习宇皇主张迎头统击, 两人各执己见, 难以达成妥协, 致使东南两县无法做到紧密配合, 再加上, 香气翁云的几次计划失误, 导致死尸营全军覆没, 严寿和地蛇门都怀有情绪, 行动上刻意不进行配合。 至于西宇皇的被捕, 实在是当初情况特殊, 之前的交流中, 王忠隐晦地提及, 彭侯或许认识到了失误, 可他为人孤傲, 又太过兼顾铁律威信, 只能硬扛。 还有, 夜叉部队迟迟不肯离开总部, 是因为…… 夜叉部队在总部? 因为什么? 总部怎么了? 狄城忽然叮嘱安妮, 情报单上怎么没有提到总部的方面? 难道…… 安妮暗恨自己多嘴, 急忙转移话题, 天门造成如今这幅局面, 实在是太多的意外和变故联合促成, 盆侯在先期带领铁律精锐及夜叉部队返回总部, 也是被迫无奈, 只能那么做, 所以不能可以埋怨某个人, 尤其是失去了你的坐镇和阳静的被捕, 无论是天之五门还是巴不中, 都…… 我说总部怎么了? 狄城怒吼打断, 声音足足提升了好几个分贝, 你冷静下, 夜晚童和美颜同时控制住紧乎发狂的狄城, 安妮张了张嘴, 在狄城目光的死钉下, 艰难地吐出去, 鬼娃娃出现了, 就在音音的身边, 什么? 说清楚? 狄城睁开晚童, 把住安妮的箭头, 紧紧地盯着她,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大概是前段时间临时镜的守护卫队, 忽然在音音的房间里发现了牙牙的身影, 而且从那时起到现在为止一直待在里面, 奇怪的是她白天总是没有踪影, 无论怎么寻找, 就是找不到半点踪迹, 可一到晚上夜深燃静, 凌晨时刻她就会出现, 出现在音音的床头, 盆侯和观影不想让音音感到恐慌, 只能故意隐瞒, 没有提起这件事, 音音有没有受伤? 没有, 牙牙每晚都坐在音音床头, 只是那么呆呆地坐着, 一动不动, 像个木偶, 天一亮就悄悄消失, 难道不会把音音转移吗? 地如, 地如送到京城熊角, 敌场的情绪显得有些急躁, 转移过很多次, 可每当晚上, 牙牙总是像游魂一般出现, 相当地神人, 朋友努力几次后, 担心音音起怀意受惊, 只能放弃, 我当初说过, 牙牙遭到神王重创, 几乎不可能活下去, 可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她的伤奇迹般地康复了, 实力应该有所提升, 小牙, 前线, 敌场忽然感觉头胀的厉害, 推开别人的搀扶, 用力地揉着脑袋, 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转着, 肩火不停地深呼吸,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的意见是, 立刻启程回国, 现在天门最缺的就是主心骨, 各自为战, 早晚会出大乱子, 另外, 鉴于天门当下的情势, 我在来的路上向总部做过请示, 希望能带奥古斯他们回国, 总部这么说, 宣言紫衣来了兴致, 总部方面对这方面相当忌讳, 开始的时候直接拒绝, 后来不知为何改变了主意, 允许从奥古斯, 罗颖, 宣言紫衣三人中选择一个, 其余两人立刻返回巴尔干基地修正, 你决定带谁回去? 选我啊, 宣言紫衣满眼期待地看着地城, 用力地指着自己, 黑道混战, 奥古斯轻声莫念, 微微笑道, 应该很有意思啊, 只能选一个, 迪程已经基本冷静下来, 国内局势的混乱程度, 可能比情报单上的单纯叙述还要严重, 仅凭自己的话, 可能无法扭转乾坤, 但如果能把奥古斯三人全部带上, 结局肯定大不相同, 在第二阶段中, 有绝对禁止天王成员参与帮派势力的规定, 一个人就是他们接受的极限, 是个特殊的例子, 时间也只有半个月, 安妮摇头, 她何尝不想把三人都带上, 可是组织已经给了明确的答复, 要么带一个回去, 要么一个也别带, 我选迪程的目光, 从三人身上一次扫过, 最终定在了轩辕紫衣身上, 轩辕小姐, 麻烦你了, 轩辕紫衣忍不住跳了下来, 安妮轻轻点头, 认可迪程的选择, 罗尹枪法虽然超绝, 但明显不适合国内的混战形势, 奥古斯谋略超群, 但清淡漫冒下的思维往往太过极端, 本身的爆破能力同样无法运用于黑岛, 所以相比较起来, 还是轩辕紫衣的易容数能够起到作用更大,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动身, 我已经和组织在俄罗斯南部的情报点取得联系, 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们造好身份证明, 方便乘飞机回国, 另外, 奥古斯和罗尹, 你们也不能在这里继续逗留, 尽快返回巴尔干, 这是组织的要求, 等等, 血尸它? 夜晚通忽然指了指趴在客厅里呼呼大睡的血尸, 坐飞机可不允许带动物, 何况还是这等庞然大物, 对啊, 血尸怎么办? 安妮还真把他给忘了, 狄成稍微思虑, 去找宇文荒雪, 请他帮忙把血尸捎带回内蒙, 顺便和他道声别, 战俘这边交给他自己, 不用了, 我在这里, 宇文荒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外, 国内出事了, 我必须回去, 奥古斯他们也被组织强令返回巴尔干, 狄成也不废话, 直奔主题, 宇文荒雪捡起地上破破烂烂的情报单, 大致翻看了下, 无声地笑了笑, 黑龙帮, 来势汹汹啊, 需不需要我的帮助啊, 不必了, 我自己能解决, 确定, 确定, 或许是因为心中的孤傲, 或许是处于对圣族的警惕, 狄成不希望宇文荒雪 过多地掺和到国内黑道混战, 宇文荒雪继续看着情报单, 随夜道, 那好, 随你, 战俘这边, 你还继续吗? 使情况而定, 我刚刚也和族人取得联系, 卡修斯早在五天前就已经逃回圣殿, 想必事情已经暴露, 以爱获维拉的性格,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短时间内无法从战俘总部盗取黄金软金, 我也只能暂时放弃, 宇文荒雪自嘲似的摇头笑道, 人心不足, 蛇吞向, 你是道义, 给自己招来两头恶狼, 狄城说道, 我这次要急着赶回去, 血尸没法带走, 临时先留在俄罗斯, 等你将来离开的时候, 顺道帮我带回国内, 只需要送往内蒙古即可, 这个简单, 拜托了, 狄城简单倒了声血, 赶紧开始整理东西, 其实, 携带的物品早已遗失在茫茫外蒙无人区, 他们所能准备的也就几件简单的衣服和兵器而已, 中午时分, 组织情报员送来五张机票, 并带着奥古斯和罗颖离开, 狄城五人则直奔附近的城市机场, 此次的分别匆匆忙忙, 甚至连像样的道别都没有举行, 当初指定的计划, 做好的协议, 全部因为狄城的离开而宣告破裂, 最终只留宇文荒雪独立前行, 废机上, 狄城再次拿出那份破烂的情报单, 仔仔细细地翻看上面内容, 与安妮详细地分析当下的局势, 悄声讨论商量着, 时间紧迫, 东南两县最多能够坚持五天, 或许还会更少, 所以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给予黑龙帮一次重创, 让他们感到疼, 感到怕, 暂时停止进攻, 给天门以宝贵的缓冲时间, 而当下, 狄城最大的底牌只有一个, 那便是美颜, 所以计划设计的方向 大致围绕吐沙尔茨旋转, 下午六点, 历时五个半小时的航班飞行, 狄城五人安然回到京城机场, 为了能够达到最佳突袭效果, 他们没有和天门高层联系, 只是通知王中, 带领千木特战组, 先行往黑龙帮腹地前行, 机票买好了, 几点的航班, 后期大厅里, 安妮刚买到飞往河南的机票, 轩辕紫衣赶紧围上来, 她都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赶紧去看看成千上万人群殴的场面, 是怎样的壮观, 一路上, 相对于夜晚同吉女的忧心忡忡, 她反倒最为兴奋和激动, 安妮把机票分给他们, 这是最早的航班, 还要两个小时, 你们饿吗? 要不要我先去买点吃的? 两个小时, 狄成无力地摇了摇头, 坐回坐门, 别着急, 我们时间足够, 夜晚同握住狄成的手, 轻轻安慰, 你们先等会儿, 我去买点吃的, 我也去, 轩辕紫衣忘了忘打听, 也忘了忘打听, 可没等他们走出几步, 忽然有一群身着笔挺黑色西装的男子围了上来, 在这喧闹的大厅里, 夜晚同安妮等女的美艳, 已经够手人瞩目, 此刻又有这么衣着特别的人靠近, 当即引来更多的关注, 不少人甚至好奇地往这里凑, 请问, 是狄先生吗? 为首的中年男子略显公将地问道, 狄成抬起头, 看了看他们, 有事吗? 狄先生, 您好, 我们奉命过来邀请您。 谁? 是熊老爷子, 他说, 请您立刻过去。 狄成心神威着, 不由地站起身来, 我知道, 您时间紧迫, 老爷子也是急着要见您。 狄先生, 请。 中年男子伸手示意, 熊老爷子现在在京城, 找个什么事? 狄成不宜有他, 提起包裹就跟着他们往前走。 这个不清楚,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还请狄先生见谅。 安妮他们相互对视眼, 赶紧跟了上去。 熊老爷子亲自派人来找, 很大的可能是关于当下黑道行事, 说不定是要提供某方面的帮助, 以此破解当下的被动局面。 离开后期大厅, 狄成五人被分别安排到两辆车上, 在前后五辆商务车的护送下, 迅速离开机场往东南方向驶去, 大致方为正是熊家所在地。 望着窗外繁华绚烂的京城也是, 狄成烦乱的心终于有了几分缓和。 熊老爷子亲自出面, 至少表示他们并未放弃天门, 没有放弃自己, 并未像当初自己猜测中的 华夏高层急于结束黑道混战局面, 因此而出手协助黑龙。 那也是最坏的设想, 如果真的如此, 天门要想在华夏继续生存, 将南宇登天。 现在看来, 事情还不是那么坏。 忽然, 靠在狄成身上的美颜, 用微不可查的声音道, 熊老爷子, 怎么知道我们回来? 从当初离开华夏, 到如今回到华夏, 美颜基本不曾说话, 一直默默地跟在狄成身边, 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她。 但不说话, 并不代表她吃啥呆着, 身为天网最强鬼物, 她在能力恐怖之外, 头脑依旧精明。 而且, 那份沉寂如水的冷力, 往往能让她永远保持冷静, 就像现在。 正在尸神的狄成, 没怎么明白美颜的野子, 疑惑的她对视片刻。 目光微微凝缩起来, 他们此番回国所用的身份证件, 全部都是组织伪造, 并没有用真实的姓名。 要想通过出入境陆入的信息, 不可能查到他们, 更何况, 熊老爷子再怎么厉害, 恐怕也没厉害到, 可以随意调动 航空公司信息资料的地步。 狄成不由地把目光, 转向车窗外面, 车队已经离开烦恼的区域, 向市交靠近。 可是方卫, 仔细对比判断, 好像不再是直向东南熊家, 而是发生了明显的偏移, 悄悄地示意美颜, 和身边的婉童加强警惕, 狄成故作无意地 与副驾驶坐上中年男子询问。 熊老爷子不在家里吗? 中年男子非常自然地回应。 对, 熊老爷子在郊外等候, 为了回避其他家族的眼线。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这段时间, 我们一直在机场等候, 刚才无意中发现你们去购买机票, 才进行了确认。 你们是熊家内部的人? 那倒不是, 我们来自部队, 猛虎集团区。 男子回过头来, 肃穆刚毅的脸上露出几分笑容, 从怀里拿出个巴掌大小的红色本子, 简单晃了晃。 冒昧地问一下, 您现在的职务是中小。 熊老爷子一定非常信任您。 或许。 男子淡淡一笑, 看了一眼狄诚。 狄先生请耐心等待, 再有十分钟我们就到了。 狄诚慢慢地靠回他座位上, 心中有些拿不定主意, 这人无论是回答还是表情, 都非常地自然到位, 并非刻意做作。 如果不是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 应该不会是假的。 难道, 刺激多虑了? 夜晚童指尖, 悄悄滑动, 从袖口里, 取出两个红色米粒大小的药丸, 借着往狄诚怀里依偎的动作, 放到他和美颜的手中。 眼神示意他们, 多加小心。 不管是不是多疑, 小心点终归是好的。 狄诚不再询问, 男子也不多交谈, 车队在平静无波中离开市区, 可接下来的路却足足走了近一个小时。 由于是郊外, 没有路灯可以进行辨别方位, 狄诚他们也分辨不出 现在到底是在往哪儿走, 走了多少路程。 就在狄诚的性子快要耗尽, 心中升起一抹不安时, 车队速度慢慢减弱下来。 狄诚透过窗户向外张望, 外面是个面积不小的工厂, 平整的路面, 整洁的环境, 气派的布置, 还有明亮的灯光, 在四周荒野漆黑的背景下, 尤为地引人瞩目, 大致看来, 应该是一个处于营业中的企业。 可令人奇怪的是, 静, 出奇的静, 往里看去, 竟然看不到一个人影。 到了, 狄诚问道, 中年男子刚毅的脸上露出一个略显诡异的笑容, 长长地输了口气, 终于, 到了。 咖的一声, 车门一丝打开, 车上的人们相继走下车, 只是没有邀请般的列队站立, 而是面向车辆缓步后撤, 每个人的手中都出现了一把机枪, 奇奇地瞄准车辆。 与此同时, 原本空无一人的工厂出现人影的晃动, 墙头上铁门处警卫厅, 但凡势力所及, 全部被手持机枪的人给占据, 数以百计黑洞洞的枪口锁定车队。 狄成几人的脸色缓缓阴沉下来, 是自己大意了, 还是这群人眼级太高了? 怎么办? 夜晚通缓缓地攥起拳头, 妩媚的容颜寒霜遍布。 别冲动, 先下去。 狄成深吸口气,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敢冒充熊傲羊, 好大的胆子。 或许, 正是这种潜意识的思绪, 才造成了现在的疏忽。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她和美颜实力再强, 也没那个信息, 从百多机枪扫射中逃出去, 何况后面还有手无腹肌之力的安妮。 这时候, 警卫厅的房门打开, 先是走出来十个全副武装的汉子, 再然后走出一个面白肤静, 长相俊俏的男子, 林月斌。 狄成盯住走出那个人, 眼底闪过一道诧异和寒芒, 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大胆了, 就不怕熊傲羊发怒, 灭了他林家。 狄成, 出来, 难道还要我请你? 林月斌的表情和声音都透着一股冷意, 与平日的温文尔雅截然不同, 向夜晚童和美颜使了个眼色, 狄成推开车门走了出去, 看见他们下车, 后面车上的安妮和轩原紫衣也走出来, 聚到一起。 几天没见, 你林月斌骗人的本事有所长进。 狄成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 林月斌冷冷地盯着狄成, 而后视线依则从夜晚童, 美颜, 安妮和轩原紫衣身上扫过, 面部肌肉因为牙齿的用力咬切而绷紧, 对他公平吗? 你好像没有资格扩问我的事情, 可是我有资格关心他, 他为你付出那么多, 审知不惜罔顾家族的荣誉和自身性命, 但你给了他什么? 所拥有报, 曲解成群, 这就是你的回报。 狄成, 我林月斌, 当初把你当个人物, 可现在, 我看不起你。 狄成撇了撇嘴, 冷声道, 难道大佬远请我过来, 就是为了听你狗废? 我和他的事情, 轮不到你这个外人多嘴。 如果他幸福, 我林月斌绝不过问, 可如果他不幸福, 我就得替他讨个公道。 你怎么知道他不幸福? 狄成眉头微皱, 冷声道, 够了, 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让人恶心。 说吧, 到底找我来干什么?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我没闲工夫跟你瞎扯。 想走, 知道我等你几天了, 今天没我允许, 谁也别想离开。 林月斌冷冷地盯了眼狄成, 转身向着工厂走去, 带他们进来。 林月斌, 希望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 狄成冷声提醒, 狄先生, 请。 之前邀请狄成那个男子冷笑道, 四周数百武装人员的枪口同时抬了抬, 枪上的红外线光点完全聚集在狄成几人的心口和额头部位。 不要冲动, 先看看他耍什么鬼把戏。 安妮悄悄地拉了下狄成, 现在的局面非常被斗, 可不允许任何的冲动。 进去看看, 如果是想找死, 我们可以成全。 叶万通也出声道, 顺手递给轩原子一和安妮两个要完。 走。 狄成目光阴晴不定地变化极变, 在一众武装人员的押送下走进工厂。 这是一个生产服装的企业, 面积广阔, 环境清幽。 里面共有四个大型车间, 布置有大量的器械工具。 柜台上还有一落落的成品衣裳, 地上还洒落着不少的零碎布料。 从现场的情形来看, 这里仍旧处于营业状态, 只是前段时间被强行中断。 没过多久, 狄成他们被押送到工厂中央那个相对干净的车间。 里面不仅有大量的持枪武装人员, 还有很多的手人, 赵明辉, 郭强等二十组门。 一看到地上进来, 赵明辉蹭得窜起身来, 野牛般地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满是仇恨的双眼, 泛起鸿芒, 一副责任而逝的样子。 郭强慢慢悠悠地走了上来, 上上下下打量着地上。 你就是狄成, 当天婚眼上嚣张的家伙, 就是你搅拌的。 狄成心里慢慢生出一丝怒意, 竟然全世界二十组, 自己时间宝贵, 可没闲工夫跟他们瞎胡闹。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有话, 你小子果然猖狂。 郭强冷冷笑了笑, 逗大的小眼睛又在夜晚童鸡女身上转了转, 看来你还没忍清形势, 永不用郭爷爷我教教你。 费什么话, 全部给我绑起来。 赵明辉略显尖厉地怒吓。 绑起来, 林月斌向身边的人示一下, 顿时三四十把机枪对准低成五人, 其余的则拿着锁链走了上来。 低成神情逐渐转寒, 冷冷地吐出去。 林月斌, 别逼我杀了你。 郭强一把抢过身边那人的机枪, 顶着敌城脑袋骂道, 他骂的, 嚣张也得有个限度,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是枪, 是机枪。 只要老子点点头, 立刻把你打成蜂窝煤。 实话告诉你, 今天把你们弄来, 就没打算让你们活着走出去, 也别保什么会有人过来救你的念头。 你们入境的信息资料全是假的, 除了主管国内航空运营的王氏家族之外, 谁也不知道你敌城已经回国, 更不会知道来到了这里。 而王家, 就是他们提供的消息, 要求也是一个, 让你死。 几个明显酒色过度的少年, 黑黑笑着凑着上来, 阴邪的目光在夜晚童鸡女身上狠狠扫动。 至于怎么个死法, 可得由我们哥几个节奠了。 听凭几个大汉, 把铁链缠绕到身上, 并固定到后面的大型机器上, 敌城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二十祖门。 最后一次提醒, 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别到时候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给我闭嘴! 姑强弄起拳头, 猛地砸在敌城脸上。 他本身实力不俗, 这一拳下去, 当即哄出, 倒到血线。 慢慢抬起头来, 敌城舔了舔嘴角血迹, 双眼透过凌乱的头发, 叮嘱郭强, 忽然嘀嘀地笑了起来。 好, 好的很。 郭强眉头一皱, 捏住敌城下巴。 不服啊? 敌城也不答话, 只是冷冷地哼了声。 赵明辉忽然推开郭强, 一把抓住敌城的头发, 拉扯到脸前, 恶狠狠地说道。 敌城, 别以为我们再开玩笑啊, 王家已经清除了所有消息, 没人知道你回国, 更不会有人知道你来了这里。 现在, 你的命攥在我们手里, 想你死, 你就得死。 想要你怎么死, 也是我们说了算, 听明白了吗? 王家? 对, 就是王家。 八大家族中的王氏家族, 他们想要除掉个人, 从来没有能活过第二天的。 敌城一句话也不再多说, 只是用那双没了半点人类情感的眼神, 盯着赵明辉。 身边的美颜吉女出奇地配合, 出奇地沉默, 唯有眼底越来越明显地森然, 显示着他们心里的杀疑正一点点地累积。 而且谁也没有注意到, 夜晚通的郊区在微微变着颜色, 由婴儿般的白嫩向着惨白转变。 随着肤色的微妙变化, 体表开始渗透出细小的汗珠, 并很快地蒸发扩散到四周的空气中, 飘到在场的所有人的鼻孔里。 无声无息, 无色无味。 狄成无视和轻蔑的神情, 让赵明辉勃然大怒, 用力地撕扯他的头发, 坚力地凝吼。 我在和你说话, 听到了没有, 你他妈听到了没? 给我跪下, 给我跪下求饶。 任凭赵明辉疯了似的, 撕扯自己头发, 狄成神情阴沉如水, 声音像陡落的冰渣子, 冷得让人心里哆嗦。 最多十分钟, 我会把你这双手的指头 一根一根剁下来。 是吗? 赵明辉慢慢地松开手, 猙獰的表情向着狠辣转变, 然后一把抓住敌尘的指头 猛地向后掰去。 老子竟把你的指头拧成麻花? 可是, 无论他怎么用力, 怎么发疯, 攥住的手指头 就像是攥住了一根, 粗铁棍, 怎么努力也弯不了分毫。 敌尘不屑冷笑, 好玩吗? 赵明辉慢慢地从失控中 清醒过来, 冷冷地盯住敌尘。 你很强, 是吗? 至少比你这个垃圾强多了。 那这个呢? 赵明辉忽然抽出把枪, 顶在敌尘的下巴上, 狠声道, 有他枪吗? 你想开枪? 你以为我不敢? 说这句话前, 拜托, 先把保险栓打开, 你这个废物。 赵明辉看了看手枪, 还真的没打开保险, 脸色一阵羞红, 随即大怒, 抡起枪把重重地 砸在敌尘脑袋上, 老子还有你教? 一道鲜血从杂鸡处涌出来, 顺着头发滴落下来。 敌尘缓缓地抬起头, 森冷的双眼泛出几分红芒, 干巴巴地吐出一句。 赵明辉, 黄泉路上, 走好。 赵明辉咔着打开保险栓, 枪口顶在敌尘脑袋上。 他本来不是容易冲动的人, 可是每当看到眼前这家伙, 总是不自觉地 联想着自己 已经毫无知觉地下提, 怒火就像充斥在整个身体里, 要将自己焚烧。 理智? 他已经没有了理智。 等等, 先等等。 郭强一把抓住赵明辉的枪, 阴冷地笑道, 这么便宜让他死, 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 其他二十组 也阴笑着凑了上来。 就是, 好戏还没开始呢。 今晚时间多的是, 我们慢慢玩。 赵明辉死死地盯住地城, 片刻后狠狠地甩开手, 怒声喝道, 把这四个女人拖出来。 郭强等人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把目光投向林月斌这个京城太子, 等待他的最终决定。 林月斌的神情出现刹那的缓和迟疑, 以他的性格而言, 非常不屑于这种卑劣的手段, 对欺凌女人的手段同样感到反感, 可那份迟疑也仅仅是刹那而已, 很快便恢复冰冷。 随便享用, 让狄成瞪大眼睛看看, 好好体会自己的女人被别人玩弄的滋味。 是, 大哥。 郭强等人激动地放声打嗑, 下一刻, 琪琪把目光放到夜晚童四女的身上, 早已信仰难耐的他们, 边舔着嘴唇, 边黑笑着缓步向前。 你们要哪个? 郭强扯了扯领带, 开始解开衣服。 哪个都行, 要不强哥你先挑。 郭强用力地撕开衬衣, 狼一般的目光在夜晚童的身上向下游移, 我就要她了, 放心, 哥哥我玩够了, 你们轮流上。 那我, 我要这个小萝莉, 我要这个小羊妞。 我也喜欢萝莉, 说不定, 还是个楚呢。 是吗? 要不咱们检查检查。 郭强一步步地逼近夜晚童, 其他人有的选择美颜, 有的看上安妮, 泛红的目光, 恶心的笑容, 仿佛是要将他们一口吞下去。 赵明辉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布局的疾病, 也装模作样地凑了上去, 而且选择了无人稳定的轩辕紫衣。 林月斌眉头, 微微皱了下, 心理方面还是有些受不了这种凌辱场面, 冷冷地盯了眼地成, 迈步向外走去。 什么时候完事了, 出去找我。 郭强等人已经没那个闲心在乎林月斌, 先是恶狼般地围绕四女, 用力地呼吸着他们身上迷人的体香, 像是要用这种气味把体内的兽性完全点燃。 宝贝, 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强阴笑着, 捏着夜晚童的脸蛋, 夜晚童把头避开, 冷笑道, 盼猪, 想怎么死? 我想爽死, 你能满足吗? 郭强没有意识到危险, 挥了挥手, 示意四周的武装人员把身子转过去, 自己则用力地解开腰带, 浑身上下赤条条地置着内裤, 内身恶心的肥肉随着极楚的呼吸, 而海浪般地晃动着。 一个高瘦的少年呲了一声, 把安妮的上衣撕开, 双眼死死地盯住白嫩的肌肤, 邪笑道, 回想双死啊, 姐姐, 能想吗? 能, 我会让你爽得很彻底。 安妮咬着牙冷冷出声, 妈的, 我受不了了。 名为小剑的二十足, 猛地撞开了高手少年, 胡乱地把衣服撕扯退下来, 而后恶狠狠地向安妮扑了上来。 可正在这个时候, 夜晚同牙缝里吐出个词, 时间大, 美颜, 动手。 已经几乎要压制不住愤怒的美颜, 猛地抬头, 狠狠地撞向, 对着自己嘴唇吻过来那个少年。 碰的一声, 巨大的撞击, 当场将其鼻梁撞塌。 少年惨叫一声, 捂住血流不折的脸, 两抢后退。 与此同时, 藏匿在手心的四柄银针, 陡然鸡舍, 宛若流光扫过空间, 顺时抹入锅墙, 小剑等人的脖子。 四人神区俱缠, 突兀的剧痛, 让方才还激动亢奋的他们, 惨叫不已, 捂住脖子, 两腔跌倒, 潮红的脸庞化作惨白。 其余不明所以的众人, 骇然已惊, 急忙后退。 车间里的武装人员, 听到惨叫声, 迅速地转过身来, 黑洞洞的枪口, 锁定敌程五人。 然而, 吸入体内的毒气, 已经足够了剂量, 随着血液的扩散, 蔓延全身。 先是郭强等人的惨叫声, 渐渐停止, 再是武装人员, 高举的机枪, 无力地垂降。 整个车间里面, 除了敌程五人, 没有受到影响外, 其余所有人, 都感到脑袋昏沉, 身体沉重。 想要出声喊叫, 喉咙里, 却像是堵上了一块馒头, 无论如何, 也难以发出丁点声音。 一个, 两个, 三个, 毒性发作的他们, 一个接一个地, 瘫软在地, 无法出声, 无法行动, 唯有感觉和意识, 依旧敏感, 就像是大脑受损的植物人。 撒肿? 轩云紫衣的表情, 像是结上一层厚厚的冰霜, 刚才赵明辉一声不想趴在他身上, 乱摸乱亲, 几乎让他崩溃。 此刻, 在他们倒下没多久, 轩云紫衣的手脚开始出现明显的收缩, 然后, 缓慢地抽了出来。 哗啦啦, 铁链全部坠地, 清脆的声音, 像是为他的脱块鼓掌。 刚才摸得很爽, 慢慢地蹲在赵明辉的身前, 轩云紫衣, 中性普通的容颜, 逐渐向着夜叉般的猙獰转变, 修长的手指, 竟然不可思议地拉伸几分。 赵明辉烂泥般地趴在地上, 除了满是惊恐与痛苦的眼珠来回转动, 身体再也不受大脑的任何控制,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伸出手指, 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脸颊, 然后, 弯弯曲曲地一路向上, 吃指, 眼珠。 我在问你话, 没听到吗? 薛云紫衣凝身冷语, 双手指间一点点地向着赵明辉的双眼抠去。 赵明辉双眼死于般圆动, 轻孔, 绝望, 哀求, 骇然, 种种情绪一股脑地在她眼睛里面聚集, 拼了命地想扭动身子, 拼了命地想要呼喊救命, 可是, 薛云紫衣, 抹然尖叫, 双手猛地插进赵明辉的双眼, 用力地扣挖, 用力地撕扯, 粘稠的鲜血顺着空隙向外喷溅, 大大的眼珠被一点点地向外拉扯, 后面还连接着大量粘稠的血管, 场面争年无比, 惨不然多。